第1209章,发生了什么? 毕竟只是基础法门,能这样也不错了。 从冥想式当中出来后,徐悦也是长呼了口气, 将天龙所有心法秘籍全部搜刮, 他也就是进行解析,向上推演而已。 只是奈何如今的层次太高了, 以天龙层次的法门,加上长生觉的参照, 柔和起来也没什么卵用。 不过,好歹能够让自己那浑厚的泰坦之力, 开始进行有规律地游走了, 成长速度比原本的自然生长稍微好了, 一丢丢可以忽略不计。 但对于自己力量的掌握, 却是起到了还算不错的作用。 而且有了这一份基础后, 以后如果还得到更上层的类似能力, 也能够逐步推演包容下去。 顺手将修炼式的次数用完后, 徐悦也准备暂时先出去一下, 将这次的问题汇报清楚。 这次任务完成, 也成功晋级成了上将军衔, 挥下军团修改的能力也再次提升, 那新驻地的开放功能也足够做出调整。 不过这个可以等到自己汇报完工作再来。 哈! 没遇到敌人。 你们也没遇到。 不是吧, 是不是哪里出现了什么问题? 感觉记忆有些混淆。 徐悦刚刚出来的时候, 附近就一片乱糟糟的。 这次他们都是领了沉重的任务, 主动前往基础空间进行互道的。 人数虽然比起清日同盟的总数要少得多, 但却也有二三十位乱入者了。 精锐轮回者数目也是上百。 这里乱糟糟的情况, 看得在现场没走等待结果的陈焕, 不有表情, 显得有些凝重。 对于外界来说, 任务空间只是一瞬间的事, 陈焕将人引导起来后, 就直接一直等待着他们的开启了。 接下了这些重任的轮回者, 在任务完结后, 也会尽快从轮回空间退出, 免得外面担心和等待的。 所以在他看来, 众人一瞬间同时消失后 马上就陆陆续续地又回来了。 而且短时间内回来的人数超过了八成。 这是前几次阻击当中想都不敢想的, 每次都是折损过半的。 事出反常必有妖, 陈焕心中还没来得及欣喜, 就已经听到了他们的话语了。 没有遭到抵抗, 没有受到阻击, 没有敌对军团轮回者。 这怎么可能? 记忆应该没有问题, 我们还是记得进入的是宋辽大战的空间, 甚至记得经历和任务完成情况, 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我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形容。 是啊, 我也是这种感觉, 看来大家都是这样了。 没错, 感觉怪怪的, 还有啊, 是不是情报哪里出现了问题? 毕竟都是乱入者级别的大佬了, 他们知道这次任务当中不可能会没碰到阻拦, 但既然发生了, 就肯定在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问题。 我们只是根据逻辑推断, 才是发现问题的, 甚至我们并没有察觉到我们记忆本身的特殊情况。 没错, 我也是这样。 徐悦也在现场一本正经地点了点头, 一副很认同的样子, 冥想式和修炼式的时间消耗也是瞬间, 他出来的速度并不比其他人慢多少。 得知到这种从未见过的现象, 陈焕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随后开始直接连线情报部。 尽最大努力将敌对几个军团的情况搞清楚, 他们上次进入的破坏人手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被他们霸了一到时机选择错误了? 目前, 陈焕得出的结论, 很可能是中了敌方的虚假情报, 他们其实根本不是这批次进入的基础空间, 只是想要平白消耗我们。 情报部的那群人真是吃屎的吗? 而陈焕需求的情报也回应得很快, 马上就再次回播他联通了。 大, 大人, 我们的情报可能真出了点问题, 真是万分抱歉。 该死, 花这么多经费, 现在你们给我说有问题, 知道浪费了我们多少人力物力吗? 混账, 陈焕听到了消息回复后, 也是勃然大怒, 情报组果然是吃屎的。 不单单他们收集情报的时候, 花费巨大, 这一次错误情报, 就导致了这么多军团成员使用了指定权限, 去的还是收获只有一般的基础空间, 回头还要赔一次惩罚空间。 亏出血了。 真是万分抱歉, 的确是哪里有些问题了? 我们这几个案子反馈来的信息都是说, 那群人进入任务空间的人都不见了, 一个都没回来。 那边传递消息的通讯员也是满脸苦涩, 知道这次军团损失惨重。 就算是以他的能力都能知道这消息太假了, 定是对方特地算计自己这边一波。 哎, 这也是我大意了, 本以为看穿了他们的战略目的, 没想到他们依然还在战术上玩出了这样的花样。 之前确定他们行动时间, 可是动用了所有案子进行互相印证。 看来, 我们情报系统出现了漏洞。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 陈焕也长长地叹了口气, 因为敌方占据着绝对的数目优势, 逼北洋过去队子想要拖垮北洋。 所以理论上他们是没必要放什么误导消息的, 甚至可能巴布地让北洋的人跟进。 终究还是大意了, 聪明反被聪明误, 被他们反套路地针对了一把。 蜻蜓那边安排出这次计划的人不简单啊。 蜻蜓,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原本的回归之地还是一个人都没有出现, 让一直在这里守候的宦官脸色也越来越难看。 心中泛起了一丝不妙的感觉。 开始他还叫心底叫骂了两句, 感觉是这群家伙分不清轻重, 一直还待在轮回空间处理收获, 消化好处。 但这么久一个人都没有, 这也太夸张了吧。 没让他等多久, 很快团内通讯便是联络上了他, 传来了带着些许颤抖和阴沉的声音。 所有乱入者以上都在重生之地出现了, 是所有, 没有遗漏一个。 你那里有没有回归的精锐? 不, 只要是有活人, 资深也行, 正式也行。 快点带过来面圣。 所有, 所有。 等待着的那位宦官, 嘴唇也开始颤抖发白了, 看着空空如也的回归之地, 想想前后人气鼎盛和冷冷清清的强烈对比。 一股冰冷的寒意也从脚底涌上了头皮。 全, 全面, 分布在数十个任务空间的所有轮回者都全灭。 不可能。 我, 我这里没有人, 一个都没有, 速速联系有帮军团。 同样的事情, 也发生在清日同盟的其他所有军团当中。 军团高层都是从开始的难以置信, 到最后希望的灭绝, 然后开始浮现出了一种无法言语的惊恐。 到底发生了什么? 某神秘空间当中, 完颜阿谷打感受到有数十道投影即将随着空间隔阂的消散回归。 也不由有些抱怨, 那群土财主天天骚扰自己, 估计又是一些骚扰的言论了。 算了, 下次就不降临, 等待自动反馈就是了。 哎, 本来还说那个萧峰有点意思, 很对胃口, 还有可以看看耶律宏基缅怀缅怀过去, 但终究太烦了, 随后, 诸多投影所写信息便是同时回归。 扑! 卧槽! 第1,210章真相, 只终究是包不住火的。 清日同盟开始的保密工作虽然做得很好, 特别是根据北洋的内线了解到北洋也摸不清头脑的时候, 更是不断地虚实结合, 给出各种误导情报。 但上百位乱入者进入虚弱, 这怎么可能全部隐藏下来? 很快就被北洋这边察觉到了一丝不妥。 开始还认为是对方想要特地误导, 疑神疑鬼。 可随后还是袁世凯给出了答复, 有几位超级强者在不同的平行基础空间联手使用了一套高权限道具, 直接对基础空间进行了干涉, 还利用了特殊能力抹去了你们的记忆, 目前看来应该是对我们北洋抱有善意的。 袁世凯的能力毕竟摆在这里, 再深入了解了一下那些个同样进入了空间的北洋轮回者, 察觉到了他们的灵魂被抹去了什么的异常后, 还是最终确定了下来。 脑海中率先冒出的, 就是那个身穿中山装的儒雅对手, 好大的手笔, 竟然没找自己帮忙。 龙之魄这是又出现了什么强横的新人和他配合吗? 这次的花费和消耗恐怕也是相当恐怖, 也就是龙之魄底子好了, 有魄力。 惊爆! 清日同盟一次行动损失上百乱入者, 数百精锐轮回者, 资深正是数不胜数。 这火爆的消息, 瞬间传遍了华夏, 甚至引爆了全球。 哪怕欧洲的情况一触即发, 如今也依然因为这则消息引起了震撼。 压制华夏发展, 这是默契的共识, 本以为这次基础空间重塑也坚持不了多久的, 前面也一直都进展很顺利, 甚至连原本北洋的盟友都不提供帮助。 但这瞬间一次的逆袭, 便是将之前北洋所有吃的亏都填了进去。 袁世凯能够最终得出结论, 列强也同样有着类似的推断。 甚至不少阴谋论者认为, 那就是孙文、袁世凯和慈禧三人默契的手笔。 蜻蜓其实暗地里也想要恢复基础空间, 都被他的表象骗过去了。 也好在这次, 蜻蜓本身损失也是惨重, 加上一直表现的确和北洋是同水火, 苦肉计也不太像, 才是勉强收回了怀疑。 但不管如何, 华夏出现了重大变故这一点, 也成为了全球所有列强的共识。 各方风起云涌, 气氛变得凝重而诡异了起来。 宇都公大人, 这次就要拜托您了。 几位日国轮回者, 对着宇都公太郎深深地拘了一躬, 看着大人那风轻云淡的淡定表情, 心中也感觉稳了很多。 知道了, 退下吧。 抱着茶杯的宇都公太郎满脸平静。 嗨! 咻! 抿了一口茶后, 宇都公太郎也享受地闭上了眼睛, 细细品味着茶水的芳香。 又是平静的一天。 同样从重生之地醒过来的诺夫斯基, 接到了主人的通信后, 双目也是一片茫然之色。 为什么我和其他人不一样? 同样都是死回来的, 为啥我还背了个这么可怕的契约? 不是吧, 自己这么小心谨慎的人, 就算真的因为胆小签订了契约, 也肯定不会出现这种漏洞, 还让对方杀了自己。 太过分了。 直到见面后, 通过对方一个奇怪的蛋恢复了记忆, 诺夫斯基才是莫名打了个寒战。 死得好啊, 重生得好啊, 契约签订得好啊。 自己只要死一次, 小命肯定保到了, 但其他人就已经不是一次这么简单了。 抱着茶杯的张作霖、 曹坤。 休! 又是和平的一天。 在这风起云涌的时候, 很快各方就发现了, 宋寥大战的基础空间又无法进入了。 这一次的发现, 倒是给清日同盟和列强们都稍微松了口气。 看来, 虽然被未知的几位强者利用道具来了刺狠的, 但他们的动手也将那相对薄弱的基础空间给轰塌了。 可还未等到这口气呼完, 企鹅商会便是默默站了出来, 在华夏区推出了第一款网游, 直接对外开放筑地空间。 主要针对对象, 便是华夏区的底层轮回者。 虽然也有着各项收费, 但这绝对是物超所值的, 性价比高的下人。 虽然企鹅商会只是默默地推出了一款网游, 但此时所有明眼人也都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之前在宋寮大战当中动手的, 就是这一直表示中立的企鹅商会。 或者说, 他们从凶手手上得到了那个筑地的权限。 不管如何, 他们肯定是知道发生了什么。 岂有此理, 低贱的伤人而已。 脸上都还带着病态惨白的光绪, 因为情绪的激动, 出现了一丝不健康的红韵, 随后吐出了一口淤血。 眼中泛着寒光, 此事绝不会就此罢休。 竟然是那个企鹅商会? 果然, 他们的背景不是一般强横。 是龙之魄在背后支持吗? 可惜, 已经成事了, 现在和各方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有些压不住了。 该死, 务必压制他的扩张。 其实早就想要压了, 但反应过来后好像有些迟了。 那种松散的会员机制, 成事后很难压制, 没有人愿意舍弃, 已经习惯的辩解, 难道进行血战? 各国各军团, 都在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 企鹅商会对外公布, 是从神秘大佬手上交换来的使用权限, 只是单纯做生意。 但别人是不是相信, 那就是别人的事了。 现在除了法国外, 华夏境内也将幕府挤出了前十, 取而代之。 全球各地都有扎根。 这种规模, 已经不是说想打压就打压的了。 特别是现在除了每周稍微好点外, 各地都是一锅乱舟的时候, 更是不愿意轻动。 不过, 各种而言的试探, 却也已经蜂拥而至。 老板, 这次推出的似乎是急了点啊, 其实可以在稳稳的, 毕竟基础空间中, 送金、 送萌都还在支撑着。 企鹅商会的高层投影会上, 有委员也委婉地提出了一些当前的问题。 虽然对于自家商会突然冒出来的超强战力感到了惊骇和振奋, 但这一次好像是有些冒险了。 我们做我们的, 与他人何干? 徐悦随意地平淡语调, 却带出了一种不容置疑的霸道, 将所有声音都压了下去。 本来就是他的一言堂, 赵慧仅仅只是布置任务而已。 况且, 既然徐悦敢现在就将副本开启, 那也是有着他自身的判断。 天龙副本表现得是很抢眼, 但这终究只是基础空间。 就和他们推测的一样, 肯付出代价的话, 袁世凯他们这层次只要有配合, 做到这一点也可以。 自然而然地会将孙文纳锅扣上, 如果再给袁世凯扣一锅, 外界最多也就是会当作企鹅拥有着一位最顶尖的精锐乱入者正常。 这种对外威慑目前来说却也刚刚好, 足够引起忌惮和重视, 却又不至于压迫到全球都联合起来。 企鹅商会明面上适当地吸引注意, 再加上自己的完美前行, 足够应付各种问题。 就目前来说, 自己的实力虽然已经很稳了, 但却还无法同时开启多处战断, 毕竟自己再强也就一个人, 基础空间上要借助大事和驻地 作为跳板才能一次多录点。 如果惹来群起而攻之, 肆意屠杀, 那反倒是棘手了, 眼前这种度刚刚好。 这也印证了一位长者的人生经验, 闷声发大财。 第1211章 忙碌 果然如您所说的一样, 这个世界真是神奇。 站在上海法租界内的一栋银行楼顶上, 两个身披黑底红云袍的人影 很是平静地说道, 给你们熟身后, 你们也可以初步尝试 这个世界的规则运用了, 因为你们存在的特殊性, 如果死在了其他任务空间, 我会很难办的, 所以对你们而言的第一任务 是保护自身。 徐悦坐在屋檐上, 任由两人站在自己的两侧, 与其一如既往地平缓。 既然是您的命令, 我们自然也会遵守。 完成任务, 我们还是会很快适应的, 这和忍者的存在很类似。 与之波右, 与之波止水。 这就是徐悦从火影世界当中 率先带出来的两位。 实力层次足够, 但又没高到自己付不起钱。 而且, 两人对于任务的执行和完成 绝对是处于前列的, 特别是与之波止水 还有另外那一枚别天神。 不过因为现在时间已经同步的关系, 别天神哪怕有初代溶液的冷却, 使用起来也就是和徐悦的差不多, 但多少也是一大助力了。 虽说对于最顶层的用处有不小的风险, 可对于中断来说, 实用性还是相当高的。 你们还有另外两个搭档, 必要的时候可以四人合作, 但平日里两人作为小队也够了, 因为他们出来更早的关系, 所以目前实力提升下比你们要强些, 但我相信以你们的能力 还是能迅速地赶上。 徐悦说完后, 也重新从屋檐上站了起来, 看着下方繁华的租界, 眼中一片平静。 企鹅商会, 龙之魄。 脸色惨白的张孝林, 满脸都是争鸣之色。 自己没去招惹你们, 你们竟然把自己弄得这么惨。 想到自己现在想要快速恢复实力的花费 就一阵心疼, 和日国做生意的那些好处都要填进去。 不过对于张孝林来说, 下决心快速恢复虚弱还是很果断, 虽然把家底掏空了, 可却也恢复了八成实力和重生权限。 自己必须要稳住自己在帮内的地位, 绝不能露出虚弱感, 否则那群同样不省油的家伙 绝对会扑上来将自己撕成碎片。 等到处理完帮内事务, 必然会让你们付出代价。 恨恨地做出了决定后, 他也逐渐将脸色与心态都恢复了平静。 暴怒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必须要徐徐徐治。 企鹅商会如今也是前十的体量了, 龙之魄本身的底蕴更是深不可测, 要对付起来的难度绝对不一般。 而且, 这两个军团和体量更大的北洋目前都关系不错, 要想办法报仇的话, 别说自己还无法在青帮一言而诀, 就算自己能够将青帮统合, 也无法构成足够的威胁。 青帮内部不识实物, 看不清形式的蠢货还是有很多的。 不过, 要对付你们, 只需要用计谋借刀杀人就行。 这次你们太高调了, 得罪的势力太多了, 想要针对你们的人更多。 我只要混在其中推波助澜安稳布局, 就能将你们拖入万劫不复。 你们甚至连到底是谁, 再针对你们都不知道。 心中闪过诸多手段和谋划, 一条又一条的轨迹冒出, 最终他便选择了最稳妥的一项。 现在还差一点恢复, 不好腾出手来, 亲自对付你们, 但随便给你们一个小礼物, 你们也要头疼一会儿了。 自言自语了一阵后, 张笑琳便是拿起了旁边黑乎乎的电话, 在转盘上摇了几个号码, 很快那边便接通了声音。 我是张笑琳, 想要向与都宫太郎阁下汇报情报, 谈谈合作事宜。 那家伙怎么就没死在里面呢? 可恶啊, 坏我好事。 张勋气冲冲地又砸碎了自己的一套茶具, 满脸不愤之色。 之前听到说, 那个可恶的家伙竟然去基础空间护道, 还让他开心了很久的。 北洋同时受到数个军团围剿, 还没有盟友帮忙, 想要以一己之力 对抗树方的敌人, 死亡率是很高的。 只要他这么死了一次, 没了重生权限, 想要针对就要容易得多了。 毕竟他底蕴不够, 积累不深, 肯定无法快速恢复消耗的。 可结果, 哪里想得到, 竟然如此狗屎蕴地碰到了孙文那边搞大动作。 那可是比袁世凯还要更强的恐怖存在。 真是算他走运。 不过, 事情不会就这么算了的, 蜻蜓那边太过迂腐, 有些靠不住了, 自己手上的一些情报, 还是要找新主人了。 想到这里, 他便是在房间做好了化妆, 通过密道离开了住处, 匆匆离开, 前往了上海公共租界, 用精湛的反跟踪技巧和一些特殊道具, 悄悄地摸到了一处普通的四合院后门, 而后有节奏地敲了几下。 没过多久, 就有一道人影将们打开, 递出了一张纸条给他, 在纸条上写上了什么后, 才把他接入了进去。 来到密室当中, 张勋才是稍微放松了下来, 随后压低声音, 对前面负责接待自己的人影说道, 我有重要情报, 要面见与渡公太郎先生。 陛下请三思。 东营一直对我大清虎视眈眈, 他们出力的确是最大, 但他们肯定不满足击溃北洋, 到时候必然还会反戈一击, 不可轻信。 庆亲王对光绪苦苦地劝说着什么, 之前一次任务当中, 自己被罢了一刀, 而且做得很狗屎, 导致颜面尽失。 但和日国合作的时候, 他多少也有些看清了对方的想法。 和美英不同, 日、鹅对我大清本身也有着他们的窥视, 甚至不满足于代言人军团抽血这么简单, 其中以日国为罪。 他们此时付出的越多, 所想要的回报就更多。 朕一已决。 光绪满脸冷然, 朕泱泱天朝上国之主, 绝不会比牧人那家伙要差。 哼哼, 你们窥是我大清。 殊不知, 朕也是在利用你们做刀而已。 相比于英美经常出宫不出力, 还是你们更加好用, 利用起来极为方便。 届时, 你们两败俱伤, 连带再把那妖妇也对掉, 朕来坐收渔翁, 一统天下。 一切都在朕的掌控之中。 去, 请与都宫太郎先生过来一许。 东奔西跑, 忙碌了一天的与都宫太郎, 也终于在傍晚时分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随后泡了一壶浓茶。 张作霖那家伙推荐的这一款 环迪趣味道不错。 等泡茶的时候, 他便是随手在通讯便条上写了些东西, 将自己今天谈下的事都记录了下来, 而后转了出去。 做完这些后, 茶水也差不多泡好了。 咻, 又是和平的一天。 第1212章, 软实力。 接到了与都宫太郎的密报后, 徐悦也露出了一丝玩味。 那群家伙, 还真是一下都不愿意等哎。 看来之前企鹅商会宣布的事, 的确是刺激到他们了。 企鹅商会有一位最顶尖的精锐乱入者, 已经是各方面得出的结论, 当初在欧洲的时候, 就有过一次出头, 只是没想到有这么强而已, 所以这一点接受能力倒也很强。 这种顶尖精锐乱入者, 虽然有着足够的威慑, 能够默认企鹅商会如今的规模和地位, 但却也阻止不了他们的试探。 而且, 他们已经发现了企鹅商会的战力超群, 之前屠戮上百乱入者的威势、 尤存。 这一次, 他们便准备从其他方面来进行试探。 企鹅商会毕竟不是传统军团, 主要是以服务和会员的方式进行捆绑。 这次他们的试探, 便就是针对企鹅商会的服务, 想要堂堂正正玩弄规则。 企鹅商会的华夏主团, 在上海也有着自己的办事处, 处理各种轮回空间不方便直接处理的问题。 一直以来, 都是人来人往络绎不绝, 处理的效率也相当高, 丝毫不会发生拥堵。 只是今天, 这办事处当中, 却是传来了一阵骚乱。 凭什么? 我兄弟战死, 我连他剩下的企鹅臂都不能取出来吗? 你们难道是想要摊没掉吗? 大家来评评里看一看啊。 一位看上去一身寻常装备, 有些邋遢的洛塞湖男子, 不断地在管理处当中吸引着众多办事者的注意。 而且近乎于同时, 轮回空间内许多地方都出现了类似的消息传播。 告诉大家企鹅臂本身只是为了换取大家小钱钱的, 看上去是打折了, 但实际上一旦出现了意外就直接被收走了, 利息和折扣在高度不划算。 目前, 企鹅臂的利息和折扣, 以及充值反利什么的, 都是经过了V代这超级计算机周密计算得出的, 理论上是双赢的局面。 轮回者们能用更低的价格得到想要的东西, 而企鹅商会则是将原本他们死亡后没用完被空间吃掉的小钱钱放在自己口袋里。 不少明眼的轮回者也都清楚知道这一点, 但显然现在出现了明显的事例针对企鹅商会, 这些明白人却是肯定不会站出来为企鹅商会说话的。 路人终究才是多数, 节奏一带起来, 一群不明真相的轮回者也开始跟着嚷嚷了起来。 听到手下们传来的汇报, 张笑琳脸上也泛起了一丝得逞的神色。 轮回空间消息传播的之所以这么快, 那全靠自己手下的衬托。 青帮在这方面还是相当优秀的, 节奏带得飞起。 看你们如何应对, 哪怕解决了, 也要让你们元气大伤。 只是下一刻, 作为企鹅商会高级会员的他, 便是得到了企鹅商会的谈框提示。 各位尊敬的会员, 对于最近一些别有用心人士的恶意重伤, 企鹅商会将采取相应应对手段来维护自身权益。 这很显然是对所有企鹅商会会员进行的谈框。 只是看着谈框的内容, 张笑琳却是略微感到有些猛逼, 这不按套路出牌啊, 你们不应该要解释什么的吗? 怎么变成恶意重伤和维护权益了? 而随后, 在看到后面的一些说明后, 张笑琳便是脸色微微一变。 首先,企鹅商会便是将最近开放天龙得罪人的事拉上了明面, 将别有用心的恶意重伤定性完成。 随后还说明了企鹅臂充值是全凭自愿, 想要折扣就充, 不想要随你, 从来没强迫什么, 因为这件事给大家三天内提供唯一一次的选择机会。 可以选择将已充值的企鹅臂取出, 但取出后, 今后再也无法进行充值折扣。 当然了, 不少需要企鹅臂缴纳服务费用的服务也无法享受了。 在之后便是一些视频截图, 里面将一些典型不断反复散播消息的人都记录了下来。 这些典型都是在轮回空间街道这边传播了一下消息, 调转头又在另外一边进行了传播。 经过对比傻子都能看出来是刻意如此的。 并且后面给出了说明, 企鹅商会将会断绝与这几位典型代表的会员服务项目, 他们充值和剩下的会员时间都会完全按等价比例返还。 然后再接下来巴拉巴拉一大堆一正言词的说明。 看得张孝林倒吸了一口冷气, 卧槽, 这是正面直接删回来。 硬刚, 你们是商会好不好? 难道不是和气生财吗? 哼哼, 这种弹窗又有什么用? 不过他才刚刚想到这里, 马上电话就被打爆了。 全是手下们的哭诉。 现在, 企鹅商会已经润物细无声地融入了各位轮回者的日常, 甚至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一直都在使用, 还没觉得什么, 那些个直接解除了会员服务关系的家伙, 回头来便是直接感觉爆炸了。 企鹅商会的情报交易平台, 任务发布平台, 悬赏平台, 以及各种交流平台, 已经完全融入了正常任务与生活当中, 而且是独家垄断, 再加上一些基础消耗物资原本的折扣失去, 还有不能再扭蛋了。 所有本来拥有的便利消失后, 顿时就感觉到了一阵崩溃。 听到手下们的诉说, 张孝林也莫名打了个寒战, 随后急切地说道, 那我们将企鹅商会这霸道, 欺压普通轮回者的消息散播出去, 只要能够得到话语权引导了节奏, 那就。 然而, 他自己都还没说完, 就莫名感觉到了一阵惊悚。 等等, 刚刚那个弹窗, 如今全华夏, 甚至全球轮回者, 因为企鹅商会的便利性, 都有着过半成员成为了没有约束性的会员, 本来开始各军团都感觉这玩意儿只有方便又没有约束性, 都不怎么在意团员加入的。 甚至加入之后还能为军团本身的许多任务提供便利与服务。 可现在看来, 这同时对所有会员弹窗, 率先就完成了定性。 而回头, 我们只能靠人发传单去带, 这带个锤子的节奏啊, 不要逼脸啊, 无法无天, 无法无天啊, 天理何在? 直到这时候, 张笑琳才隐约感受到了那不受约束怪物的真正恐怖之处。 的确没有硬性约束, 并不强制, 但它只要变得让你离不开它就行了。 别人都在用你不用, 别人都在利用各种平台加入各种圈子, 你不加入。 还有实际的折扣以及新推出对外开放的驻地, 林林总总。 现在就算想压, 都已经压不住了呀。 张笑琳这边第一道会出, 就被正面打成了猪头。 就算张勋和光绪再蠢, 也知道要收手了, 各自都是摸了摸额头的冷汗。 特别是光绪更是一阵后怕, 如果按照张笑琳的下场来算, 自己利用军团跟进, 到时候企鹅商会解除掉与蜻蜓的军团合作, 那不少底层浦通约的轮回者肯定都要流失掉。 这第一道挥出被折断后, 他们后续的几步曲便是草草收场, 无疾而终。 倒是高看他们的魄力了, 呵, 那就继续拖吧。 得到了信息的回馈, 徐悦不由地摇了摇头。 别说得到了消息, 提前进行了准备, 就算是猝不及防地来一下, 也压根无法撼动。 自己本来就是准备利用灵力反击, 压下他们的势头, 但也没想到这才打个先锋就这样了, 许多准备都没用上的。 虽然这次反击很灵力, 但其实, 趁着现在壮士断腕切断与企鹅的联系, 也是一种应对的法子, 人总是能够适应的, 虽然由摄入减难了点, 但以前不都是这样过来的, 还能让这成为一次筛选。 现在直接缩下去后, 随着时间的推移, 自然就更难办了。 连自己准备好的水军都没用上, 他们也太让人失望了。 当然, 作为商会, 徐悦并不会靠着主动同他们解约 来进行威胁什么的, 没必要, 也伤口碑, 只需要按照自身的节奏发展下去就行了。 前世那些巨头有着各种律法与规则的限制 都能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和武器, 而这里, 只要能绕开轮回空间的限制就行了。 第1213章, 惩罚任务。 基础空间被人家撸成筑地了, 还进行了改造对外开放。 原本的基础空间破灭计划也直接宣告失败。 既然宋辽都已经留下来了, 那宋金、宋盟那两个同系列的基础空间也就没必要再破坏了, 吃力不讨好。 原本, 清日同盟还想要利用这个契机来对付北洋和北洋大佬进行对子打消耗, 开始几波打得都还不错的, 北洋每次都是损失不小。 本来底子就没有这边厚, 还出现这种消耗, 自然是八不得拖越九越好。 然而, 前面滚起来的优势, 却是被一波直接打了回去, 甚至透成了负的。 不管是战略上还是战术上, 都能用巨大损失的失败来形容了。 唯一能够让他们安慰一点的, 也就是龙之破和北洋想要搞出这么大的手笔, 肯定动用了压箱底的一些权限道具, 损失肯定也不小。 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经历过前面血拼对子式的消耗战后, 短期内双方又暂时平缓了下来。 之前指定权限用得太多了, 诸多成员都需要进入一次惩罚任务进行过渡。 还好, 惩罚任务是不会死人的。 不过因为在之前一次惩罚任务当中写一般的教训, 这一次所有即将进入惩罚任务的成员都被千叮万主, 千万不要贪一时便宜, 导致最后的泪流满面。 这次双方都有大量轮回者进入惩罚任务空间, 所以估计是一个开放性的大型任务。 人数方便我们占据劣势, 惩罚任务当中通常也无法发挥自身实力, 所以各位量力而行, 实在不行就放弃, 千万不要中了圈套。 陈焕就相当于是北洋的管家一样, 这次即将进入惩罚任务时, 也不得不再次召集所有人叮嘱了起来。 另外, 虽然惩罚任务当中的任何消息都无法外传, 无论做什么外人都不会知道, 但还请各位能够以大意为重, 祝各位一路顺风。 伴随着陈焕的话结束, 这一批次的惩罚任务时间也已经抵达, 场地上所有轮回者都同时被扯入了任务空间之中。 一股未知的灾难即将席卷全球。 任务目标, 在床主是找到本世界被眷顾之人, 加以保护, 获得好感。 如任务结束前, 未找到目标人物获得友善以上好感将视为任务失败。 主,被眷顾之人不止一人, 只需任意一人即可。 任务中死亡将直接导致任务失败, 扣除任务费用, 失去本次任务空间所得与记忆, 不消耗重生权限。 任务限定, 本次任务为随机区域安排, 每一位轮回者将会获得容貌偏离, 能力枷锁, 肉身调节。 容貌偏离, 容貌认知出现混淆, 无法单凭容貌识别其他轮回者。 能力枷锁, 在不付费的情况下, 大部分能力无法使用。 肉身调节, 根据参与任务轮回者的能力不同, 按照公式比例换算, 最高不会超出人类极限。 限定解除条款, 一, 可通过持续付费解除能力限定, 但一旦对任务空间造成任何影响, 都将是程度额外扣费。 二, 遭受能力限定解除者的攻击可自由反击, 但反击不得波及他人, 否则按照损坏程度不同进行额外扣费。 本任务空间独特能力, PTSD解。 PTSD谢, 根据最终好感度结算, 获得不同的额外的独立意志判定加成。 四周空间, 从黑白恢复动态, 听到耳边列车车厢内的轻微声响, 徐悦不由捏了捏自己的鼻梁。 看来这次综合名望被罢了一刀啊。 通过空间的简单背景介绍和任务安排, 徐悦大体上明白了自己现在所处的哪个世界。 校园默示录。 大体上讲的就是一次全球性的生化危机事件。 任务所谓的被世界眷顾之人, 应该就是这次任务空间当中的主角一行了。 在和柯南世界一样受到了能力压制的情况下, 在这种全球漠视的背景当中, 各方面风险都提升了许多。 就算能够发挥人类极限的肉身, 但面对那些足够引起密集恐惧症的死体, 被包围了也得直接量量。 这种死体和生化危机当中的丧尸是一个模字印出来的, 不过力量方面相对更大。 被抓住的话, 普通人几乎无法逃脱, 主要以听觉捕捉, 配合一定的嗅觉, 视觉极弱。 而徐悦这次的身份背景, 却是天朝境内的一位年轻富豪, 目前正在日国的旅游散心过程中。 好吧, 这次被世界眷顾之人的主角, 一行就事呆在一座被架空的城市床主室, 属于东京都管辖范围内的一座临海城市, 百万人口的规模。 所以说, 那在天朝能量很大的身份, 暂且来说, 就没什么用了。 目前唯一可以说是补偿的事, 自己现在在日国境内, 而且暂时那生化危机还未全面爆发, 交通暂时还算正常。 如果抓紧时间, 能在爆发之前抵达床主室就稳了。 嗯, 这次的奖励能够增加额外的独立意志判定, 对自己来说, 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毕竟是额外的独立加成, 能够巩固神国以及自己世界意志的特性, 就是不知道能加多少。 韩管到闸晃的特级列车, 还真是给我找事啊。 徐悦坐在车座上, 看着车窗外快速倒退的景色, 也是揉了揉额头。 自己刚刚降临, 就是处于这么一趟列车上。 嗯, 本来安排身份就是来日本旅游, 又不想坐飞机, 这样安排也算正常。 韩管是北海道最南端的城市, 现在正在继续朝着北边深入, 距离东京的距离反倒是更远了。 而且最无语的是, 这是特级列车, 属于直达车, 中间是不停靠的, 全程接近三小时。 按照空间的尿性来说, 随着轮回者的进入, 现在那死体的病毒已经开始扩散了, 都说不定。 本来的话, 如果到了北海道, 找机场飞床主室也应该速度很快的。 剧情中表明, 床主室在靠海的位置有个海上机场。 但既然车上都这样安排了, 徐悦琢磨着, 不要自己飞机飞到天上后机内, 开始出现病毒爆发了。 按照剧情来说, 米国总统的总统一号, 都是因为这个而沦陷的。 到时候, 飞到万米高空, 那自己这常人极限的身体, 肯定也得摔成肉饼。 也就是说, 稳妥点的方法是抵达了闸晃后, 再回头一个三小时特辑回航管, 然后从航管站再花二十分钟抵达新航管北斗站, 再转成新干线花五小时到东京, 之后再从东京乘电车到床主室。 按照剧情当中的表现来说, 交通在爆发初期尚未完全中断, 飞机上市容易凉凉无法抢救, 但电车和新干线应该能够多停一会儿。 如果中间又发生了什么不可抗力因素, 导致了行程受阻, 那就想办法中途搞一辆汽车到手补完后续的路线。 汽车公路被堵后换摩托, 实在不行就换不行, 终究应该还是能够抵达床主室的。 默默地规划好了行程, 和一系列的后续补救措施后, 徐悦也开始抬头看起了车内屏幕播报的新闻。 近期各地出现了暴徒的打砸抢事件逐渐增多, 请各位民众出行, 注意自身安全, 如无必要请留于室内, 遇到情况请报警。 看着新闻中一些插播的画面, 带出来的诡异不正常气氛, 徐悦也不由摇了摇头, 空间果然有坑, 就连自己都感到了有点棘手, 其他轮回者除了运气好, 直接在床主室的外, 估计都会有些麻烦了。 嗯, 而且参照柯南的任务来说, 能够自主活动的人大概不多, 估计精锐级别大多都会被咬死在病床上吧。 想到这里后, 徐悦也没有什么犹豫地直接从座位上站起了身, 走入了并不宽敞的过道, 在耳边回荡着新闻的声音下, 朝着列车车头方向走了过去。 虽然目前来说, 这车上看上去还算平静, 但鬼晓得会不会有隐藏的感染者。 这种丧尸类的生化病毒, 其实就和火源一样, 如果能够早发现并处理掉, 那其实问题不大, 但一旦感染开始扩散, 滚雪求了起来。 在这狭窄逼则的火车车厢中, 那真心自己都会头疼, 自己还想要坐这车回去的。 在火车的轻微震动中, 徐悦也走到了车厢的交界处, 一股夹杂着清香剂的淡淡厕所位回荡在此处, 看来日国的厕所也并没有好到哪里去。 先生, 请问你有什么需要帮助吗? 一位前一节车厢的靓丽乘务员, 礼貌地对徐悦问道, 毕竟在列车上, 起身上厕所什么的倒是正常, 但穿越车厢相对还是比较少见的。 这乘务员倒不是想要阻止徐悦什么, 而是觉得他是不是哪里需要帮助或服务。 我, 徐悦刚准备开口说什么, 就听到了眼前那乘务员警监处的对讲机发出了滋滋的声音, 而后传来了另外一位乘务员的慌张声。 有一位旅客发病倒在了地上, 正在不断地抽搐, 请广播询问一下车上有没有医生, 位置是二车厢厕所处。 我就是医生, 我过去看看。 徐悦很自然地按下了前面乘务员的对讲机按钮, 对里面说道, 同时还进行了一些注意的提醒。 失去意识抽搐的患者要保持通风, 请不要围着他, 空出一个位置, 我马上就到。 一边说完, 他便快步朝着前方走去, 前面一个准备起身上厕所的女学生才刚刚起来, 就被徐悦伸手先按了下去, 快速通过了旁边。 一位从前面回来的旅客, 也被他直接拨到了一边, 这急匆匆的样子, 当真是引起了一片骚乱, 夹杂不少的抱怨。 也还好之前那位乘务员一路都跟在徐悦后面进行解释, 说这是医生, 前面有人生病了, 才是将骚乱压了下去。 这种横冲直撞的开道下, 就算是火车过到这种逼刺的情况, 也让徐悦很快就抵达了目的地, 第二车厢与第三车厢的连接处。 还没到, 他就看到了两位乘务员和一位列车安保拦住了过往的旅客, 为地上那发病抽搐的患者空出足够的空间。 在看到地上患者的瞬间, 徐悦就知道并不是自己小题大做, 这的确就是一位感染者。 浑身抽搐口吐白沫, 一身得体的黑色OL装已经变得凌乱不堪, 上面还沾染了不少白沫污渍, 四肢更是不断地以诡异的角度摆动着, 衣服有几处地点已经被撕开, 胸腔已经失去了呼吸的起伏, 那白沫应该是肺部停止工作后挤出的一些分泌物。 常人极限的嗅觉还能让他闻到一股有别于清心剂, 捍卫和厕所胃的另类腐臭, 而那抽搐的人影动作也开始变小, 并有了挣扎想要爬起来的趋势。 就在这时,徐悦也高声开口了。 让一让,我是医生,这病人情况很紧急。 一边说完,还没有等到人让开, 他就直接从人群中挤了进去, 推得一阵人仰马翻, 而后一个跨不过去, 伸手直接在此将那患者按在了地上平躺。 虽然身体还残留些许温度, 但却意外地僵硬, 比寻常尸体僵硬速度快太多了, 而且力气很大。 不过可惜, 这点力量面对徐悦目前的力气来说, 却是完全算不得什么, 轻易就按住了。 任由他四肢不断地摆动, 低头不断嘴巴的张合也咬不到徐悦。 就像一只被按在地上不断挣扎的狗子。 这是一种罕见的精神类综合征, 必须要限制住他的行动, 不然会伤害到自己的。 徐悦一边做出略显暴力的举动, 一边还不得不解释一句, 免得有人上来阻止。 一边说完, 一边还直接接过了旁边乘务员手上的温热湿毛巾, 塞进了患者的嘴里。 这是防止他咬到自己的舌头, 另外我们还必须要将他捆起来, 最好捆在床上, 放心, 这种疾病不致命的, 只要控制好就行, 到车站后送医就是了。 徐悦一边说着, 一边用另外的两条毛巾, 直接将这家伙的手脚也都吊住, 吊的时候暗中捏断了他的骨头, 让他无法挣脱。 不是他想搞这么复杂, 而是目前还需要让这群家伙有个适应过程, 突然告诉他们这是丧尸的冲击力, 显然可能导致一些无法接受的现象, 人类面对突然的异常和恐惧, 是不受控的。 暂且稳住让他们理解, 之后再慢慢向他们展示这东西是什么, 随后说服车长改变线路回航管站就方便了。 只是, 还未等到徐悦这边开始启动, 后面车厢当中就隐约传来了一阵尖叫声, 让徐悦不由无奈地叹了口气。 不是吧, 自己一路走过来还顺路观察了没有其他感染现象, 应该不会出问题, 自己原来车厢后面就只有一截因为方向相反没有经过的。 不过这样一下, 也不用向你们慢慢展露这东西是什么了, 有直观的视觉冲击接受应该快点吧。 咔嚓, 没有犹豫直接扭断了地上那死体的脖子, 中枢神经的破坏也让其直接失去了活性。 那刺耳的骨碎声让旁边刚刚因为对讲机当中传来谈话的几位乘务人员都不由吓了一跳。 这, 这也是治疗手法。 看着患者真的停下来不再抽搐后, 一直跟着徐悦过来的那位乘务员小姐姐也是试探着地说道, 是啊, 对付这种东西的唯一治疗手法, 你们离它远点, 小心别被感染了, 然后发动旅客们准备好行李什么的, 越重越好。 徐悦一边说完, 一边便是一个跨步跃到了旁边车座座靠上, 伴随着发酸的嘎吱声, 几个弹跳便绕开了人群, 落地后迅速地朝着后面车厢冲去。 如果感染人数还少, 就直接全部治疗一下。 在本能和恐惧的催动下, 许多乘客都朝着前面挤了过来, 在这逼色的空间中几乎堵死了全部的空间, 就算徐悦也只能靠着跑酷一般的走法, 仗着身体素质从上方空间移动。 这种人类极限的运动能力, 在其他人眼里简直和看特效一样。 只是这并不能缓解人们的恐惧。 在落到自己原本车厢的前两个车厢之时, 通过过道看着后面那黑压压追来的人群, 徐悦也不由叹了口气。 除了最前面跑的三个正常一点, 后面的每个都是满脸僵硬争鸣, 不少脸上还有着血淋淋的啃咬痕迹, 脸颊被咬破, 直接露出了牙床和肌肉纹里。 这感染速度略快啊, 不知道前面第一个患者为啥能坚持这么久, 是因为没有被直接咬到吗? 一边想到这里, 徐悦一边也没有犹豫地直接扯上了车厢门。 咔嚓! 车门锁死! 等等啊! 我们还没进来! 不要关门! 救命! 任由那边最后几人的叫喊, 车门也是纹丝不动。 几个日国路人的死活与自己合肝, 自己之所以跑过来堵门, 也就是担心车上被感染的树木太多, 不要路上出什么幺蛾子罢了。 降门锁死, 任由那几个已经到了面前浑身沾血的幸存者拍打着透明的钢化玻璃窗, 留下了一道又一道的血痕, 徐悦也开始扯过两边的行李, 不断堆砌在车门口。 很快, 凄厉的惨叫声与撞击声便从那车门后传了过来, 一个个拍打的手被后面拖走。 看着已经沾染了血污的窗口, 最后还没堵住的部分冒出来的那死死盯着的血丝眼神, 徐悦一脸淡默地扯过了一只手提包将最后的空隙挡住。 第1215章 身份余热 校园默示录当中的死体, 主要是靠着声音来确定大方位, 随后才是靠着嗅觉捕捉小方位, 最后才是几乎趋近于无的势力。 开始那舱门还有着被敲击和撞击的动静, 但在徐悦将行李都堵住, 然后缓慢退开后, 那撞击的动静也逐渐地消失。 不过以徐悦的耳力还是能够清楚地听到对面传来的咀嚼声。 最后逃命的那几人尸体成功地吸引到了他们的注意力, 不过估计还没吃完就会重新站起来了。 就这样, 徐悦也来到了这节车厢的另外一边门头, 看向了那满脸惊恐之色的人群, 随后跨入车厢内, 将这一扇门也关上锁死, 单独空出了整整一节车厢当作缓冲。 你,你把门关了,你疯了, 还有人没过来。 徐悦锁好门后, 一位看上去学生一样的青年男子, 带着些许颤抖地说道, 在旁边一群天娜, 发生了什么? 是魔鬼降临了吗? 世界末日的惊恐旅客中, 这一位还算是最早恢复理智了, 起码还知道有人没逃出来, 而他的话也逐渐引起了幸存旅客们的注意。 我妻子呢? 有人看见我妻子了吗? 次郎,次郎你人呢? 他们还在那边。 不行,我要过去救我朋友。 被恐惧支配, 开始逃跑的时候, 他们或许会忘记一切, 但当逐渐恢复过来后, 有几位不见了亲朋的人, 还是出现了一种想要回头的趋势。 毕竟他们能成功逃到这里, 那肯定就是跑在前面的人, 只是盲目地因为混乱而逃跑, 并没有与死体照过面, 真正正面和死体接触过的, 大多都已经倒下了。 虽然因为后面惨叫的支配也有着恐惧, 可在回过神来后又削弱了很多。 有人甚至准备去拉这一道关上的舱门了。 砰! 伸手准备拉舱门的那个中年妇女, 看着前面那被一脚踢变形完全卡死的锁头, 脸上也露出了惊恐之色。 如果自己再快一点点, 这一下就要踢到自己手上了。 看着那金属锁头变形的样子, 要是打在血肉之躯上, 肯定最少都要骨折的吧。 在这种绝对力量的刺激下, 她才开始颤抖着开口了。 你, 你干什么? 安静! 利用那一下的力量展示震住了场面, 徐悦才是开口了。 很显然, 这开口效果还是不错的, 看着那变形的锁头, 所有人都不得不将话憋入了嘴里。 我说, 你们听, 那种东西对声音很敏感, 虽然现在已经隔离了一个车厢, 但也不能保证他们听不到。 这是一种全球感染性的病毒, 如你们所见, 只要被咬伤就会感染, 目前并没有任何拯救办法, 只要被咬就代表着死亡, 他们的弱点就是头部和颈椎中枢, 除此之外, 就算打断了腿也能继续爬过来。 徐悦在简单向众人说明的时候, 前面的列车机组人员也都闻风赶了过来。 本来, 他们是听到后面的骚乱过来看情况的, 只是一时间向前挤的人太多, 又没有徐悦这样的激动力, 所以现在才看看赶到这里。 这时候正好听到了徐悦所说的内容, 难道开始前面那位病人, 就是你所说的死体? 一位穿着制服的列车安保人员有些惊疑地说道, 没错, 因为担心你们一下无法接受, 所以我才是准备先控制住他, 一点一点同你们说明, 但没想到后面竟然还有。 徐悦做出一副无奈的耸奸状, 我是华夏Bet集团的徐悦, 估计你们可能也听说过我的事迹, 就是因为我察觉到了不对劲, 才想要来这边躲一下的, 结果发现日国好像更糟糕。 Bet集团的徐悦, 我听说过他, 原来是他呀, 真年轻, 现在该怎么办啊? 不得不说, 徐悦的综合名望多少还是带来了点好处, 起码在这种混乱场面下, 他的话可信程度提高了许多。 在人们茫然的时候, 是很容易找到一个主心骨用来寄托的, 而此时徐悦的出现, 就恰巧为他们提供了这一点。 后面混乱的映照, 前面一个死体尸体的存在, 加上徐悦的身份, 现在车上剩下的人也大多都已经接受了这一点。 随后便由列车长在驾驶室利用广播向所有的乘客通报了这一点, 并且还开始与指挥台取得联系。 而在同指挥台取得联系之后, 他们才发现, 出事的列车并不止这一辆。 甚至已经有铁道因为这些出事列车的关系而瘫痪了。 可想而知, 其实高层对于这种东西的出现, 已经是清楚了的。 在得知到列车上有着死体后, 指挥台那边明显显得很是紧张, 通知列车不能在途径的任何车站停车, 并单独为列车安排了一条路线, 到时候停到一处废弃铁轨段。 就站在列车长旁边的徐悦, 听到指挥台那边的回复后, 也不由一阵皱眉, 随后接过了通讯, 代替列车长说道, 我是Bet集团的徐悦, 这次来贵国是为了一笔上百亿的投资, 你们就是这样对待来客的吗? 立刻和你的上级联系。 听到徐悦这边底气十足的话后, 指挥台那边很显然地也愣了愣, 随后说了句稍等, 就开始请示了起来。 并没有让徐悦等多久, 那边就再次给出了回复。 徐悦桑, 对于您的经历真是感到万分抱歉, 下面我们进行了临时调整, 北斗号将会在20分钟后的下一站洞野湖停靠, 届时请从驾驶室下车, 我们会有车站警卫人员带您离开, 但其他人必须要依然按计划到指定地点接受检查。 听到了那边的回复后, 徐悦也是点了点头, 也还好车上爆发了疫情, 自己才有借口发挥出自己初始身份的余热。 这样的话, 能提前从洞野湖下车, 再往回走能够节约好几个小时的时间。 对于他们的安排, 徐悦这次也并没有反对, 这是目前能够争取到的最好结果了。 终究自己只是利用影响力来进行了一定的干涉, 在日国自己并没有真正的实际权利。 这种特级列车车头虽然是与车厢相连的, 但除了徐悦身份特殊点进来了外, 其他人还是都在外面的。 徐悦和指挥台的谈话, 也就只有列车长听到了。 眼中闪过了一丝悲哀的列车长, 并没有多说什么, 也没有表达什么不满, 只是叹了口气说道。 徐悦桑, 到时候就请您速度快一点, 不要让后面的乘客们发现了。 知道。 然而, 当列车减速开始进入洞野湖站的时候, 站台上的一片混乱场景, 却是深深地刺激到了车厢内, 趴在窗口上的所有人。 整个站台都出演着一出大逃杀的画面, 尖叫的人群犹如无头苍蝇一般的到处奔跑, 而后面追杀着大量的死体, 一个又一个地被抓住暗倒在地。 尖叫声, 撕咬声和死体那树木上来后若隐若无的低沉污名, 都在刻画着一处世界末日的画面。 之前在车厢中的逃亡并没有直面死体的乘客, 也终于明白了那位大佬这么忌惮的原因了。 而列车进站减速时带来的刺耳刹车声, 也吸引到了站台上双方的注意。 不少幸存者都是疯了一般地跟着减速的列车半跑, 不断地拍打着列车的车窗和车门, 哭喊着要进来。 死体们也同样顺着声音朝着这边蜂拥了过来。 看着就停在隔壁车道上时不时发生着轻微震动, 车窗上满是鲜红手掌印, 里面一片人头涌动的列车。 北斗号的列车掌也是一阵头皮发麻, 断然不可能打开车门。 前面一小撮警卫服侍的死体出现, 也说明着过来接徐悦的人也已经全部凉凉了。 好了,提速离开车站吧, 看来我们要换一条路线了。 第1216章,掉头。 列车开始提速后, 那些半跑的幸存者也都开始跟不上了。 不少人开始疯狂叫骂, 诱惑死死地扒着车窗不放手。 可是面对提速的列车, 就算生死间爆发出的潜力, 让他们哪怕手指脱臼都要死死地挂着, 但最终依然无法改变被甩开的命运。 好几个偏瘦的人, 更是滚入了列车与站台的狭小缝隙之中, 卷出了一阵渗人的鼓碎声。 躲在车厢内, 看着车窗外的炼雨场景, 诸多乘客都是沉默了下来。 不少人都还瑟瑟发抖, 不断嘀咕嘀喃什么咒语。 就算是开始那位质问过徐悦为什么关门, 正义赶爆棚的青年学生, 也都是脸色惨白地沉默了下去。 直到列车出站, 众人耳边都似乎还回荡着站台上的惨叫声音。 呼叫指挥台, 洞夜湖站已经沦陷了, 到处都是吃人的怪物, 请安排新路线。 列车长再次颤抖着呼叫了电台, 只是这次并没有立刻就得到回应声, 只有滋滋的电流声。 这让徐悦都感到了心底一沉。 火车不比汽车, 是必须要接受调配的, 如果没有指挥台安排路线, 那断然不能贸贸然开车, 否则很可能就和其他的列车相撞了。 好在指挥台那边, 大概是因为忙碌或者其他的关系, 短期地沉默了一下。 在徐悦也开口问了几遍后, 终于还是传来了略显疲惫的声音。 冬野湖站的情况, 我们已经知晓, 现在北海道有许多线路都出了问题, 我们尽量进行调配。 敏锐地捕捉到其中透露出的一丝信息, 徐悦便是立刻问道, 那如果我们不继续北上而是南下呢, 是否能够安排出合适的路线, 我想要去东京一趟。 听到徐悦的话, 那边愣了愣, 倒也没感到太意外。 东京作为首都, 防备肯定相对是最为完善的, 目前就自己这边得到的消息来说, 南边的情况的确比北海道好不少, 勉强还控制着局面。 原则上, 现在是不允许列车南下的, 所以轨道还算通畅, 如果徐悦桑想要去东京的话, 我们倒可以进行安排, 但只有你现在乘坐的北斗号进行调配, 目前没有多余的可控列车。 没问题。 好, 我为你们寻找可以调转车头的地点。 火车调转方向是相当麻烦的, 通常来说都是直接换一个方向的车头街上, 不过北海道这边的铁路轨道交错纵横相当丰富, 想要直接安排调转车头的话, 倒也可以进行处理。 列车长按照指挥台的提示控制着速度, 铁道不断地切换着, 因为是非常规的患道, 时不时地就出现一次震动。 根据指挥台那边的信息来说, 目前全球范围都出现了死体感染现象, 日国当然也没有例外。 稍微庆幸点的是, 目前日国的感染情况是从北到南的, 所以南方的情况暂时还更可控一些。 东京还在正常运转, 不然估计指挥台这边也无心指挥了。 从语气上听, 虽然他们也感到了惊恐, 感到了害怕, 但总体来说似乎还没明白到事情的严重性。 不过这一点, 徐悦也当然不会说什么, 自己目前的第一任务就是要抵达床主室。 他们这种状态反倒是能够添加方便, 不然的话鬼会管自己这个富豪。 已经掉头成功了, 现在即将前往航管, 但新干线并没有直接连通, 恐怕到了那里后还需要继续换车。 列车长张了张嘴, 随后还是木然地说道, 他也听到了电台当中的话, 也想要南下逃亡。 不过可惜, 自己的身份并没有旁边这位大人物尊贵, 恐怕无法受到这么好的待遇。 也就在这个时候, 驾驶舱的铃声便是响了起来, 是有人从车厢那边呼叫。 接通后就听到了一位乘务员有些紧张的声音, 以及嘈杂混乱的背景。 列车长, 有乘客反映这是回去的路, 我们是不是掉头了? 之所以会坐上这列车, 当然有不少人本来就是要去北边的, 或者家在那边, 又或者各种各样的关系。 虽然现在外面变得已经看不懂了, 可许多家在北边, 或者还有亲人在那边的旅客, 当然还是希望火车继续按照路线前进。 在最危险的时刻, 下意识地都会想到要归家和回到亲人旁边, 的确是掉头了。 这种事是隐瞒不了的, 列车一面临海, 一面是山巒, 调转方向后这景色的方向也跟着调转了, 自然可以察觉出来。 这边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 车厢那边都还没管原因, 就开始有人嚷嚷叫了起来。 后面引起的骚乱, 也让徐悦稍微感到了一丝不耐, 但却又不能忽视。 不然碰到绝望报复社会的, 跑去把后面的门撬开了, 那就马找了。 你安心控制, 还有与指挥台队接好, 我去后面稳定下情况。 那就麻烦先生了。 打开门出去, 又随手关上后, 徐悦也感受到了后面的群情激愤。 有部分人倒是无所谓目的地去哪里, 只要安全就行, 部分人是已经心生绝望, 麻木地蹲在了一边角落, 但依然还有许多是反对列车掉头的。 之前, 洞野湖的状况, 可是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还有后面的感染者就是从航管上车的, 偏晓得现在航管变成什么样子了。 再加上家人等因素, 的确是引起了人心惶惶。 我是札幌一圆岛田, 北上的道路根本就没有被堵。 现在这情况这么严重, 你们必须要掉头回去。 一位油光满脸的中年男子, 唾沫横飞地咆哮着。 恐惧和压力让他的脾气变得相当的暴躁。 刚刚他电话联络了许多朋友, 大体上已经了解到了现在情况的严峻, 甚至听说到了有感染体的火车, 会被安排到某处废弃铁道段进行检查隔离。 这对于他而言是绝对无法忍受的, 万一还有发病的人怎么办? 和这群人待在一起绝对不行。 现在火车掉头了, 在他看来就可能是前往那样的隔离段, 而且他所有的家当、亲人、朋友都在眨晃, 他必须要回去。 哪怕他从朋友那里知道了, 南方的情况比北方要好些也一样。 徐悦出来听到对方自爆家门, 再加上他不断说出一些煽动性很强的话, 也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在自己到达目的地之前, 可不能让你为所欲为啊。 岛田先生, 你是不是感觉到有点头晕, 额头有点发热? 看到岛田那激动的讲解样, 徐悦只是很随意地说道。 让岛田一元也不由愣了下, 然后下意识地伸手摸了摸额头, 好像真有点。 看来是太激动了, 高血压又犯了。 可还未等到他开口, 徐悦便是打断了他继续说道。 所以, 岛田先生, 你可能被感染了。 这话一说出来, 所有人车厢当中的乘客, 都下意识地远离了几步, 满脸惊恐。 等等, 我不是。 还未等到岛田辩解, 徐悦便已经抽过了旁边车座上的座套, 塞入了他的嘴里, 然后将他双手反减, 靠在了背后。 面对徐悦的那股距离, 这位养尊处优的一元大叔 没有丝毫反抗能力, 只能嘴里不断地发出呜呜的声音。 但徐悦却是丝毫没理会他的反抗, 三下五除二的, 就直接把他包成了三点式, 利用他的皮带和衣物, 将他手和毛腿捆在了一起。 而后拎着就塞入了厕所里, 降门反锁。 各位放心, 就算他真的感染了, 也无法挣脱出来的。 处理完这位岛田一元后, 徐悦依然还是满脸淡定地回头说道, 但看得所有人都是冒出了一股寒意, 另外几个叫得最凶要掉头的家伙, 也纳纳地安静了下去。 岛田是不是真的感染了没人知道, 但看到这位处理的动作来看, 如果继续叫嚷的话, 说不定马上就要被感染。 现在列车会喊管, 谁赞同, 谁反对。 赞同。 我赞同。 我也赞同。 如果是在被眷顾之人面前, 徐悦可能还要注意注意影响, 但这里就完全没必要了。 快刀斩乱麻, 杀鸡警猴可以摆平大多数问题。 第1217章 护颂 列车上的反抗声, 被蛮横地直接镇压了下去后, 一路也较为平稳。 只是外面景色当中, 除了之前的洞野湖站外, 也已经发现了死体影响的身影。 路过一个小镇外围的时候, 还能见到小镇当中的烟雾和火光, 让众人的心情也越来越沉重下去。 航管站已经抵达了, 请大家坐好下车准备, 尽量集中在前两截车厢, 后方车门将会锁死。 广播当中传来了列车长的声音后, 车厢内的气氛也变得愈发地阴沉了起来, 所有人对于之后的情况都感到了很是迷茫。 如果那种可怕的感染已经扩散了的话, 那今后又该何去何从。 而且也不知道航管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普通乘客不知道航管目前的情况, 但徐悦已经提前通过指挥台那边了解了一下。 虽然航管站也出现了骚乱, 但目前来说还是整体去向于稳定的。 在骚乱开始的时候, 较好的控制住了源头。 有一支自卫队分别进驻了航管站和新航管北斗站, 拱卫着北海道的最南部城市, 确保南北的连同。 但根据消息, 航管市区当中骚乱已经蔓延了, 正在努力控制。 知道事情严重性的徐悦, 自然也清楚所谓的努力控制也只是徒劳的, 全部沦陷也只是时间问题。 好在暂时来说两个车站还没有大碍, 希望能够登上前往东京的新干线。 也因此, 列车直接进站停靠, 会比停在没什么保障的野外好不少。 伴随着列车的进站, 看着站台上戒严的警卫, 以及各种排好了队整整齐齐的旅客, 列车上的乘客们也算是松了口气。 虽然气氛凝重了点, 但能够戒严也说明这里还有着自身的秩序。 外面车厢上布满了血痕, 最后几节车厢内还有着死体群魔乱舞。 北斗号列车一进站, 就自然而然地引起了警戒人员的最高戒备, 以及普通旅客们的一阵骚乱。 到了现在, 大多数人也都大概明白发生了什么了。 警戒人员直接迅速地分成了每三人一组, 举枪盯上一处车门, 以防万一。 看着他们手中的枪械, 徐悦暂时也没有夺取的念头。 在校园默示录这世界当中, 枪的确是很有用没错, 但子弹, 声音的诸多限制, 其实也没有想象中这么好, 轮陷区大把的警用枪械等着拿, 暂时倒也不用冒这个风险。 在抵达目的地前, 一切以稳为主。 北斗号上的幸存者注意, 都从一号车厢的前门排队出来, 双手抱头。 列车刚刚停稳, 外面就传来了喇叭的警告声。 不过,徐悦算是例外了, 直接和列车长一起从车头走了下来, 虽然同样被枪指着, 但待遇相对明显要好得多, 也没有被要求进行全身检查。 徐悦阁下您好, 我是这次负责接应护送你的田中山太郎, 我和我的两名队员将会护送你接下来的路程。 一位有着警部警衔, 穿着防弹衣挂着微冲的魁梧人影像徐悦走了过来, 满脸默然地对他行了个礼。 日国因为自卫队的数目限制, 有相当一部分武装力量是掌握在警界, 日国警察也可以当作是紧急时刻的预备役了。 辛苦几位了。 有人护送这一点, 徐悦当然也不会排斥自己的战力归战力, 但面对那些不讲道理的死体群, 也是会很头疼。 如果是有训练有素的武装人员跟随, 自然能够起到不错的作用, 而且退一步讲, 真的必要时刻, 他们也能够吸引到足够的注意和时间。 跟随着几人向着车站外走, 很快也在停车场登上了一辆警用SUV。 新航管北斗站到航管站出现了些问题, 我们要开车过去, 正常的话大概半小时, 不过按照现在的混乱情况, 估计要延长许多, 还请您做好心理准备。 停车场此时都已经被临时的铁丝网给围了一圈, 能够看到足足四辆栽着机枪的军用吉普分布在出口处。 纱带、栏杆等简单防御工事也已经做好, 在这里防御的应该就是那一支进驻的自卫队了。 其实我们也需要感谢徐悦先生, 跟随着您我们才能有机会前往相对安全的东京, 路上我们一定会尽力的。 行出了停车场后, 和徐悦一起坐在后排的田中颈部还开口表示了感谢。 哪里,理应我感谢各位才是。 徐悦满脸谦逊地说道, 不过心中却是不以为意。 自己的身份优势, 现在差不多也要消耗殆尽了。 在几人驾车离开的时候, 负责这块房区的那位中卫军官, 明显还低声地抱怨了两句, 虽然车上其他人没听到, 但很显然无法躲过徐悦的耳朵。 大致上就是说, 现在情况已经这么紧急了, 竟然还理会一个华人伤人死活云云。 随着形势的进一步恶化, 能派出这三位警察贴身护送自己这位友邦上人, 应该也是极限了。 情况只会越来越糟糕。 剧情中, 美国总统在飞机被感染后都开始到处种蘑菇了, 自身难保谁还会管别人。 此时航管的街道上, 已经出现了相当的混乱。 死体倒还没有出现看到, 但一些打砸抢的团伙, 却是随处可见。 室内不少地方都还有着浓烟冒处, 在面临着漠视和绝境的时候, 人类心底的恶变很可能不断放大, 此时对城市破坏更大的, 反倒是尚未被感染的人。 透过车窗, 就能够看到两边店面不少被砸碎的玻璃门, 还有不断大包小包带着东西出来的人影。 面对这些现象, 徐悦旁边的田中颈部也是满脸阴沉。 只是此时各方面力量都极缺, 不可能再有余力来管理这些了。 甚至马路上都路过了多起车祸, 如果不是负责驾驶的那一位警员技术过硬, 恐怕早就要被堵在路上动弹不得。 可即便它驾驶技术的确扎实, 这辆警用SUV马力也足够, 冲开了几次堵住的抛锚小车。 但在前面街道出现了一个大型连环车祸, 被完全堵死后, 它也不得不和旁边那些焦躁的不断按喇叭的私家车 一样停了下来。 关上车窗的时候都已经能够听到那连续起伏的喇叭声了, 放下后更是感到了耳中的轰鸣。 这让徐悦也不由皱了下眉。 下车, 我们步行过去, 离这个地方远点。 听到了徐悦的话, 田中井不愣了下, 随后也点了点头。 这种时候恐怕也没人能够处理眼前的堵车和事故了, 但他依然还是提醒道。 剩下的路程虽然相对不多了, 但起码还得步行两个小时。 先下车。 已经开门下车的徐悦, 眺望了一下远方, 不等田中多说什么, 就打断了他。 此时, 前方已经陆续有几道人影慌张地朝着这个方向跑来, 很快就在车流缝隙中穿插而过。 大多都是面带惊恐。 不用想, 肯定是前面出现了死体。 这群烦躁的车主按下的喇叭回响曲, 就是将死体引来的致命丧重。 前面发生了什么? 田中井不和两位警员下车后, 也抓住了一位奔跑过来的慌张中年。 前面有怪物。 有怪物啊! 救命! 几位警员身上印着警用字眼的防弹衣, 还是为他们带来一些便利。 那位跑路中年没有犹豫地就说明了情况。 不过不等他说完, 徐悦便率先朝着旁边人行道走去, 朝着某处巷子窜入了进去。 赶紧的, 等那些东西过来就来不及了。 见到护送目标都行动了, 三人也很快丢下了那位慌张的中年, 跟了过去。 心中都是无奈苦笑, 这位被护送者没有一点被护送的觉悟啊。 没有自己三人, 碰到了危险怎么办。 不过随后, 他们对于徐悦的步行速度都感到了有些意外。 看上去丝丝纹纹的, 没想到速度这么快。 就是希望不要是紧张的缘故导致跑快了, 到时候没体力就麻烦了。 只是他们三人刚刚跟着徐悦进入了那小巷, 就看到了徐悦顺手抓住了旁边的一根水管。 咔嚓, 一声就直接掰断了下来, 任由自来水飙射。 而后便一边继续高速地走动着, 一边拿着那根一米五长的防锈钢管 对着墙壁摩擦了起来, 一路上都带起了一阵掉落的水泥块和建设的火星。 当他走到这巷子口的另一端的时候, 那防锈钢管摩擦的一端, 便变得斜面的尖锐状, 在他手上转动了一下。 随后随手一甩, 捅入了巷子口另一头扑来的一道人影头颅。 扑斥, 拔出后, 血浆击射。 这刺激画面, 让三位护送的警员也立刻一个机灵醒了过来, 随后拔枪迅速地跟了上去。 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那些东西对声音很敏感, 趁着街上有人吸引他们, 我们走快点。 甩了甩钢管上的血字, 徐悦瞥了三人一眼后说道, 那轻描淡写的样子, 让三位负责护送的家伙 小鸡卓米一般地点了点头。 这个, 本以为是青铜, 结果却是位王者。 被护送的目标教育, 这也太丢人了。 第1218章, 相遇。 日国在清洁方面, 的确是算得上世界顶尖。 虽然是一处偏僻的小巷, 但除了几处有点凹陷的地面上 有着些许污水外, 整体上也算是干净了。 只是现在, 涓涓的血流汇聚到了那几处污水处, 让地面染红了大片, 空气中也弥漫出了一股淡淡的血腥味。 而后面三位负责保护的警员靠近后, 脸上也都露出了难看的神色。 之前看到那人影突然扑向徐悦, 还有徐悦的突然出手, 他们心中大概也有了判断, 知道很可能就是那种被感染的痴人怪物。 到了面前后, 看着那明明被贯穿了头颅, 但出血量却是要明显小于正常人, 甚至现在就已经有了凝固迹象的伤口, 还是让他们脸色有些发白。 猙獰贯穿的伤口, 惨白的脸色和有些发白 好像蒙上了一层透明薄膜的眼珠, 都无时无刻地表明了对方感染者的特性。 这群怪物已经到了附近吗? 剩下的路程徒步还要走这么久, 真不知道能不能顺利抵达。 走吧, 马路上那群人会帮我们争取到足够时间的。 看了一眼四周的小巷情况, 徐悦也是果断地继续深入了下去。 不过对于她来说, 只能够通过地图的了解来判断正确的方向, 这些纵横的偏僻道路, 还是最好要有这几位本地警员的地头蛇来确认。 主要选小路, 人流量少些, 遇到哪些感染体的概率也小些, 数目少的话直接干掉, 多了就绕开, 不靠近的情况下, 他们只对声音比较敏感。 徐悦再次提醒了一下三人, 让三位警员都颇为吃惊。 就算是他们和这种东西打过点交道, 都尚未完全明白他们的特性, 甚至就算是上层都还没把这些情况通报下来, 没想到这位武力值超高的家伙, 竟然就已经清楚了。 不过想想, 他们回来时那辆火车上关着的感染体, 他们几人心中也闪过了一丝释然。 这种伸手, 加上火车上打过交道, 观察了他们的习性也是正常的吧。 不愧是这么年纪轻轻, 就有着这种事业的富豪。 人家脑子又好, 实力又高, 这对自己等人来说还真是幸运了。 据田中了解, 这次要护送的人并不止这一位, 相比于其他护送那些哆哆嗦嗦行动能力低下的家伙, 自己三人算是很幸运了。 手枪给我一把防身。 在田中三人开始切换位置, 由一位对附近最熟悉的警员带头走在前面, 另外两位将侧后方拱位的时候, 徐悦也顺手从一位警员的身上抽了一把警用手枪别在了腰间。 PR30警用手枪, 7.65毫米, 八发。 那种手术根本让对方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脸色一变地摸了摸腰间, 这位还挂着一把威冲的警员也是面色发苦。 不过, 田中警部也知道这种时候要特视特办, 不能死板, 所以直接点头答应了。 没事, 既然这种怪物对声音敏感, 那能够不开枪就尽量不开, 我们手上的已经够用了, 而且, 最好我们也要弄点合适的近战装备。 听到了警部的话, 那位丢枪的警员也不再纠结了。 三位警员身上其实还有着警用收缩甩棍, 不过这种轻便的非致命性武器, 对付死体哪怕是敲击头部也得用尽全力才能起到作用, 续航相当糟糕。 相比来说, 甚至还没有徐悦手上那钢管好用。 因此, 当从这巷子走完出来后, 三名警员也都已经将威冲挂好, 左手甩棍准备防守右手钢管准备进攻了。 有了长度优势后, 他们三人合力也有着抵抗几只死体的能力。 而也不知道是不是马路上的声音吸引了所有的死体注意, 还是他们选的路线真的不错。 一行人在小巷中穿插了二十多分钟, 都没有遇到死体的身影。 不过, 途经的好几摊充斥着血腥味的暗红血迹, 还是让三位警员的心情很是沉重。 徐悦先生, 前面有点麻烦了, 要征求一下您的意见。 三位警员一路上充分地发挥出来了他们地头蛇的作用, 徐悦也并没有贸然在自己不熟的地区胡乱指挥。 此时, 他们都停下来, 显然是前面有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但徐悦脑海中回顾了一下地图, 却并没有发现问题有什么不对。 前面应该是两栋连体写字楼。 是这样的, 在前面双子写字楼的一楼大厅, 近期正联合举办了一次动漫展。 因为感染事件爆发得太过突然, 所以动漫展上的人恐怕依然很多。 田中警部解释了一下情况, 然后继续说道。 但通向北斗站的最近大桥, 就在这双子写字楼侧面, 如果想要绕开大桥, 要么就通过主路绕行大概半小时, 从中段借助工具或干脆游过去, 要么就要更远的距离从另外一处大桥通过了。 一路上都没有遇到死体, 但死体活动的痕迹却有多处, 没出现并不代表着没有。 随着时间的推进, 情况只会越来越恶劣。 毫无疑问, 一个人缘密集的动漫展, 现在绝对就是炼鱼一般的场景, 而且如果里面的死体没有因为其他原因被引开的话, 徘徊在原地的可能性会非常大。 听到田中的话, 徐悦并没有立刻回应, 而是先朝着一处主干道的方向拐了过去, 还没走出多远, 靠着过人的听力就已经隐约听到了成群死体那无意识的低沉污名声。 不过即便如此, 他依然还是走到了拐角的尽头, 侧身探出观察了一下。 长长的巷口尽头犹如管中窥豹一般地映射着街道上的画面。 完全堵死的公路, 连人行道上都全是歪七歪八的车辆, 有几辆碰撞严重的还冒出了浓烟, 大量的死体正在那些车辆的缝隙中徘徊。 单单通过眼前的观察, 没有发现任何活人的痕迹。 要绕主干道的话, 很显然是好不到哪去的。 后面三位警员也偷偷摸摸地跟上来, 跟着徐悦一起探头看到了外面的情况后, 都是一阵脸色发白。 现在他们终于知道这些巷子当中的死体都到哪里去了。 做出噤声的手势, 让几人回到最开始那远离的位置后, 徐悦才是开口说道, 街道上的情况已经很糟糕了, 动漫展那边再糟糕也不会到哪里去了。 与其多绕行最少半小时的路程, 那不如尝试一下。 徐悦先生都没问题的话, 我们自然没有意见。 田中景部脸色有些发白地说道, 看到街道上的场景, 他对上街真是一点欲望都没有。 动漫展那算是一个半封闭式的广场, 在侧面和后方的方向都有着围墙。 如果我们能够从围墙上面通过, 只要过后门大门的时候小心一些的话, 机会应该很大。 一位对这里情况更加熟悉一些的警员, 也在外界死体的压迫下, 找出了一条合适路线。 听到他说有围墙, 徐悦当然也没有犹豫地答应了。 他们三位能不能通过自己倒不确定, 但自己肯定是能够在围墙上见不如飞的。 做出了决定后, 几人便朝着最近的一处围墙段出发。 只是这次, 在肉眼已经可以看到围墙的巷口出现后, 他们却有些意外地发现这巷子当中倒下了好几具尸体。 那凝固的少量血迹和没有再爬起来的现象, 都说明着这是被击杀的感染体。 附近没有死体汇聚, 说明着很可能没有枪声, 有其他什么人在附近才是。 而徐悦更是利用超长的听力, 听到了前方一处拐脚强厚的呼吸声。 五个人, 肺活量判断都很强壮, 特别是其中一个呼吸更是带着一种规律的节奏。 从口袋里随手取出一块碎裂的镜片, 徐悦屈指直接弹了出去。 高速旋转的镜片飞过拐角, 也将后面的情况一闪而逝地暴露了出来。 虽然只有那惊鸿一瞥, 但也让徐悦完全记下了后面的画面。 五个人, 四个都是差不多混混的样子, 纹身背心, 而另外一个, 则是一个坐着轮椅的残疾人。 残疾人的身份, 加上那呼吸的节奏, 不用想了, 是一位轮回者。 就是因为相貌认知偏离的关系, 不知道是哪一边的。 前面有人, 为了减少麻烦之后, 路上都叫我岳先生。 初始身份的名字安排自己是没办法改的, 不过让别人改口还是没问题。 对于徐悦的话, 三位警员虽然是愣了下, 但还是很快地点了点头。 嗨! 第1219章, 感动。 徐悦谈飞的镜片, 很显然也吓到了躲在拐角墙后的那五人。 随后他们便是听到了田中警部的声音。 你们几个都出来吧, 看到你们了。 听到了声音后, 众人也不由自主地转头看向了那轮椅上一身宽松和服, 满脸淡定的人影。 七代目, 怎么办? 那群警察发现我们了。 原来之前他们有人在屋顶上观察, 提前就看到了过来的一行人。 那警用的防弹衣还是相当显眼地表明了来者的身份。 小全圣二是从日国本部被调入到华夏幕府之门的一位乱入者, 为的就是想要阻击那三个基础空间。 只是在上一个任务当中死得不明不白, 这次还平白多了个惩罚任务。 对于这次惩罚任务, 他当真是双目茫然, 提示太少了, 只知道在什么床主是。 刚刚进入空间安排的身份, 是一个航管的小型社团的七代目, 手下有十几号马仔, 主要经营一个弹珠游戏厅。 最坑爹的是, 自己一过来竟然就是一个残疾人。 还未从这初始身份, 还有那残疾的弱小身体当中回过神来。 自己经营的那弹珠游戏厅就爆发出了骚乱。 起初都还没注意, 还在消化信息, 并考虑如何找到那被世界眷顾之人。 可随着几位忠心耿耿冲入办公室的马仔出现后, 他才愕然地发现这骚乱没有这么简单。 竟然是丧失? 有丧失的新人空间有不少的, 他倒也不会意外和惊奇, 对于大多数丧失的特性也都了然于心。 但坑爹的是, 这是惩罚任务好不好? 而且特末老子竟然是个残疾人。 有没有搞错啊混蛋? 也好在他精力足够, 心绪也平复得快, 靠着对丧失特性的了解, 以及常人所没有的冷静。 在小弟们的帮助下冲了出来, 算上路上的折损, 逃到这里后身边也就只有四人了。 逃到这里后, 他心底才略微缓了口气。 路上自己已经试过了, 以自己的战斗技巧, 坐着轮椅也用一对钢拐敲碎了一个丧失的脑袋。 以此推断, 对付三两个的丧失应该问题不大, 主要是机动性太差了点, 就算靠着技巧, 意志以及体力方面的弥补, 自己激动也比普通人差一截。 也因此, 在听到了放风的手下说有几个警员进来了后, 他还是动了些心思。 虽然这种丧失对声音很敏感, 万不得已不好开枪, 但有枪在手的话, 自己的自保能力毫无疑问能提升好几个层次, 自己小社团并没有枪, 那干脆就抢了他们的。 作为轮回者, 小泉侍二完全是事法归为粪土, 一切都以利益优先, 和平时期为了减少麻烦, 可能表面上还会遵从一下, 这种乱世自然是最快适应的一批。 只可惜, 那群警员竟然提前发现了自己等人的行踪, 有些失算了呀, 让他们捡到了一条狗命。 出去吧, 都是一身正气的警员, 我们怕什么, 正好向他们寻求帮助。 既然被提前发现了, 对方手上还有着枪, 那显然继续开始的计划就不明智了。 小泉侍二嘴角也泛起了一丝阴冷的笑容。 在一位手下的推动下, 几人便陆续地从拐角走了出来, 与徐悦他们隐约对峙着。 是社团的人。 见到了他们的装扮, 三位地头蛇警员也能做出身份的判断。 日国的暴力社团存在可都是合法的。 咦, 田中警部。 在韩馆, 警部的警衔已经不低了, 加上是混社团的, 所以小泉侍二的几个下属当中, 也有人认出了来人。 随后, 那开口的汉子再次回头和七代目对视了一眼, 见到了隐约的点头后, 才是再次开口说道, 田中警部, 现在到处都是吃人的怪物, 我们的社长身体还有残缺, 我们需要寻求警方帮助。 田中警部听到了这话, 面色不由一沉, 可还未等到他说什么, 旁边的徐悦却是率先开口了。 这几位能够干掉这几个感染体, 本身的能力还是不错的, 只要不拖后腿, 戴上也是可以的。 徐悦都开口了, 田中当然也不好说什么。 直到此时, 小泉侍二才是将注意力放在了徐悦身上, 点头表示了感谢。 感谢这位朋友的仗义直言, 到了这等地步, 我们自然是要团结一致共渡难关。 看几人的站位, 他也能判断出这几位警员 恐怕就是为了保护这位年轻人的。 能够让一位警部在这种混乱中出面护送, 那身份自然也不一般。 这种时候, 他们还急匆匆地朝着这边走, 目的应该很明确才对, 跟着他们才可能抵达相对安全的地点。 暂且留他们一命也好, 先借助他们的影响抵达安全区域再说。 在小泉侍二进行周密思考的时候, 徐悦自然也舍不得放弃对方。 这次惩罚任务的条件很恶劣, 以现在这样的环境, 哪怕进入的轮回者再多, 大佬再多, 最终能够遇到多少也是未知数。 这种稀有物种, 那自然是一个都不能放过, 都要好好珍惜。 前面有个动漫展, 你们在附近的话应该大概知道情况怎么样吧, 我们想要从墙上绕过去。 既然要一路合作了, 田中警部还是开口主动询问了现状。 听到说要穿过动漫展, 几人的脸色都是一变, 随后由最先开口的那位马仔说道, 那边已经全部被那些怪物占领了, 起码上万的数目, 千万不要走这边。 听闻人数上万, 三位警员也不由脸色一变, 一时间也没有开口。 还是徐悦主动说道, 就算是上万, 我们也要过去啊, 从围墙上过的话, 成功率还是很高吧。 但一失败就全完了。 那位马仔继续想要打消他们的这念头。 可我们不过去, 在这里也是慢性死亡, 感染已经越来越严重了。 我是听闻东京那边情况还不错, 所以才是准备从北斗站出发的, 再晚点恐怕新干线都没了。 听到徐悦说到这里, 一直都任由小弟发挥的小全慎二, 不由眼中一亮。 你们准备通过北斗站去东京? 现在还有列车吗? 小全慎二已经从手下马仔嘴里知道了, 床主室就是东京辖区的一座城市, 如果目标是东京的话, 那冒险也要过去啊。 这次的奖励可是有独立意志加成判定的技能, 是相当少有和稀有的。 几乎对任何方向的轮回者都有用, 再不济也能加强一些抗性。 这比起在这边等死强多了, 如果错过这个机会的话, 恐怕就真的没戏等待回家了, 必须要争取一下。 看到了小全慎二忍不住开口后, 徐悦也较为满意, 会开口就说明没放弃这任务, 首先必须要一步一步树立你的信心才行。 当然, 而且现在前往东京的新干线已经受到了管制, 我也就是因为从华夏过来进行投资, 所以稍微有点特权可以上去。 徐悦又顺着解释了一句, 相当于明确地告诉了对方, 不跟着自己, 连上车的资格都没有。 这里距离东京还有900多公里的路程, 不搭心干线开车的话, 偏知道要多久。 好, 我们这是遇到贵人了呀, 阿福, 扶我起来, 我们动身护送这位大人一同前往, 不惜代价。 小全慎二也是沙发果断, 瞬间便拍板做出了决定。 果然, 这种受到保护的人才有特权, 自己的判断并没有错, 哪怕手下仅剩的四个马仔死光了, 也要护送到一路上车。 在阿福的搀扶下, 小全也将自己的钢拐煮在了地上, 这样虽然会影响自己的攻击, 但想要通过围墙那也是必须的。 必须要尽最大努力保护那个年轻人, 自己必须要自食其力。 好气魄。 人残至奸, 当属立志典范。 徐悦立刻便是伸出了大拇指, 满脸的赞许。 在他身边的田中, 颈部张了张嘴, 最终还是没有开口说出了 打击对方这立志的信念。 那个, 徐悦先生是不是少说了点什么? 自己要不要提醒一下啊? 就连自己一位警部, 都要借助护送人家的契机, 才有资格上车, 你们几个混社团的。 算了, 既然徐悦先生没说, 自己怎么能多嘴, 估计是被他们的立志给感动到了吧。 难得他们爆发出的求生信念, 还是不要轻易打击了, 就算无法到东京, 有这股信念也能更坚强地活下去。 看着这位战战微微站起来的残疾人, 那种与天争命的信念, 田中眼角也有些湿润, 真是让人感动。 第1220章, 手冲。 几位社团成员的全力配合, 接下来的路线自然是更加地清晰了。 他们都是混迹在附近的小混混, 对周遭的地形比起那位最熟悉的警员还要熟悉不少。 带着众人绕了两下, 就来到了一堆杂物面前。 正好可以通过这堆杂物, 轻松登上了三米来高的围墙。 这里的围墙上并没有什么玻璃渣或者铁丝网之类的东西, 大概有30多公分的宽度, 小心一点的话足够移动了。 而翻上围墙放眼望去, 那双子写字楼门前的小型广场之上, 便是一片群魔乱舞的场面, 让人背脊发凉。 这个任务空间的二次元作品肯定是谁都不知道的, 但动漫展的元素倒并没有太多改变, 甚至可以说更加过分了几分。 到处都是大奶子和大白腿的漂亮小姐姐, 黑丝、白丝、蕾丝应有尽有。 然而,此时所有的小姐姐们和那些背着照相机的宅男游客们, 却都是化作了死体, 不断地在这广场当中游荡, 密密麻麻, 成千上万。 翻上围墙看到这样的场面, 包括小全身二在内的其他所有人都是, 脸色有些发白, 低头看着这30多公分的唯一生路, 众人也不由心中有些打鼓。 而翻爬围墙多少也会引出一些小动静, 距离围墙内侧, 最近的一些死体也已经纹身而来。 洁白的肌肤和污浊的血痕, 还有那被撕烂的伤口与环绕鼻尖的腐臭, 都能为众人带来诸多的压力。 也好在这围墙足够高, 最下方的几只死体就算茫然地抬起手, 也远远够不着众人的脚底, 而异形人也按照最初的计划, 开始顺着这墙壁沿着墙岩移动着。 每个人都是平住呼吸不被外物干扰, 就连那小全身二也是稳重地利用自己的钢拐进行移动。 每一下都极为扎实, 平衡性好的下人, 在这种都走不快的地方移动, 速度丝毫不比他人要慢。 哥儿。 死体喉咙那儿犹如卡着浓潭的低沉, 污名不断地变得浓郁, 逐渐地, 四周的死体, 都慢慢地朝着这边靠来。 再一行人都默不作声地走过了凹形三边的一条, 即将从侧面围墙切换到后方围墙的时候, 不知不觉, 围墙下面已经汇聚到了密密麻麻的死体。 哪怕它们已经尽量不发出声音了, 但死体本身汇聚所产生的吸引, 却依然犹如磁铁一般地吸引着附近徘徊的个体。 最前排的死体不断地跟着几人的移动方向移动, 也汇聚出了一股一低头就头皮发炸的密集画面。 这样不行, 后墙上还有一处空地有铁门连接的, 到时候我们攀爬铁门的时候, 这么多死体冲击恐怕会倒吧, 甚至继续这么下去的话, 这墙也得倒。 田中低头看了一眼内侧让人两眼发晕的死体, 又看向了墙壁外侧也零星地出现了死体的汇聚, 当下表情也很是凝重。 现在这种情况, 只要不大声喧哗, 小声交流什么的已经和下方的死体污名没什么区别了。 因为这动漫展上的死体开始成群, 发出的声音已经将墙外游荡的一些零星死体 也吸引到了墙壁的外侧。 虽然树木和里面那密密麻麻的完全无法相比, 但仔细一看, 附近加起来恐怕也已经有上百只数。 而且一直都在跟着, 树木还在增加, 看上去松散树木却也不是可以肉搏对付的。 而一旦开枪的话, 那问题恐怕只会更大。 枪声导致狂暴的死体直接合力将墙推倒都很有可能。 现在就算想原路回去都办不到了, 还必须要想办法加速甩开外围的这些, 不然抵达了目的地恐怕都无法下墙。 所以我们要在更多的死体汇聚之前加速通过后门, 所以,朱军,努力吧。 徐悦一边说完, 一边便是率先脚下一个转身, 在区区三十公分的墙岩上, 没碰到田中分毫绕开了它, 变成了守卫的位置。 那种犹如体操运动员一般的灵巧, 当真赏心悦目, 而后就见到它剑步如飞地顺着后墙, 开始跑动了起来, 在这么窄的墙岩上如履屏蔽, 速度飞快, 好像丝毫不担心失足掉下去。 而它的启动, 也无疑是给了后面几人一种错觉, 一种在这里快速移动很简单的错觉。 是啊, 其实三十公分已经很宽了呀, 我们前面之所以走得慢, 仅仅是因为担心掉下去, 其实, 一旦无视死体的干扰, 好像快一点也没什么不可以吧。 就这样, 从第一顺位变成第二的田中警部, 也立刻提速了上来。 它后面的两位警员也紧随其后。 虽然没有徐悦那么快, 但速度也已经比之前提高了一倍有余。 后面的几位社团成员乃至小泉肾二, 也都抱有了差不多的想法。 一时间, 整个队伍的前进速度都强化了许多, 内测死体太多倒没什么区别, 但外侧的死体已经被逐渐甩开了, 确保到时候下墙时的麻烦能减少。 但在30公分宽的墙沿上高速移动真的简单吗? 其实不简单, 人体的大脑是无法保证自己一直都处于高度集中状态的。 稍有不注意就可能分神, 就像写一到一百的数字一样。 想写快点就很容易会出现一两处错误, 这是自我保护机制。 眼前这有着死体的声音干扰, 加上自身的紧张。 几乎在加速行动才刚刚一分钟, 徐悦都才刚刚抵达后墙铁门处时, 就有一位走得最快, 紧跟着前面警员排名第一地混混打了个亮枪。 脚下踏空的时候, 他当真是脸色惨白, 双手不断地摇晃、摆动, 本能地想要靠手臂的晃动来找回平衡。 但可惜因为冲速太快, 他的身体还是不自觉地朝着墙壁内侧倒了下去。 后面第二位混混想要救他拉了他一把, 但却连带自己也都失去了平衡。 啊, 救我! 第一位失去平衡的混混抢救失败, 直接一头朝着内墙栽了下去, 第二位则是因为反作用太大, 反过来朝着外墙甩去。 如果不是小全身二眼疾手快, 迅速用钢拐点拨了排名第三的那位, 恐怕第三人也要步入前两人的后尘了。 坠落内侧的混混, 几乎才刚刚发出惨叫声, 就被下面密密麻麻的手臂给按住, 嘴巴都被堵了起来, 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 而后, 死体便是集体凹陷扑下了一片, 做出了啃食的动作。 耳边传来的歌之声, 让人感到了无比的惊惧和圣人。 坠落外墙的那位, 则是因为三米多高的高度, 加上落地姿势不对, 似乎摔伤了脚, 身影着想要躲开围过来的死体, 但却被很快抓住, 而后不断发出了凄厉的惨叫声。 相比于第一位被几乎瞬间死亡, 第二位坠落的混混明显挣扎着更久, 才被松散得多的死体们逐一扑上, 但那凄厉的惨叫声却是经久不绝, 让墙壁上的小泉肾二脸色铁青, 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 快走。 随后, 他用钢拐狠狠的一点强颜, 竟然利用拐杖为支点, 做出了一个超高难度的前空翻动作, 直接绕开了前面的社团第三人, 稳稳地落在了墙上, 随后便是啪哒啪哒地拄着拐杖, 快速朝着前面的警员追去, 动作甚是鬼畜。 看得后面还剩下的两位社员, 都是一阵木凳口袋。 这才是期待墓地真正实力吗? 只是个残疾人啊, 不要这么夸张好不好。 但随着他们脚下墙壁的一阵震动, 两人也立刻惊醒了过来, 随后惊恐地看向了那内侧的密码死体, 因为外墙那位社员的不断惨叫, 这群死体好像是打了兴奋剂一般的, 不断朝着墙壁拥挤而来。 这么多数墓地死体, 遵循着声音下意识的用力, 这寻常的围墙根本就挡不住。 强要它了。 得出了这个结论后, 剩下的两人也是下的一阵魂飞魄散, 飞快地跟了上去。 而最前面的徐月, 已经一个纵月, 伸手握着铁门顶端的尖刺一阵, 直接一个翻空落在了铁门另外一侧, 渡过了这相对最为危机的区域。 后面的田中颈部也很果断, 手脚并用地, 在铁门最上方一步步横移爬了过来。 现在, 死体都被另外一边的惨叫吸引了, 铁门这里的压力还不大。 而就在田中刚刚爬到对面, 第二位警员才开始爬到一半的时候, 那黑色的大门便开始剧烈摇晃了起来。 下面有死体发现了门上的情况, 开始下意识地不断撞门了。 让第三位抵达面前的警员看着那晃动的铁门, 不由出现了一丝犹豫。 铁门相比于围墙, 可是更容易受到干扰得多, 上面那第二位警员被摇得跟个筛子样的, 好在他已经爬了过半, 最后在田中搭了把手的情况下, 还是成功地爬到了这一头。 但第三位警员就因为那短暂的一丝犹豫, 却是错失了最好的机会, 只听那铁门咔嚓一声, 直接松动被推倒了一半。 让他脸色一变连忙, 收回了手脚, 差点就直接掉了下去。 让开。 后面的小拳肾二显然是没有什么耐心了, 现在脚下的墙壁也已经开始松动, 他判断时间已经不多, 必须要迅速抵达另外一边更安全的地方。 几乎伴随着他的声音开始, 那第三位刚刚缩回来的警员便是被他一撞, 直接跌落到了内侧的墙壁之下, 惨叫着被死体淹没。 也因为他这一环, 那看着就要倒下的大门也又多坚挺了一会儿, 让小拳肾二上演了一把残运会都很难看到的体操表演。 愣是手拐并用, 在这岌岌可危的铁门上渡了过去。 只是才刚刚落地, 他便是听到了一声愤怒的咆哮。 随后, 额头便已被愤怒的田中颈部用枪顶住了脑袋。 钉颈部的怒火, 支付500轮回点, 可以向田中颈部解释自己的苦衷。 第1,221章, 呵护。 已经度过了最危险区域的徐悦, 也主动停了下来, 静静地观察着后面的情况。 这种环境和条件, 他也只能进行大趋势上的引导, 无法太惊喜。 但通过个人的身体与心理素质判断, 排位上前的顺序, 围墙本身的路况, 还有提速的时机, 以及按铁门时的按进松动, 勉强还是能够预判一二的。 眼前这样的不可抗力因素下, 那个小全身二需要付出的点数应该很低, 对于他一位乱入者来说应该是忽略不计的。 可这第一步, 绝对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费用低归费用低, 但毕竟前面出现过一次多位大佬被炸透支的例子, 如果他进入前就打定了主意不会花一分钱的话, 那却也是没用。 如果这个钱不出, 也代表了他的态度明显想要白嫖, 那自己就直接把他扔死体群里。 如果出了, 就说明他是一位值得培养的好同志。 对于乱入者大佬来说, 因为基础的不同经验的不同, 惩罚任务得到一些特定好处的概率是要比普通轮回者高不少的。 双方近期互拼也很多次了, 惩罚任务也绝不陌生, 希望那些成功的例子能够冲淡他的顾虑吧。 而果然, 在听到了付钱提示后, 小全身二脸上是有些阴晴不定, 似乎在犹豫。 五百轮回点对自己来说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但进入之前才被千叮万主了一阵, 所以才会犹豫这么一下。 不过很快, 他还是果断地支付了这九牛一毛的费用。 以自己的经验来说, 难得有比较适合自己的加成, 那事事也行。 其实, 以自己反制能力, 就算被对方先手顶住了头, 但他只要没有立刻扣下扳机的觉悟, 迟一刹那, 那自己就有着反制的把握, 甚至将他击杀。 不过这一位是护送那位大人物的关键土著, 一旦动手了自己之后的计划, 也就泡汤了。 所以还是支付那点微不足道的费用更加划算。 毕竟只要通过了这里, 很快就能够抵达北斗站, 到时候南下东京距离目标就近了。 混账, 你竟然敢将我的搭档推下去。 田中警部用枪顶着小全身二的头, 而另外那位警员也是双目赤红。 抱歉, 我也不想, 但我想活着, 一旦他在犹豫不前, 我们两个人都得死在那边, 现在死一个终究彼死两个要好。 小全身二已经付钱了, 自然而然地按照了预定的话开口, 满脸都是遗憾叹息之色, 声音也甚是沙哑。 而此时, 那铁门也已经轰然倒塌, 另外还没过来的两位社员正满脸的绝望, 似乎也充分地印证着他所说的话。 伴随着那一面墙壁也开始地不断摇晃, 那两人也最终伴随着墙壁的倒塌, 落入了死体群众, 发出了短促而凄厉的惨叫。 我的人死了四个。 小全身二满脸都是悲痛, 加上他那残疾的身躯和萧索的样子, 的确是让田中警部和另外那位警员的态度 逐渐冷静了下来。 随后也都各自叹了口气, 他说得没错, 那时候如果再犹豫的话, 真的是一个都无法过来。 虽然不认同他的做法, 但那却是当时能够减少损失多活一人的唯一手段了。 适者已适, 死的人已经够多了, 努力代替死去的人活下去吧。 这时候, 徐悦也开口发出了打气和鼓励的声音, 算是将此事就此打住。 趁着感染体都集中过来了这边, 我们赶紧通过围墙, 然后过桥, 不能让他们白白牺牲。 听到了徐悦后面这句后, 所有人也都再次打起了精神, 随后继续地朝着前方走去。 渡过了最难关, 加上死体大部分转移, 剩下的几位还都是伸手最好的, 所以后半段围墙之行也是有惊无险, 达到了另外一侧。 不过此时, 墙壁下方的外侧区域, 也有着十一二支的死体徘徊, 让田中颈部不断地摸了摸自己的枪, 又再次放下。 不要开枪, 这里离主干到太近了, 一旦被堵住, 我们也将会失去上桥的机会, 数目不算太多, 而且很分散, 下去干掉它们。 徐悦打断了田中的犹豫, 随后率先一跃而下落在了地上。 最近的三支死体, 便是闻风朝着它扑了过来, 口中的腥臭扑面而来。 侧身闪过, 最近的一支并将它绊倒, 发出了烂肉摔在地上的派。 随后, 一脚踹飞另外一支的同时, 手上的钢管便是贯穿了最后一支的头颅, 脑浆飙射, 直接倒地停止了抽搐。 抽出钢管后迅速地朝着第一支倒地的后脑, 补了一击, 咔嚓的鼓劣声响起, 地上那只想要爬起来的死体, 也失去了活性又扑倒在地动弹不得。 再次顺势一甩, 将踹开后, 又过来的那一支脖子给打成了诡异的弧度。 整个动作一气呵成, 节奏感相当地顺畅, 三支最近的死体就顷刻兼备解除, 暂时空出了一片区域。 最关键的是, 徐悦的这一套动作, 其实并没有使用那常人极限的力量, 大部分都是依靠技巧。 看得上面的几人都是一阵惊叹。 两位剩下的警员还好些, 前面已经见过一次了, 小泉申二此时却是有点猛逼。 这就是要保护的大人物吗? 怎么感觉战力竟然是最强的? 如果不是他手脚健全, 自己都要怀疑他是轮回者了。 快点下来, 剩下的我一个人可解决不了。 徐悦不断向上面招呼着, 田中和另外一位警员 也迅速地翻下了围墙。 而小泉申二下来的时候, 徐悦也主动上前帮扶了一把, 免得他摔倒。 换来了小泉申二愣了下后的一声感谢。 谢谢。 不用客气, 大家都是要互相帮助的嘛, 你的毅力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 徐悦再次奶了对方一口, 满脸鼓励之色。 让在轮回空间 混到有些麻木不仁的小泉申二, 都莫名感到了心头一暖。 这种漠视的混乱秩序下, 这家伙竟然还能想着帮助别人, 这也只有任务空间的土著 才会有着这样的人格品质啊。 热血, 友善, 正义的伙伴。 过奖了, 放开我吧, 虽然已经老骨头了, 但对付两三个这种东西 还是没问题的。 小泉申二似乎是又找回了自己 作为乱入者的自信, 带着些许意气风发的口吻说完, 便是主动挣脱了徐悦, 朝着一边的 一只正赶过来的死体主管而去。 请务必不要逞强, 支持不住一定要求援, 我是一定会将你们都带到东京的。 徐悦随后凝重地叮嘱, 更是让小泉申二心底暖乎乎的, 随后便是被对着他洒脱地摆了白手, 而后迅速煮出了鬼畜的步伐迎击而去。 田中颈部和他仅剩的那位属下, 也拿起了钢管和甩棍搭配, 两人配合地迎向了另外靠近的一只。 十来只死体不是一窝蜂的上, 分散开来逐步逼近, 应付起来的难度还是不大。 灌完心灵鸡汤后, 看着那主拐站丧失的人影, 徐悦也感到了较为满意, 很不错, 有存活的价值。 放心, 我肯定会将你安全带到床主室的。 第1222章 患难见真情 虽然渡过了最难的漫展区, 几人又接着有惊无险地渡过了大桥。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此时街道上的活人气息已经接近于无, 放眼望去, 皆为死体徘徊。 也就是桥上车辆还并不密集, 没有江路全部堵住, 才是被他们借助抛锚车辆作为掩体, 不断利用石子杂物击打, 声东击西, 爬车底等手段才是成功渡过。 一只桥头落单的死体, 被徐悦无声无息地摸过去干掉之后, 所有人才是躲入了一处花坛后面, 略微歇了口气。 一路上当真全靠眼神交流, 一点声音都不敢发出, 那种死体就徘徊在车子另一边, 甚至不到半米距离的刺激, 也让几人现在放松下来后有一种虚脱感。 而后在徐悦的首饰下, 才是在换作了田中颈部带头, 开始进入了旁边的一处小巷。 相对来说小巷当中的死体数目, 也是要少得多的, 而且万一发出一点动静, 也不至于引起群起而攻。 路上在合力默契地解决掉了三只死体后, 才是找到了一处合适的庭院, 翻身进去准备稍作歇息。 一路高度紧张地赶路了这么久, 就算是小全身二的意志都有些疲惫了, 而且胃部的抽搐也在抗议着。 好在此时灾难才刚刚爆发, 实物寻找起来不难, 眼前这庭院当中肯定就有不少, 足够当作修整之地。 陆续翻入这寻常的小庭院, 放眼看去庭院里晒着的床单上, 溅满了粘稠的血迹。 加上大门是紧锁的, 不用想都知道里面肯定有死体。 从出血量和内部的摆设来看, 死体的数目应该不多, 对它们构不成威胁。 先小心翼翼的一个房间, 一个房间的清理, 在大厅击杀了一只死体, 又在繁琐的房间内击杀了一只后, 这庭院暂且也算是安全了。 大体上能判断出, 是女主人感染咬了男主人, 然后逃到房间繁琐, 导致自己也被感染的情况。 水电天然气都还没受影响, 靠着冰箱里的食材, 徐月也简单地处理了一下。 哪怕只是随意地处理, 也吃得挤人舌头都快吞下去了。 月先生的博才真是让人敬佩。 用餐过后的小拳肾二, 用纸巾擦了擦嘴, 脸上也满是回味的神色。 这等英俊、年轻、事业有成, 各方面都能力超群的俊杰, 放在其他世界恐怕也是气韵之子一级别。 咦? 想到了什么的小拳身而不由灵机一动, 随后不动声色地对徐月问道。 不知道月先生在抵达了东京之后还准备怎样? 看这情况, 我对东京也不是很乐观。 没办法, 我有不得不去的理由, 我唯一的亲人就住在东京, 我必须要去找他。 徐月叹息地说道, 在他嘴里, 他虽然是华人, 但有小舅在东京定居, 必须要过去确认一下。 这小舅从小将自己带大给予了自己诸多帮助, 无论如何都要找到他。 没想到月先生和我国关联这么紧密, 田中警部也感到了有些意外, 一种与有熔烟的感觉油然而生, 顿时就感觉亲近了许多。 东京这么大, 人这么多, 无意大海捞针。 小拳身而压下心中的激动, 继续不动声色地说道, 没事, 他们又不住在东京市区, 而是住在一个靠海的小城, 叫床主室, 还是那里的警长。 很好找的, 自保能力肯定会更强一些。 徐悦笑着解释了一下, 虽然眼中带着一丝忧虑, 但脸上却还依然挤出了笑容, 似乎不想考虑万一没撑住的情况。 听到这里, 小拳身而脸上露出真诚, 劝说让他不要担心, 吉人自有天相等云云。 内心里却是仰天长笑, 大笑三声,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 全部费功夫。 原来你, 就是我要找的人。 自己这是天命所归, 真是时来天地皆同利。 不过这毕竟是惩罚任务, 虽然找到了人, 但想要刷他的好感, 肯定也是难, 难, 难。 这种性格阳光, 乐于助人的正义伙伴, 帮助你是他们的性格使然, 但想要真正获得他们的认同, 成为并肩作战的同伴, 却是比那些功利心重的人还难。 好在最重要的人已经找到了, 剩下的就是水魔功夫了。 只要在离开前刷出羁绊的话, 自己还是有几分自信的。 心中想了很多, 但小泉伸二脸上的表情, 却并没有做出太明显的变化。 对付这种人, 说好话拍马屁是没用的, 必须要做出让他们认可的事, 而且自己残疾之躯, 更多的事会获得同情, 反倒是更加难办。 这一点从他时不时看向自己那悲天敏人的表情和眼神能够看出, 必须要先将这个观点转变过来才行。 做出了决定后, 休息了片刻恢复了体力, 众人便又继续上路了。 没有必须要经过大道, 几人不断地在小巷当中穿插着, 碰到的少量死体就干掉, 数目多就让路, 一路上也还算有惊无险。 有着田中, 警部和他那位仅剩的警员部下, 对路程的选择和规划上的确少操心了很多。 最终几人也抵达了北斗站的附近。 还未到的时候, 田中便开始老练地叮嘱了起来。 毕竟是车站, 前方还是有着大量没有掩体的空地, 不过这里有另外一支自卫队驻扎, 应该。 然而, 他的声音都还没说完, 前方就已经隐约传来了密集的枪声, 密集程度不由让他面色有些发苦, 只祈祷这是自卫队清理死体时发出的, 而不是其他。 而随着他们不断地继续靠近, 那枪声也从密集变得疏松, 然后越来越零星起来, 隐约就是带着一股不妙的气氛, 等到从巷子口出来, 朝着那北斗站的前方广场上看去时, 那场面依然还是让几人表情一阵沉重。 原本被拉上了铁丝网的广场, 已经被撕开了一道口子, 不少的死体已经涌了进去。 地上有着大量死体的尸体, 甚至已经开始集堆了, 但依然还是不能掩饰剩下死体的数目。 几辆驾着机枪的越野车凌乱地停在广场上, 但上面已经没人了。 隐隐约约还能够看到几道人影快速躲入车站内的背影。 看情况应该是弹药快用完了, 刚刚被攻破和开始撤退。 这让几人的表情都不由有些发白, 没想到刚刚好这时候被攻破, 真是糟糕。 没办法了, 只能冲了, 不然等到车站沦陷, 最后的列车离开我们也只能等死。 徐悦很是果断地说道, 没错, 趁着现在这群东西的注意力被吸引, 我们从后面冲过去, 被收割过一波后, 这密集程度可以试试。 小全身二也是凝重地附和着, 让有些马爪的田中颈部和那位小颈员 也都硬着头皮地点了点头, 随后, 田中一手钢管, 一手微冲, 率先开始了突击。 既然决定了, 那就不要犹豫。 慢一步车可能就要走了。 开始自卫队的集挺机枪扫射, 还是起到了很大作用的, 此时的死体数目依然还有很多, 但因为地方空旷的关系, 填补的速度没这么快, 导致稀松了许多。 加上之前注意力都被前面吸引, 所以开始冲刺50米的时候, 连枪都没开, 纯粹靠速度将死体甩开。 只偶尔利用钢管, 将避不开的死体打倒。 然而, 人的冲刺体力是有限的, 加上声音的影响死体, 开始逐步朝着 几人移动的方向汇聚过来后, 枪声也再次响起。 此时开枪已经是不求击杀, 只求阻退作用, 和时间赛跑。 在田中和另外那位警员的 微冲轮流开火将子弹打完后, 几人也终于冲入了 那破开的铁丝网, 朝着北斗站大厅的位置狂奔而去。 这种冲刺速度下, 小拳肾二哪怕意志和技巧超群, 也完全跟不上了。 无奈之下, 只能先使用一个C级剧情点, 暂时恢复到普通人层次的移动能力。 一个C级剧情点毛毛雨而已, 已经找到了关键人物通关概率大增的情况下, 完全是划算的。 而且通过这里, 只要C级剧情点就行了, B级解锁到常人极限都没必要。 不过, 在他刚刚用完之后, 一直跑在他前面的徐悦, 便是刻意慢了下来, 反过来伸手拉住了他说道, 走, 我拉你, 日久见人心, 患难见真情。 这种时刻还不忘记回头拉自己一把, 一种无法言语的心绪, 积攒在了小拳肾二的心头。 第1223章 隔绝 警、警部, 我跑不动了, 我来为你们断后吧, 不然一个都走不掉了。 那位一路跟着的小警员, 连续地冲刺加上开枪的把控, 到了这时候也已经气喘如牛, 脚如贯迁。 开口泄了这口气之后, 更是一下就慢了下去, 让田中神色大吉。 不过, 还未等到他有什么反应, 拉着小拳肾二跟上来的徐悦, 便是凝重地按住了他的肩膀摇了摇头。 不能让他白死, 别辜负了他。 这种关键时刻, 田中警部也没有妇人之人, 眼中也闪过了一丝坚定, 继续一样跟着徐悦跑了下去。 而留下的那位警员, 也从腰间拔出了一直没来的急用的手枪, 配合乱舞的钢管做着最后的抵抗。 只可惜本来他就没有体力了, 手枪子弹打完后, 钢管连一只死体都没杀到, 就被扑倒在地。 啊! 凄厉的惨叫和他的血肉之躯, 才是真正地吸引到了死体一段时间。 也利用他牺牲换来的契机, 剩下的三人也终于来到了车站门口。 本来关闭锁死的大门, 也被人从里面打了开来。 几位同样警服的人迎手忙脚乱地将几人都拖了进去, 然后再次叫门关上。 想来是听到了外面的枪声, 短暂地停留了一下, 而且看几人对田中的态度, 很可能是朋友和同事才起到了这样的效果。 还能走吗? 不能停了, 马上最后一趟就要发车了。 这几位警员身上也显得有些狼狈和凌乱, 显然很可能也是和田中一样的护送任务。 大厅之中还有着好几位腿脚发软衣着体面的男女, 看样子估计就是被护送的其他对象了。 应该是城内距离这里不远的人才有可能被成功护送过来。 快,快扶我一把, 我给钱, 我给钱。 一位瘫软在地, 身上带着一股尿骚味的贵妇, 丝毫不管花掉的妆, 犹如鬼魅一般地尖叫着。 最终还是由那将她护送过来的警员, 把她扶了起来, 朝着站台的方向走去。 后面死体, 也终于抵达了车站门口, 开始不断地拍打着那防暴玻璃门来。 随着死体数目的增多, 堆积的力量最终肯定能将这门推倒的, 几人也不敢再做丝毫停留。 此时最后一辆新干线还停留在站台, 而站台上已只剩下少量自卫队的人正在进行指挥调度。 一行人刚刚出现, 便被用枪止住。 后面的人来不及检查了, 都上最后一节车厢, 立刻, 马上。 一位尚未立刻对着众人咆哮着, 双目充满着血丝以及通红的脸庞, 都说明着她此时的情绪激动, 恐惧, 愤怒亦或是绝望。 最后一节都是没检查的, 我不要去, 我要去前面的车厢,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知道我老公是谁吗? 那位发软被扶着的贵妇, 立刻就尖叫了起来。 到了现在她再怎么都知道了, 一旦有人被抓伤, 那肯定就会变成那种怪物。 可刚刚说完, 她便是挨了那尚未一耳光, 整个人都被打猛了, 随后才是抬头看到了对方那争鸣的表情, 被揪着头发怒吼。 我管你是谁? 不想死就上去, 不然现在就毙了你。 作为自卫队, 他们一直也有着自己的消息渠道, 已经逐渐明白了现在的恶劣情况。 现在就算是天王老子在这里, 他都无所畏惧。 如今也只是在拼最后一分希望而已, 谁还能管得了你以前的身份? 心态上的转变, 让他已经完全无视了这些原本身份高贵的达官贵人。 甚至心中隐约还有一种发泄般的快感, 不管你以前多高高在上, 现在也要听老子的。 谁知道还能不能活过明天。 而徐悦这边则是没有进行争执, 直接带人迅速地上了最后一节车厢, 只见车厢当中, 大多都是风尘仆仆的人。 有车站的护理维修工, 也有着类似于的警员和被保护人员, 每个人都是一副生无可恋的麻木表情。 咔嚓! 外面传来了破碎声, 大量的死体已经朝着站台涌了过来。 而那位被打猛的贵妇, 也在护送她的那小警员帮助下浑浑噩噩地跟着上了车, 站台上最后的人也全部开始撤离。 伴随着滴滴声, 车门闭合, 这辆新干线逐步提速, 驶离了车站, 将那些死体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离开车站那压抑的环境后, 众人才都是稍微松了口气, 看着铁轨两侧已经完全沦陷混乱的城市, 不少人都开始低声抽气了起来。 亲人, 朋友, 同事, 战友, 这里埋葬了太多太多。 稍微稳定下来后, 徐悦便开始观察着这截车厢内的成员情况。 因为他们都是还未被检查过的, 可能会出现感染者, 所以这截车厢与前面车厢的连接处, 有着两位自卫队的成员把守着, 门椅一直是关着的。 不过扫了一圈下来后, 徐悦还是大致确认并没有什么问题。 虽然这种病毒最初怎么爆发的徐悦不知道, 初始的潜伏期可能会长一些, 但那种被抓伤和咬伤的感染者, 却都会很快地被感染爆发出来。 所以, 真的有问题的话, 哪怕是最慢的速度, 现在也已经会有仙兆了, 既然没有那就。 啊! 隐约的尖叫声从前方传来, 让徐悦莫名感到了有些猛。 不是这截车厢, 是前面那截车厢。 那原本守着车门的两位自卫队小哥都是脸色一变, 而后背着枪迅速回头。 很快便传来了枪声和惨叫声, 而后又平静了下去。 吓得本车厢的许多人都是瑟瑟发抖。 放心, 这种生化感染的模式很单一, 虽然被咬伤后爆发的速度很快, 但只要遏制住源头也能够很快控制。 作为见识多广的乱入者, 小泉甚二指点江山地说道, 比起另外几种丧失, 这种死体其实算不得什么。 如果不是空间限制自己这种身体, 想要搞定实在是太简单了。 甚至为何这种灾害能够毁灭这等文明都让它满脑袋问号, 只能用空间大势来解释。 不过很快, 伴随着一道徘徊的血影开始无意识地撞击着他们的车门, 看到那脸上被咬开了花的小兵哥哥出现在玻璃另一侧后, 小泉甚二也老实地闭上了嘴。 不是吧, 你们两个有枪过去在刚刚爆发的时候都被团灭了。 这是什么垃圾的单兵素质? 坑爹的吧? 第1224章 一额之力 啊, 看到那贴在玻璃上的血腥面孔, 最后这节车厢当中绝大多数人都发出了凄厉的惨叫声。 而这惨叫声好像导火索一样, 瞬间引爆了前方车厢当中的所有死体, 一窝蜂地都朝着后门涌了过来, 愈发地引起了更大的尖叫和惊恐。 也好在似乎就只有前面那一节车厢被感染了, 那些感染体都被关在这一节, 所以总共的数目短时间 还不足以撼动后方的隔离门。 不过那不断晃动的幅度, 却也说明继续这么下去的话, 这门迟早要被撞开的。 这让小泉身二脸上表情不由一片争鸣。 这群该死的雷若土著, 如果不是怕影响旁边这位的好感, 真想一个个都杀掉。 现在这边的声音已经吸引到了那群死体的注意, 哪怕现在都安静下去也没用了, 他们会继续遵从本能的撞击。 不过很快他还是沉稳了下来, 绿色地喊道, 赶紧联系前面的车厢, 他们有自动武器, 要清理一节车厢的死体肯定没问题的。 现在电话信号依然还勉强保持着, 田中作为一名警部, 还是果断地拨通了前面负责人的电话。 然而他得到的信息却是请自行处理。 前面那群人已经开始开始布置隔离车厢, 准备完全放弃后面了。 其实想一想, 好像也能理解, 有几位自卫队的人持枪助手, 竟然被死体从零开始的扩散感染突破了。 如果开门作战的话, 整个列车陷落好像也不是没可能。 与其冒险, 那不如隔离一个车厢出来当作缓冲, 这样不发出声音的话。 死体也不会无脑地撞击前方的车门, 况且不是还有后面的他们吸引着火力吗? 得到了这样的回应, 小泉慎二也不由一阵骂娘, 但随后还是冷静地说道, 一节车厢的人数大概也就是六七十, 就算全部变成那些怪物了, 也不是不能对付。 我们这里有十几位警员, 每位警员都有着配枪, 完全可以干掉他们。 除了他外, 一些警员也在不断地维护秩序, 安抚众人。 总算还是都安静了下来, 但看着那依然满脸猙獰, 撞击着门的死体。 大多数人, 哪怕包括那些警员, 也都是脸色发白。 我, 我们的子弹, 大多也都已经用掉了, 只剩下手枪了。 一位警员满脸苦笑地说道, 对付这些东西, 只有击中头部才能解决, 靠着自动武器有子弹优势的情况下, 还能覆盖式地打击, 而且没打到头, 还能击断手脚解除战力, 但就只靠手枪。 一两支还好, 六七十支的话, 几乎要达到两枪, 解决一个的程度。 这谁顶得住啊? 所以我们要改变策略, 将子弹集中到枪法最好的几人手中, 其他人负责换弹和递枪, 有枪法最准的人来解决这群怪物, 车厢的宽度也容不得太多人设计。 不得不说, 小全身二的能力还是有的, 挡下就找出了最佳方式, 让所有人都是表情移动, 稍微安心了不少。 十几位警察, 找几个枪法准的应该是有吧, 这种距离并不算远, 两枪一个好像不夸张。 我本人受伤前, 得到过射击冠军的头衔, 所以可以算我一个。 小全身二再次开口道, 这么卖命除了自救之外, 他也想要向那位被世界眷顾之人证明, 自己是优秀的。 绝对不是拖后腿需要被同情的存在。 虽然自己受身体所限很不方便, 但骑马手还是灵活的, 怀旧的用用枪械设计。 也完全不在话下, 只要判断好自身力量, 注意后座力就行了。 听到小全身二说自己是射击冠军, 并且见到他借用田中的手枪, 精准地打到了一个背包的拉环后, 不少其他乘客眼中都泛起了一丝希望。 似乎真的可行。 我的枪法也不错, 无聊的时候喜欢练练。 徐悦这时候也抬手示意, 并且同样一枪打掉了另外一个扣环, 让小全身二眼神一下变得犀利了起来。 不愧是气韵之子, 各方面能力都相当可怕。 没想到枪法也这么准。 不过, 我是不会认输的, 我会要证明我的强大, 强大到足够成为你的伙伴。 我的枪法也还可以, 得过北海道地区警方手枪射击锦标赛的第三名。 田中警部也站了出来, 认识他的警察不少, 连枪都不用试了。 而后就发现, 作为主力输出的全是徐悦这一组的人。 现在, 主攻手已经找到了, 而后便由小全身二自行发挥进行指挥。 设计地点选择车厢中间位置, 有足够的缓冲距离, 后面也足够了将旅客都挤一挤安置进去。 安排了最强壮的四个警察, 到了设计位座位的前一排, 手持钢管和小全身二的拐杖, 进行最后防线的拦截。 而后前方过道上, 则是堆满所有的行李进行阻拦, 其他所有人, 除了负责地枪和换弹的外, 都尽可能地向后挤, 不干扰到他们三人。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那门振动松动的动静也越来越大。 最终依然还是不负众贺地轰然倒塌, 疯狂的死体们带着猙獰的表情 和血腥腹臭的气味朝着后面蜂拥而来。 不过, 在门刚刚倒下的时候, 徐悦就率先扣动了扳机。 前几只死体还没出门, 便都被一枪爆头。 倒下的尸体还成为了阻挡后面死体的障碍, 让本就不宽敞的门变得更加的狭隘。 而且在射杀了几只后, 徐悦便立刻停手, 同时通知另外两位都暂缓一步, 将死体慢慢地放过来。 不然堆积太多, 虽然可以暂时减缓速度, 但却会干扰视线。 手枪可没杀穿透力。 一路有条不续地进行着捕刀射杀, 确保死体过来时倒下的位置分不均匀, 没有出现丝毫堵塞导致抵挡视线的现象。 在最后一只死体倒在近战区的攻击圈外时, 整节车厢都爆发出了一阵劫后余声的欢呼声。 而站在徐悦旁边的小拳肾二则是满脸的麻木。 自己堂堂一位乱入者, 竟然枪法比不过一个惩罚空间中的土著。 因为身体素质的差距, 虽然小拳肾二的枪法也很准, 但开枪速度和反应却是远远逊色于徐悦, 完全就是沦落成了陪衬和打酱油的。 特别是这一位的战场掌控能力, 将所有人都开发利用了起来, 把死体安排得明明白白, 均匀分布, 没有丝毫堆砌。 自己前面意气风发地进行战场布局什么的, 瞬间就被他全都比了下去。 甚至以他的枪法和射击速度, 有人配合地弹夹的话, 一个人完成清场难度不大。 自己在他面前依然还是个残疾人弟弟。 这刷好感的难度, 真心有点大啊。 而也就在这边完成了清场后, 田中的手机便是响了起来。 接通后里面传来了试探性的问话。 你们还活着吗? 听到这话, 田中颈部也是气不打一处来。 活得好好的。 有没有搞错啊, 在我们吸引到了他们注意力后, 你们前面这么多众活力不清场, 一直任由他们来袭击我们。 之前不敢开门, 勉强可以理解, 但这边已经开始打起来了后, 他们从后面一个个点杀, 完全没有风险才是, 结果依然还是无动于衷, 任由死体肆虐。 这也就是自己这边手段过硬, 不然真的就要汇聚两车厢死体来造反了。 听到了田中的话后, 手机当中也沉默了片刻, 随后带着一丝无奈地说道, 没办法, 没人愿意开门, 也没人愿意上, 而且我们的子弹 在守卫车站的时候用得差不多了, 所以不能冒险了。 听到电话那一头的解释, 小泉慎二不由翻了个白眼, 真是给我大日帝国丢人, 丢到姥姥家去了, 就这也配称得上军人。 垃圾的单兵站里, 吐蕃鼠一样的勇气, 真是气得让人吐血。 好了, 既然你们解决掉了那群感染体, 那我们愿意空出一个干净的车厢给你们。 如果等待一阵没有人感染的话, 我们就会解除隔离措施。 电话那边说完, 隔间的车厢车门也被打了开来, 然后就看到一个穿着自卫队制服的背影 跑得比兔子还快, 迅速地回到了前面的车厢。 对此, 田中警部也代表着车厢的人 无奈地答应了下来。 现在空气中充斥着血腥臭味, 偏小地闻久了 会不会感染什么的。 异形人也慢慢地移动, 避开死体的尸体 抵达了那一截干净的车厢修整了起来。 第1225章 新词手软 新干线的速度虽然比不过高铁, 但还是算得上顶尖的列车了。 路上在发生了那次车厢被感染的事件后, 或许因为提高了警觉, 防护措施做得好, 并没有再出现其他的动静。 列车线路的掉波也很正常, 经过了沉默的五个小时车程, 终于是抵达了东京。 进入东京车站, 站台上也全是警卫人员。 看样子不单单警察被调集起来了, 诸多安保人员甚至社团成员都被动员了起来。 其实经历了车上那群若鸡自卫队的表现刷洗后, 几乎所有人都下意识地认识到了, 可能社团的人都更加靠谱一些。 新闻已经进行了管制, 车站的屏幕上全是一些警告通知。 所有人都开始逐一接受检查, 看是否有受到感染, 包括徐悦在内没有人可以例外。 而且在做完了检查后, 几位自卫队成员还直接来到了一行人的面前。 年轻的轻壮都出来, 非常时刻, 所有人都必须要工作起来, 这里不养闲人。 嗯, 我不要你们养, 我有事要去闯主室, 你们继续。 徐悦抬了抬手示意一下, 让那位开口的自卫队军官不有表情一阵发猛。 这时候, 田中警部也连忙上前, 对着那军官而语了一阵, 让那位军官脸色不由完全拉了下来。 哼, 知难人, 赶紧滚。 换作和平时期, 他虽然心中会有想法, 但绝对不会对这种大佬说出来。 但到了这种时刻, 便已经百无寂静了。 挑衅的眼神看着徐悦, 充分地享受着羞辱富豪的快感。 有钱又怎么了? 还不是要看我们枪杆子的? 哈哈哈哈, 圣儿, 我们走。 徐悦满脸敢怒, 而不敢言的表情, 脸色一片胀红, 随后又颓然放下, 显得有些失落地对旁边的小全身二说道。 路上, 两人就已经交流过了, 很巧, 小全身二也有亲戚, 就在闯主室, 说好了一起行动的。 而小全身二此时, 却并没有因为徐悦的话而移动, 而是拄着拐杖来到了那军官面前, 满脸大意凛然地喷道。 一群废物, 除了欺负普通人, 敢去杀死体吗? 如此完美的机会, 自己必须要向气韵之子证明自己的能力, 绝对不能放过这个机会。 田中景部此时也显得有些气愤, 对于自己护送的这位目标, 一路以来他也是心生敬佩的。 没想到, 竟然受到了如此羞辱。 找死, 被一个残疾人如此地针对, 这位军官显然也是拉不下脸面, 请客间便抬手朝着小全身二呼去。 而小全身二也正等着对方动手, 这一次必然要给对方一个惊人的教训, 同时向气韵之子证明自己的强大。 为了让自己获得好感, 展现出完美的一面, 他也没有丝毫犹豫。 沙发果断地用出了一个B级剧情点, 将自己能力解放到了常人极限。 这种情况下, 哪怕自己是一个残疾人, 也能展现出恐怖的震撼力, 而且还不会因为超凡力量而导致破坏扣钱。 哪怕是最糟糕的情况, 自己都能带着气韵之子全身而退, 完全无需有什么顾虑。 然而就在他准备抬手抓住对方呼来的巴掌, 在顺手将他丢出去的时候, 自己准备抬起的手, 确实一下被人抓住了, 发现是那其韵之子后, 小泉慎二也连忙收回了那常人极限的力量, 免得不小心伤到对方。 也就是这一犹豫, 他脸上便是被那军官成功地呼上了一巴掌, 打得有点猛逼。 够了, 不要和他们辩解了, 我们走。 徐悦一边抓住挨打的残疾人, 一边便是拖着他朝着外面走去。 让嘴皮冻了冻的小泉慎二, 也不由发出了一声叹息。 哎, 看来自己的形象在对方眼里已经生根了呀。 多好的机会。 等等我, 我也来。 田中颈部愤然地甩下了自己的颈灰, 一同在徐悦后面跟了上来。 好好好, 你们走吧, 走啊, 看你们能活到什么时候。 那自卫对军官此时也有些作辣了, 欺负一个残疾人, 将幸存者逼走, 这影响太恶劣了, 自己在这里又不是一手遮片。 只是离开的三位, 却是没有听到他的话一样, 头都没回地走了。 看着旁边所有人一样的眼神, 那位军官也是愤恨地催了一口, 而后也没有脸面再继续待在原地, 草草收场离开。 而成功离开了车站, 看到外面勉强还维持着的秩序, 出来的三人也算是松了口气。 走了, 距离床主室已经不远了, 希望天黑前能赶到吧, 我可不想在东京过夜, 人口密度太大了。 另外, 谢谢你们两人的支持。 徐悦满脸都是阳光和和善的表情, 似乎一点都没有受到 之前事件的影响。 让小泉甚二和田中, 警部两人都好似受到了感染, 随后点头一同跟随其后。 离开了车站一段距离后, 徐悦也伸手放入了口袋, 按下了手机拨打键。 东京车站, 此时完全是一种戒严的状态, 接受着各地涌来的列车。 而此时, 挤出垃圾桶当中, 却是先后响起了手机铃声, 让警卫们不由感到了大为奇怪。 然而还没来到垃圾桶附近, 便是突然发现垃圾桶发生了剧烈爆炸。 无数的钢珠四面散开, 引起了一片恐慌与哀嚎。 该死? 是自卫队标配的手雷, 是谁? 那位之前问话过的军官, 此时也是暴怒连连。 这一下, 不知道伤到了多少人, 没想到这种时候, 竟然还有着这样的暴徒。 赶快救助伤员, 马上! 医生呢? 骚乱的场面下, 医生也急匆匆地抵达了现场检查伤员情况。 只是随着一阵惨叫地发出, 那位突然心头冰冷的军官才发现, 原来惨剧才刚刚开始。 那些被钢珠射中的受伤士兵, 竟然一个个都再次爬了起来, 变成了感染体。 那些钢珠有问题。 本来突然的爆炸就引起了大片骚乱和骚动, 加上突然爆起的伤员, 场面一下就完全失控。 因为初始感染者的数目太多, 感染瞬间便扩散了开来。 满脸绝望地看着四面已经被死体包围。 那位并没有佩戴自动武器的军官, 也只能颤抖着拿出了手枪, 顶住了自己的下巴。 随后闭目扣动了扳机。 咔嚓! 手枪的卡壳声响起, 让他再次睁开了滚圆的眼睛。 怎,怎么会卡壳? 什么时候? 怎么可能? 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枪, 他却发现了退制器的位置上, 出现了一道清晰的手指捏痕, 偏知道要多大的力气, 才能够捏出这种纹路清晰的痕迹。 随后, 他便不由自主地想到了那位阻止了那残疾人反击, 靠近了自己一下的人影。 只是这想法刚刚浮现, 他便被蜂拥而来的死体拖倒按在了地上, 大口地撕咬起来。 岳先生, 你这样的性格在乱世是不行的, 这种时候我们必须要狠一点。 小全身二终于忍不住地对徐岳进行了提醒。 没办法, 性格如此, 改不过来了。 徐岳脸上依然还是那阳光灿烂的笑容, 让小全身二和田中颈部两人都一阵逝神。 第1226章, 偶遇。 东京的辖区范围很大, 不过床主室终究还是一座靠海边的附属室, 距离的位置倒也不是太远。 现在, 东京交通已经开始出现了管制现象, 但整体来说倒也勉强维持着表面上的秩序, 车站那边的情况会不会扩散出来, 徐岳不知道。 但通过附近的状况判断, 他还是大概判断出了, 剧情似乎还没开始。 原本剧情是下午上课的时候, 滕美学员才刚刚开始爆发感染事件, 导致的完全失控。 现在的话, 最起码除了自己打的那一下招呼外, 东京当中尚未出现死体的踪迹。 自己三人坐电车的时候, 通过那些形色匆匆的上班族态度与对话来看, 甚至绝大部分普通人都还不知道这么一回事, 只知道最近好像暴徒的新闻较多。 而且新闻通常都是一笔带过。 普通人并不明白事情的严重性。 现在已经是傍晚时分都尚未看到死体的话, 那应该最早也是明天才会出现失控的现象。 嗯, 自己再怎么也是借了个小舅的身份过来的。 还保持着完整秩序的话, 反倒是不太好浑水摸鱼了, 所以在夜间抵达了床主室后, 徐悦也没急着去寻亲。 天色已经不早了, 我和小舅也已经许久没联系, 短时间可能联系不上, 先找个地方休息, 明天去警局寻找吧。 从电车上下车, 徐悦对田中、 警部和小全身二说道。 感受着这难得的平静, 田中警部脸上也泛起了一丝笑容。 无所谓了, 从地狱出来之后, 感觉人间到处都是天堂。 嗯, 我亲戚也明天开始找好了, 劳累了一天, 我们也是要休息了, 感觉给我一张床我就能睡下去。 小全身二脸上同样露出了一丝疲态, 自己哪来的亲戚, 能混一天是一天吧? 明天先帮对方找, 然后开始慢慢找借口拖延。 而就这样, 一行人便是寻到了床主室 相对叫偏僻的一处酒店。 前面经历了那么多生死时刻, 他们选择住的地方, 都是宁愿多走远一点, 也要确保安全。 人流量少, 偏僻, 可转移方向多, 眼前这挂着酒店名字的私人小旅馆 就是当下最好的选择。 特别是在寻找酒店的时候, 徐悦已经确定了滕美学员的位置, 距离旅馆也并不远。 本来的话, 就算徐悦也没觉得今天晚上会发生什么, 准备好好为这凡人的身躯补一补精力, 明天白天再收集一些生活物资什么的进行储备。 但当他们进入旅馆, 看到前台三个正在办理入住登记的残疾人后, 小泉慎二和徐悦的眼神都有些变得微妙了起来。 一个断手, 两个主拐, 看上去画风很是清奇。 同时出现三个残疾人, 而且还出现在床主室, 还都是一副风尘仆仆赶路过来的样子, 这不由地让人产生怀疑。 特别是感知达到常人极限的徐悦, 更是从他们那种悠长的呼吸节奏中进行了身份的完全确认。 能够这么快抵达, 这三人应该也算是运气不错的了。 乱入者有着对生化事件的了解和经验, 加上床主室旁边有海边机场, 以及日国南方环境相对更平缓, 所以床主室出现其他乱入者也是显得很正常了。 毕竟这一批进入的人数实在是太多了, 就算只有一成大佬能够抵达床主室, 人数都不会少。 不过因为相貌偏差的关系, 这登记的三人是哪边的人却是无法确定。 徐悦也琢磨着先试探一下, 如果是青日同盟那边的就留着, 如果是北洋这边的就找机会宰了。 嗯, 那个人很可能也是轮回着吧。 三人正在前台办理好了入住手续, 回头就看到了小全身二的身影后, 脸色也带出了一丝戒备。 虽然对方身边还有着两个正常人, 但眼前这种时刻来到了床主室, 是同类的可能性很大。 刘公公, 你们接触的面更多, 对个暗号什么的应该有的吧。 诺夫斯基用手肘捅了捅刘公公, 低声对他说道, 自己三人也是一路朝着床主室赶来的时候, 路上陆续意外碰到的, 互相确认了身份后就暂时混在了一起。 毕竟这次进来的人都是残疾人, 特征比较明显, 无论自己还是幕府之门的理解, 都是通过刘公公作为纽带对上暗号才会聚起来的。 蜻蜓本来负责的就是要接洽多方的联络。 刘公公文言也是点了点头, 随后对着小全身二隐秘的, 做出了好几个手势。 小全身二见到后也并没有太意外, 双方的人数差距还是很明显的, 碰到自己人的概率的确要大得多, 当下也进行了相应的回应。 对完手势暗号之后, 小全身二脸上便是露出了一副惊喜的神色说道, 没想到你们竟然也来了。 好吧, 其实他压根不知道对方是谁, 但能确认是自己人就行了。 两边都很是有默契, 没有互相叫名字, 装作一副很熟的样子, 随后, 小全身二便是热情地对着几人介绍道, 这两位是跟着我一路从北边杀过来的朋友, 特别是这位岳先生, 更是了不起, 完全就是世界之子的主角母版啊。 听起来好像是小全身二的一个调侃, 但那三人听到后却都是脸色激动, 没想到竟然是气韵之子, 真是太棒了。 这就是被世界眷顾之人吧, 这一位虽然不知道是谁, 但找人能力还是很强的。 他们倒没有多怀疑什么, 已经是乱入者了, 对气韵之子这等的了解和判断应该也很精准了。 具体怎么样也可以事后进行询问, 先介绍一下再说。 原来是岳先生, 在下刘尔, 也是一位华人。 诺夫斯基, 毛雄人。 李显, 日籍华人。 三人先后的介绍, 也让小全身二点了点头, 明白了是谁。 相信你们也已经有点明白外面的环境了, 那是真的糟糕啊。 所以现在大家汇聚一堂更好一些, 人多力量大。 小全身二提议地说道, 我小全身二虽然实力也还不错, 但这几位也丝毫不逊色于我, 我们都是地属于一个残疾社团的成员。 好吧, 大家遇到了自然就是缘分, 这种世道还是要共度难关, 才好。 徐悦当下也伸出了手和各位握了握, 同时也大有深意地看了诺夫斯基一眼。 很好, 有着小伙子配合, 那事情也会更加顺利了。 和徐悦握手的诺夫斯基被他这一眼看着, 也是莫名打了个寒战。 奇怪了, 怎么感觉怪怪的, 哪里有点不对劲的样子。 第1227章 开启 小泉慎二与另外那三位轮回者碰面之后, 也借口说许酒未见, 去这旅馆的餐厅当中喝了一杯。 而徐悦和田中两人也因为疲惫上楼休息了。 一边饮酒碰杯, 小泉慎二也向几人说明了一下自己的判断。 听到小泉慎二把徐悦的事迹都说出来后, 几人脸上也都露出了兴奋之色。 没错, 这就是气韵之子的表现。 他便是被世界眷顾之人。 哈哈, 没想到刚刚来到这里就找到了一个, 小泉慎不愧是本不过来的外援啊。 李显帝属于幕府之门, 投诚成为走狗的奖励加上自己不错的能力下, 也是侥幸成为了乱入者。 虽然双方都属于乱入者, 但他先天上就比小泉慎二低了一头。 能够这么快遇到一位本部的大人, 李显也并没有放弃巴结的机会, 态度放得较低。 让小泉慎二也矜持地笑了笑, 这家伙还蛮会说话的。 唯独只有诺夫斯基感觉哪里有点不对劲的古怪, 其实进入到空间发现自己是残疾人后, 他就知道了这任务空间有问题。 嗯, 肯定是自家老板一起进来了吗? 分到一起了。 不过还好, 空间计算公式是指数型的, 万一是线性的自己, 现在应该已经凉了吧。 因为知道的更多, 所以诺夫斯基并不会和他们一样 完全排除对方轮回者的可能, 随后便是端着自己的福特加说道, 那我就先上去试试, 看能不能交流一下了。 哈哈, 不知道他喜不喜欢喝酒。 听到诺夫斯基的话, 另外几人倒也并没有反对, 每个人都去试探一下, 说不定就能找到他的爱好呢。 我们今天已经很累了, 记得如果对方不愿意的话, 不要过分打扰, 免得适得其反。 小泉深耳郑重地叮嘱了一句。 听到了外面的敲门声, 叫门打开发现是诺夫斯基后, 徐悦也摆出了一副请进的手势。 不错吗? 你脑子倒是比传统毛熊灵活多了。 端着酒杯的诺夫斯基, 听到了这话之后, 脸上也不由己出了一丝苦笑。 果然, 就是自家老板没错了。 作孽啊? 嗯, 当然不是自己作孽。 第二天一大早, 小泉深耳等人也从诺夫斯基这里了解到了战果。 虽然和对方喝了几杯, 但这种正义伙伴类型的气韵之子, 好感度的确更加难刷。 不过不知道为啥, 一夜过后, 他们总觉得诺夫斯基好像哪里有些变化。 人还是原来那个人, 但怎么感觉佛记了好多, 一脸风轻云淡的样子, 完全是惩罚任务如无误啊。 丝毫不介意结果了。 嗯, 应该说好像对什么都不怎么在意了。 第二天起来的第一件事, 徐悦便是买下了这座旅馆, 在旅馆老板看傻子的眼神中将他们送了出去, 随后便安排几人在市区内大肆采购。 趁着现在, 勉强还有着一点秩序, 手上的迅速把手上的小钱钱换作有用的东西才好, 必须要发挥余热呀。 不过现在情况已经崩坏成这样, 大宗的交易显然也是很难处理了。 只能利用信息差, 在床主是大肆地挥霍。 床主是有一座海上机场, 所以虽然飞机和货轮已经买不到了, 但尚未清楚真相的卡车车主, 还是很乐意高价将一辆后八轮的集装箱卡车卖给徐悦。 同时还从本地一位富豪手上买到了一辆汉马, 都装满了补给的停到了旅馆门口。 做完这一切, 时间便已抵达了下午。 而此时, 床主室当中已经隐约有了死体的踪迹。 这种死体病毒本身多少也有点自己的特色, 那就是被抓咬出了伤口后, 病毒发作的速度相当快。 所以, 在这种没有军队驻扎的寻常城市当中, 爆发扩散的速度也是超群。 既然已经出现了死体的踪迹, 那显然床主室自己是不可能压制下去的, 扩散也是必然。 也就是说, 剧情正式开始的时间, 就是今天。 诶, 时间还是算得狠死吗? 果然是不想让我的身份充分发挥吗? 感受着城内气氛的变化, 徐悦也不由撇了撇嘴。 自己一路上可谓是马不停蹄地赶到了目的地, 速度是相当快了。 然而才刚刚抵达, 好不容易是可以花钱的地方了, 这才花半天呢, 就马上要变成废纸了。 好在基本的物资算是准备好了, 剩下来就算遇到麻烦也能够扛很久。 各位, 感染出现的速度依然还是超乎了预料, 两辆车就麻烦各位加固一下钢筋了。 我必须要去找到我小舅和表妹。 徐悦脸色很是凝重对几人说道, 我陪你去找吧。 小全身二有些急切地说道, 断然不能放过这刷好感的机会啊。 不, 各位腿脚不便, 不方便跟着, 现在你们应该是要将这个堡垒经营好, 乱世已至有时候人心会比怪物还可怕。 徐悦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小全身二的请求, 让你们和被眷顾之人见面 也不是不行, 但肯定要排自己后面。 见徐悦态度很强硬, 小全身二也不好说什么, 不然没刷到好感度反倒是引起了嫌弃, 那就得不偿失了。 对方是被眷顾的气韵之子, 加上能力超群, 安全方面应该是不用担心的。 现在才是爆发出气, 情况还没这么恶劣。 好, 放心将大后方交给我们吧。 小全身二将胸脯拍得碰碰响, 承诺会将大卡车和汗马改装好, 同时会在旅馆附近布下最基础的防线。 对于这几位轮回者的能力, 徐悦还是认可的, 在这种乱世中, 他们绝对是属于最滋润的那种。 滕美学员是床主式的一家私立学校, 上课期间是处于封闭式状态, 不允许外人进入干扰。 然而此时, 在第五节课上课期间, 一道人影便是在校门口的铁门处 不断无意识地撞击起来, 发出了咚咚的声音。 这声音很快就引起了附近老师的注意, 在一位体育老师的带领下, 几人都朝着门口走了过去。 同样的, 门口发声的场面, 还落在了另外两人的眼中。 一个是翘刻出来的被世界眷顾之人小视笑, 另一位便是站在教学楼天台水塔上, 俯视着下方一切的徐悦。 放眼望去, 整个城市已经多处冒出了浓烟, 和之前图经过的陷落城市没有多少区别。 这画面已经不是第一次见到了。 嘟。 拨打了一下报警电话, 听到了里面的盲音后, 徐悦嘴角也泛起了一丝笑容。 开始了呀。 第1228章 认亲 啊! 短促的尖叫声, 嘎然而止。 那位想要在美女老师面前卖弄的体育老师, 伸手抓住死体的时候, 顶刻肩被反咬。 死体变异之后, 本身再没有大脑保护机制, 虽然身体会遭受破坏, 但却能发挥出更加强大的力量。 那看上去都很强壮, 充满了力量感的体育老师下场, 就是最好的例子。 她的被咬, 也导致了感染, 从学校外扩散进入了学校内。 不然, 以滕美学员这封闭式的环境, 处理得好的话, 还真能坚持下来, 甚至形成一处, 类似于高程家那样的小型庇护所。 如果徐悦现在出手的话, 遏制住学校内部的感染, 当然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不让这群被世界眷顾之人亲自体会一下地狱, 那也不方便自己来刷好感了。 啪! 小试笑在教室当中狠狠地扇了, 公本利一巴掌, 将他打醒了过来, 随后很是霸道地说道, 我说什么, 你听就是了。 小试笑其实是有点偏执性格上有些问题的人, 眼前这举动也无疑证明着这一点。 小试笑是当前任务空间的主角, 而被他打的那位身材凹凸有致, 有着两搓呆毛的俏理女生, 便是他的青梅竹马。 原本两人小时候还有过结婚的约定, 也互有好感的, 但因为小试笑中二的冷漠, 导致了被景豪勇翘了墙角。 此时, 景豪勇也就站在两人旁边, 看着眼前的场面张了张嘴, 却又不好说什么。 不过, 或许是日国本身教育的问题, 又或是潜藏在体内的一些奇怪因子。 明明被扇了一巴掌的公本利, 却反过来冷静了下来, 相信了小试笑的话。 随后和他同班的男友景豪勇一起, 跟着小试笑进行了逃亡。 路上, 小试笑还向着两人解释了自己的动机, 以及自己所看到的现象。 景豪勇闻言后, 也选择了信任这位女友的青梅竹马, 同时还提议寻找一些防身工具。 枪术部的公本利, 拿了一根前面尖锐的铝合金拖把杆, 而小试笑则是拿到了一根棒球杆。 至于景豪勇, 则是因为空手到断位的关系, 没有选择打击工具。 其实这三人这样的组合, 加上他们本身不弱的实战能力, 面对少量的死体是完全有一战之力的。 然而, 因为对死体信息的不了解, 导致了他们出门遇到的第一只堵路的死体, 就差点被团灭了。 先是公本利一套灵力的枪法打击, 刺穿了对方的心脏, 被反过来, 抓住枪杆甩倒在了一边。 为什么会这样? 我明明刺穿了他的心脏, 他为什么还能动? 被一下半倒在地, 公本利只能无助地死死抓住枪杆, 阻止那死体的靠近。 可力量上对比死体却有着明显的差距, 直到景豪勇奋不顾身地上前, 用十字扣锁住了那死体的脖子后, 才成功拔出枪头脱身。 这时, 其实也能看出景豪勇和小试笑的差距了, 一个还吓得在原地发呆, 一个已经采取了手段, 并取得了一定效果。 如果不是气韵之子的关系, 能力上根本就没什么可比性。 可随后, 扣住了死体的景豪勇却是发现了不对, 被锁住脖子了应该会完全失去反抗能力才是。 断头台几乎是无解的, 但那挣扎的力量却是让自己都有些把控不住。 嘎吱嘎吱的骨头声响起, 被扣住的这个疯子头部竟然开始出现了180度的转向, 让他脸色大惊。 怎么可能? 而此时的功本力则是不断地用自己的武器抽打着那死体, 想要让其失去反抗, 但却没有丝毫用处。 也就这样, 头部180度转向的死体, 再次自己卸掉了自己的下巴关节, 长大了嘴朝着景豪勇肩膀咬了过去。 尚未明白事情严重性的三人, 都不明白这一口意味着什么。 搜。 刺耳的破空声响起, 一道镖枪带着破空的静风从天而降, 顺着那死体张开的嘴巴一贯而入, 穿透厚的距离, 都带着死体和景豪勇一起朝着前方道去。 也就是景豪勇及时松手解除了锁定, 才靠着几个踉枪站稳, 而那死体便是直接被钉在了地上。 之前任由几人抽打都依然满力反抗的死体, 此时则是失去了全部的挣扎, 真正的死亡。 小子, 既然徒手对付死体, 还真是勇气可嘉, 被咬一口, 哪怕只要破一点皮, 就必然会变成他们的同类。 在三人有些猛神的时候, 一道人影从楼上跃下, 落在了地上, 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你, 公本立下意识地想要说些什么, 但却被景豪勇给拦住了。 不管如何, 感谢您的出手相助。 景豪勇反应可是比小事校还快不少, 思路也很清晰, 在受到了徐悦的提醒后, 也很快明白过来了什么。 地上这被杀掉的家伙, 可是宇文祖的学生。 前不久还见过的, 很可能真的是如同对方所说的那样。 想到这里, 景豪勇额头上也冒出了一阵后怕的冷汗。 如果不是对方的相助, 想到自己竟然会变成这种怪物, 那真是比死亡还可怕。 特别是想到自己变成怪物后, 还可能伤害到公本力, 这就更是让景豪勇浑身颤抖。 以他对公本力的了解, 哪怕自己变成了怪物, 他恐怕也不会对自己出手, 不会放弃自己的。 没什么, 正好来找我表妹而已, 顺便的是, 徐悦静止走到那被贯穿的死体处, 将镖枪抽了出来, 带出了一捧已经有些凝固粘稠的血浆, 随后向地上甩了甩。 公本力是吗? 应该没认错吧? 你梅雨坚和小舅还是有几分相似的。 随着徐悦的话说完, 公本力表情也有点猛逼。 我, 我还有个表哥吗? 老爸有姐姐? 为啥我不知道? 好了, 没时间解释和认亲了, 扩散的速度有些出乎意料, 这里没有自卫队驻扎, 守不住的, 我们要想办法自救离开。 不让公本力多思考什么, 徐悦便是再次转移了话题, 让三人都是下意识地跟着点了点头。 这个人好像对眼前的事件很了解的样子, 本人也给人一种值得信任的可靠气质, 听他的应该没错吧? 看对方说的话, 和这么熟悉的样子, 公本力也是下意识地觉得, 自己的父亲可能真的有一个姐姐或妹妹, 只是不知道为啥没和自己说。 在最为关键的时刻入场, 并且就下了一个可以作为靶子的假气韵之子。 徐悦这次的目的也算是完成了一半。 剩下的, 就是带着他们杀出重围了。 原著中没有自己插手, 他们都能狗得一命, 现在的话自然更是没问题。 还差一个死肥宅, 一个傲娇大小姐, 一个完见的抖M玉姐, 和一个天然带金发大凶孝衣。 特征还是都很明显的, 不过就是得稍微花点时间找一下了。 第1229章 特色 好, 好强。 看着徐悦拿着那一根镖枪, 轻松地清理出了一条血路之后。 小试笑, 龚本利和景豪勇三人都是满脸震惊。 也就是知道现在不是惊讶的时候, 才是巩卫在后面一路跟了上去。 这些东西的弱点只有头颈部, 不过他们除了听力外其他方面的感知已经相当低下。 注意特点不要恐惧, 一个普通人有工具的话也可以轻松单对单解决一致。 徐悦一边朝着前方开道, 一边很是平静地说道。 此时他前往的地方是教工办公室, 那里有着车钥匙, 也会是最终另外几位被眷顾者的汇聚地点。 这次徐悦没有把那一辆汗马开来, 而是自己单独过来, 也是有着他的考量。 轮回者那边的钱是要赚的, 但也必须要给他们足够的盘头。 空间提示说明了被眷顾者不止一人, 那自己就要为他们提供足够多的眷顾者, 所以带一车子人过去混淆一下试听还是很有必要。 不然被他们逮着几个正确对象狂刷, 万一刷到了某个的基础好感, 那也是能代表着通关的。 通关就代表着前面投入的大部分剧情点会主动返还, 这可是自己不允许的。 开门啊! 老师! 开门! 外面都是怪物啊! 教工办公室外, 好几位学生都会聚在这里, 哭喊着敲打着大门。 在这种时候, 作为学生下意识的就会想要依靠老师。 然而等待着他们的, 便只有从门内破门而出的死体。 很显然是有老师被咬伤, 一起躲入了那教工办公室当中, 然后导致了全办公室的全军覆没。 远远看着这边的惨状, 小师笑几人也是脸上一片不忍, 被咬了, 已经没救了。 甚至因为知道了声音会吸引更多的死体, 他们三人都忍住了开口的冲动。 不过, 虽然这边没发出声音, 但那几个被推倒在地啃咬的学生惨叫, 还是贯穿了很远。 在三人抵达面前的时候, 已经隐隐约约有着附近的许多死体都靠拢了过来。 标枪一抖一摆, 靠着过人的极限力量, 还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控力技巧。 通过枪杆的震荡下, 标枪尖端甚至抖出了一片气舞, 就和甩边的边尖一般, 空气中也传来了尖锐之声。 下一刻一个横扫, 五只死体便同时被枪尖爆头。 虽然已经知道这位很强了, 但这种神乎其神的技巧, 还是让三人倒吸了一口冷气。 特别是枪术部的功本力, 更是知道这看似简单的一击是多么的困难, 心中不由一阵激动地碰碰直跳。 侧面落单的一只死体扑来, 还被徐悦一脚直接踹飞了五六米远, 后脑重重地撞击到了栏杆, 失去了动静, 连金属栏杆都出现了明显的凹痕。 而徐悦也很快叫几人一起进入教工宿舍寻找了起来, 并在井豪勇地记忆下, 翻出了校车大巴的钥匙, 好了,走吧, 我这次过来只是为了救我表妹的, 另外,我觉得你应该和小舅联络一下, 现在电话应该还有着信号。 拿到了钥匙后, 徐悦一脸冷淡地说道, 在公本力开始借用小师校的电话准备联络的时候, 小师校也是急忙对徐悦说道, 不,不能这样吧, 学校还有好多声音, 应该还有着许多幸存者。 徐悦本来也就想着多捞点人, 之所以那样开口也是特意为之, 太容易得到可不懂得珍惜。 在小师校开口请求的时候, 徐悦脸上也露出了一丝难色。 我虽然能力还不错, 但要求更多的人压力也很大, 一个不小心会送命的。 沉吟了片刻后, 徐悦还是叹了口气。 不过算了, 如果你们一致这样认为的话, 我也不能坐视不管, 毕竟你们是表妹的朋友。 听到了徐悦这么说, 不管是景豪勇还是小师校两人表情都感到了一阵感动。 而也就在这个时候, 不远处教学楼当中便传来了一声刺耳的尖叫声。 有尖叫说明还有着活人, 而且声音这么大, 恐怕还会将死体都引过来, 必须要快点前往江人救出来。 这时, 公本力也完成了与父亲的通话, 虽然听到了对方直言片语的几个字, 但却根本无法正常交流。 再加上此时有人的球员, 只能暂且压在心头。 不过就在此时, 徐悦却是伸手搂住了他的肩膀拍了拍安慰地说道。 放心, 小舅在警局应该是安全的, 在找到他之前我一定会照顾好你的。 被徐悦搂了一下肩膀的公本力, 被徐悦手指碰到的地方, 莫名就感到了一阵触电般的颤里, 一股无法言语的热流在体内涌动。 特别是在眼前这种危机关头, 浑身紧绷, 更是差点叫出了声来, 只能红着脸点了点头。 这种安慰的亲密举动 落在景豪永和小事笑颜里, 虽然都感到了些吃味。 但想到对方是公本力的表哥, 却也觉得是安慰妹妹的手段了。 好感度吗? 刷到最高的话, 应该就是自己说什么都会听, 要怎么做都会做的程度就是了。 被眷顾之人的人数越多, 好感越多, 最终的奖励才能越好。 安抚了一下公本力之后, 徐悦便是一马当仙, 率先朝着教室当中冲了进去。 公本力, 景豪永和小事笑三人的三角关系 的确是有点复杂, 但其实, 吕顺了也简单。 公本力并不是什么忠贞不二的女人, 以前和小事笑友约, 最终却和景豪永交往。 景豪永刚死的当天, 就马上能和小事笑友说有笑了。 原住当中关系好, 纯粹就是这种绝望迷茫的时候 下意识地寻找一个寄托而已。 几人当中真正需要抢占先机的, 反倒是独岛护子这个女人。 虽然她实力很强, 但张口闭口就是好女人 应该怎么怎么样的传统, 甚至女界倾向的女人, 一旦认定了什么是很难扭转的。 而此时, 独岛护子带着笑衣居穿镜香 也正好和高城沙耶与平野护田 会合在了一处。 独岛护子出手解决掉了 高城沙耶碰到的麻烦。 三位各有特色的美人站在一起, 旁边跟着平野护田致死肥宅, 画面当真很有喜感。 此时, 满身鲜血的高城沙耶 因为亲手击杀了一只死体的缘故, 显得有些精神崩溃。 金发大胸的天然带笑衣 正在旁边温身安慰, 而浑身充满欲解气息的独岛护子 则适合拿着一把自制气枪的肥宅 进行着戒备。 直到见到声音来源方向出来的事, 徐悦他们这群活人才稍微松了口气。 不要小看我, 我可是天才。 只要我认真的话, 什么都能够做到。 高城沙耶杰斯底里的声音响起, 似乎是想要以此来证明什么, 确定什么。 可说话才说到一半的时候, 已经来到了几人面前的徐悦, 便将他拎起来给了一巴掌。 天才。 既然都已经知道了他们特性的话, 还叫这么大声, 想要吸引过来把我们都害死吗? 也是了, 反正战斗的人又不是你。 愣愣地捂着自己被打的地方, 高城沙耶抬头看着徐悦那平静 如一潭死水的眼神, 莫名地也不由出现了一阵颤抖, 不再吭声。 同样从小就认识高城的小试笑, 如果换作其他人, 动手打他说不定还会说些什么。 但打人的是徐悦, 再听到徐悦所说的话, 却是娜娜的不再开口。 之前, 她还当着景豪勇的面打过公本利的, 自己也没啥开口的立场。 不得不说, 这任务世界的主要角色性格 都是有点说不出的古怪。 不是公本利和高城沙耶这样被打过后 服服帖帖的, 就是独岛护子这种传统的日国女性。 有很明显的大男子主义倾向。 不过这样也好, 倒是方便了自己。 第1230章 气韵之子 高城沙耶被一下打猛后, 也是逐步地回过了神来。 的确如她说的那样, 她从小就是一个天才, 各方面能力的确算得上优秀, 只可惜性格上却是颇为恶劣。 这应该和生活的环境 与从小的教育有着相当的关系。 她父亲是右翼团体优国一新会会长, 而如目染之下, 自然也会有着一种狂妄自大的傲慢。 不过还好的是, 这种傲慢可以通过挨打来克服。 应该就你们几个了吧, 我拿到了校车的钥匙, 现在一起去车上。 江高城沙耶暂时驯服下来了后, 徐悦便是向在场的几人拿出了从教工办公室当中拿出的钥匙, 立刻就引来了几人的惊喜之色。 有车的话就真是太好了, 我是三年A班的独岛护子, 这个有点呆的金发大美人是我们学校的校医居川敬香, 阁下应该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和老师吧。 独岛护子看着拿着染血标枪的徐悦, 看着他的装扮有些疑惑地说道, 不是, 这是我表哥, 特地过来找我的。 工本力这时候也站了出来为徐悦证明身份, 让独岛护子点了点头。 随后, 其他人也都简短地互相介绍了一下, 并说明了当前的情况。 有着徐悦掌握的特性说出来, 自然要比原本高城沙耶研究的那些清楚得多, 也再次引起了另外几人的侧目。 这位工本力的表哥, 到底是什么人啊? 不过现在也管不了这么多了, 因为已经有死体寻着之前高城沙耶的声音, 朝着这边涌了过来。 这边交给我, 那边交给你们没问题吧? 独岛护子也是看到了几人兵器上的血字, 知道他们应该也拥有着一定战斗力, 随后开口进行分配。 只是听到了独岛护子的话, 小师校三人组却是满脸古怪。 独岛护子在学校也算是风云人物了, 毕竟二年级的时候就获得过全国冠军, 是名副其实的剑道天才。 然而, 此时和自己几人一同过来的这一位, 才更加可怕好不好。 没事, 数目不多, 我来就可以了。 几乎是独岛护子的话都还没说完, 徐悦便已经迈开了步伐, 朝着死体的方向而去, 前面看似都好像是慢走节约体力, 步伐逐渐变快。 等到靠近最近的死体五米之内时, 徐悦便是突然爆发出了恐怖的速度, 整个人的身影在几人眼中却好似化为了一道幻影。 灵波微步哪怕不使用内力什么的, 纯粹靠着模拟出来的技巧步伐, 在眼前这种时刻也展现出了统治级的力量。 七八个纹生而来的死体, 短短两三秒内被全部爆头。 最后一只被爆头开始身体摇晃的时候, 第一只都才刚刚倒在地上, 整个大厅都掀起了一股凌厉的静风和尖锐的气鸣。 看得一向对自己实力很是自信的独岛护子, 脸上也泛起了惊讶之色。 好强。 越是实力强, 才越能体会到对方之前展现出的力量。 无论是身体素质还是技巧, 都超出了自己认识的极限。 好了, 上车, 路上有其他人在顺手救下, 时间拖长了恐怕会更加麻烦。 将镖枪枪头的血字甩掉, 徐悦便一马当先朝着外面走去。 而徐悦的实力表现, 毫无疑问是给几人振奋了一下士气, 包括高城沙耶在内, 全都紧随其后地跟了过来。 那边有人, 胖子, 支援他们一下。 下楼梯的时候, 徐悦对着一个方向挪了挪嘴, 只见五六个学生利用手中的一些长柄工具, 正在艰难地抵御着几只死体的靠近。 被徐悦叫到的平野护田立刻便应了一声, 随后摆动着手中的自制气枪, 将钉子射了过去, 解决了两只死体。 最后一只便被那五六位男女拿到长柄打倒在地, 不断地捕刀给敲死了。 这时候两拨人才是见面碰到了一起。 有没有人被咬伤? 龚本利有些紧张地说道, 之前景豪勇就差点被咬了, 听到表哥解释的情况后, 也让他一阵后怕, 因此对于这一点相当敏感。 一旦有人被咬混在一起, 那就太危险了。 没,没有, 之前有一位被咬的同伴, 直接变成了那种怪物, 我们很注意的。 一位拿着保健室挂掉平用的金属杆男生, 有些结结巴巴地说道, 这群人一看就好凶悍啊, 武器上都是血。 没有就好, 跟上, 我们去校车那边离开学校。 景豪勇也果断地上前说道。 同时, 由被徐悦打一巴掌, 回过神来的高城沙耶, 开始了讲解, 告诉他们注意事项, 不能随便发出声音。 虽然有着徐悦和独岛护子这样的单兵好手, 但死体的数目实在是太多了, 必须要节省力气, 能不打就不打, 最好是能够找东西引开或者绕路。 也好在目前学校当中, 还有着其他人的动静, 分担着死体的注意, 让他们这边的闷声行动进展得很顺利。 一行人都摸鱼一般地来到了操场当中, 然后对校车进行了最后的冲刺。 这种时候也不需要再考虑体力地节约了, 由徐悦一马当先清空了校车四周, 血浆都建设到校车外面到处都是, 独岛护子护送着一行人来到了校车面前。 你来开车, 将钥匙直接丢给居川镜香, 让后者脸上也露出了茫然的神色, 猛神了片刻后, 才是瞪大了眼睛。 哎,我来开吗? 好吧。 在他笨手笨脚地发动校车大巴的时候, 徐悦也开始掩护后面的人群, 一个都没让他们落下。 那种奋力抢救的样子, 看在景豪永和小师校两人眼中, 也是莫名地发出了一声叹息。 虽然之前表哥说是说就下自己几人就是了, 但是到临头的时候, 他还是会尽力向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助之手啊。 徐悦的所作所为, 也为两人提供了动力, 同样的都帮助跑得慢一点的几位女生拉了一把, 在大巴启动完成后, 全都陆续成功上车。 请等一下, 等一下我们。 而也就在这个时候, 外面再次传来了呼救声, 另外, 六七道人营也正朝着大巴的方向跑了过来。 显然是其他幸存者, 见到了有人冲振吸引了死体注意, 趁机也跟着冲来。 能够救命的大巴就在眼前, 几人也都是压榨出了自己的极限潜力。 两个看上去好像是不良的黄毛, 两个并排跑的女生, 一个戴眼镜的书呆子, 以及一位看上去有些阴柔但卖相不错的老师。 看到那老师的样子后, 公本力明显是脸上表情一变。 紫藤浩一, 没必要等他了, 我们开车。 说什么胡话呢? 小师笑看着公本力一脸的难以置信, 这时候一旦开车走了, 那陷入操场中的这几人都得死。 不开车的话, 等到前面死体汇聚太多, 可能会冲不过。 高成沙耶此时移了于自己的眼镜, 冷冷地说道, 无妨, 一会儿应该不打紧, 我去接应他们一下。 徐悦看上去有些喘息, 好像是前面的剧烈运动累到了。 表哥, 别去啊, 一路上你已经够累了, 那个紫藤浩一真的不值得救。 公本力之所以会留急, 就是因为紫藤浩一从中作梗, 为了报复他父亲, 将紫藤浩一的父亲给抓走。 所以他对这个阴险的老师影响很不好。 我意已决, 徐悦一边说完, 一边便是再次从车上跳了下来。 车上所有人看着他离开时, 那圣洁的背影, 总觉得是那么的耀眼。 难以置信, 世上在生死关头, 竟然还真有着这种愿意舍己救人的圣人。 转动了一下自己手中的镖枪, 徐悦也暂时打消了顺手戳死紫藤浩一的念头。 这家伙是标准的反派嘴脸了, 阴险狡诈自私权力心中。 不过他也有着他自己的优点, 那就是能忽有会煽动, 能够在这种漠视中混得如鱼得水。 这样的人运作得好, 其实也能够当作是气韵之子卖给那群轮回者吗? 不要谢我。 第1231章 权力 大家小心,不要绊倒了, 快点,快点。 眼尖大巴停了下来, 甚至有人下来接应后, 本来玩命赶路的紫藤浩一也稍微缓了一步, 停下来休息恢复了一下体力。 休息的时候还特地做出了一种指挥的手势, 提示和自己一批过来的这群人上车。 一副负责任的好老师形象, 请客间就展露了出来。 直到那位戴眼镜的书呆子学生扭到了脚, 摔倒在他身边, 并抓住他的裤腿后, 才是让他脸色微变。 该死的残渣, 现在变成了这个世道, 弱者已经没有活下去的资格了。 不过就在他准备一脚踹开对方的时候, 一道温和的声便出现在了身后。 需要帮助吗? 我扶你起来吧。 随后便见到那位下车接应的家伙, 俯身将人搀扶了起来。 紫藤浩义也立刻跟着态度一转, 露出了关心的神色, 从另外一边扶住了振扭到脚的学生。 怎么不小心点呢? 不要紧张, 我们会把你送上车的。 这种关心学生的老师态度, 让那位眼镜书呆子也是满脸感动, 替泪横流。 这时候, 独岛护子也同样下车一起过来接应, 出手解决掉了跟随着几人身后的两只死体, 让子藤浩义脸上也闪过了一丝一色。 那种怪物有多强, 他也已经清楚了, 简直是力大无穷, 他亲眼见到一位体育老师被抓住完全挣脱不开了。 不愧是风云人物啊, 这独岛护子很有利用价值, 如果他能全心全意保护自己的话, 自己的安全系数便能提高许多。 虽然心中闪过了许多念头, 但子藤浩义脸上还是露出了担忧的神色, 转头对独岛护子说道, 独岛同学不要逞能, 注意安全。 不要钱地说出了一句关心的话, 代表了自己的立场后, 他和徐悦便也成功将最后这一位送上车了。 而独岛护子也紧随其后跃入了车中, 将车门关好。 早已准备好了的居川镜箱立刻就是一脚油门踩了下去, 将这辆大巴飙了起来, 直接冲破了大门, 上了公路。 徐悦他们之前会选择那个旅馆, 就是因为旅馆地处偏僻, 人烟稀少。 相距只有15分钟车程的滕美学园, 自然也是属于郊区, 出门便是类似于盘山公路一样的宽阔公路, 并没有再受到什么其他阻碍。 没有人被咬伤和抓伤吧, 有就请立刻说出来。 龚本利再次对后面跟子藤浩义上来的那几人说道, 一边说的时候, 一边还死死地盯着子藤浩义, 似乎巴不得他被咬了, 然后一枪捅死他。 没有哦, 龚本同学, 已经进入了安全的环境, 子藤浩义也完全放松了下来, 看着龚本利露出了一脸似笑非笑的表情。 对方刘吉是自己亲手做的, 他心中当然也有点逼数。 不过自己作为老师, 他一个学生能够翻起什么浪花。 随后他便是朝着已经坐下的独岛护子走了过去, 询问地说道, 独岛同学是这个队伍的队长吗? 我们只是逃难互相帮扶的一幸存者, 没有队长。 独岛护子顿了下, 瞥了徐悦一眼。 这可不行哦, 一个队伍没有队长可不行, 要队长进行决策, 必要的时候还要进行拍板, 还要。 哦, 那我来当队长好了。 子藤浩义还没说完, 一直站着没坐下的徐悦, 便是靠着龚本利那边的座椅靠背随意地开口了。 让子藤浩义不有表情意带。 本来自己作为藤美学员的老师, 有威望有能力, 应该是当之无愧的队长人选, 这也是自己要活命的最佳手段。 可哪里想得到突然杀出了这么个家伙? 开始的时候他下来救人都还没怎么注意, 现在看一下, 他应该的确不是高中生, 应该是社会人。 这一下就让他有些不满了, 就没说到。 阁下不是我们学校的人吧, 车上其他人都是我们学校的学生, 车也是学校的校车, 能够带着你就已经不错了, 我可不敢将我的学生们托付给你。 这话他是说得康腔有力, 义正言辞。 然而, 话音才刚刚落下, 纳然写的标腔腔间就已经抵达了他眼前不到一厘米处, 甚至他连眨眼的时间都反应不过来。 静风吹的眼睛一阵酸痛, 冷汗瞬间就冒了出来。 我并没有问你的意见。 淡淡的话语, 让紫藤浩一脸上泛起了一阵尬笑, 然后默默地坐回了座位。 看得公本丽一阵心中愉悦, 满脸喜滋滋的表情, 对于这位表哥的好感度飙升。 这是我表哥, 特地来学校救我的, 不是他我们都休想逃出来。 哼, 徐悦瞥了一眼, 紫藤浩一也并没有再多说什么了, 留他一命是为了把他包装成气韵之子。 不识抬句虽然不会杀他, 但切割钉钉给个小教训什么的, 是无所谓的。 算他时时务没有再避避了。 那现在去哪里? 回市区是吗? 据川景香一边开车, 一边分心问道, 之前几人都表现出了对家人的担心, 都有一种想要回市区确认的态度, 徐悦也表露出了要去救小舅, 所以他自然也要再询问一下。 先去附近的令和旅馆, 我和我几个朋友在那里准备了一些物资, 当作了庇护所, 到时候还有什么行动的话, 可以以旅馆为基地作为中心进行活动。 徐悦的话说完, 让所有人都感到了一阵相当的惊讶, 听他这么说, 这是早有准备, 还是早就知道了这件事。 似乎是看到了其他人的疑惑, 徐悦很是平静地说道, 我是昨天从北海道赶到这儿来的, 北海道昨天就已经被这些怪物沦陷了, 只是新闻当中没有播出而已。 本以为东京这里能够控制住疫情, 但现在看来好像有些想当然了。 听到徐悦的话, 所有人都是心头大惊, 这事竟然已经发生了, 但却进行了新闻管制。 太过分了。 也就是高城沙耶扶了扶自己的眼镜, 带着些许看穿一切的态度说道, 哼,管制也是正常吧, 这种时候一旦秩序崩坏将会更加地严重, 不过现在看来也没起到什么作用, 这种东西比瘟疫还要可怕。 哦,难怪难怪, 如此一来, 您当队长也是理所应当。 子藤浩一立刻便是很识时务地开口了, 想要弥补之前自己所造成的不良印象, 既然无法夺权, 那就只能苟起来了。 而且, 如果全世界都变成了这个样子, 食物、水源和安全的住处都将会是大问题。 很显然, 对方似乎暂时解决了这一点, 如果能够有这些东西提供的话, 那暂时服从对方也完全没问题。 哼, 终究幸存者中大多都是滕美学员的学生, 以自己的手段暗中拉拢好也能完全架空它。 第1232章, 助攻, 霸气的后八轮货车拖着集装箱停靠在前方, 在侧面则有着一辆改装过的汉码, 两者都向外透露着一种机械的美感与霸道。 刚刚焊接上去, 还带着许多黑色焊点的钢筋, 将两辆车的窗户都进行了加固, 犹如两座堡垒。 而围绕着两辆改装车辆, 便是出现了一圈公路中间用来分割的护栏。 护栏明显也是被全部焊死, 固定在了地上。 加上护栏后面有着两辆改装车顶着, 就算是成群死体, 恐怕也很难推翻进入。 里面的人可以以此为依托, 利用长柄武器站在车上戳死下方的死体。 而且,万一里面如果出现什么意外, 驾车可以轻松冲破这护栏离去。 护栏外的地上, 倒下了二三十只死体, 鲜血已经凝固, 看上去有些恶心, 空气中也充斥着淡淡的血腥味和腐臭味。 恐怕是改装车辆安装护栏的声音吸引过来的附近死体, 大多都是头部中了贯穿伤的必杀一击, 不少细小的血洞还好像是射入了什么。 大巴抵达停靠在附近后, 徐悦扫一眼也大概知道应该是自制弩箭之类的远程兵器。 以乱入者的手动能力, 有大肆采购过来的那些工具, 想要做出弩箭的问题并不大。 一路逃到现在, 他们也有了清楚的认识, 在这种环境下, 无声无息的弩比起枪械还要实用得多。 看来你的朋友实力都很强。 看着外面围了一圈倒下的死体, 独岛护子很是认可地点了点头。 是啊, 实力是都还不错的, 不过好几位身上都有着残疾, 擅长防守不擅长行动。 徐悦并没有否认那几位轮回者的能力, 不过还是随口加了一句暗示进去。 大巴抵达的动静也吸引到了里面几人的注意。 田中警部, 小泉慎二和诺夫斯基三人先后走了出来, 看到了人群当中的徐悦也是面露喜色。 岳先生您终于回来了, 外面情况应该很糟糕了吧, 现在新闻上都已经播放感染事件, 恐怕是已经完全无能为力了, 李显和刘儿两人在里面加班加点地制作合适的器材。 见到徐悦能够带回这么多人来, 他们也感到了些许意外, 看样子好像都是学生。 现在连新闻都不在控制后, 其实反过来说明了情况已经恶化到了无法挽回的程度, 控制与不控制已经没什么区别了, 秩序已经当然无存。 辛苦你们了, 这些是我表妹的同学, 小舅那边在市区恐怕短时间很难过去确认, 扩散的速度有些出乎意料。 徐悦也对几人打了个招呼, 随后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牵着龚本利的手拉了过来说道, 这是我表妹, 以后还请各位多多关照了。 我, 我是龚本利。 龚本利也连忙小小地居了一躬, 看得后面的高城沙耶很是吃味。 凭什么这家伙啥好处都能占到吗? 真是讨厌。 都估计吓到了, 大家都进去休息吧, 附近地广人稀, 死体树木少, 短期内是一个不错的安全地点。 徐悦暂时也就单独地介绍了一下龚本利, 而其他人就只是一口带过了。 子藤浩一根在人群中, 眼中也不断地有着各种神色闪烁。 看样子这旅馆当中应该也就只有几个人而已, 人数上自己这边占据绝对优势。 而且还都是一些残疾人, 哪怕能力不错又有何用? 那个田中井部倒是可以尝试拉拢一下, 再加上自己手上的学生们, 只需要暗中折服一下, 完全可以迅速夺权了。 随后他也表现出了一种老师的当蛋, 作为滕美学员的代表过来, 与几人开始了谈笑风声。 丽,这就是你暂时的房间, 有什么情况同我说, 之后我们规划一下看如何去找小舅, 然后再看看其他几位的亲人情况。 徐悦将公本丽带到了最好的房间, 说出的话也让公本丽很是信息。 学生当中有很多人压根就不愿意再进市区了, 见到了这种场面市区的危险情况 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 但自己表哥却依然义无反顾, 真是不知道应该如何形容此时的心情。 有实力有能力还英俊, 对比起来就算井豪勇都依然还是学生样了, 更别说小师校那没长大的家伙了。 安排完了公本丽后, 徐悦还亲自对独岛护子, 居川静香, 高城沙耶三人进行了安置, 房间都是和自己一起住在最顶层。 至于井豪勇, 小师校和平野护田则都是被安排到了下一层, 虽然引起了小师校的抱怨和不满, 但却掀不起什么风浪。 担心表妹安全放在眼皮子底下不行, 另外几位女士优先, 住好点的地方不行。 至于其他女生, 那不是已经没位置了吗? 反正这旅馆房间也够, 足够将所有人都装下来了。 哼, 我就觉得她看力的眼神不对。 小师校看着正在收拾房间的井豪勇, 忍不住有些抱怨。 你也太敏感了, 作为利的男友, 我都没说什么。 井豪勇很是大度地说道, 让小师校张了张嘴, 便又颓然闭上。 是啊, 自己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哦。 而也就在这个时候, 他们的房门便是被敲响了, 开门后便见到了小全身二主拐站在了面前, 拎着一瓶红酒。 都这种时候了, 也不用介意年龄了吧, 有兴趣喝一杯吗? 见到小师校一起在井豪勇的房间里, 小全身二还感到有些晦气的。 通过短时间的观察, 在她看来, 这个小师校完全就是一个性格糟糕的中二少年, 浑身没一点闪光点, 和井豪勇比起来实在是差太多了。 不过, 人家在一起的话, 倒也不好说什么。 之前诺夫斯基已经找机会 从岳先生嘴里套出了拯救途中的消息, 经过几人严密的分析判断, 再次确认了两位气韵之子的身份。 一位就是这个井豪勇, 还有一位就是那位男老师子藤浩一。 两人都是有那种领袖气质和能力的人, 除了岳先生外能牢牢地掌控住核心, 一下就吸引到眼光。 至于那些女人, 则是都看低了许多, 也就那个独岛护子需要观察一下。 而且诺夫斯基说了, 和岳先生住在一层的那几位, 可能岳先生都会有些兴趣和好感, 这倒是不好貌貌然地上前刷, 免得得罪人了。 气韵之子吗? 很正常的, 通常都会有好几个红颜至极, 就像井豪拥有着岳先生的表妹作为女朋友, 而那个紫藤浩逸也和除了顶层外的另外几个女学生关系不错一样。 看那几个女学生被洗脑痴迷的样子, 完全就是没什么用处的花瓶和附庸了, 估计顶层那几位也差不多, 没必要多花精力。 至于另外那些男生, 不是浑浑噩噩的书呆子, 就是不良少年, 甚至还有一个死肥宅, 也完全不存在成为气韵之子的可能。 咦? 小诗笑你在这里啊, 过来一下, 有些事要商量一下, 关于出发路线和你父母位置的。 而也就在这个时候, 路过附近的徐悦则是出声将小诗笑叫了过去。 本来见到是徐悦叫自己, 小诗笑是有些不情不愿的, 不过听到是和出发去找父母有关, 还是让他立刻走了过去, 只留下了小全慎二和景豪勇两人。 让小全慎二脸上露出了一丝得逞的笑容, 不错, 这个助攻送得好, 不枉费自己一路上护送你过来。 相比于岳先生那种实力强大的正义伙伴, 景豪勇这种寻常一点的学生, 才是更好刷吧。 第1233章, 前往市区。 白宫已经放弃华盛顿, 联邦政府搬移到航空母舰上进行指挥。 旅馆餐厅当中一片安静, 唯独只有电视上新闻断断续续发出的声音。 目前来说, 自来水、电、天然气都还依然存在, 手机信号已经没了, 但有线电视信号以及广播暂时还在工作。 听到新闻当中传来的消息, 所有人都是心头沉重了, 哪怕吃入嘴里的食物都是感到索然无味。 好几位学生还低声抽气了起来, 似乎对未来失去了希望一般。 这样的日子哪怕是过一天, 都感觉天要它了, 结果通过新闻来看, 很可能未来日子都是这样了。 现在大家也都了解了一下情况, 明天我准备组织一波前往市区的行动, 寻找亲人以及收集物资, 有谁报名主动加入吗? 沉闷的气氛下, 徐悦的话也打破了这种民众。 只是听到她的召集信息, 绝大多数学生眼中都露出了惊恐的神色。 这里是郊区, 都时不时会有几只死体出没游荡在外, 市区的情况可想而知。 日国是人口密度相当大的一个国度, 特别是东京附近, 眼前的床主市辖区范围并不算大, 却也有着超过一百万的人口。 如今市区全部沦陷, 哪怕只有一半变成了怪物, 也有几十万之多, 想想都让人头皮发麻。 这时候还去市区, 那不是找死吗? 在几乎所有人都变成缩头乌龟, 好像安纯一样躲起来的时候, 小全身二几乎第一个开口说道, 我去? 你不行, 虽然你自保能力比这些学生强, 但速度和灵巧是硬伤。 徐悦的直接反驳, 让小全身二也是脸色发苦, 越难得到好处才越大呀。 用脚都能想到, 如果能刷到这位的好感, 最终的好处肯定是最多的。 气韵的分配来说, 这位才是本世界当之无愧的主角, 另外两个只能算是重要男配而已。 不过, 对方所说的的确是有理有据, 根本无法反驳, 小全身二也只能娜娜地坐下, 叹了口气。 只希望另外两位气韵之子 不要跟着一起去吧, 这样还可以抽空来刷他们的好感。 我要去找我父母确定情况, 我要去。 小师校随后站起来做出了决定。 那些怪物的确很可怕, 但自己也有必须要做的事。 我也要去。 公本力果断地点了点头, 我有一位好朋友在市区。 居穿镜香这天然呆, 似乎是完全不知道近市区的风险。 哼, 我父母也是。 高城沙耶服了服眼镜不甘落后。 独岛护子虽然没有这种寻找亲人的刚需, 但因为居穿镜香的关系也决定一同前往。 而平野护田因为高城沙耶也准备一同出发。 这样再加上徐悦, 便是整整七人, 就算那一辆汗马很宽敞, 几七人进去也够呛了, 恐怕最好还是要开那一辆大巴车。 力去的话, 我当然也要去。 作为公本力的正牌男友, 景豪永也没有丝毫犹豫, 不过轮到他这里的时候, 徐悦却是抬了抬手, 力的安危你不用担心, 有我在的, 而且我觉得一下离开太多人也有点不妥。 有你的能力我是认可的, 还是留下来负责旅馆的安危吧。 景豪永还准备说什么的时候, 诺夫司机便也开口了。 是啊, 景豪永同学的能力的确是不错, 我们几个又是残疾人, 单靠田中, 景布和子腾老师主持怕有些忙不过来, 学生当中也需要点靠谱的。 诺夫司机说完, 一边还对其他几位轮回者使了个眼色, 让几人也都是灵机一动, 这老毛子还真是个小机灵鬼啊。 是啊, 一次出去的人也不是越多越好的, 够用就行了。 没错, 要相信他们。 就连子腾浩毅也一脸认同地说道, 开口对景豪永进行挽留。 脸上是露出了对他们出行的担忧, 但心底却是兴奋地直打摆子。 那个威胁最大的家伙离开了, 这个幸存者据点便是自己说了算。 自己必须要利用好他离开的这有利时机, 将其他人都团结在自己身边。 而且, 最好他们离开就不要回来了, 直接死在外面一聊百聊。 一群残疾人也想和自己争。 呵呵, 白日做梦。 确定了行程安排和人守后, 几人便准备在旅馆休息一晚, 第二天一大早出发。 现在天色已晚, 是很不利出行的, 因为死体根本就不靠光线, 而人类一旦离开了光线就麻烦大了。 另外, 小泉深二他们几个多面小能手的残疾人, 也拍着胸脯保证说晚上连夜加班, 必定会把那辆大巴改装一下, 同时也会准备好几人的武器。 这个晚上也算是相当舒适的一个晚上, 尚未断水断电的情况下, 各自都在房间中美美地泡了个澡, 消除这一天的疲劳和惊恐, 准备迎来了一个完全未知的明天。 第二天, 一大早起来, 一行人也准备好了出行。 而小泉深二顶着一个黑眼圈, 也对几人指着模样大便的校车, 自豪地说道, 窗户和前面保险杠的位置, 都进行了钢筋的加固, 以这辆大巴车的马力, 足够撞开一些小车的拦路了, 车重增加也不容易侧翻, 油也已经加满, 还放了两桶备用的在车上, 足够你们在床主室赚几个来回了。 他这边说完, 刘公公也同样顶着黑眼圈, 大包小包地给几人提了一些东西过来。 我们也连夜多制作了两把重弩和箭矢, 交给你们应该能够提供一些帮助。 这些长柄武器也全是利用钢筋膜间制成的, 经久耐用, 这种近距离的砍刀是弹簧钢打磨, 还有食物也准备了你们七人最少七天的口粮。 这一套套装备, 一套套物资送出去, 看得旁边的紫藤浩一眼中满是心疼之色。 我的, 这些本来都是我的。 不过能够用这些将它们打发走, 倒也勉强能够接受。 完全没想到, 这几个残疾人的手动能力这么强, 可以独立做出这么多东西, 看来拉拢它们也是需要花点精力和时间了。 好, 我们离开后, 这里的安全就麻烦各位了。 毫不客气地将它们手上的东西接了过来分发好, 出行的七人每人都背了个背包在身上。 除了独岛护子外, 哪怕狙穿镜箱都是长柄配短刀的配置。 两把重弩则是交给了高城沙耶和平野护田。 而独岛护子单独配置了一把弹簧钢制成的武士刀, 虽然是赶攻出来的算不上顶尖, 但比起他原本的木刀却是好多了, 对于这把兵器他脸上表情来看还是满意的。 祝各位武蕴昌龙! 一路顺风! 送行的人, 包括子藤浩仪在内, 都是露出了郑重的神色。 那么, 出发! 一行七人好似勇士一样地登上了大巴, 随后在居川敬箱的驾驶下, 大巴车缓缓驶离了原地。 在大巴离开后, 子藤浩仪便是立刻忍不住地跳了出来。 各位, 我有一点设想想要和各位商量一下。 几位轮回者见到这位气韵之子突然站出来开口, 也是对视了一眼, 随后点了点头示意他进来说。 那位主要角色暂时离队, 这段时间就只能刷他们两个了。 第1234章, 觉悟。 真是可怕的手艺, 真的是纯手工制成的重弩, 一种很复古的设计思路, 但很实用很可靠。 作为军事宅的平野护田, 拿着手中的重弩完全是爱不释手, 这比自己的定枪的威力可大多了, 射程也远得多。 小师笑看着他手中的弩也点了, 点头表示了认同, 不过他还是更喜欢那切肉, 好像切牛油一样简单的短刀。 有这东西, 消掉死体的脑袋就不要费多大力了。 之前从学校逃出来, 他也明白了死体的难缠, 单独一两支, 其实用棒球棒都能搞定。 但每一次都要挥出足够打爆脑袋的力量, 真的支持不了几下, 还是这短刀来得可靠。 根据计划和各位家里位置的安排, 首先, 我们就要先抵达居川静香医生的朋友家, 同时路上搜刮一切可能用得到的物资 为以后座准备。 高城沙耶继续卖弄着他的睿智, 拿着地图在上面圈圈点点。 之前就已经统计了几人 需要抵达搜寻的位置情况, 其中, 居川静香那位朋友的家算是最近的。 我们这辆校车, 能够装东西的空间还不少, 但选择的时候依然还要注意类别, 以必要物品为主。 高城沙耶继续在车上说道, 他的能力的确还可以, 自然能够敏锐地察觉到, 今后物资的获取肯定会越来越难, 趁着现在多多收集一些才是长久之道。 而也就在这个时候, 车辆也已经从环形公路上下来, 抵达了市区的公路之上。 大量凌乱的车辆混杂着徘徊的死体, 整一个世界末日的场景。 远距离看到过城市的乱象和近距离目睹, 还是有着相当明显的差距。 之前的学校和旅馆都是属于郊区还没什么, 现在才刚刚进入市区的视觉冲击, 就让开车的居穿镜箱身子一抖。 还不用担心, 车辆并不密集, 可以通过, 不过尽可能减少一些碰撞发出的声音, 免得吸引的死体越来越多。 徐悦来到居穿镜箱面前, 对她叮嘱地说道, 低头瞥一眼, 看到那被安全带挤压的弧度, 也不由感到了些无语。 真不知道吃啥饲料长的, 独岛护子和公本利两人已经发育得很可观了, 但比起这一位还真是差了一筹。 而就在这个时候, 向路面扫了一眼的徐悦却是眉头一条, 随后迅速地接过了方向盘, 压在了居穿镜箱身上, 一脚踩上了刹车。 因为挤压得比较粗暴, 让居穿镜箱呼痛了一声。 地上有东西, 会爆胎的。 伴随着刺耳的刹车声, 大巴滑出了一段距离后还是安稳停了下来。 将车突然停好后, 徐悦也没时间去体会之前的肉蛋触感, 而是抬头看向了从两边小巷当中走出的人影。 地上丢下的东西, 是有明显人工痕迹的三角刀片, 这种东西切胎是一切一个准。 就算是钉子进了车胎, 大多数时候也都还能坚持一段时间, 但被这种切到了, 马上就得抛锚。 也就是反应快, 不然这辆车就得在大马路上换备胎或者汽车了。 而旁边从巷子中走出来的人, 却并不是死体, 而是装扮各异的一群活人, 只是每个人都双目通红充斥着血丝, 其中一人手上拿着一把猎枪, 而其他人则都是刀棍棒斧, 车上的人马上下来。 立刻, 马上, 那拿着猎枪的人影, 用有些杰斯底里的声音叫嚣地说道, 他, 他们这是干什么? 我们并不是死体啊。 公本力感到有些难以置信, 刚刚才从校园出来, 一路也还算顺利, 这种学生还没体会到社会的残酷。 援助当中是在加油站里, 碰到一个家伙教育了他们一下, 才明白过来的。 不过这种精力教育也迟早都要的。 徐悦当下也示意 据穿镜箱将车门打开, 几人陆续走了下来。 附近或许是几人设服的关系, 死体还是被清理了一下, 就目前来说没看到其他死体踪迹。 从那家伙拿着枪, 却连示威的枪都没开的情况下, 显然他们也多少了解了一点死体的特性。 哦吼, 大胸, 好大, 巨胸, 这是假的吧? 哈哈, 有福了。 几人显然都已经有些神志不清了, 见到了徐悦他们一行人下车后, 眼睛便都死死地盯上了居穿镜箱, 公本利和独岛护子三人。 这种绝望时刻, 人类很可能会完全放纵自己。 而相对三个大胸怪, 稍微显得有点不起眼的高城沙耶, 莫名就感到了自己受到了暴击。 你们几个? 该死。 见到他们那猥琐的眼神盯上了公本利, 甚至已经有人伸手放入了裤子高速抖动。 小事孝完全无法忍受, 暴怒地直接夺过了高城沙耶的弩, 抬起重弩描向了他们, 而那拿着猎枪的人也毫不犹豫地瞄准了他。 该死。 所有人都该死了。 我们只想要死前好好地享受一把。 哈哈, 这么多女人, 你们也用不完吧, 不如我们一起。 没错, 大家轮着来完全都不介意的。 哈哈。 几人双目赤红, 似乎根本不为所动, 连生死都已经置之度外了。 一种完全不怕换命的样子, 你射我, 我就也射你。 听到他们恶心的话语, 再见到他们这种亢奋的状态, 就算一向冷静地独岛护子, 也感到了一阵恶心。 握着剑柄的手不由紧了紧, 而拿着弩瞄准了对方的小事孝, 此时也感觉有些不知道应该如何。 愤怒的情绪让他恨不得直接扣下扳机, 但理智却告诉他这样自己可能也要死。 平野护田也抬手瞄准了对手, 但同样地不敢发射, 对方拿的是猎枪, 这种距离一枪下来是躲不过的。 理智的人面对疯子, 哪怕战力上可能占据优势, 也依然可能拿着没办法。 好吧, 看样子是没得谈了。 徐悦先任由双方发挥, 充分交流了一下意见, 见到了几方几人的表情, 感觉火候已经差不多了后, 也耸肩开口了。 哈, 没得谈。 那持枪的人影歪头, 一脸桀骜, 随后便将枪又指向了徐悦。 你就是他们的头吧, 把你打死后看还有没有的谈。 现在他们就是一群心态完全崩溃, 不要命的亡命之徒。 小士孝和平野护田两人会投鼠忌气, 但他们却似乎丝毫犹豫都没有。 将枪一向了徐悦后, 手指便直接微去, 似乎真准备瞬间扣下去。 连小士孝和平野护田都没想到对方真的会扣, 反应明显慢了半拍。 砰! 火光冲天, 向上抬起开火的猎枪, 伴随着一支断臂一同抛飞, 断臂的鲜血横流。 刷好杆的道具就要有道具的觉悟, 不要太跳了。 眨眼间, 直接靠枪杆甩断对方手臂的徐悦, 也同时抵达了这家伙副侧身, 用只有自己才能听到的声音呢喃了一句。 随后枪肩旋转, 直接一气呵成地划过了对方的咽喉, 大量鲜血喷涌而出。 血雨中的背影和嘴泡了半天扳机 都不敢扣下的另外两位, 形成了异常鲜明的对比。 第1235章 开导 杀!杀人了! 在震撼过后, 除了独倒护子之外, 其他几位的心中都莫名闪过了一丝慌乱。 前面杀死体并没有什么感觉, 但现在活生生的人死在眼前, 还是以这种酷烈的死法, 多少都有些冲击。 毕竟前一天, 都还是象牙塔当中受到保护的学生。 不过, 好歹, 死体大多都亲手杀过了, 已经有了一步的缓冲, 现在见到杀人的场面, 恢复得还是很快。 只是当他们都恢复过来的时候, 徐悦已经将镖枪, 从最后一位抢劫者的胸前抽了出来, 血水溅到了他的鞋上。 现在已经是秩序崩坏, 不早点习惯的话, 迟早要被时代所淘汰。 甩掉枪头的血迹, 徐悦转头轻描淡写地说道, 脸上沾染了几点鲜血, 为他原本俊美的外表, 平添了几分妖异。 而徐悦的话, 也让几人完全醒了过来, 包括小事笑在内, 都是凝重地点了点头, 没有人反驳。 这次如果不是表哥出手果断, 自己等人还真无法很好处理。 扪心自问, 之前哪怕热血上涌, 自己扣动扳机都还有犹豫, 真的在最后对射的时候, 可能出现的就是自己死亡, 对方毫发无损。 这就是现在的世界, 欢迎来到末世。 将地上的三角刀片全部清空, 徐悦回头也再次登上了大巴, 后面跟着表情名重的一行人。 之前猎枪开火的声音, 已经将远处的死体都吸引了过来, 必须要形成失群之前, 冲破封锁离开。 而这一次唯一有用的战利品, 也就是那一杆猎, 羽翼和猎枪子弹。 经历了这一遭后, 车上的气氛显得有些沉闷, 似乎都没什么说话的欲望。 和徐悦做一起坐在后排的公本力, 也下意识地朝着徐悦挤了挤, 似乎这样才能够获得安全感。 一个高中女生, 突然碰到这样的绝望世界, 哪怕心智在坚定, 此时也会想要下意识地寻找依靠。 相比于美长大的小试笑, 以及稍微好点, 但依然差距很大的景豪勇来说, 很明显, 徐悦这位表哥的表现更加可靠得多。 感受着身边带着些许颤抖挤压过来的温热弹性, 徐悦很是自然地用手指蹭了下, 引起了旁边的一阵颤力。 公本力发育得也相当早了, 与之前和居穿镜箱接触的对比来看, 更加充满一种弹性的挺拔, 好像竹笋一样。 对比起来居穿镜箱是那种捏一捏 能够从指缝中挤出来的柔软, 算得上是各有特色了。 公本力此时内心也很是矛盾, 他觉得自己这样的状态不对, 只是背不经意地碰一下, 竟然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而且, 对象还是这位 将自己从水深火热当中就出来, 第一次见面的表哥。 但那种触感却好像有毒一样, 让他欲罢不能, 特别是现在旁边还有着其他人。 小事笑就坐在座位前面, 更是让他感到了一种 从未有过的奇异感。 脑海里闪过了涌, 闪过了笑, 最终还是不自觉地 再次朝着里面挤了挤, 甚至轻轻蹭了起来。 就是这里了。 毕竟是改装过的大巴, 加上床主室本身车辆不算多, 一路上岛也并没有遇到无法通过的情况。 逐步地抵达居川镜乡的好友南里乡家。 看上去没有破坏痕迹, 不过也没有住人的痕迹, 估计事发时并不在家, 他是干什么职业的。 来到了大门口, 徐悦扫了一眼内部后, 对居川镜乡问道, 诶, 那他能到哪里去呢? 哦, 他是警察, 好像还是SAT的人。 居川镜乡似乎也有些苦恼地说道, 原来如此, 作为SAT的成员, 完全爆发之前, 肯定也有着自己的重要任务, 没在家是正常的, 而且, 他的安全系数, 说不定比我们还高。 高层沙耶, 忍不住插嘴, 继续卖弄了起来, 一个有秩序有指挥的武装力量, 在这种环境下, 近乎是无解的, 完全可以清扫出一片安全区域出来。 有一辆汉马H1, 我们借用一下没问题吧。 平野护田满脸眼馋的表情说道, 旅馆那里已经有一辆了, 现在再加一辆, 当然也不会嫌多。 嗯, 既然是SAT的人, 那说不定他家里还藏有武器, 我们暂且在这里修整一下吧。 正好吃点东西补充体力。 毕竟路上的路况还是很糟糕的, 市区内车速就没上去过, 来到这里也已经中午了。 人在紧绷的情绪下是很容易饿的。 你们先进去, 我却将附近的死体引开, 毕竟车子过来的声音还是不小的。 徐悦很是自然地对几人说道, 我, 我也去。 工本利有些酸软地站起来, 脸淡红扑扑地说道。 看得小是笑, 眼睛都有些发直, 觉得力变得好像更吸引人了, 随即也忍不住开口道。 那我也。 人太多了, 反倒是累赘, 你们还要注意一下屋内有没有死体隐藏。 徐悦随口就反驳了小是笑的话, 让他张了张嘴后也没有再说什么。 因为这位的行动能力完全有资格这样评价。 多带一个人也就是打打下手, 人太多了还真是他的累赘。 就这样, 双方也暂时分成了两组, 而徐悦则是带着工本利朝着最近的一处加油站摸了过去。 弄出点爆炸声响, 就足够让附近的死体转移注意力了。 单独汽油产生爆炸的声音并不算响, 除非丧心病狂地炸掉整个加油站。 但配合加油站旁边便利店里的一些道具, 制作出一些专门发出爆炸声音的弹药。 问题却也是不大。 四五个这种专门吸引注意力的道具被做好, 摆放在了加油站之前的空地上。 只是此时徐悦和工本利的身影却并不在这里。 而便利店的厕所隔间当中, 此时却隐约传来了一阵压抑的喘息与水自生。 不用自责, 这只是你压力太大的身体本能。 这种末日的包袱对于你这样的女生来说压力太大了。 这只是我对你的心理辅导而已, 让你能够有条件地排解自己的压力。 伴随着一阵磁性低沉的温柔声音, 最后一声捂住嘴也压不住地抽气后, 一切也都停了下来。 半闪后便有人推门而出, 传来了工本利带着鼻音的低声道谢。 谢谢,感觉好多了。 不用谢, 以后还需要开导的话可以再来找我, 不要自己忍着, 心理上会出问题的。 擦了擦工本利额头上的汗水, 将粘着的发丝铝顺后, 徐悦也拉着它走出了便利店, 随后骑上了一辆 不会发出多少声音的自行车。 即将离开前, 便是将打火机甩入了那几个爆炸装置当中。 并不剧烈, 但声音刺耳的爆炸声连续响起, 吸引到了附近诸多死体的注意。 在死体门靠近前, 徐悦便已经骑车带着工本利回到了南里乡的住处。 下车解决了几只被自行车吸引过来的近距离死体后, 便进入了门厅之中。 第1236章, 安全确认。 看来你们的收获还不错。 进屋看到他们已经将南里乡的军火库搬了出来后, 徐悦也点了点头。 我们这儿都听到了连续的爆炸声, 是你们做的吧? 干得不错。 高成沙也点了点头, 对他们两人的行动表示了认可, 不过随后还是有些好奇地看了工本利一眼。 总觉得他好像哪里有了些变化, 站都站不稳了的样子。 旁边的小师校也发现了状况, 关心地问道, 你们没遇到什么麻烦吧? 还好, 不过利他终究是女生, 胆子小了点, 可能需要好好休息一下。 那好吧, 这里也还算安全, 我们今天就住在这里吧。 小师校毫无原则地说道, 本来催着上路最急的也是他, 但这里要求停下来休息的也是他。 这种漠视环境当中, 当然也不会有人提出反驳的意见。 正好每人分配点武器, 重新熟悉一下。 嗯, 之前在旅馆当中, 因为风干机的问题, 衣物处理得倒很快, 而来到了南里乡家里后, 几位国色天香的大美人沐浴完后, 却大多都只是草草地用浴巾, 甚至围裙包裹住。 衣物都挂出去亮着了, 简直就是少而不移的画面。 所以徐月也提前把平野护田和小师校关进了房间。 你们还年轻, 血气方刚的, 看到这些不好。 语重心长地将门关上, 任由平野护田垂着房门痛哭流涕后, 徐月反倒是和他们几人闲聊了起来。 诶, 看来明天我们要去搜刮一些换洗的衣服啊, 每天这样估计会不习惯的吧? 因为, 在令和旅馆住了一天, 来到这里的时间比原住也晚了一天, 加上死体大多都被之前那爆炸吸引走了, 一晚上倒也安安稳稳的。 就是不知道那河打击会不会如约出现。 河豹产生的EMP脉冲也尚未对现代文明产生毁灭性打击。 利, 你昨天是不是没睡好啊? 摇了一晚上。 小师校打着哈欠, 似乎也有点黑眼圈, 他正好住在公本利的楼下, 但总是听到上面翻来覆去的声音, 搞得自己也没睡好。 是, 是吧, 没办法吗? 公本利愣了下后, 有些不自在地说道。 好在这时候, 徐悦也打断了这不自然的谈话。 到时候, 我开汗马, 带利在前面开路, 你们在后面跟上, 没问题吧? 听到又是徐悦和利一族, 小师校依然还是感觉有些吃味。 不过, 人家身份摆在那里, 完全没什么好说的。 而且一路上小师校小脾气归小脾气, 但对于这位表哥的能力还是相当认可的, 真正值得敬佩之人。 如果不是他的话, 自己一行根本就没有眼前这样的处境。 想想之前拦路的那群人, 再想想现在的环境, 真是让人忧心。 之后的目的地都需要过桥, 不过桥上的环境之前也看到了, 交通全被堵死了。 所以我们直接开车渡河即可, 大巴本身的排气管也被改装, 汉马H1也同样拥有渡河能力。 随后徐悦还确定了后面的路线。 下一个目的地是小师校母亲上班的小学和他家里, 都在核对岸。 而两辆车上的联系, 便是利用对讲机进行, 这些物资之前都完全有准备好的。 利,你的声音有些奇怪啊, 鼻炎好重,不舒服吗? 小师校握着对讲机, 看着前面开路的汉马, 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 大巴车上, 包括居穿镜箱这天然带, 都是极度缺乏某些经验的储, 自然分辨不出一些独特的声音。 没事, 只是想到马上要去阿姨那了, 担心我父母。 公本利似乎是有些抽气的乌液 在对讲机中给出了回应, 随后便又换成了徐悦。 还好床主室是一家型城市, 如果和东京都内一样, 我们恐怕已经寸步难行了。 汉马开始下河, 水流沿着两边滑过, 高耸在车后的排气孔冒着黑烟, 只是一条小河, 并不算深, 要渡过去问题不大。 有着汉马的探路, 大巴车也同样地紧随其后, 不过因为和底淤泥的关系, 很显然速度上要慢许多, 让人担心会不会直接抛锚在中央。 好在最终两辆车还是安全抵达了对岸。 咦? 有没有发现这边的死体好像密度要少些? 刚刚上了公路后, 几人也发现了这边与和对岸的不同。 可能有什么地方吸引到了死体吧? 理论上来说, 这边的人数还要更多才是。 徐悦自然知道是因为高成家在附近建立了一个小型庇护所, 不管是他们吸引到的死体还是清理的, 都足够将四周的死体引开了。 之前确定顺序的时候, 高成家和小试校那边距离是差不多远的, 但徐悦拍板的是小试校妈妈的学校。 高成沙耶的父亲是右翼团体的首领, 保不准会出现什么冲突, 放在后面点当然更加合适。 因为路上死体相对较少的关系, 车辆大多也集中在了大桥那边, 所以这边的路程相对还要顺利许多。 几乎是一路畅通无阻地抵达了床主小学门口, 而见到小学门口大量的死体尸体和血字后, 徐悦也略显有些意外。 看来这小学出现了什么情况, 附近的死体都被清理掉了。 一边说完, 徐悦一边停车路边, 从车上下来简单观察了一下。 是枪械, 自动枪械甚至重武器, SAT恐怕都没这种配置吧, 应该是自卫队。 听到徐悦说完, 小试校脸上也露出了一丝喜色, 如果是自卫队进入过学校的话, 那自己的母亲获救的概率将会大增。 之前我们看到过自卫队的黑鹰直升机, 的确有自卫队在附近活动。 小试校脸盲说道, 可能吧, 进去看看。 一行人还是陆续下了车, 朝着校园内走去。 校园当中灵星还有着一些死体, 但密度对比学校这种环境来说, 却是明显要比预计少得多, 几乎没什么风险。 从教室和办公室的情况来看, 虽然有些地方出现了血字, 但整体来说还算是整齐, 应该是有序撤离的。 藤美出现骚乱的时候, 可都是乱成一锅粥。 还好还好, 只要能够确认母亲她安然无恙就好了。 小试校也明白此时的现状, 要立刻找到人难度不是一般大, 能得到这样的消息已经让她很满意了。 她最担心的还是看到母亲变成死体的样子, 真的无法想象那时候要怎么办。 这样的好消息, 也算是让整个队伍的士气都提高了许多。 只是当他们朝着外面准备回车上的时候, 外面的汉马却传来了一阵凄厉的防盗警报声, 让几人神色一变。 连忙加快了步伐后, 便看到了几道拿着钢管和撬棍的人影, 似乎是准备将汉马的车门撬开。 只是终究算是军用车辆, 虽然被刮花了很多地方, 但整体还是没受到多少损伤。 第1237章 隔离区 床主全面爆发感染也就过去了两天, 幸存者的数目应该还算是很可观的。 所以见到了第二批次也并不会让人感到多惊讶。 只是这一次围着汉马的那几人, 和之前那被折磨得失去了神志的几人, 却是有着很明显的不同。 四位虽然都是男性, 虽然看着独岛护子, 他们几位也眼中出现了惊艳, 但却没有带上丝毫那种下流的目光。 不是他们人品高尚, 而是他们几人那虚弱惨白的样子, 一个个好像都饿了几天一样。 而事实也正是如此。 我,我们没有恶意, 我们只是听到了车身, 想要看看有没有吃的, 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 求你们行行好吧。 四个大老爷们见到了几人身上的枪械和肠柄, 立刻就放弃了一切抵抗, 跪倒在了地上, 撬棍和棍棒也都掉落在地, 毫无形象地痛哭了起来。 面对一个减肥中的女人, 或许她可能会出现长期食用少量食物的现象。 然而在一直精神紧绷的高度紧张中, 两天未曾进食也足够让人崩溃了, 即可是仅次于窒息的本能恐惧感。 四人的胡言乱语, 也大致说明了一下他们遇到的情况。 这几个家伙不知道说是运气好还是不好, 爆发初期躲在了一处店铺当中逃过了一劫。 然而那店铺只是个单车专卖店, 没有一丁点儿的食物储备。 在外面有着吃人怪物的压力下, 他们愣是在那里靠着自来水撑了两天, 而现在也是终于顶不住饥饿感, 趁着还能行动一起出门寻找食物, 所以才出现了眼前的现象。 四个饿的手脚发软, 主动放弃抵抗的家伙, 也算是为徐悦他们一行人提醒了 漠视之中食物的重要性。 看上去食物好像目前到处都是, 唾手可得。 但对于普通人来说, 要干掉附近的死体得到食物, 恐怕还无法克服那种恐惧。 附近应该有自卫队冲没过, 你们没有察觉到吗? 小试笑,有些忍不住地站了出来, 还是想要更加清楚地了解一些母亲的情况。 我,我们倒是有听到过枪声, 但担心外面的怪物不敢出门, 等到后悔已经迟了。 四人当中一个地中海中年, 满脸都是苦笑之色。 枪声出现的时候, 他们还远没有到绝境, 根本就不知道饥饿感, 那时候想着在房间等待救援就是了, 哪里想得到会是这样的情况? 早知道的话, 那时候就拼一把出去了。 现在怎么办? 小试笑回头, 用询问的眼神看向了徐悦, 和之前那群人不一样, 这四个家伙也是可怜的幸存者。 现在这世道, 如果是没有恶意的普通人, 能帮一把还是要帮一把的, 但每个人都必须要发挥出自己的作用。 徐悦一身正气地说道, 让小试笑眼里露出了一丝果然如此的神情。 一路上, 他也已经发现了, 这位能力超群的表哥有点圣母心态, 会对弱者忍不住伸出援助之手。 说实话, 这样的心态不让人讨厌, 反倒是会有一种安全感。 谢谢, 谢谢, 我们会努力工作的, 只要有吃的, 我们也会起到作用的。 都是成年人了, 眼前这四个油腻的中年, 却也没有不合时宜地说出什么其他的话。 人家枪都在手上拿着, 脑残得去撞枪口吗? 而且现在只要有一口吃的, 无论答应什么要求都愿意, 就算死也要做一个饱死鬼。 不过也因为这四位油腻中年的加入, 之前的分组安排就有点不适合了, 再怎么也是四个成年男性, 基本的防备还是要的。 这样的情况, 直接邮居川镜香, 高城沙耶两人上了汗马带路, 而徐悦和公本利则是回到了大巴车上, 由徐悦开车, 因为确认了小氏孝母亲的情况了, 下一站就是去高城沙耶家, 正好换高城沙耶去前面带路。 大巴车上, 可是有着七人一周的伙食, 之前在南里乡家也搜刮了一阵, 因此加上四个人暂时倒也没多大的压力。 而这四个油腻中年也表现出了成年人的圆滑, 饿了这么久, 在吃了个六七分保压下了饥饿感后, 就停下了进食。 其一担心暴饮暴食对身体有问题, 其二也是知道吃别人的东西还没付出什么的情况下, 真不好吃太多。 不管如何, 这一份自控能力还算是合格的。 最起码不用担心突然变成之前那群拦路疯子一样的情况。 即, 几位身上的校服是滕美学员的吧, 真是了不起, 竟然做得比我们这些大人还好。 那位地中海中年吃完后, 也开始准备试探的套近乎了。 之前他有自我介绍, 叫做德川次郎, 是一家公司的业务经理, 也是这四人当中隐约的头领。 四人这么识时误, 他算是起到了一个正面作用。 本来, 他们中那个年纪最小, 大概三十岁左右, 叫做大谷的家伙, 饿死鬼投胎一样的瞎吃, 就是他提醒了一下的。 年轻人接受能力快吧。 徐悦一边开车一边不以为意地说道, 呵呵, 是啊, 是啊。 见到他们不怎么愿意理会自己, 德川也只能尬笑了两声。 那个最年轻的虽然好像有那么点不服气, 但也同样不敢多说什么。 人家人手一枪, 现在这世道拳头大的说话才有道理。 好在这种沉默的气氛并没有持续多久, 对讲机当中便传来了高层杀耶的声音。 情况不太对啊, 有好多死体聚集, 直接冲过去恐怕有危险, 有什么在吸引着他们, 绕路走其他方向。 徐悦握着对讲机很平静地说道, 死体当然多呀, 你家在那里开设了个据点, 而且又不是令和旅馆那样处于郊区, 自然而然会将附近的死体慢慢聚集过来。 不行, 距离东坂二号街越近, 死体就是越多, 一定是有着什么原因。 随着几次绕路, 都无法找到有效的路线, 高层杀耶也发现了不对劲。 这里是死体最少的一处街道了, 我们两辆车都改装过, 性能不错, 尝试冲过去吧, 失败了也能退回来。 徐悦握着对讲机简单地下令道, 那位大鼓张了张嘴, 似乎是想要说什么, 但很快还是被德川扯住了, 示意他不要多嘴。 人家屋檐下指手画脚的, 被人家丢出去都是活该。 现在可没有什么法律的束缚, 全看对方的人品底线。 不了解对方的情况下, 还是不要作死地反复试探了。 汉马H1的玛丽不用说了, 这辆大巴的动力也是足够, 一路上都是直接对着死体碾了过去, 车身上都沾满了血腥, 让刚刚吃完东西的几人 不由感到了胃部一阵抽搐。 前面有钢丝, 小心! 刹车! 而就在这个时候, 高城沙耶便是在对讲机当中尖叫了起来。 早有准备的徐悦, 当即便是不断地轻点刹车, 将大巴缓缓减速停了下来。 可汉马上的聚穿镜箱, 却是一脚踩死了。 虽然有着防暴死装置, 可轮胎缝隙当中的大量血肉和内脏当作的润滑, 还是直接导致了车辆的失控。 完全没来得及停稳, 就撞上了那钢丝网, 挤出了一个凹陷后才是堪堪停了下来。 只是这样, 四周的死体却是立刻就围了上来, 失去了速度, 想要临时起步挤开他们的难度, 无意下大了很多。 更何况看汉马的那样子, 好像是直接镶嵌了进去, 一时间很难出来。 场面请客间陷入了绝境, 挂上屁当拉上手杀的徐悦, 此时也从驾驶位上站了起来。 是时候刷不好感了。 第1238章, 缘分。 怎, 怎么办? 快退啊! 他们要过来了, 倒车? 倒车? 被困在大巴中, 四面黑压压地死体不断围来, 那种视觉冲击和压力都是异常大的。 那位心态相对最糟的大鼓, 也连忙慌忙地叫了起来。 就算相对稳重地得穿, 也是一片脸色发白, 随后颤声说道, 能, 能给我一把枪吗? 射击也是我的业余爱好, 现在人多力量大, 我看你们枪还有富余的。 啊? 你也知道你只是业余的呀。 徐悦抽出一把M16, 检查了一下后, 便装上了弹夹。 我是专业的。 哒哒哒。 将枪伸出, 没有丝毫犹豫地扣动扳机, 子弹朝着附近的死体倾泻而去。 撞击声已经吸引到他们注意力了, 已经无所谓枪声不枪声了, 或许更远的还会吸引到注意过来吧, 但只要在那之前将这里清空就好。 真正的弹无虚发, 每一发子弹必定最少伴随着一只死体倒地。 一串二, 一串三也随便可见。 自动步枪的贯穿力, 完全能够轻易做到这一点。 看着那些死体割麦子一般的倒下, 车上所有人都是满脸的目瞪口袋。 不就是拼子弹吗? 我上我也行。 大骨看着那喷出火蛇的M16, 满脸都是羡慕极度。 这种乱世, 有这样一把大杀器, 那当真是什么都可以得到。 权力, 女人, 食物, 应有尽有。 闭嘴啊! 德川直接喷了大骨满脸唾沫。 枪都没摸过的傻屌, 就算真的让他拿到, 后座力都扛不住吧, 正因为业余爱好是射击, 德川才真正明白这哥稻草的可怕。 惹不起惹不起啊! 本来还有点小九九的, 看来是没必要想了, 在这种乱世, 安心抱个大腿也不错。 叮咚! 第二缩子弹最后一枚弹壳掉落, 徐悦转身就将手中的M16 丢给了小事小, 随后抽出了自己的标枪, 从车上一跃而下, 冲入了剩下的残留死体之中。 七八个死体在徐悦面前 就犹如没有反抗能力的婴儿一般, 直接被一一抱头。 刺耳的鼓裂声 混杂着烂肉甩地上的声音, 听起来都让人感到一阵瘆人。 伴随着最后一只死体被一击, 直接将头部扫断, 附近范围内的死体, 便已经是都一扫而空, 场面一片宁静。 半凝固的粘稠血浆汇聚在地面, 形成了涓涓小溪。 直到一阵高速移动的脚步声出现, 才吸引到了其他几人的注意。 只见一队五六人规模的队伍, 穿着全副式的消防防火衣, 带着消防工具从那钢丝往后, 急驰而来。 那些榴弹发射装置一般的灭火装备, 近距离轰击也足够将死体群冲散, 加上可以有一定防御力的全副式装备, 这是一支当前环境下战斗力不弱的队伍。 只是本来高层百合子是察觉到了动静后带队过来救人的, 但看到了眼前的场面后, 却是和自己的队员都不自觉地停下了脚步。 满地上百只的死体尸体就倒在钢丝往前。 之前他们倒是听到了枪声的, 可从枪声的密集程度来看, 应该只有一把才对。 没有形成足够的火力覆盖网, 面对这种随着声音而来越打越多的死体, 当真是还不如不开枪。 结果本以为是来收拾烂摊子的, 但却发现根本就没自己等人什么事了。 就算是他们最初的想法, 也就是利用消防装备破开死体, 然后将幸存者就出来而已。 现死体都没了, 还就个屁的救啊。 啊啦, 宝贝女儿看来找到了了不得的同伴啊。 看着已经从车上下来的高城沙耶, 高城百合子也将自己的面罩掀开, 露出了那美艳的脸庞。 那股成熟的风韵和高城沙耶在一起, 看上去像姐妹多过母女。 妈, 妈妈。 高城沙耶看到高城百合子出现后, 脸上也露出了惊喜的神色, 随后直接朝着对方扑了过去, 在高城百合子伟案的胸怀中痛哭了起来。 似乎是想要将这些日子积攒的恐惧和委屈都发泄出来一般。 看来这里也不错。 徐悦带着其他几人陆续下车, 见到了那母女相认的场面后, 显得很是平静。 将钢丝网暂时拆开, 两辆车陆续也停靠了进去, 到了保护区内后, 再重新封锁了起来。 一行人看到眼前的场面, 也感到了很是吃惊。 没想到这里竟然也建立了一个类似于令和旅馆那样的聚集区, 而且规模还要更大。 感谢各位一路上对小女的照顾, 请先好好休息一下吧, 一路上辛苦了。 高城百合子回头也对几人招待地说道, 徐悦他们七人倒还好, 毕竟也是从安全区出来, 见过世面的。 那四位被救下的油腻中年, 包括稳重点的德川在内, 都有些忍不住痛哭流涕了起来。 想想两天担惊受怕的日子, 又看看现在。 这种平稳的环境看上去就好似天堂一样。 那就感谢太太的招待了。 徐悦撇了高城百合子化了淡妆的精致脸庞一眼, 脸上也泛起了笑容。 不得不说, 作为右翼团体的会长家, 高城家的规模大的, 有些超规格, 院子看上去都好似公园一样。 借助原本的围墙, 再用钢丝网进行一定的分割, 直接隔离出了一片巨大的空地。 此时空地内零零散散, 还有着诸多的帐篷, 都是那个忧国一心会社团成员的家属们。 在有组织有秩序的维护情况下, 他们的存活率还真不低, 比起其他地方是要好太多了。 见到一群新的幸存者, 而且里面大多都还是学生, 不少人也都好奇地多看了两眼。 欢迎各位来到这里, 想来一路上各位也已经见识过那些死体的恐怖了, 希望以后能够精诚合作。 或许是因为徐悦他们清空了一边死体的关系, 在几人进入后, 这里的首领,高层沙耶的父亲, 高成壮一郎也亲自抵达了现场。 刚一挺拔, 充斥着一种军人与硬汉的气息, 气场相当足。 腰间挂着一把武士刀, 以及手上的老茧, 也说明了他本身还是一位剑道高手。 初次见面, 我是令和旅馆的老板, 暂且那里也建立了一个幸存点, 希望之后能够互相多多合作。 徐悦也作为代表伸出了手, 握住了高成壮一郎。 令和旅馆, 我有点印象, 那是我一位老不下经营的旅馆, 之前都还在向我哭诉说 被一个华人低价买走了, 应该不是阁下吧? 感觉对方握手地手紧了紧, 徐悦还真感到了些许意外。 如果是前两天, 坐价三千万美金的那个老板画, 说的应该就是我了。 原之一字, 当真妙不可言。 第1239章, 讲道理。 三千万美金。 两人的无形交流, 让其他人都感觉有些莫名其妙, 最后还是小事笑, 有些疑惑地开口了一句。 是啊, 我说过我是从北海道过来的, 比起这里消息应该是灵通一点, 所以, 在床主室爆发出问题之前, 用钱购买了很多东西。 徐悦很是平淡地说道, 正常交易, 买定离手, 并没有强买强卖, 只是自己知道的更多一点而已。 这话让小事笑他们几人, 都感到了一阵扎舌。 怎么这位表哥的话, 听起来就和说三千块一样。 他在灾难之前, 到底是什么身份啊? 你是华人。 不过很快, 高成沙耶还从自己父亲说的话中另外一个方向, 得出了一个有用的线索。 因为轮回者们的语言精通, 完全听不出他口语上有丝毫问题和区别, 加上是公本利的表哥, 所以, 下意识也会当作日国人。 结果现在说是华人, 我姑姑嫁给的就是华人, 这应该也不奇怪吧。 公本利这时候出来, 一本正经地说道, 脸上还带着些许红韵, 把小事笑眼睛都看直了。 赫娜你承认是你从我不下手中榨取了他的旅馆吗? 高成壮一郎神色一鸣, 满脸正色。 父亲。 高成沙耶见到自己父亲的状态不对, 也从之前那惊奇当中回过了神来。 虽然因为家庭环境的关系, 他对华人的第一印象相对是比较糟糕的, 但好歹那也是公本利的表哥, 还是救过自己的人, 甚至自己能够回家也是依靠的他。 一码归一码, 他还是不愿意看到父亲和对方产生冲突的。 只是对于一贯霸道强势的高成壮一郎, 高成沙耶的话却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被他蛮横的一摆手就制止了后面的话, 只是炯炯地盯着徐悦。 炸取? 有趣? 徐悦哑然一笑, 自己特地把价格说出来了, 对方依然还是认为自己是炸取。 显然, 屁股一开始就是歪的, 既然如此, 那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其实自己本来也不想同他多扯, 只是看能不能包装成气韵之子卖给轮回者而已。 既然不想当气韵之子, 那就去当反派吧。 日国也有亲中人士, 比如与都公太郎的那位儿子, 但又一这种东西, 却是先天上就让人感到厌恶。 这位先生, 三千万美金购买的旅馆你怎能说是欺诈? 徐悦懒得再说什么了, 但公本利却是有些气愤了起来, 开口说道。 他开口了, 小事孝也连忙跟着附和道。 是啊, 这里又不是东京。 虽然床主室是属于东京管辖, 但只是一座一居行的小城市而已, 从马路上的车辆情况就能看出来了, 不然的话恐怕现在都抵达不了这里。 他自己都说了, 他提前知道了这种感染爆发的事, 利用消息上的隐瞒或渠道的旅馆, 怎么不是欺诈? 高城壮一郎依然是满脸的刚毅。 而这边的争论, 也逐渐吸引到了四周不少人的注意。 一方是新进来的人, 一方是这里的首领, 似乎在争些什么, 很让人好奇啊。 是你。 几乎是紧接着高城壮一郎的话, 很快一位魁梧高大的人影 便是从人群当中钻了出来, 看着前面的徐悦满脸都是争鸣之色。 就是你。 把我的重卡买走了, 所以我才困死在了这里, 不然我已经到机场了。 都是你。 嗯, 是徐悦买下卡车的那个原车主, 没想到他也在这里。 不过倒也正常了, 一般跑卡车的司机身体都比较强壮, 在这种乱世当中, 存活率当然更高一些。 哦, 原来还欺骗到了一辆卡车吗? 高城壮一郎再次眼皮搭了搭, 而那个卡车司机已经开始会声会色地在人群当中讲述着自己的遭遇, 听闻到了对方是个华人, 还用欺诈的手段得到了眼前这种时期至关重要的卡车, 以及一处不错的据点。 所有人也开始声讨了起来, 谁要你的臭钱赶紧把东西还回来? 没错, 现在有一辆重卡的话都能突出重围前往机场或码头了, 而且有卡车还能搬运大量物资。 现在钱有什么用? 能够进入到这里的, 大多也都是优国一心会的成员或家属, 本身思想就比较极端, 再加上徐悦华人的身份, 更是近乎于统一了口径。 看得公本利, 他们几人都是脸色一变, 完全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而被徐悦他们就出来的那四位, 其中有三位都不动声色地后退拉开距离, 似乎是想要划清界限。 也就是德川次郎脸色一阵阴晴不定后, 高声开口道, 开门做生意哪里能够保证自己永远不亏的? 三千万美金在当时的价格是远超旅馆的。 有本事当时就不要卖啊, 信息本身就是金钱, 人家是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信息凭什么要共享出来? 相比于公本利, 他们那达不到要点上的辩解, 很显然担任过业务经理的德川次郎要敏锐得多。 一句话下来就让诸多叫骂戛然而止。 其实谴责的人难道自己不知道情况? 不是的。 如果不是现在变成了这样, 三千万美金的收入足够让大多数人都做梦笑醒。 关你什么事? 你到底是帮哪边的? 呵呵, 用马上就要变成草纸的钱来买食物, 竟然还如此理直气壮。 恼羞成怒的一群人, 马上又将矛头转移到了德川次郎身上。 讲道理? 凭啥? 声音大就是道理。 砰! 刺耳的枪声响起, 压下了一切一声。 抬着枪口向天明枪的徐悦, 看着都安静了下来后, 也将手中的枪口下压。 嗯, 你们就当作是我榨取的吧, 怎么了? 有意见吗? 冷淡的声音响起, 那群叫嚣得最厉害的, 却没人敢再开口说什么。 那位卡车司机 更是好似鞍唇一样地缩了下去, 生怕对方将枪描向自己。 对方买自己的卡车 的确也是溢价了数倍的。 当时的快乐 现在都还记忆犹新, 只是自己无法接受这种反差。 哦, 怎么, 站不住里所以就恼羞成怒了吗? 高成壮一郎能够成为会长, 还是有着自己的魄力, 哪怕对方手上有枪, 也依然满脸平静, 成为了唯一敢开口的人。 只是右手下意识地 放在腰间的刀柄上, 带上了些许民众。 对方手上的是自动武器, 一旦没能制止住, 那损失恐怕就大了。 哎, 现在想要回头 同我讲道理了吗? 抱歉, 我不想讲了。 甩手一枪, 远处二楼一道人影应声而落, 是一位手持紧用枪械 偷偷瞄准了这里的人影。 眉心上的致命伤口, 似乎在说明着对方丝毫不在乎杀戮。 这也让选队站在徐悦这边的德川次郎脸上露出了冷笑。 是啊, 声音大就是道理。 但这个前提是, 人家拳头也没你大。 两梭子清空了外面所有活死人的怪物, 你们来和他来应的。 这里人数都没有之前那群怪物的数目多吧, 还顶不住人家两梭子的, 拿什么来扯? 第1240章 以和为贵。 握着刀柄的手掌越来越紧, 高成壮一郎却是迟迟不敢动手。 本来此时双方的距离下, 自己应该是占尽优势的, 可他的直觉却在不断地向自己示警, 一旦动手了, 自己可能会死。 这是干什么? 怎么还开枪了, 我就换个衣服的时间吧。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一声慵懒, 带着些许沙哑的声音, 便是从旁边传了过来, 人群自动分开, 让那位成熟美艳的高成百合子走了过来。 将原本臃肿的全副式防火服换下, 换成连体礼服, 金口半场露出了一丝视野, 群百分叉若隐若现, 整个人看上去都充斥着一股诱人的魅力。 似乎因为他的出现, 现场原本火热的气氛都冷却了不少。 亲爱的, 这是干嘛, 人家是客人, 是保护了女儿的恩人。 高成百合子训斥高成壮一郎的话, 也算是再次为现场缓和了几分气氛。 而高成沙耶这时候也扯了扯徐悦的衣袖, 小声说道, 表哥, 我父亲一向是这样的, 还请多淡淡一点。 行, 给你们这个面子。 爽快地将枪收起, 徐悦也并没有再坚持什么, 满脸都是笑盈盈的样子, 似乎是一笑敏恩仇, 宽宏大亮。 再怎么, 这也是高成沙耶的父亲, 而且小失笑也是他们看着长大的, 当着其他人的面全都干掉了, 影响自己的刷分。 既然又能包装了, 那就包装好卖给轮回者就是了。 至于其他的, 来日方长, 徐悦的果断收手, 让在场所有人也不由松了口气。 虽然庄园内的其他人不知道徐悦的枪法程度, 但自动武器, 这么近的距离下, 下击巴射都能收割一排。 人类又不是死体只有脑袋一个要害。 见到徐悦收枪, 高成壮一郎也松开了握着刀柄的手, 虽然对方收枪的时候自己有机会, 但他还是按住了那把刀斩的冲动。 现在是需要共度难关的时候, 那些琐事就以后再说了。 高成壮一郎自己也找了个台阶下。 至于那站在二楼想要偷袭, 反倒被爆头的家伙, 却是再没人去过多理会。 只是草草地安排了人收尸, 开局渐红, 人头祭天。 这种第一印象的效果也是可想而知了。 就算是一群学生, 也知道了这里恐怕是不欢迎自己等人。 而很快, 高成沙耶和小试笑便被高成百合子叫去叙旧了, 只留下了其他人分派在了庄园一楼的一间套间当中。 月桑, 在下就先告退了, 如果您要离开的话, 还请务必带上在下。 德川次郎也没准备当什么脚屎棍, 因为之前明显地选择了站队, 所以离开时也向徐悦提出了请求。 行, 反正现在到处都缺人。 对于这么一个懂进退的油腻中年大叔, 徐悦道也并没有嫌弃。 可惜形象不太好, 不然也能包装成器运之子了。 他这么离开不会有危险吧。 独岛护子瞥了一眼离开的德川次郎说道, 他们进来可是射杀了一人的, 虽然看上去更像是正当防卫, 可这种时候可没人会讲这些。 之所以他们妥协了, 纯粹是物理上的原因而已。 没事, 太圆滑得很, 出去保不定说什么的, 多头下注才是他们这种人的选择。 徐悦很是不以为意地回应着, 啊看来我们是不受欢迎啊, 可惜了, 这么软的床, 毫无形象地倒在床上, 聚穿镜香尽情地展示着自己火辣的身材。 让平野护田都快流鼻血了, 然后被徐悦关进了隔间不断地敲门哭诉。 如果是居穿医生你的话, 这里想必会很欢迎的。 这种漠视, 医生绝对是抢手货, 特别他还会自己配置一些高效的爹打药。 我可不想和这群人在一起。 聚穿镜香趴在床上吐了吐舌头, 感觉有些呼吸不畅了。 他虽然有些天然呆, 但也正因如此对人的感觉是很敏感的, 下意识就有些排斥这里的环境。 长期泡在学校环境中的他, 还是喜欢和学生们在一起。 放心, 先好好休息一阵, 估计也待不了多久的。 嗯, 最起码这里衣服够多, 可以多带点换洗的衣物走。 挤人身上的衣服是洗了后风干的, 因为赶路级看上去都还有些皱巴巴的, 这对于女性来说多少也是一种折磨。 而另外一边, 茶室当中高成百合子也开始挑出一些 以前缅怀的事来勾动了小诗笑的记忆。 是啊, 眨眼间就这么久没见过了。 小诗笑满脸唏嘘, 也正因为高成沙耶父亲的关系, 虽然自己和他幼稚园就认识了, 但却不太敢接触他父母。 对了, 对于丽的那位表哥, 你们了解多少呢? 高成百合子捋了捋自己的发烧, 似是不经意地问道。 一个很了不起的英雄, 对, 就是英雄。 小诗笑虽然经常扭扭捏捏地 对徐悦有些吃味和嫉妒, 但对于对方, 他还是很认可的。 是一位值得追赶的前辈, 一位可以依靠的同伴。 看着小诗笑那略带憧憬的表情, 高成百合子也感到了有些意外。 略微贫眉眼中闪过了一丝思索。 问我们有什么用, 那家伙想要了解他, 还是要多接触才能知道。 高成沙耶撇了撇嘴, 大概是明白了自己母亲 叫自己两人过来的原因了。 虽然他嘴上也经常毒舌两句, 而且还被对方打过, 但同样的, 对于对方的能力也是败服的。 虽然一直都自认自己是天才, 可比起对方似乎还真差些, 各方面都是。 所以虽然高成沙耶, 依然还是对小诗笑保留着好感, 但对于那一位一直在前面遮风挡雨的背影, 也多了一些如目之情。 说的也是呢。 听到了女儿的话, 高成百合子也很果断地下定了决心。 高成百合子本人也不是简单角色, 在嫁给高成壮一郎之前, 可是华尔街的超级商人, 嫁人后才急流勇退的。 本身在决断, 眼光和判断方面都有着自己的独到之处, 否则也不会那么恰巧地出现, 阻止了冲突了。 而且他总觉得对方的样子好像哪里见过, 奇怪了, 明明是第一次见面的才是。 这种俊杰只要见过自己, 不应该会忘记啊。 咦? 等等, 华人商人, 能够轻松拿出三千万美金, 毫不犹豫地买下一个郊区旅馆。 一道闪电划过脑海, 高成百合子也终于明白 为什么明明没见过会觉得对方眼熟了。 看过报道和相片, 与见到本人终究还是有差距。 没想到本人比报道上更加年轻英俊, 哼, 真是有些失态啊, 但出圈子才多久, 竟然都无法第一时间认出这种风云人物了。 难怪。 第1241章, 拉拢。 怎么样, 这可是明治时期铸造的宝剑, 名为村田, 从现在起, 它就是你的了。 高成壮一郎将手中的配剑推到了独岛护子面前, 让独岛护子也颇为动容。 以他的剑术修养, 自然能够分辨出名兵, 眼前这一把就是这种。 高成壮一郎向独岛护子的父亲求学过, 双方多少也有点交情, 送一把剑什么的也是理所当然。 原著中, 他也同样送出了这一把。 不过这一次, 独岛护子出窍欣赏了一阵后, 便又归窍, 推还给了高成壮一郎。 感谢阁下的馈赠, 不过我现在这把剑也不错, 就不多人所爱了。 独岛护子现在的配剑是弹簧刚打造而成, 除了防袖能力差点外, 各方面都相当超群。 如果是正常, 接受对方的馈赠倒也没什么。 但进入这里时的遭遇, 却也让独岛护子明白双方终究不是一路人。 这样的话, 却是不好收下对方的重礼了。 在父亲的记名弟子和现在的团队之间, 他当然毫无悬念地选择了现在的伙伴们。 哦, 你们团队的凝聚力这么强的吗? 高成壮一郎也并没有抢求送给对方, 而是淡淡地说道。 对方一行人当中, 直接有三个被他们中途救过的人放弃了他们的队伍, 剩下的人当中还有着自己的女儿以及小失笑那个看着长大的孩子。 除此之外, 建树超群的独岛护子也和自己多少有些关联。 再加上独岛护子的那位医生朋友, 小失笑的青梅竹马, 以及自己女儿的那个胖子跟班。 可以说理论上是完全能够架空那个危险的华人。 没错, 在高成壮一郎眼里, 那个华人就代表着危险二字。 哪怕在正常和平年代当中, 他也是对隔海相望的那泱泱天朝抱有十足的警戒之心, 甚至说敌意。 十多亿人口, 地大物博, 强大的民族任性和凝聚力, 这绝对是帝国的巨大威胁。 可以说先天上, 他就对华人带有浓浓的敌意。 而眼前乱世当中, 身处异国他乡, 混乱才刚刚爆发, 这位就能够做到如此地步。 在高成壮一郎眼里, 便是代表着威胁。 现在已经不单纯是他买下了部下的旅馆, 以及进门射杀一位部下的问题了, 而是对方本人的问题。 只可惜, 明明才几天的时间, 对方就牢牢地将旁边的人们都团结在了身边。 就算是自己赠送出这等名剑给对方, 对方也无动于衷。 这样的话, 想来小试校那边也并没有多少作用了。 分化工作其实已经可以宣告失败。 哒哒哒。 而这时, 伴随着木鸡的声音响起, 身穿和服半场苏兄, 浑身充满着妩媚之气的高成百合子便是来到了道场。 先是对独岛护子点了点头, 问候了一声后, 便是对高成壮一郎说道, 我已经知道对方的身份了, 有这种能力并不奇怪。 哦, 那看来是 夫人圈子里的人了, 能够一口气轻松拿出几千万美元, 而且还是私人账户, 那是你圈子的人也并不奇怪。 高成壮一郎点了点头, 并没有过多的询问, 现在独岛护子还在这里, 而且明显他是站对方那边的, 那就不用再多说什么了。 你们之间的关系太僵了, 我去侧面了解一下, 这种时候, 我觉得还是要先中之城城共渡难关的好。 高成百合子也随后开口道, 让壮一郎沉吟了一下后, 就认同地说道, 也好, 我们两个聚集点相聚也并不远, 互相帮扶也是可以的, 其他恩怨先放一遍。 看到壮一郎明白了自己的意思后, 高成百合子也点了点头。 论人计交往, 自己可从不弱于人, 对方多少也是自己圈子里的大佬了, 还是有得谈的。 哦, 高成夫人登门, 倒是有些意外了。 套间当中, 盘膝而坐的徐悦看着眼前身穿和服的高成百合子, 脸上浮现了一丝意外的表情。 之前的事多有冒犯, 还请徐悦阁下不要介怀。 跪坐在徐悦对面的高成百合子, 微微欠了欠身, 再次表达了歉意。 而且欠身时从半场领口表现出的诚意, 也是十足的。 哈哈, 一点小争执而已, 完全没放在心上, 说起来, 本来就是我占到了便宜。 徐悦瞥了一眼后, 便是笑着摇了摇头。 阁下一路还护送了小女来到了这里, 尚未来得及感谢。 直立显得更加挺拔的高成百合子继续说道。 所以, 征询了壮意郎后, 我们愿意让阁下成为这个驻地的副统领, 不知阁下意下如何。 听到高成百合子的话后, 徐悦也有些哑然失笑。 这个驻地的副统领, 纯粹名号上好听而已, 难道有个副统领的名头, 就能让其他人听自己的? 终究还是要看人。 而且一旦成为了副统领后, 自己车上的物资和枪械均出一部分, 不也是应该的吗? 还真是想空手套白狼啊。 表明说的是感谢, 实际上却并没什么卵用。 不过本来也要炮制出一个新的靶子, 成为副统领也并无不可, 自己只要明义就行了。 如果高成夫人执意如此的话, 那在下就确置不公了。 徐悦直接地答复, 让高成百合子都不由一愣。 其实, 他开口也就是仗着女性的便利, 随意试探一下而已, 这么明显的目的, 对方应该也能够看得出来才是。 只是没想到对方竟然真的直接答应下来了。 难道说, 他真的没什么野心? 还是说在异国他乡之道取舍。 但不管怎么说, 对方答应了下来都是一件好事。 为了表示夫人的看重, 我就亲自为夫人准备一些料理吧, 不要看我这样子, 其实我料理水平可是很高的。 徐悦一边说完, 便是直接起身, 走向了这套间的小厨房。 本来高成百合子还想要说些什么的, 但看到对方处理食材的手段后, 也立刻闭嘴了。 好厉害, 单凭这一份刀工就算自己也远远不及。 这种有钱大佬的爱好, 还真搞不懂啊。 看来料理是对方的得意特长了。 深深明白一些大佬们的特点, 高成百合子也没准备直接离开, 而是在原地等待着。 许多大佬都会有些独特的爱好, 如果切入点合适, 那比送什么礼物都要好。 对方既然喜欢烹饪, 那自己品尝他的美食并给予赞扬。 那将会比赞扬对方本人都要来得有效。 闻着鼻尖涌现的香味, 高成百合子心中也泛起了一丝期待, 而且根本不用违心。 第1242章, 合并。 充分坦诚地交流了两个多小时后, 高成百合子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如何离开套间的。 将从肩膀上滑下露出了精致锁骨的合幅重新拉起, 之前发生了什么他已经有些不记得了, 只记得好像吃得好饱, 好撑。 对方的料理水平完全超乎了想象, 吃下去就飘飘欲鲜, 什么烦恼都忘记了。 路过洗漱间照了照镜子, 高成百合子还发现自己的脸都是一片红润, 而且眼睛好像有好似哭过的痕迹。 摇了摇头, 他便是继续扶着墙朝着自己房间走去, 吃得好饱, 需要休息一下。 总体上来说, 对方既然答应了作为副统领留下来, 那作为统领夫人的自己也已经成功完成任务了。 徐悦成为了高成家驻地的副统领, 这消息一传出也引起了一片哗然。 之前和高成百合子的充分交流中, 徐悦已经表明了对外就叫自己悦先生就是, 不想引起什么关注, 所以对于聚集点内的其他人来说, 只知道是一个华人成为了副统领。 这对于大多属于幽国一星会家属和成员的幸存者们, 感到有些难以接受。 至于武器, 倒也有留下来两把。 一把是南里相加的散弹, 还有一把是路上缴获的猎枪。 配合本来庄园内就收集到的一些警用枪械, 勉强完成基本的防御还是足够了的。 这里圈下的安全区范围可远远比例和旅馆要大, 里面还有着小铲车、皮卡等各种工具车。 在缓慢地清理着四周死体的时候, 还能利用各种路障和钢丝网慢慢地扩大安全区的范围。 多重防线的设计下, 也能保障哪怕扩大的时候不小心出现了死体进来, 也依然能被封锁在外的情况。 就算内部任何区域爆发出了死体感染, 也能迅速封锁隔离。 嗯,这种内部分割的方案和设计就是徐悦提出来的。 原著当中这个据点被死体攻破, 可就是因为一个小缺口而已。 既然要把这里好好经营一下, 吸引吸引附近的轮回者, 那自然还是要有长久打算的。 我们出来也已经快一周了, 差不多要回去报平安了, 而且这里也已经扩建得差不多。 我们正好将那边的物资都转移过来, 完成两个驻地的合并。 暂时将这驻地稳定住后, 徐悦也开口表示了要回去一趟。 这样吗? 的确人多才力量大, 将人都合并过来最好。 高城壮一郎这段时间也已经完全认可了徐悦的能力, 对方弥补了庄园的好几个漏洞, 并且规划出了一套合理可行的管理办法。 并且对一些还抱有不切实际幻想的普通人, 也完成了再教育工作。 因此, 高城壮一郎对徐悦的看法, 也有了很大的改观, 有一种息息相应的认可。 我只是去接人的, 开大巴过去就是了, 独岛你们就留在这里吧。 徐悦对独岛护子几人说道, 到了现在, 在驻地当中倒也无需担心他们的安全了。 本来就是去接人, 还大堆人跟过去, 也不是个味儿。 那就由我代表着这里和你一起过去吧。 端庄迷人的高城百合子在一旁提议地说道, 对于夫人的提议, 高城壮一郎还是比较认可的, 由统领夫人和副统领一同前往, 也代表着几方的诚意。 既然高城夫人愿意走一趟, 那当然是最好。 这段时间, 徐悦除了快把公本力的好感刷爆外, 小事孝和平野互填两人的好感, 也利用平时的言语和安排进行了一定的套路提升。 另外一方面, 就是不断利用美食唤醒高城百合子的深层记忆。 在他的配合下, 高城壮一郎的一切都在徐悦的掌控之中。 也就这样, 两人开车大巴车, 踏上了回令和旅馆的途中, 终于刷出了景豪勇的基础羁绊了, 不容易啊。 小全身二满脸的唏嘘, 那个子藤浩仪更难刷, 不过景豪勇这边通过这些天的努力, 还是刷到了友善了。 理论上来说, 现在自己已经稳了, 下一步就是扩大战果。 只要在任务时间结束前, 尽可能地多刷好感, 刷高好感, 那最终结算时的奖励就会越高。 想想都让人激动。 是啊, 我记得这次任务有说明, 只要能够成功完成任务的话, 除了造成大规模损坏外, 任务途中的意外损耗是会返还的, 接下来可以稍微浪一下了。 诺夫斯基也是满脸的欣慰之色。 哼, 蠢货, 不要忘记那群欠了一屁股债的人。 在诺夫斯基刚刚带起节奏的时候, 刘公公便是冷哼了一声, 泼了一盆冷水, 随后阴测测地继续说道, 万一这个景豪勇并不是被眷顾之人怎么办? 我们又没有肯定地判断依据, 只是推测而已, 空间也没有提示。 刘公公的提醒, 让小泉慎二和李显也都冷静了下来。 是啊, 虽然景豪勇各方面都是气韵之子母版, 再不计也是重要难配, 空间也提示了人数不少, 所以它是其中之一的概率相当大。 但这却也不到百分之百啊, 现在唯一能百分之百确认的唯独只有岳先生而已。 刘公公说的也是, 差点我就膨胀了, 最好还是要刷到岳先生的好感才稳妥。 小泉慎二凝重地说道, 让刘公公也点头露出了笑容。 也不用太担心, 我只是说最糟糕的情况, 那位岳先生的难度肯定是最高的。 如果我们能把其他疑似对象都刷起来, 也是同样效果的。 刘公公所言极是, 本来暗自催了一口的诺夫斯基, 立刻就是接了上来, 顺便给了刘公公一记马屁。 那个子腾浩仪最近都在搞合纵连横, 想要将所有人团结到身边, 我们就暂且顺了他的意, 先刷到他好感再说。 李贤也认同地点了点头, 是啊, 只刷到一个还不保险, 先上个双保险再浪吧。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不良黄毛学生, 却是满脸惊恐地跑了进来, 带着一阵惊慌和结巴地说道, 不, 不好了, 外面来了好几个厉害的紧的残疾人, 他们想要进来, 我们拦不住, 全被放倒了。 说完之后, 他又咽了口口水, 看向了眼前同样的几个残废, 有些弱弱地说道, 那个, 他们是你们一个社团的吗? 听到这黄毛的话, 几人的眼神也都一阵凝重, 互相对视了一眼, 有其他轮回者到了。 也是了, 这么多天下来, 在附近的轮回者应该也都要赶路抵达床主市了。 这城市不算大, 碰到了并不意外, 就是不知道是哪边的阵营, 希望不要是敌人。 第1243章, 跋山涉水。 段之贵看着眼前那防备森严的旅馆, 以及已经被打倒了一地的学生, 眼中也泛起了一丝兴奋之色。 终于是找到聚集点了, 这些天哪里是人过的日子, 开局就是残废, 空间惩罚任务简直坑爹。 而且最坑爹的是, 自己开局竟然是在米国, 也就是自己有过不少这种低科幻世界的经验, 才是早早地买到了飞往日国的机票。 还在飞机上的时候, 生化事件就已经爆发了, 而且坑爹的是飞机上都还有。 也就自己一直都保持着警惕心, 加上靠着初始身份做的是头等舱, 所以才在最后关头, 挤进了驾驶室, 保得了小命。 然后威逼利诱外加飞机的自动导航, 才是千辛万苦地抵达了日国。 到了之后还是在大阪。 费尽手段, 加上一路上收集的小伙伴, 才是千辛万苦跋山涉水地来到了目的地闯主室。 一路上什么苦都吃了, 因为缺乏食物, 什么黑暗食材都啃过。 现在终于要苦尽甘来了。 意志判定的独立加成, 自己必须要获得。 段将军, 你说这里能找到被眷顾者吗? 同样站在段之柜身后, 等待的另外一位残疾人, 此时脸上表情也有些忐忑。 虽然经历没有段将军那么传奇, 但一路上也是吃足了苦头了。 我们已经晚入场很久了, 灾害爆发了这些天, 就算侥幸狗活下来的幸存者肯定也是苦巴巴的。 你看这群学生, 一个个油光满面, 很显然是活得很滋润, 所以我断定这里必定有被眷顾者。 段之柜当真也是火眼金睛, 盯着那群被打倒在地的学生, 满脸都是稳重之色。 看得身后几人都是一脸恍然。 不愧是资深乱入者, 终究是有差距啊, 反应就是快。 虽然将这群学生都放到了, 但他们下手还是都有分寸的, 都只是暂时解除战斗力, 并没有受什么伤。 更何况, 他们几位残疾人手上 可是都有着各种警用枪械的, 真的有恶意的话, 就是一地尸体了。 之所以会依然果断选择先动手, 主要还是不想让他们小看自己等人。 毕竟残疾之躯的第一印象实在是太糟糕了, 必须要下猛药来扭转一下。 第一印象能够改变, 后面能够省力很多。 可以说诚意已经摆出来了, 对方话是人就算出来, 也应该无话可说。 之前特地放了一个回去, 算算时间应该差不多要到了吧。 只是就在几人想到这里的时候, 伴随着一阵熟悉的声音出现, 一群人便是从旅馆内走了出来。 一个照面就让他们几人神色一鸣。 出来的人当中有整整四个残疾人。 这么多残疾人汇聚, 而且还是床主室, 用脚响都能想到肯定也都是轮回者。 只是不知道是哪一方的。 这一下让北洋的几人也升起了浓浓的戒备, 各自握紧了手中的枪械。 另外出来的小全身二等人, 也都是功努并用, 互相对质。 一种一触即发的态势, 让现场其他普通人都感到了一阵莫名的压力。 没错了, 虽然还无法确定他们是敌室友, 但有一件事能够确定的是, 这里必然有着被眷顾者。 段之贵很是凝重地低声说道, 让其他几人也重重地点了点头, 眼中冒出了绿光。 这次的独特奖励真的不错, 他们也都想要, 而能够完成任务的目标就在前面一群人当中, 自然会很激动。 如果对方也是自己人, 那自然也是再好不过了。 不过他们几人也清楚, 现在来说, 北洋的人数只有对手的五六分之一, 所以遇到是敌人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争, 必须要争。 果然伴随着双方的逐步试探, 那牛头不对马嘴的暗号对接, 也完全确定了对方并不是自己人, 是对手。 这一下, 让场面的气氛也变得更浓了起来。 小泉深二等人的压力也很大。 对方手上有枪, 枪这种东西对付死体, 因为声音的关系的确不是很好用, 可打内战起来却优秀太多了。 而且, 对方的人数竟然有五个。 看到那风尘仆仆, 一个个都好似垃圾堆里滚过的拾荒者, 浓郁的嗖臭味扑面而来。 小泉深二等人也知道, 他们恐怕是拔山设水费尽千辛万苦才赶过来的。 这足以证明他们的能力之强。 真硬拼起来, 自己这方并没有什么底气。 先不说赢不赢的问题, 就说真的惹急了对方开始射杀土著NPC。 万一把两个被眷顾者射死了, 那自己等人也就白忙活了。 呵呵, 这世道已经这么艰难, 不如井水不犯河水。 小泉深二试探性地开口道, 都是惩罚任务, 其实阵营方面来说并没有丝毫强制性, 甚至不能将惩罚空间内的任何情报透露到外界。 这种情况下, 的确是不用打声打死的吧, 互相放过, 不是能够提高存活率吗? 本来就是惩罚任务, 不要太冒险了。 呵呵, 让我们留下来就井水不犯河水。 段之贵也一脸皮笑肉不笑的表情, 对方手上已经握住了被眷顾者, 当然想要闷声发大财。 但自己等人的可还没有着落。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大不了大家一起玩玩。 听到段之贵的话, 小泉慎二也感到了有些头疼, 虽然双方互相忌惮, 都没有谁敢率先出手。 但两个敌对方勾心斗角地生活在一起, 这却也不可能。 凭啥我们辛辛苦苦找到的眷顾者, 还有刷到的好感要共享给你们这群敌对的? 就算是自己人都得收取点费用才是。 大路朝天各走半边, 何苦要留下来, 大家都不舒心。 呵呵, 看到你们失败, 我们会很舒心啊。 段之贵一脸平静地从怀中掏出了两枚手雷, 让小泉慎二他们几人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了。 该死啊, 这不是仅用物品, 他们怎么搞到的? 而且, 看他们那样子, 很明显是不愿意善罢甘休了, 其实, 有没有手雷都没区别。 哪天晚上丢几个自制的燃烧弹也够几人喝一壶了。 棘手, 真的棘手。 见到小泉慎二几人难看的表情, 段之贵也一阵仰天长笑。 自己辛辛苦苦从美国历尽千辛万苦赶到床主室, 图的就是一个。 砰! 一颗子弹从他太阳穴穿过, 满脸含笑的段之贵扑斥一声倒在了地上, 红白相间的东西涓涓地从枪口处流了出来。 第1244章, 矛盾。 什么? 迪席? 啊! 哦! 跟着段之贵的另外四位残疾人, 还没反应过来什么的, 便是被后续紧随而来的子弹扫倒在地。 终究只是残疾人, 哪怕意识很高, 知道子弹来源, 知道遇袭。 甚至反应最快的已经转头看到了来袭方向驾驶过来的大巴车。 但残疾之躯却依然是限制着他们。 不能第一时间果断地解除限定的话, 就是死字贴在头上。 很显然, 以徐悦的枪法是不会让他们有反应的时间的。 都是一枪毙命, 走得没有丝毫痛苦。 残疾人和小全身二他们对峙, 见弩拔张的, 不用想了, 肯定是北洋的人。 所以还是不要手软了。 突然出现了几声枪声, 让小全身二他们也吓了一跳。 还以为是对面开枪了, 但随后, 见到北洋的那五人抱头倒地之后, 便是心中一喜, 朝着枪声来源的方向看去。 就看到了探出大巴车, 朝着自己等人招手的徐悦。 哈哈, 是岳先生。 是啊, 终于回来了。 毕竟是最主要的气韵之子, 对于他的归来我毫不怀疑。 杀得好。 瞬间就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这就是气韵之子的实力。 没错, 我们跟着他, 哪怕还没刷出羁绊, 他也下意识地开始庇护我们了。 就在几人兴高采烈的交流之中, 高城百合子也将大巴车停下了旅馆之外, 随后和徐悦一起下车走了过来, 这几个家伙手握凶器, 看上去凶神恶煞的, 学生们也都到了一地, 所以我下手就很辣了点, 没有打错人吧? 徐悦下车后询问式地说道, 没有, 月先生的判断很对, 如果不是您的果断, 他们的手雷丢进来, 那就是损失惨重了。 小泉身二连忙开口说道, 呼, 那就好, 毕竟人不是死体, 还是有些负罪感。 徐悦这话让旁边的高城百合子不由娇媚地白了他一眼, 也不知道是谁第一天就杀人几天的, 那时候也没见他有丝毫不适。 表哥, 立他们呢? 景豪勇是跟着小泉身二他们一起出来的, 也一直都站在一边。 对于那对峙情况当然也是心中清楚, 人被杀掉后虽然有些不适, 但更多的还是松了口气。 只是见到徐悦下车, 竟然只带了一位不认识的大美人, 没见到公本利他们的身影, 让景豪勇也感到大为紧张。 异行人出去已经超过一周了, 甚至不少人都已经怀疑他们遇害了。 毕竟外面都是那些力大无穷的吃人怪物, 环境糟糕的可以。 现在没见到公本利他们下来, 自然更加地紧张。 不用担心, 我们找到了一个更大更安全的据点, 就是这位高城夫人家里, 那里已经有近百的幸存者了, 这次过来特地接大家带着物资过去。 徐悦安抚了一下景豪勇, 让他也松了口气。 等等, 我们要把物资都搬走。 而这时候, 子腾浩一便是适时地开口了。 这几天的时间, 他也做了很多工作, 仗着老师的身份, 几乎将所有学生都团结到了自己的身边。 利用这些恐惧的气氛, 几乎将学生里的几位女生完成了洗脑, 成为了其他男生的发泄工具。 也因此, 他得到了以两个黄毛不良为首的学生们全力的支持, 已经紧紧地抱成了团。 现在整个令和旅馆也就是景豪勇, 田中警官以及几位轮回者不是他的人了。 在几位轮回者围观, 景豪勇和田中警官两人有些自身难保的情况下, 他已经实质上完成了令和旅馆的统治。 也正因为如此, 几位轮回者才能够成功刷到景豪勇的好感, 因为是雪中送炭了。 本来在紫藤浩一眼里, 出去的那群人八成是已经死在了外面了。 毕竟食物也就准备七天的, 结果已经超过一周没回来了。 可没想到, 竟然在这个时候还是回到了旅馆, 还说要将人和物资带走, 和另外一个近百人的大型聚集地合并。 凭什么? 我在这里做皇帝做得好好的, 有着充分的物资能够分配, 衣食无忧, 为啥要将物资提供给别人? 紫藤浩一看得很明确, 在今后, 这些物资才是真正的硬通货。 等到人恶极的时候, 只要手上有着一点食物, 就能够命令别人做任何事。 掌握了物资就掌握了一切, 手下还有一群忠实的学生, 失心疯了才和你去另外的筑地啊。 而且, 看样子还是死体多的市区, 远远没有这里安静。 一边想到这里, 它也一边立刻开口了。 各位, 我们这里二十来人, 以准备好的物资来说, 足够支撑半年, 甚至更久, 衣食无忧。 半年后, 说不定那些怪物就已经自己腐烂掉了, 我们依然可以回归和平。 可一旦将这些物资交出去, 去一个上百人的基地当中, 那恐怕也就只能支持一个月。 等到食物没了, 我们就要冒险在那些怪物的环绕下出去寻找, 想想这日子, 想想这差别。 不得不说, 紫藤浩一的煽动性还是很强的, 本来他就已经主导了所有的学生。 再加上这些话, 立刻就让刚刚爬起来的学生, 以及跟在他身边的几个学生, 对徐悦怒目而逝。 想想, 最近那神仙一般的日子, 再想想头两天的担惊受怕, 这绝对无法接受。 我话就放在这里了, 我只支持紫藤老师。 一位手上握着一把仅用手枪的黄毛, 双目冲血杰斯底里地喊道。 一边喊着, 一边还搂过了旁边一个衣着暴露的碧池气质女生, 狠狠地瞪着徐悦。 有了他带头壮胆, 不少男生也同样面露凶光, 手中的弩箭也都隐约抬起。 这些天, 几位轮回者可是加班加点, 制作了许多合适的兵器。 如果徐悦将其他几人带来了, 全副武装几条军用枪械指着, 学生们估计也会被吓掉胆气。 但现在就他一人一枪, 哪怕开场杀掉了几个残疾人, 也并没什么感觉了, 换我们出其不意, 我们也可以。 这边这么多人这么多武器, 单纯武力上, 他们已经自认为无所谓了。 而且他们也不认为对方胆敢开枪。 加上紫藤浩一的煽动话语, 和那黄毛带头的壮胆, 每个人也都回过了神来, 不愿意带着物资过去。 人是从众的动物, 试起来之后就很难压了。 紫藤浩一对于自己的杰作, 也感到了很满意, 让你抢了先手又如何? 自己依然靠着自己的智慧完全搬回来了。 越军, 看来你的老巢要被人端掉了。 高成百合子环胸靠墙, 看上去有些慵懒地调侃了一句, 还真是一群热血上头的学生呢。 几位轮回者也暂时没出声, 静静地看着两位气韵之子的争锋。 以他们的经验, 许多任务空间当中最主要的气韵之子, 必然会有一个或几个宿敌。 不少宿敌也同样是气韵之子的配角身份, 有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被感化成为伙伴, 也有可能会宿敌到底。 眼前很可能就是这种场景了。 哦,你们不想去啊, 不想去就不去就是啊, 又不强求。 面对几人嗶嗶了半天, 徐悦也伸手掏了掏耳朵。 不过这旅馆和物资都是我的所有财产, 嗯,校车是你们的, 给你们开走吧, 手上的兵器也记得都留下来, 是我买的材料做的。 紫藤浩一脸色一遍, 随后立声说道, 你说是你的就是你的。 证据呢? 哦, 这是我买东西的清单和车辆与住房的证件, 因为是刚买不久, 所以正好都在身上。 徐悦掏出了一打票据, 在手上敲了敲, 都是爆发感染前一天当天买的, 当然都放在一起的啦。 紫藤浩一 第1245章 无奈之举 看着徐悦手上那一堆票据, 紫藤浩一张了张嘴, 一时间竟然也有些无话可说。 但很快, 他手下的黄毛小将便是直接抬起了手枪, 立色地开口道, 我管你什么票据,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这些东西有屁用啊。 我把我家里的钱和房子都给你, 换下这些, 你自己去拿吧。 有了这黄毛小将带头冲锋, 紫藤浩一脸上也露出了一丝笑容, 随后优雅地行了个礼说道, 没错, 现在已经不同于以往, 旧时代的一切都将被重置, 现在已经开启了新世纪的大门, 你那些旧时代的票据已经毫无意义。 随后他又一个旋转转身, 指向了后面的令和旅馆说道, 而我们, 在新世纪开启后, 已经在这里住下了超过一周, 这里已经是属于我们的占领地, 关于我的论点, 可以完全以人数来进行决定, 大家认为我说得对的请鼓掌。 再次行了个礼后, 那些学生们便一起给予了雷鸣般的掌声, 在掌声当中, 紫藤浩一也进行了优雅的感谢, 请看, 现场超过了三分之二的人赞同了我的观点, 这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所以说你想要走就自己走吧, 想要离开团队这也是没办法的呢。 没错, 支持紫藤老师, 赶紧滚啊, 不要妄想我们分一点东西给你们。 被煽动起来的学生们, 此时也已经全都疯狂了起来, 手中的武器全部对准了徐悦, 一个个都是杰斯底里, 在这绝望的世界当中, 本就被恐惧所包围, 紫藤浩一煽动的时候, 这段时间的不断洗脑, 也灌入了一种更加极端的思想。 你们怎么能这样? 这些都是岳先生那一天买下来的, 都是属于岳先生的。 田中警部显然是感到了很是气愤, 景豪永也连忙说道, 没错, 就算是身处乱世, 也要有做人的底线。 住口, 你们两个没说话的资格。 另外一位黄毛小将直接开口喷了起来, 你们一个一直是跟着对方过来的, 肯定帮亲不帮离, 另外一个的女朋友也已经到了基地, 你们已经没有资格待在这里了。 没错, 你们也出去, 不要浪费我们的物资。 两个人的开口, 再怎么也压不过二十多人, 场面一度有些凌乱。 而几位轮回者则一直是冷眼旁观, 似乎是没准备趟这一趟浑水。 选择在这里站边并没有多少意义, 双方都立场很坚定, 好感度什么的也得不到什么实惠。 诶, 还真有点让人难办呢。 徐悦贪手, 露出了一种为难的表情。 这是光明正大的抢劫吗? 抢劫? 不要污蔑我们, 我们只是新时代守护自己的利益而已。 子腾浩一一脸的义正言辞, 都是学生, 还是之前的同伴, 我下不了手啊。 徐悦抬了抬枪口, 叹息地说道, 让子腾浩一还有那群学生 更加地得势了起来, 随后继续道。 所以说, 就请你自己离开吧, 看在以前同伴的份上, 你手上的枪我们就不要了, 但地上那群人的尸体 是属于我们的。 子腾浩一早就掩热 北洋那几人的装备了, 生怕到时候被对方拿走。 有了枪, 自己就能拥有着更大的权势。 好吧, 既然下不了杀手, 我也只能这么选了。 徐悦似乎是显得有些萧索。 还有, 那位美丽的女士也要留下, 你已经把公本利他们带走了, 必须要还一个给我们。 子腾浩一身边的黄毛小将 继续张狂地说道, 看着高成、 百合子眼中都冒出了绿光。 那种风雨成熟的气质, 当真不是青涩的学生 可以比得了的, 他早就看得眼直了。 高成百合子 见到自己都躺腔了, 也是感到有些好笑。 年轻? 真好啊! 哒哒哒! 连续的火蛇从徐悦枪中窜出, 凄厉的惨叫声从人群中发出。 能够发出惨叫, 显然每个人的伤都并不致命。 徐悦平静地将一梭子打完后, 也慢吞吞地换上了另外一锁。 看着除了没武器的女生, 地上捂着胯下倒了一地的学生 与子腾浩一。 徐悦脸上也露出了悲天敏人的圣母表情。 没办法, 我实在是下不了杀手。 放心, 我对医疗方面还是有些自信的。 之前的瞄准也很有分寸, 一定不会让你们出事的。 这是我的承诺。 将枪背在背上, 徐悦反身从大巴车上取下了准备多时的袋子, 随后戴着手套一把一把地 从其中抓出了白色粉末, 一路撒在各自的伤患处。 因为受伤的地方比较隐私, 所以就不好直接接触了吧。 只是随着那白色的粉末撒下, 这群人却是叫得更加凄惨了。 好几人都硬生生地晕了过去。 看到那带着些许烟雾水汽冒出的伤口, 小全身二他们几人都是瞳孔一阵收缩。 我曹, 是生是灰。 这看得起人不由一阵头皮发炸, 特别是刘公公, 更是感觉胯下一紧, 回忆起了一些不美好的回忆。 看看他们这样, 再回想起当初, 看来自己还是蛮幸运的。 这方面, 我有些经验, 就让咱, 就让我来帮忙吧。 只要好吃好睡, 保证让他们最快的速度恢复过来。 这时候, 刘公公还是站了出来, 准备体现出自己的优势了。 而刚刚给每个人撒完消毒粉的徐悦, 也很是爽快地将这工作交给了刘公公。 嗯, 人家是专业的, 完全可以放心嘛。 我觉得, 他们的心地应该是不坏的, 只是因为外界的恐惧导致了体内激素不平衡, 才会这么暴躁, 接候肯定能够好很多了。 和刘公公完成了交接后, 徐悦脸上也带上了些许唏嘘, 似乎是有些不忍心。 但这看在田中, 警部以及警豪勇眼里, 都莫名地感觉到了胯下一紧。 除了刘公公之外的几位轮回者, 也同样是头皮发麻。 气韵之子, 终究是气韵之子儿, 一切与他为敌者, 都将遭受到恐怖的制裁。 哪怕是老天亲定的宿敌也没用。 不过这也再次侧面反映了子藤浩义同样属于被眷顾之人的身份。 看看差距, 之前外面几个北洋的家伙直接被爆头, 但子藤浩义带头反对, 挑拨离间, 却也依然和其他学生们一视同仁, 捡回了性命, 这不是气韵庇护又是什么? 正好他现在受伤了, 进入了低谷, 我们又能够雪中送炭了。 这样, 既可以刷出他的羁绊, 也可以给岳先生与景豪勇两人看看自己等人的兄弟。 我们可也是人品正直的好人。 第1246章 提议 有刘公公在, 加上一些现代医疗药品的简单辅助, 在他一一完成清创, 将不整齐的枪伤完成了平整与包扎工作后。 所有受伤的学生和子藤浩义也都活了下来。 从他的清理与包扎功夫来看, 的的确却是专业级的。 放心, 一个都死不了, 以咱, 我的手艺, 他们最慢一周后就能够干活了, 而且没有了欲望就会减少野心, 只要调教的好就是任劳任怨的勤劳工风。 刘公公嘎嘎笑着地在徐悦面前邀功, 换来了徐悦温和礼貌的感谢。 辛苦了, 不然万一有人因为我制造的伤势而死了, 我是会内疚的。 哪里哪里, 此等小事不值一提, 以几位轮回者的冷漠心态, 这群学生只是去世了而已, 饱得一条狗命已经是够心词手软了, 完全不觉得有什么。 但田中, 井布和井豪勇多少还有些没回过神来, 吃饭时都有些心不在焉的。 不过经过如何, 他们也都看在了眼里。 世子藤浩义唆使着那群学生步步紧逼, 不留余地, 换来了如此下场, 也是活该。 几位因为没有武器, 瑟瑟发抖的女生, 徐悦也安排着他们去照顾伤员, 并没有多对他们怎么样。 虽然这几个已经被子藤浩义洗脑了, 但还是多少能帮把守。 那么现在这样, 大家对于合并的事应该也没有反对了。 将所有伤员整整齐齐地摆在大厅, 加上没受伤的一群人, 徐悦也对大家再次发表了询问。 而这一次, 哪怕已经醒过来满脸生无可恋的子藤浩义, 都没有在开口反驳什么, 只是沉默应对。 嗯, 看来都已经默认了, 我还是很讲道理的, 一定会征求大家意见。 因为买的物资太多了, 都在后面仓库和集装箱内, 所以一次也运不完, 先用大巴车把伤员都送过去, 货车跟着送一次, 然后再往返一下也就差不多了。 货车我来开, 大巴就麻烦田中警部驾驶一下了。 没问题。 好了, 大家先准备一下吧, 休息一晚上, 第二天一早出发。 随后, 徐悦便是带着高程摆盒子上去探讨烹饪技巧, 而其他几人便也按照徐悦的要求开始整理物资, 准备第二天出发起来。 几位轮回者也再次找时间凑在了一起。 果然不出我们所料, 宿迪只能制造点麻烦, 完全不是主角的对手。 没错, 而这时候我们正好能够刷一波子藤浩一的好感, 留公公, 这方面就要劳烦你了。 哈哈, 各位放心, 对于这种开导工作, 我是很擅长的。 他们现在只是一时间心态还没扭转过来而已, 等到心理上习惯了, 又缺少激素的刺激, 很快就能够适应的。 也就这样, 另外三人加上田中、 景布和景豪勇开始完成其他工作, 而刘公公则是留了下来, 开始对伤员, 特别是对子藤浩一进行了开导。 子藤老师, 人除生死无大事, 无非就是少了个零件而已, 根本就没有什么影响, 甚至反倒是能够让你更加容易集中精神, 不为外物所动, 某种角度来说, 这其实是一种正面加成。 刘公公来到子藤浩一身边, 一边伸手帮他松弛松弛身子, 免得一个姿势太过难受, 一边便是身叫言传, 将自己的经验开始灌入子藤浩一的脑中。 虽然依然还是一脸的麻木, 生无可恋, 但随着刘公公的不断细说, 子藤浩一眼中, 也终于重新浮现了一丝光彩。 是啊, 自己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的。 现在, 无非就是暂时落入了下风, 其实, 这些天, 自己也已经腻味了, 没有那东西, 能够让自己全心全意, 都放在计谋和谋划之上, 反倒是一种好事。 哼, 等着吧, 你既然放了我一马, 那我也要让你得知到放过我之后的恐怖。 心慈手软不懂得斩草除根的蠢货, 迟早会自食恶果的。 扶, 扶我起来。 子藤浩一须弱而沙哑地开口, 让刘公公眼中也不由一亮。 刚刚他已经得到了基础忌败出现的声音了。 哈哈哈哈, 果然不出我所料。 虽然最主要角色很难刷, 但借助他的东风, 借助他那镇压四方的气韵和能力, 只要对其他人在低谷时伸出援助之手, 必然是能够刷到好感度的。 现在再加上景豪勇, 自己已经有两人的基础羁绊了, 虽然还无法百分百地肯定确认, 但百分之九十还是稳了的。 的确如同诺夫斯基所说的那样, 某些关键时刻, 可以稍微考虑浪一浪了。 反正解除到普通人层次只要区区C级剧情点, 常人极限也就是B级而已。 这种程度, 自己又无法对外造成太大破坏, 只有基础扣分, 任务完成后是会直接补回来的。 不过现在超凡力量的使用, 还是要稍微斟酌一下, 毕竟虽然已经稳了百分之九十, 但万一真的碰到了百分之十的不确定性, 损失还会有点大呀。 前面那些蠢货血淋淋的教训, 可一直都在鞭策警醒着自己。 哼哼, 之前已经侧面了解到了, 那个大型聚集地, 是那个高城沙耶的家里, 刚刚那个妹的让自己这去世之人, 都多看了两眼的美妇, 就是高城沙耶的母亲。 而那个聚集地现在的首领, 便是高城沙耶的父亲。 这样看来, 这位高城沙耶的父亲, 很可能就是另外一位被眷顾之人。 毕竟能够暂时压制住这位最强的气韵之子, 不是被眷顾者可说不过去了。 天下气韵十分, 岳先生独占五分, 其他五分便就是锦豪勇这种人所得。 看来可以继续谋划一下了。 一旦那位统领的基础羁绊也刷到之后, 原本的百分之九十可能, 便能够化作百分之九十九。 如此一来, 实在必要的时候, 超凡能力也不是不能用。 嘟嘟。 中卡的喇叭声响起, 将吸引而来的死体, 全都引到了准备好的陷阱当中。 随后这条陷阱接到就被前后用钢丝网封锁, 并利用天然气和丢弃的可燃物将内部复制一具。 站在中卡上的高城壮一郎, 对旁边的徐悦也露出了感慨之色。 你带来的物资, 真的试解了燃眉之急啊, 而且这种扩大安全区的方法也相当的有效。 哪里, 收治这么多伤员, 也是为筑地添加了不少负担的。 已经分批将物资完成了转移, 并将人都带回来完成汇聚后, 徐悦在驻地的威望也开始名副其实地成为了副统领。 毕竟一百多号人的口粮, 每天的消耗的确是压力很大, 在以前没有准备的情况下, 高程家根本就没有这么多食物。 这次两集装箱的东西一运过来, 让所有人都感觉稳了很多, 就算什么都不干, 都起码能够坚持一个月了。 而且有着那辆被改造的犹如堡垒一般的大卡车, 今后去外面收集物资肯定也能简单许多。 哈哈哈哈, 虽然是一些商员, 但他们现在已经能够简单地做事了, 又听话又吃苦, 绝不是负担。 高程壮一郎看着前面陷入火海的死体们, 哈哈大笑, 随后便是转头用灼灼的眼神盯着徐悦说道, 悦君, 你也知道, 在我们的驻地当中, 你本身的华人身份是会限制你的高度的, 所以我有意将煞耶许配给你, 不知你一下如何。 高程壮一郎这段时间, 也算是见识到了徐悦的能力和手段了, 将驻地打理得井井有条, 安全面积起码扩充了一倍。 这等人物在和平时期, 就是搅动天下的金融寡头, 而在乱世, 则更是能雄俱一方的霸主。 是完全值得自己进行这等投资的。 只要能将女儿嫁给他, 那他那华人的身份也迎刃而解, 自己并不是十股不化之人。 相比起来, 沙耶有点意思的那个小诗笑, 完全就是个上不了台面的鳖三而已。 第1247章 何报 哈! 听到自己母亲对自己说的话, 高程沙耶感觉简直是崩溃的。 在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 自己的父亲竟然就把自己给卖了。 简直难以置信, 无法接受。 虽然那位表哥相貌很英俊, 能力很出众, 莫名地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的排斥。 但这也太不尊重人了。 有考虑过自己没有? 有问过自己没有? 你也知道你父亲那脾气, 他做出的决定你是无法改变的。 特别是眼前这种需要集中权力的时候, 他绝不会允许你的反驳来影响到他的威望。 而且, 那位岳先生又年轻又英俊, 能力还超群, 嫁给他你可是很享福的。 高成百合子宠溺地揉了揉高成沙耶的脑袋, 劝说地说道, 现在并不是约他好不好的问题, 是你们尊不尊重我的问题, 想要嫁你去嫁好了, 别扯我。 高成沙耶有些气愤地说道, 已经有些口不择言了。 让高成百合子脸上都一片烟红, 水润的美目瞪了高成沙耶一眼, 随后掐着他的脸颊笑骂道, 对着我这么说算什么, 去和你父亲说去。 听到母亲这么说, 高成沙耶张了张嘴, 随后又垂头丧气地低下了头, 他知道自己没办法反抗自己的父亲。 从小到大, 他都是一言堂。 他真的做出了决定的话, 自己除了抱怨外, 并没有什么反抗措施。 暗自叹了口气后, 高成沙耶也有些自怨自艺, 脑海中不自觉地闪过了小失笑的身影, 看来青春期的美好念想, 就要破灭了。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天空之中隐约便传来了一阵雷声, 长久不绝地轰鸣滚滚而来。 而且声音的震荡还越来越剧烈, 玻璃都不断颤抖着发出了悲鸣。 怎么回事, 现在是大晴天吧? 高成沙耶和高成百合子母女俩, 都先后来到了窗前, 看着天空中那浓郁的光辉, 以及形成的气旋, 眼中有着难以置信的神色。 作为吃过蘑菇的日国国民, 他们对于这种形状的气云还是相当熟悉的。 是河豹? 还是高空河豹? 虽然看样子距离很远, 波及不到这里, 但这却也代表着一股恐怖的事实, 有庸和国家开始进行无差别和打击了。 低头看去, 原本聚集区的一些工程区, 也全部停下了机器的响声。 拨动着房间开关, 他们也发现了并不是那些操控的人因为这动静停了下来, 而是停电了。 EMP冲击 不可能啊, 威力怎么会有这么大? 高成沙耶脸上也浮现了难看之色。 刚刚出现了高空核爆, 伴随而来的EMP冲击那是理所当然, 但应该不至于直接导致电力系统全部瘫痪才是。 应该是洪湖水坝那边的控制系统被瘫痪了。 高成百合子对于附近的情况显然更加熟悉, 此时的高成家, 甚至可以说半个床主室, 依托的都是上游的洪湖水坝供电供水。 因为是水利系统, 而且在灾难刚刚爆发的时候, 还有自卫队前往了驻扎, 所以目前来说, 这方面的供应都应该还算是坚持到了现在。 刚刚爆发开端, 那自卫队的黑鹰直升机便是前往的洪湖水坝。 可现在, 显然是因为核爆所产生的EMP冲击, 导致了水坝控制系统的瘫痪。 现在的电子系统越来越发达, 越来越便捷, 但带来的问题也是一旦瘫痪了很难切换回机械操控。 突然的停水停电, 显然是让高成聚集地的幸存者们出现了一阵恐慌。 虽然前段时间, 副统领带回来了许多必需物资和食物, 但电能可以说是现代文明的基础。 一旦断电之后, 很多工作都无法继续完成。 安全区的逐步扩大计划, 也会陷入僵局。 保持安静, 不要恐慌, 破坏秩序者直接驱逐基地。 便携式充电的那种扩音喇叭, 开始不断地放出了安抚的话语, 这种时候越是简单的电子产品受到破坏的可能性反倒是越低。 很显然, 这安抚的话语还是很管用的, 基地的武装力量就掌握在正副统领两人手上, 说违抗地丢出去那就是丢出去, 不会打半点磕碰的。 已经有好几人以身试法成为了那些怪物嘴里的口粮。 所以, 哪怕许多人都很恐慌, 但却还没有引起骚乱。 而徐悦等人, 也快速地汇聚了一堂, 准备开一个简短的高层会议, 讨论一下方向。 统领高成壮一郎, 副统领徐悦, 那群去世的学生代表子藤浩一, 出于人道主义的残疾人代表小泉慎二, 还有一位优国一心会的家属代表。 虽然参会的是五人, 但决定权只掌握在徐悦和高成壮一郎手上。 另外三人也就是参会旁听负责转达, 并在需要的时候发表建议而已。 现在的情况大家也已经知道了, 根据核报的位置以及近期的风向来说。 短时间内, 我们这里倒无需担心辐射污染的问题, 但电力问题却是迫在眉睫。 高成壮一郎开局就简单地说明了情况。 现在暂且有两个方案, 第一, 我们幸存者中正好有系统购架师和电力专家, 护送他们前往洪湖水坝, 其二, 静观其变, 接受没有电力供应的事实。 徐悦也在后面补充地说道, 本来的话, 是完全无需考虑第一条的, 这种环境能保命就不错了, 老老实实苟着吧。 但因为那群残疾人的到来, 制作了许多弩箭装备, 此时的高成聚集第五装力量还真不弱, 拥有着护送前往水坝的能力。 又恰巧, 幸存者当中有着相关方面的专家, 虽然不见得能够修好, 可水坝那边本来就有着工作人员和自卫队, 说不定带点配件过去给予支援就成功了呢。 这应该是不用犹豫了的吧, 电力是人类文明的标杆, 这是不容放弃的, 能力越大责任也越大, 基地必须要承担起这一份责任。 紫藤浩义脸色虽然有些惨白, 声音也变得有些奸细, 但他依然还是精神振奋地说道。 同时用不怀好意的眼神看了徐悦一眼, 你不是行动牛人战术专家吗? 那自然是要到你出马的时候了。 嘎嘎嘎, 最好就因为这个死在外面, 如果没死, 能够给力天赌我也很开心。 连JJ都没有了, 现在这已经是支撑自己生存的最大动力了。 很好, 我赞同这话。 听到紫藤浩义的挤兑, 徐悦立刻果断地说道, 既然紫藤老师主动提出来了, 那么出行的护送人员自然有紫藤老师一席之地, 放心, 我带队, 安全还是有保障的。 徐悦的开口, 顿时就让紫藤浩义满脸猛逼, 等等, 我是商员。 护卫人员的选择肯定是精挑细选, 而且不能让人寒心, 所以, 作为那些孩子们的代表, 紫藤老师是当然要参加的, 放心, 除了你之外, 你代表的那些学生不会再挑选了。 徐悦没等紫藤浩义开口, 就直接完成了补刀。 基地总共也就一百来人, 你手底下的学生占了二十来个, 就选出你一人不过分吧。 紫藤浩义娜娜地准备在说什么的时候, 小全身二便是高声说道, 好, 我赞同岳副统领的提议。 既然紫藤老师都参加了, 那我们几位也绝不会置身事外, 相信统领和副统领也都已经了解到了, 我们都是退役老兵, 哪怕身体有残缺实力也是不容忽视的。 小全身二连忙接口, 想要混到这出行名额, 这可是难得的机会。 现在, 自己一行人都已经成功刷到 紫藤勇和紫藤浩义的基础声望了, 正是要抓紧表现, 留下印象的时候。 这种时候主动站出来, 肯定是能够加分的。 而且, 既然已经刷到了两个重要 被眷顾者的基础好感了, 那现在也能够稍微浪一下了。 必要时刻花个B级剧情点, 解除限定到常人极限一段时间, 足够做出很多事情。 以自己等人的战斗素养, 哪怕身体残缺, 也依然能够打出恐怖的组合攻击, 强大的超乎你们的想象。 这一行, 就是纯粹给我们刷身忘用的。 第1248章 护送 电力系统出现故障的当天下午, 就已经做出了最终决定, 基地将派出护送队伍, 带着专家前往红山水坝。 两位专家本来就参与过水坝的建设和维护, 在他们的指导下, 一些可能用得上的配件也全部装车了。 同时, 护送队伍也已经选了出来。 徐悦、 独岛护子、 子腾浩义以及四位据说是退伍特种部队兵王的残疾人。 再加上两位专家, 正好可以驾驶机动性最强的两辆汉马H1。 不过, 等到配件的搬运完成, 已经是傍晚了, 所以, 出发时间选择到了第二天凌晨。 毕竟赶业路再怎么看都是不明智的。 而这一天, 高城聚集地便也进入了一个真正黑暗的夜晚, 除了躲躲烛光外, 整体上看来一片漆黑。 因为物资和担心火灾的关系, 就算是烛光也被管理得很严格, 不能多点, 因此整体上看起来显得很是阴森。 表、表哥, 我看见了哦, 你昨天晚上去了高城夫人的房间。 漆黑的房间中工本力略带喘息的声音响起, 鼻音甜腻, 好像哭过一样。 最近的压力越来越大, 特别还停电了, 所以她不得不进行额外的心理辅导。 只是探讨厨艺而已, 高城夫人也是一位热爱美食的美食家。 徐悦的声音带着一种磁性的低沉。 而就在这个时候, 工本力的房门便是被敲响了, 随后外面传来了景豪勇的声音。 力, 你在吗? 有点睡不着, 想要聊一会儿。 嗯, 我, 我今天已经有点困了。 工本力心头一紧, 带着些许哭腔的回应道。 你怎么了? 身体不舒服吗? 没, 没有, 可能晚上有点着凉了。 我, 我要休息了。 伴随着闷闷的颤音回应, 外面的景豪勇也不由叹了口气, 最近和历见面的次数都好少了。 就在她在想说什么的时候, 旁边一道烛光便是出现, 映照出了小失笑的身影。 两人碰面后都不由一惊, 随后又都装作若无其事起来。 怎么这么晚了还不回去休息啊? 正准备去呢? 你这是想要去哪里吗? 我上个厕所。 那一起走吧。 嗯。 第二天一大早, 和高成夫人探讨完了早餐的营养搭配后, 徐悦便整装待发地做好了出发准备。 两辆汗麻已经加油加满, 带上了所需的配件。 夺倒护子带着她的配刀, 而其他几位轮回者则都是弩剑和近战兵器的互相搭配。 除了徐悦手上有一把应急用的M16外, 并没有再带额外的枪械。 枪械的声音对付死体, 除了能做到徐悦这样必要时清场, 否则并不是什么好选择。 以徐悦的枪法和M16的射速, 子弹都交给她来应急就行了。 我, 我觉得我也需要一把枪防身。 子藤浩义满脸绝望地被刘公公亲切地带上了车。 放心, 有我们在, 不会让你受到伤害的。 你枪法不准, 拿到枪反倒是可能添麻烦, 拿着这个短刀护身就够了。 刘公公满脸都是慈祥之色, 看着子藤浩义也在琢磨着路上怎么样把她的好感刷糕点。 这次的分配两辆汉马, 徐悦带着独岛护子、 诺夫斯基以及一位专家开车在前面探路。 而另外三位轮回者, 则是带着另外一位专家和子藤浩义跟在后面。 不管是搭配还是阵型都安排得很好。 祝各位五蕴昌龙。 高城壮一郎站在基地的出口处, 对着车上的一行人行礼, 随后栏杆便被打开, 两辆汉马咆哮而出。 虽然出口附近, 已经清理了一波死体, 但伴随着发动机的咆哮声, 远处的死体依然开始朝着这边汇聚而来。 满地的凝固黑褐色血迹, 以及空气中迷茫的腥臭味, 都在向众人提示着眼前的漠视环境。 从远处那些死体的移动轨迹来看, 应该并不需要多久, 就能堵到道路前方。 这种基地外面的画面, 让车上的子藤浩义和两位专家都一阵瑟瑟发抖。 离开了基地的庇护, 正面面对这些死体, 哪怕是有着这性能强悍的汉马, 都依然无法阻挡心中的恐惧。 虽然之前EMP冲击导致了许多电子产品受损, 但对讲机的维护还是并不困难, 两台车上都带着修好的对讲机。 徐悦也通过对讲机对后车说道, 注意尽量避开死体, 虽然我们的马力很足, 但卷入太多碎肉会让车轴出现故障的, 之前就出现过一次。 收到, 我们会注意的。 短暂的通讯结束, 徐悦也松开了对讲机, 随后若无其事地对后方的诺夫斯基说道, 你的几位朋友看来都不错, 应该会顺利吧? 当然, 我早就已经征求了他们的意见, 得到了一致认同。 那就好。 两人的谈话虽然有点摸不着头脑, 但也并没有引起独岛护子和那位专家的在意。 独岛护子在副驾驶上需要负责警戒, 而那位专家则是一直闭着眼睛在念念有词着什么。 不要忘记计划, 我们可是分了好处给诺夫斯基, 他才放弃这次收获的。 没问题, 一切尽在掌握。 后面的汉码上, 放下了对讲机的小拳肾二, 也大有深意地提醒道, 让刘公公和李贤两人脸上也都露出了了解的笑容。 这个聚集地在这乱世简直就是完美, 特别是对小拳肾二来说, 那个右翼的高成壮一郎, 才算是有点帝国男儿的气概, 很合胃口。 这种相性合拍的情况下, 他也成为了几人当中第一个刷到了高成壮一郎基础好感的存在。 也就是对于小拳肾二来说, 真的是已经稳了, 可以浪一波了。 但这种浪也要有讲究的, 在诺夫斯基的提议下, 趁着这一次出发, 我们可以下意识地给子腾浩仪制造一些危机时刻, 然后一一出手化解。 救命之恩的帮助下, 不愁他的好感度不提升。 不过制造出的那些绝境, 必须要逼真, 这种情况下, 自己等人肯定也要轮流暴肿, 解除部分限定。 前面岳先生的善意提醒, 反倒是给他们制造出了一个思路。 是啊, 汗马车性能强悍, 速度提起来后, 前往郊区的水坝方向, 路上遇到危险的可能性很低。 既然如此, 那我们为何不主动制造困难? 只要多压几个死体, 搅碎他们的尸体, 就算是这种车辆, 也会可能出现失控。 到时候一个猝不及防, 发生点小碰撞, 和车祸停下来修车, 那不就有和死体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了? 专家作为被保护人要在车上, 但你子腾浩一渴, 必须要一起下车来帮我们一把。 在略险混乱, 但无法阻拦汗马性能的公路上, 行驶了大概两公里之后, 小全身二一个手滑, 便是挨压不好一声撞到了路边, 发生连环车祸的一辆小车上。 在他精湛的技巧操控下, 汗马右侧前轮被那凸起的铁片给削爆态了, 不得不抛锚停了下来。 真是没办法啊, 只能下车修车了。 然后, 小全身二便是满脸麻木地得到了空间提示, 子腾浩一好感度下跌的通知, 你妈。 第1249章, 刷好感的特别技巧。 怎么办? 怎么办啊? 我们都会死, 都会死的。 子腾浩一完全无法想象, 在没有车辆庇护之后, 应该如何在这种世道生存下去。 骚乱爆发之初, 就幸运地混上了大巴, 然后又幸运地混到了一个偏僻旅馆, 作威作福了一段时间后, 虽然受到了点伤害, 但又到了个更安全更安逸的基地。 可以说, 子腾浩一迄今为止, 都没有真正面对过这末世的争鸣。 汗马的性能还是不错的, 一路上都是碾压, 所以, 出事之时, 四周也并没有能够行动的死体。 可四周公路上的死体, 却已经形成了包围之势, 根本就没有留出什么空隙。 快啊! 快叫前面的车回来, 回来救我们! 不是有枪吗? 开枪啊, 开! 啪! 闭嘴! 你这个贱人! 小全身二打开车门下来后, 一巴掌直接呼子腾浩一脸上。 这家伙, 自己刷好感的时候, 辛辛苦苦这么久, 结果就因为自己开车出了点事故, 就掉好感。 真是让人忍无可忍。 虽然自己是故意撞上的, 但自己是残疾人, 应该情有可原吧? 你就一点机会都不给, 直接想我好感, 叫你个MMP。 然而, 被小全身二打了这一巴掌后, 紫藤浩一纳崩溃的情绪, 反倒是冷静了许多, 恢复了些许理智, 吐了口气。 抱歉, 是我失态了。 听到耳边好感度恢复的提示, 小全身二不由满脸古怪, 用一种诡异的眼神, 看向了紫藤浩一, 这是不是哪里有点不对劲啊? 不过, 管不了这么多了, 按照计划来。 专家待在车上, 我来换备胎, 你们挡住过来的死体, 不要让他们来干扰我, 很快的。 小全身二连忙, 做好了分配, 随后便是一拳一拐的麻溜, 取出了备胎。 那种娴熟的手段, 那种反应速度, 让紫藤浩一步有眼前一亮。 咦? 似乎还可以抢救一下。 看来这几个真的可能是所谓的兵王啊。 因为汉马的车速不慢, 所以, 死体群的大部队距离众人还较远, 此时最大的威胁还是附近公路上那三四十只死体的包围。 几位轮回者心中并没有多大的恐惧, 但要怎么演好戏, 让紫藤浩一领情, 那也是个技术活。 最好有死体将他扑倒在地, 然后自己等人完成救援。 次数越多越好。 因此在抵抗的时候, 三人也尽可能地再用近战兵器进行。 而且每个人都已经偷偷地使用了一个B级剧情点, 开启了常人极限的能力。 哪怕只是残疾之躯, 这一份能力也足够让他们为所欲为。 如果愿意, 全清这小群死体绝对不在话下, 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在几人精准的布局和操控下, 一只死体便是徘徊着朝着紫藤浩一靠近了。 让握着短刀的紫藤浩一下的哇哇大叫。 自己是智力型选手, 并不是武力型的, 拿这些真的没办法啊。 紫藤老师小心。 坚持住, 我马上来救你。 按照分配顺序, 刘公公一脸急切担忧的表情, 同时将一对钢拐舞的虎虎生风, 破退自己两边的死体靠近, 而本人则是迈着高频率的鬼畜步伐, 不断地向着紫藤浩一靠近。 水泥地面都被钢拐煮出了裂痕。 节奏和速度的控制全在掌握之中, 他有把握在那死体张开臭嘴的刹那, 用拐杖敲爆他的脑袋。 近距离接触死亡, 死里逃生的紫藤浩一, 必然会因为自己这一下的举动而感恩戴德。 然而就在他已经将拐杖高高举起, 就要敲下的时候, 嗡得破空声响起。 前方的那死体便已经被直接一箭爆头, 让刘公公不由感到了胸口一痛。 胸痛不是因为没有救下紫藤浩一的原因, 而是那进箭在贯穿了死体的头颅后, 还于是不减地灌入了刘公公的胸口, 让他有句MMP被淤血憋在了喉咙里。 抬头看去, 只看到那满脸恶然之色的岳先生, 正持弩从前方停下的汗马窗口, 叹了出来。 很显然是他见情况紧急, 想要救下紫藤浩一给出的一弩。 而恰巧, 这一下杀害了死体后, 却又轰在了自己胸口。 本来, 弩箭的威力也不应该这么大呀, 毕竟人体的头骨是很坚硬的。 但偏偏对方那一箭是顺着眼眶贯穿的, 只需要穿透一层, 威力无疑大了很多。 也就是现在自己是常人极限状态的体魄, 换作普通人早就原地去世了。 这么重的伤换作常人肯定是死定了, 但刘公公脸色一阵阴晴不定后, 还是果断咬牙投入了一个A级剧情点, 开启了部分超凡力量, 吊住了自己的小命。 而后再次用一个A级剧情点开启物品使用权限, 咕噜咕噜地掏出一个红瓶, 全部喝了下去。 随后,直接将胸前的箭矢拔出, 丢到了一边。 自己虽然开启了超凡力量, 但并没有对外造成丝毫破坏, 只需要支付开启费用的。 而开启费用和不影响外界的物品使用费用, 在成功通关后是有返还的。 所以综合一下, 自己其实并没有什么损失。 丁感染病毒, 五分钟内将会死亡并化作死体。 是否花费C级剧情点进行驱除、 住, 每次感染后解除的费用递增。 将自己的生命特征稳了下来, 随后, 刘公公还听到了系统提示之声, 让他一阵无语。 因为那弩剑是先贯穿死体头颅再射中自己的, 特默地让自己感染了。 简直坑爹。 不过还好, 第一次感染只需要C级剧情点驱逐, 毛毛雨了。 驱除? 刘先生, 你没事吧? 而这时候, 远处徐悦也有些焦急地喊了出来, 让刘公公不得不强颜欢笑地回应道, 没事, 简直已经没力气了, 只是射到了我胸前的杂志而已。 没办法, 自己使用了超凡力量, 如果对外造成了太大的认知困扰, 多少也是要浪费钱的, 这些可是不会还的, 还是要尽可能隐瞒下去。 那就好。 徐悦一边说着, 一边便又继续迅速倒车, 撞飞了好几只死体。 刘公公等人虽然还想要借助这机会再刷一刷的, 但奈何那最强的气韵之子已经出手了, 再拖下去意义也不大了。 毕竟这还算不上绝境, 死体数目并不算多。 所以也不再犹豫什么, 每个人都将拐杖捂出了重重幻影, 清空了一片区域。 而这时候, 小全身二也已经将车胎重新换好, 招呼几人上车。 听到了耳边紫腾浩一的好感度再度提升的消息后, 刘公公才算是松了口气, 露出了一丝满意的神色。 还好, 这些苦没有白费。 虽然花费了点A级剧情点, 但毕竟是会返还的, 根本就不算事。 平白能够添加最后奖励的加成, 岂不美哉。 第1250章, 历届最差。 因为没人受伤有惊无险的关系, 所以虽然出了点小意外, 但整体气氛还是很欢乐的。 就算是付出了两个A级剧情点的刘公公, 因为紫腾浩一好感提升的关系, 也一路谈笑风生, 根本就不在意。 紫腾浩一对他的态度, 的确也明显亲切了许多, 看得同车的好几位轮回者, 都是满脸艳羡之色。 虽然他是付出了代价, 但那种代价只是暂时的, 很快就能够还回来, 这种投资还是很赚的。 不过也还好, 刘公公完了后, 马上就要轮到自己了。 希望路上还能有点情况发生。 因为汉马的备胎也只有一只, 所以同样的策略也不好再次顾忌重施, 不然的话还得补胎那就时间太久了点。 但很快, 他们就发现了新的机会。 咦? 前面那是路障, 好多。 伴随着徐悦的汉马停下来后, 后面那一辆也紧随其后地停了下来。 因为水坝是郊区方向, 越往这个方向人越少, 所以附近的死体数目也很少。 只有小猫三两只, 下车后几人利用弩箭, 很快就完成了清场。 而在他们正前方, 则是有规律地摆出了几排路障, 很明显是人为的。 虽然路障上有不少血迹, 地上也有许多死体的尸体伴随着苍蝇和恶臭, 但这却也证明着这后面有活人的气息。 而且还是火力很强的一批人。 道路一边是山林, 另外一边便是贯穿了床主的河流, 顺着河流向上看去, 就能远远地看到那规模不小的水坝。 水坝上有人在看这边, 应该是之前所说过来支援的那一队自卫队了, 他们黑鹰直升机都开了三架过来, 应该有二十几人的规模, 再加上水坝的工作人员, 数目应该更多吧。 小全身二几人讨论地说道, 毕竟这里属于郊区, 附近根本就无人居住, 全副武装还有着直升机支援的自卫队小队 想要镇压场面完全是轻而易举。 这从这些天一直没断电就能够看得出来。 不过他们这里竟然没有人警卫,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可能是都回去帮助抢修了吧。 或者认为路障就足够挡住死踢了, 人在这里反倒是有危险, 空出一个宽敞的缓冲隔离区。 几人一边搬运着路障, 一边也没有讨论出一个所以然来。 将路障搬开, 车辆开过去后, 他们倒也还记得又搬了回来。 随后缓缓地沿着这山间小道, 不断地朝着水坝上开去。 很明显, 在路障这一边就没有遇到过任何死体了。 有点不太对吧, 刚开始明显有人在水坝上观察我们, 但现在都没有人过来。 是啊, 就算我们不是过来帮忙的, 是普通路过的, 必要的警惕还是有的吧, 不是自卫队吗? 两辆汉马开得并不快, 一前一后通过对讲机互相联系着。 开始路障那里没人都算了, 当作是搞一块隔离区, 就和火车上出现问题隔开一个车厢一样, 但既然看到有人开车上来了, 还不闻不问, 这就有点诡异了。 坐在副驾驶上的独岛护子, 也同样感觉到了气氛不对, 贫眉不知道在思考什么。 就这样, 几人便来到了水坝上的厂房门外。 房门被从内部反锁住了, 而门外还有着两道已经凝结的写手印。 这是已经有死体来到这里过了。 还是自卫队抵达的时候, 对工作人员内部的死体进行的清理。 下车看到门上的手印, 一行人也感到了有些莫名的沉重。 这气氛越来越不对了。 咔嚓! 轻轻的声音从门后响起, 然后迅速地又响起了远离的跑动声, 让几人都互相对视了一眼。 而后有小泉舍二小心地前往推开了 本来被内部锁死的厂房大门。 嘎吱! 原本被锁的厂门, 这次被轻易地推开。 很显然开始是有人在后面打开了锁, 然后迅速远离了。 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奇怪了, 他们好像不愿意与我们见面的样子, 既然如此, 那为什么又要把我们放进去? 大家不要掉以轻心, 保持警戒。 互相确认了一下后, 几人还是点了点头, 将两位专家护在了中间, 推开厂门, 缓缓走了进去。 一进去, 就莫名闻到了一股霉臭味, 好像有腐烂变质的东西和粪便混杂在一起的味道, 还夹杂着些许血腥。 请问有人吗? 我们是床主室的幸存者, 发现停电后, 带了配件和两位专家过来。 小泉舍二主动地走在了前面, 已经悄悄地用了一个C级剧情点, 解锁了部分能力。 同时一边走, 一边朝着里面喊话, 但却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只有隐约地回声回荡。 加上没有电源的漆黑, 让这厂房内莫名有了一丝阴森感。 而虽然里面没有电, 但徐悦却是隐约感受到了一些急促的呼吸声。 是活人, 而且人数不少。 其实已经不用多想了, 明明是活人, 却不愿意出来交流, 疑神疑鬼地搞出了这样的场面。 断然是抱有恶意的。 发现不对劲的也不只是徐悦, 经验丰富的轮回者们, 和直觉敏锐的独岛护子都感到了不妥。 不过轮回者们也是一高人胆大, 实在不行我们就解除到常人极限, 断然不具任何挑战。 而独岛护子本身的性格就有点问题, 眼前这种漆黑的黑暗, 反倒是激发了他心底的那种破坏的欲望, 整个人都有些兴奋地颤立起来。 护子小姐姐不用紧张, 实在害怕的话可以躲在我后面。 徐悦伸手按住独岛护子颤抖的香肩, 手指无意识地蹭了蹭后, 也压低了声音对着他晶莹的耳垂吹气一般地说道。 让独岛护子的颤力变得更加严重了, 只是勉强点头, 吻了一声。 而也就在此时, 原本漆黑的厂房内却是突然一阵灯火通明。 很显然, 虽然水坝发电哪里出现了问题, 但这厂房内肯定还有着备用电源。 只是一开始一直稳住不用, 现在才统一打开。 突然而来的明亮光线, 让眼睛都有些不适, 而后耳边便传来了密集的拉栓声, 同时伴随着一阵阴冷而沙哑的声音。 放下武器, 饶你们不死。 放眼望去, 只见此时厂房四周墙壁上挂着的金属支架上, 占满了二十多个手持枪械, 身穿自卫队装束的人影。 从他们装束的合身情况来看, 这就是那一支助手在这里的自卫队。 被这么多枪指着包围, 小泉身二等人也心中一惊, 这是仓库, 盲区还是很多的。 解除到常人极限的话, 靠着自己等人的能力还是能对抗一下。 不过暂且还是不要制造冲突, 毕竟专家和子腾浩一的行动力太差了点。 所以他们还是接二连三地丢弃了武器, 举起手来表示没有恶意, 同时嘴里也连忙解释地说道, 等等, 各位自卫队的朋友, 我们是特地带着电力专家过来维修水坝发电系统的, 不要误会。 谁管你什么发电系统, 管我们屁事? 整个世界都已经这样了, 还有谁有精力管这些? 只是小泉身二才刚刚说完, 那自卫队当中领队之人, 便已经开口咆哮地驳斥了。 让近来的几人都是心中一惊, 特别是小泉身二更是感到了一阵无语, 这一届的帝国士兵绝对是自己见过的最差一届, 这是心态就崩盘了吗? 还未等他有什么想法, 另外一道声音便是传了过来。 小林上尉, 先等等, 我先来找他们确认一下, 有几个像是我的熟人。 随着声音闻言看去, 便是看到了那角落的金属支架上, 正站着一位手足拐杖的中年男子。 满脸温文尔雅的笑容, 让人忍不住心生好感。 不用想了, 又是一位轮回者, 而且看来他选择的被眷顾者就是这位小林上尉了。 第1251章, 自己人, 见到有轮回者, 而且似乎和对方的关系还不错。 小全身二, 他们几人反倒是有一种松了口气的感觉。 这种绝境之下, 其实对他们几人来说, 还算不上致命威胁。 开启到常人极限的限定, 利用附近的掩体, 保命还是绰绰有余的。 只是担心关键土著的死亡。 而现在有能够说得上话的轮回者, 就更好了。 前面已经碰到过一次北洋的人了, 还是一次碰到五个。 以双方的人数差距来说, 这次碰到的大概率应该是自己这一边的。 所以作为清廷代表的刘公公, 很快就隐蔽地对那儒雅的中年男子打了几个手势。 原来是朝廷的人, 虽然我们算不上盟友, 但多少也做过不少生意了。 而且, 最近我对北洋的人很不爽, 姑且这次就合作一下吧。 那儒雅中年, 很明显认识清廷代表的手势, 但听口气, 好似并不是什么盟友。 阁下是 张孝林 张孝林很是无所谓地说道, 以他的咖位和实力来说, 完全无需将这群残废到如此程度的人放在眼里。 虽然张孝林现在也是拄着拐杖, 但他只是跛脚而已, 比起那些肢体残疾的人来说可是要好多了。 这也代表着双方绝对的实力差距。 也就还好算是清廷的人了, 如果是北洋的人顺手就直接解决了。 原来是张军, 比人小全身二, 当初在与都公太郎大人府上见过一面。 小全身二听到了张孝林的身份后, 反倒是神色一阵。 其实张孝林和清廷的关系很一般, 但和日国这方面却是有着诸多的生意往来。 所以在听到了小全身二的话之后, 张孝林脸上反倒是出现了一丝笑容。 原来是小全身二阁下, 别来无恙。 这态度比对刘公公明显要好许多。 这样初步地接触下来后, 双方的氛围反倒是缓和了很多。 都是自己人嘛, 而且对方好像也寻找到了一位气韵之子, 那我们就可以合作, 合伙将蛋糕做大。 而且, 看对方竟然只有一点跛脚, 实力自然是毋庸置疑的。 难怪这一次伤得这么重, 原来是这位大佬也进来了。 以他的实力来说, 自己等人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也能够理解了。 就算有跛脚的限制, 以对方的经验和技巧, 在这种乱世当中也是如鱼得水, 轻易就能够获得地位。 从那自卫队小队长对他的态度就完全可以看得出了。 在张孝林说是自己人了后, 他们便很快收起了枪。 那被叫做小林尚尉的气韵之子有些抱怨地对张孝林说道, 张先生可是坏我好事, 这胸这腿够完一年了。 一边说着, 还一边用贪婪的眼神不断地打量着独岛护子。 如果不是这个大美人, 还没等张先生开口, 自己就要开火了, 真是可惜。 虽然才过去十来天, 但这种鬼日子的压迫, 没有女人可是完全过不下去的。 单靠食堂里的那些货色, 早就完腻了。 呵呵, 会有机会的。 张孝林轻轻地对小林尚未而语道, 让他脸上也露出了满意的神色。 他知道张先生懂自己, 不会让自己失望的。 有个衣食无忧一百多人的聚集地。 本来放徐月他们一马, 只是因为张孝林的面子, 但在随后听到了他们说的话之后, 每一位自卫队的人脸上都泛起了兴奋的神色。 天知道这些天是怎么过来的。 刚开始的时候还能履行自己的职责, 但要命的是这里并没有足够的食物。 想要在人工湖里抓鱼也没有合适的工具, 也没有野外生存专家。 忙碌了一天, 抓到的鱼还不如消耗体力的损失。 附近也没有居住区和商店, 直升飞机也没有了, 根本就被困在这里动弹不得。 也还好这时候张先生过来了, 指了一条名路, 将这水坝工作的所有人都控制起来, 女的留下发泄, 男的所好作为储备粮食, 这日子也过得很不错。 等到将储备吃完, 差不多捕鱼的技巧应该也能够自己自足了。 不过当然, 如果能够有一失无忧的聚集地, 那自然是比这里这鸟环境好多了。 张先生说的没错, 现在已经是乱世了, 所有世俗约束都已经消失了, 自己等人手上有枪游武器, 就有着话语权。 到时候去了那聚集地, 还不是由自己等人说了算。 一想到那美妙的日子, 小林尚未和他的部下们脸上 便都露出了兴奋的神色。 某种程度来说, 这才是自己等人的神仙日子。 不用工作, 不用训练, 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哈哈哈哈, 我不喜欢他们, 而且这里肯定还隐藏着什么问题。 独岛护子巧声对着徐悦的耳朵说道, 因为贴得近的缘故, 魂园都挤在徐悦身上出现了一个美妙的弧度。 的确有问题, 这里的工作人员一个都不见了, 而且这里看起来也并没有足够的食物储备。 他们二十多个人, 十几天是怎么活得这么红光满脸的, 还需要打个问号。 徐悦简单地低声呢喃, 让独岛护子不由联想到了什么, 眼中不由闪过了一丝震惊和难以置信。 记住, 这是乱世, 不要用平日里的行为准则来做参考。 听到了徐悦的提醒后, 独岛护子也凝重地点了点头, 不过握着刀柄的手更紧了。 哈哈, 各位朋友, 开始是有点误会, 现在一切都结过了, 大家都重新认识一下吧。 在知道了有一个基地之后, 这小林尚未的态度明显又好了许多, 开始完全是一副没想要知道你们是谁的态度在这里, 现在又开始说重新认识, 全都是因为这则消息。 那就由我开始吧, 我是高层基地的副统领月。 徐悦主动站出来, 满脸笑容地伸出了手说道, 副统领, 你。 看了一眼徐悦, 又看了一眼和他挨得很近的独岛护子, 小林尚未眼中不由闪过了一丝力气。 没想到, 那个基地竟然还有一个副统领过来了, 看上去完全就是个年轻的小白脸, 而且还有着这么棒的一个女朋友。 想想, 她能够滋润地生活在那安全舒适的基地, 每天都可以和这样的大美人坐几次, 而自己有枪, 有人却被困在这种地方, 连发泄的对象都只有几个欧巴桑。 就让小林尚未感到了一阵肚恨, 随后漫不经心地抽手和徐悦握了一下, 就开口笑着说道, 没想到副统领这么年轻啊, 今后还请要多多照顾了。 一定。 徐悦满脸诚恳, 笑容温暖人心。 第1252章 互相伤害 在小林尚未和徐悦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之时, 张孝林那边也和几位轮回者初步地进行了情报上的交换。 轮回空间终究是看实力的地方, 虽然所属军团有实力上的差距, 但张孝林本身的咖位毕竟摆在这里, 完全占据了交流当中的主导。 你们说这位副统领才是最主要的气韵之子吗? 张孝林似乎是有些迟疑。 虽然这几人不如自己, 但再怎么也是乱入者了, 而且还有四个, 同时判断失误的可能性并不大。 毕竟他们那聚集第100多号人, 也就是真的很可能这一位才是最主要的气韵之子。 那自己选定的小林尚未就是属于主角的宿敌系列, 和那个被叫做紫藤浩一的一个级别。 为了刷小林尚未的好感, 可是花费了张孝林不少的心思的。 现在同自己说刷的只是个附带角色。 而且, 听他们话来进行对比, 小林尚未好像还真没什么优势, 除了武装力量好些, 就运气来说真的不怎么样了。 沦落到要吃人来生存, 的确是需要打个问号。 不过就这么放弃, 又有些舍不得, 万一也是被眷顾者之一呢? 真是的, 具体的数目也不进行详细说明。 就当小林尚未是后辈选项吧, 而且, 哪怕不是, 她也是个很好的催化工具。 作为顶尖轮回者, 张孝林的反应还是很果决的, 冰冷地对几位轮回者说道, 哦, 此话怎讲? 听到张孝林这么说, 其他人也明白肯定是这里面有什么说法。 哼, 那小林尚未惦记着气韵之子的女伴, 而且经过我的调教后也是不甘于人下之人, 所以前往基地肯定会有一番争斗, 或许成为素敌为气韵之子制造麻烦就是她的使命吧。 听到张孝林的话, 其他几人也是眼中一亮。 素敌好啊, 提前知道了她是素敌, 那我们完全可以在她发难的时候果断点。 就像当初子腾浩一制造麻烦时候一样。 张孝林果然不愧是大佬, 说舍弃就舍弃, 半点磕碰都不打。 前面还和小林尚未称兄道弟, 现在就开始算计她的剩余价值了。 优国一心会的名头, 我倒也听过, 是个了不起的民间组织。 从徐悦这里, 把高成家的老底给了解清楚后, 小林尚未脸上也露出了一丝一切尽在掌握的笑容。 很好, 一个民间社团而已, 虽然是右翼, 但日国民间搞枪还是很难搞到的, 就算室友, 也完全无法和自己等人的装备匹敌。 只要入住, 自己就是最高武力的象征。 先低调一段日子, 然后发难全盘接收, 到时候旁边这女人, 还有基地当中的所有人, 也都将会是属于自己的财产。 不得不说, 张孝林的能力还是有的, 短短十来天的时间, 配合环境上的压迫, 就对小林尚未完成了这种程度的洗脑。 如果她真的是被眷顾者的话, 做出的影响和双方的羁绊层次, 足够让张孝林取得不菲的收入了。 先让她坏掉, 再来提升好感, 算起来其实和徐悦一些举措, 也有一曲同工之妙。 既然如此, 那我们便先修好这水坝吧, 毕竟这里又管着电力, 又负责自来水的处理, 属于重中之重。 没错, 所以我们之前才会接到过来守护这里的命令。 既然准备在基地常住了, 那小林尚未当然也要考虑今后的舒适度。 自来水和电力的影响可是很大的。 对了, 这里的工作人员呢? 有他们的配合, 修复工作肯定会更加方便便捷。 随后徐悦便是明知顾问地说道, 让小林尚未不有语言一致。 其他原本因为听到了基地的消息, 精神放松了很多的自卫队成员, 也全都立刻紧绷了起来。 工作人员, 你也知道爆发了这种感染, 我们已经来晚了一步, 工作人员都已经被感染处理掉了。 小林尚未停顿了一下后, 便是满脸沉重地说道, 现在食堂倒是还有几个, 女人是用来发泄的, 剩下的男的是储备粮, 一并处理掉就是。 自己说他们被感染了, 那他们就是。 一边做出了解释, 一边小林还对旁边的几位自卫队队员 做了个眼神示意。 早有默契的两位队员也点了点头, 起身站了起来借口上厕所, 准备离开一下。 对了, 请问下这里厕所在哪里? 独岛护子此时也趁机开口说道, 娇俏的容颜上带着些许微红, 好像有些害羞的样子。 再配合那强气的欲解气质和下坐的身段, 当真让小林尚未眼睛都看直了。 随后突然一下笑着说道, 我带你去吧。 本来解决那几个家伙不用自己亲自动手的, 但现在看来还是值得去一下的。 自己不想忍了。 这种乱世, 没有女人可没办法活, 更何况还是长得这么勾魂。 这可是你主动勾引我的。 想想旁边那个所谓的副统领, 能够和这种大奶子没日没夜地做, 她心中就一阵渡火中烧。 哎, 那麻烦也带我去下吧。 徐悦这时候也适时地开口道, 让小林尚未愣了愣, 随后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兴奋笑容。 当然可以, 跟我来吧。 当着你的面似乎会更刺激, 哈哈哈。 这里的动静也引起张孝林他们几人的注意, 只是看一眼, 张孝林大概就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了, 不由恨恨地说道。 真是赖泥扶不上墙, 果然选错了。 既然这么急, 那我们正好过去帮衬一把。 嗯, 我们跟在后面。 就在几位轮回者讨论的时候, 小林尚未和两位手下, 已经将徐悦和独岛护子带到了一间库房门口, 同时对他们解释道, 这里是食堂, 厕所就在里面。 一边说完, 一边便将大门打了开来, 随后, 那两名跟着过来的队员, 便满脸火热地, 直接将徐悦和独岛护子推了进去。 配合着一个踉跄进入了库房, 一股刺鼻的搜尾便扑面而来, 里面一片凌乱。 几个被扒光的男男女女被绳子吊在角落, 场面很湿蜡眼睛。 哈哈, 这里就是厕所, 盛放便器和储备的地方。 满眼赤红的小林尚未, 抬起了枪口, 跟着走了进来。 另外两位也同样兴奋地举枪, 瞄准了徐悦两人。 则有点后悔啊, 早知道不进来了。 徐悦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哈哈, 怎么会后悔? 等下就会让你看些血脉奔章的刺激场面。 小林尚未已经有些忍不住地开始一只手解皮带了, 然而还没解开, 便是寒光一闪掉了一坨烂肉下来。 三人的持枪手臂和那一坨烂肉都是同时而断。 里面有点伤害我的眼睛。 将独倒护子腰间的武士刀插回去后, 徐悦似乎是带上了些许嫌弃。 第1253章, 义正言辞。 啊! 凄厉的惨叫声刚刚出现, 三人嘴里的舌头便被全部绞碎, 只能发出乌液的声音。 剧烈的疼痛, 让三人几乎先后跪倒在了地上, 小林尚未捂着胯下不断地翻滚, 而另外, 断臂的两人也是不断抽搐, 脸上涕泪横流, 甚至连多看徐悦一眼的经历都没有。 这让后面紧接着冲进来的几位轮回者, 都不由表情一愣。 拿枪的被反杀, 画风有点不对啊。 不过想想, 那期孕之子的身份, 又有些释然了。 随后便都感到了一阵痛心疾首, 要是他们能坚持九点, 就能卖一波好感了。 这三个废物啊。 看着捂着胯下的小林尚未, 刘公公也再次发挥出了自己的专业性。 最主要角色无法刷到, 那先刷点次要的也好。 能够在几十人当中脱颖而出, 掌握着二十多人自卫队的武装力量。 这个小林尚未是被眷顾者的可能性, 的确很大。 然后, 便是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把生事灰, 撒在了小林尚未的胯下, 至于另外两个断手的, 就不管他们死活了。 你们这是干什么? 刘公公眼疾手快地拔得了头筹后, 小泉肾二也是绿色地吼道。 嗯, 吼得对像是地上那些个受伤的家伙。 让本来就忍受着非人疼痛的三人, 不由脑袋一阵轰鸣。 怎么肥四啊? 我们才是伤者吧? 我们受到了伤害, 重伤啊。 为什么会吼我们? 被那生事灰疼晕过去, 又醒过来的小林尚未, 满脸都是委屈和绝望之色。 随后便好似看到了, 最后救星一般地看向了自己的人生导师张笑琳。 连身上的残缺之痛都已经无视了, 拖着残疾之躯, 来到了张笑琳的身边, 伸出燃血的手抱住了她的大腿。 因为舌头被绞碎的关系, 只能乌液地哀嚎。 自己人生导师的实力, 她是知道的, 虽然有点薄, 但绝对是人形兵器。 只要有她在, 你们一个个都得撒手。 看着自己裤子上燃血的手印, 还有那主要气韵之子, 狐一看过来的眼神。 张笑琳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说道, 随后一脚将人踢开, 抽了出来。 让被踢开的小林上尉满脸都是茫然之色, 似乎是有些无法接受现实, 感觉整个世界都遗弃了自己, 背叛了自己。 真是抱歉, 岳先生, 我也没想到他们会这么丧心病狂。 张笑琳深深地吸了口气, 而后满脸内疚而诚恳地说道, 旁边的刘公公等人也在不断地帮腔说道, 是啊, 老张这人我们还是熟悉的, 这肯定就是这群自卫队的人自作主张。 小全身二更是催了地上那三人一口, 满脸的嫌弃。 没错, 这三个废物完全有辱帝国军人的身份, 真是丢人。 再怎么也算是同阵容了, 之前张笑琳解围了, 那他们自然也要投掏暴力。 哦, 那这群被囚禁的水坝工作人员是怎么回事? 徐悦轻描淡写的话, 让张笑琳表情危僵, 正准备开口解释一二的时候, 徐悦便是继续开口说道, 而且请问这位张先生, 你是如何度过这十来天缺时的过程的。 徐悦平静地看着张笑琳, 一脸正气, 让小全身二他们都有些面面相去地对视了一眼, 犹豫还要不要帮忙洗一洗, 不要到时候带着连对自己等人的印象都不好了。 这位小林上尉虽说不能说话了, 但写字还是可以的, 只要你实话实说, 那我就放你一码。 徐悦继续缓步逼近, 而后又转头对着小全身二几人说道, 对于几位, 这一路来我也是已经有了了解, 自然相信你们的为人, 我也相信你们以前认识的张先生肯定也是个好人, 但人是会变的, 在绝境当中黑化的并不在少数, 这种人是无法被原谅的。 已经听到徐悦这么说了, 小全身二等人也不由叹了口气, 张笑琳完了, 已经没有再刷这位主要气韵之子好感的可能。 随后他们也不再多言。 哈哈, 哈哈, 很好, 区区一个土著而已, 一个普通的凡人世界的世界主角, 纯粹靠着运气才能活下来的蝼蚁, 竟然在你手上翻车了。 小全身二他们都已经看明白了情况, 很显然张笑琳也明白了眼前的路已经绝了。 而听到了张笑琳的话之后, 小全身二几人便是脸色一变, 暗道不好, 纷纷瞬间暴肿兰在了徐悦面前, 如临大敌地看向了张笑琳。 既然已经没希望了, 那以这位肖雄的手段, 恐怕很可能会继续捡起她的小林上尉, 对这主要气韵之子痛下杀手。 如果小林上尉是被眷顾之人的话, 那协助速敌击败主角, 恐怕最后的好感与评价加成也同样会相当恐怖。 张先生, 要不我们就此别过, 双方井水不犯河水。 小全身二满脸戒备之色, 如果全都开启到常人极限的话, 几方四人是完全不拘对方的。 但他手上还有着二十几位全副武装的自卫队。 虽然小全身二吐槽这个年代的废柴, 但再怎么也是全副武装的军事人员了, 对于腿脚不方便的自己等人还是有威胁的。 特别是一旦惹急了对方, 开启了更高限定的力量解除, 自己四个寻常乱入者, 打包加一起都不够对方一支守队的。 而且因为实力差距巨大, 所以对方完全有把握控制住余波, 轻易地抹去自己四人。 所以这个风险完全不值得冒。 听到了小全身二吐人的话, 张孝林也稍微犹豫了一下, 他们的身份倒是完全不在乎, 只要全杀了, 谁能知道自己做过什么? 本来惩罚剧情当中的一切都是不能透露的。 他犹豫的地方是值不值得花费这么大的代价, 毕竟小林尚未有着是冒牌货的风险。 如果相安无事地离开, 稳妥地领取各自的任务奖励, 倒也不是不能接受。 哼, 我是不会放任他们为所欲为的, 邪恶必将受到惩戒。 只是随后, 徐悦的话便是同时打破的双方的侥幸。 让小全身二几人不由暗自叫苦, 越大也, 知不知道我们保你一条狗命的难度啊? 不要仗着气韵之子的身份就为所欲为好不好。 更高级武力世界当中的气韵之子都死过一打了, 一个繁俗世界的嘚瑟什么呀? 不过, 看来终究是要做过一场了, 就希望张孝林这位枭雄没有恼热到使用超凡力量吧。 第1254章 潜力 原本好好的氛围就因为徐悦上了个厕所, 瞬间便变得剑拔弩张, 空气都显得很是凝重, 几位轮回者之间的杀意肆意地弥漫在了四周, 而这里的动静也终于引起了外面其他自卫队成员的注意, 一个个都跑了过来, 看到受伤倒地的小林尚未几人都一个个满脸激愤, 抬枪就瞄准了徐悦他们几人, 如果不是小林尚未他们被对方用弩指着, 恐怕早就开火了。 张先生, 这是怎么回事? 自卫队当中一位中尉满脸愤怒地说道, 他们是因为张先生的话才网开一面的, 结果竟然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当然, 看到小林队长亲自带人去找厕所, 看到那大奶子的美丽女人, 他们也大概明白是什么情况。 就算队长就算有什么不轨的念头, 也最多无非是找你做一下而已, 又不会死人, 也不会受伤, 算起来还是一种双方的享受。 你们单纯不愿意也都算了, 但怎么能将人打成这样? 那位中尉义正言辞的话语, 无非再度刷新了他们的下限。 好吧, 其实连人都吃了, 他们也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下限可言。 赶紧丢下武器, 乖乖听后发落, 还能保得一条狗命, 否则, 就是死。 虽然因为这库房门的关系, 能够同时进来瞄准的自卫队成员数目不算多, 但那军用的自动化武器对上对方手上的单发弩箭, 威慑差距也不是一般的大。 然后很快, 外面还有一个自卫队成员拎着紫藤浩仪就走了过来, 拿枪顶着他的头说道, 再不放下, 我就先打死他。 两位电力专家再怎么也是人才, 可以修好这里电力的, 但另外那个就无所谓了。 救我, 救我啊! 紫藤浩仪完全吓尿了, 本来那个东西没了后他就经常忍不住, 这被吓一下是真的吓了。 该死。 见到紫藤浩仪被抓, 小泉尸二等人脸色也一片阴沉, 虽然没有世界主角重要, 但再怎么也是辛苦刷上了好感的被眷顾者了, 这样死了就太可惜了。 只是这时张笑琳却是突然开口说道, 放了他吧, 我看这位先生也是被胁迫过来, 一脸的不愿意, 应该和他们的关系只是一般。 这话一说完, 就换来了紫藤浩仪满脸的感激之色, 连忙说道, 是啊, 我只是个老师, 我是被他们逼过来的, 我根本就不想出门。 听到了耳边回荡而起的羁绊出现身后, 张笑琳嘴角也浮现了一丝幅度, 只有小琳尚未一个, 自己还真有些犹豫要不要出手。 但既然现在有两个了, 区区一些S级以下的费用, 自己还是赌得起的。 没有丝毫犹犹豫, 杀法果决的张笑琳便是直扑小泉甚二几人而去, 丝毫没有在意之前的称兄道弟。 手中成爪, 犹如熊鹰一般扑下, 凌厉的静风发出了刺耳的鸣叫。 虽然都是常人巅峰, 但他只有点跛脚, 力道运转的顺畅程度却是比对方好得多。 这种近距离的贴身厮杀, 只要墙上一线, 就是墙的没边了。 碰碰, 反应不及的诺夫斯基, 刚刚迎敌就被打飞出去, 落入了一边, 半天没能爬起来, 直接出局。 另外, 三人也连忙怒吼地栖身而上, 同样都是常人极限, 就因为对方残缺的较少的关系, 以三队一竟然无法占据上风。 张先生果然很强, 那几个瘸子也不错。 没想到现在残疾人都这么强的吗? 自卫队的人看到那边虎虎生风的战场, 眼中也都出现了惊讶之色, 似乎根本就没想到。 而这时候, 徐悦也动了。 静若处子动如脱兔, 随手抽出独岛护子的配件, 警客间就已经冲入了人群当中, 将对方的枪械优势 完全压制了下去。 刹那间便是血肉横飞, 犹如绞肉鸡一般。 而独岛护子也毫不示弱地 拿着自己的剑鞘紧随其后。 虽然只是剑鞘, 但我在他这位剑术达人手中, 杀伤力却丝毫不弱。 徐悦废掉的人 还有还手余地的话, 他就会毫不犹豫补上一击。 不愧是世界主角。 张孝林一边交锋, 一边还有空观察另外一边的情况, 让他心底也感到了一些惊讶。 手持重火力的自卫队, 竟然被虎入羊群一般的大杀四方, 来得及开枪的都没几个。 盲目开枪的更是不是打空, 就是打到自己人。 这可真是被对方抓住了最有力的时机啊。 张先生, 你也看到了, 我觉得我们没必要拼死拼活, 那样双方消耗和损失都太重了。 小泉身二被一下击退了几步后, 一边继续上前, 一边口中硕倒。 双方现在合作是不可能了, 但努力一下, 相安无事还是可以的。 现在, 岳先生解决掉了自卫队, 双方又再度被暂时拉平了。 那岳先生虽然嘴里是极恶如仇, 但只要到时候摆清行事。 可就在张孝林都稍微权衡了一下的时候。 徐悦的剑便是直朝地上的小林尚尉斩杀而去。 首恶当诛。 这变化不单单让张孝林, 让小泉身二几人都是脸色狂变。 双方能够和谐的最大前提, 就是双方关注的被眷顾者不能出事啊。 其他自卫对死再多都无所谓, 但这个不能死。 住手。 等一下。 然而声音都还没来得及发出, 三人便被同时击飞, 犹如败絮一般没有丝毫地抵抗。 在空中就吐出了好几口浴血。 如果不是果断靠着反击权限开启到了超凡的力量, 那恐怕这一阵就要震死了。 年轻人不要得寸进尺。 犹如顺移一般出现在小泉上尉身边的张孝林, 抬手就捏住了徐月斩下的刀刃。 稳稳当当, 没有掀起丝毫连衣。 那刀刃便好似被定格了一般地悬浮在了小泉上尉脖前三公分处, 吓得对方直接晕了过去。 这种画面落在旁边独倒护子眼中, 满是震惊之色。 不可能。 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这样? 表哥的实力如何? 他已经心中有数了, 史上最强的评价都不为过。 可这么强的岳先生那一击完美的斩机, 竟然被人跨越五六米的距离过来, 轻松地捏住了。 这,这不可能。 听到独倒护子的惊呼, 张孝林也咧嘴露出了一丝笑容, 高高在上地俯视着众人地说道, 蝼蚁终究是蝼蚁, 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超凡。 哦,那能不能麻烦你教教我? 带着琉璃色瞳孔的徐悦, 抬头满脸温和地看着张孝林, 满是满意之色。 我就知道你很有潜力。 第1255章 游水 曼陀山庄,张孝林摇了摇有些发晕的脑袋, 总觉得自己好像忘记了什么重要的事。 不过很快还是神色一阵恢复了正常。 看着眼前那北洋新秀脸上露出了一丝放荡不羁的不屑笑容。 徐悦是吧, 我承认你的确很有天赋, 潜力也超群, 但天赋和潜力在没有转化成实力之前却并没有意义。 能够威胁到普通资深乱入者和与我作对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 今天就有我这一位前辈来教一教你, 什么叫上下尊卑? 傲然地说完了自己排面的话后, 张孝林便是仰天长孝, 整个太湖水域都开始震动了起来。 无数水流不断汇聚天空, 形成了一道巨大的龙影, 浮现在张孝林的背后, 将她衬托得更加威武不凡。 好似此番天地之中的主宰, 让其他所有人脸上都面露震惊之色。 感受着所有人的朝顶膜拜, 张孝林脸上的表情也愈发地张狂自负。 自己崛起于威莫, 靠着自己的手腕, 自己的狠辣, 才是终于一步一步走到了如今的地位。 只要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强, 让自己获利更大的事, 自己就会去做。 没人可以改变这一条准则。 没有人, 每次见到别人在自己不可抵御的力量之下瑟瑟发抖, 他就愈发地感觉到了自己的正确。 哈哈, 这太湖水重, 就好好感受一下吧, 死。 意气风发地向下一挥手, 那恐怖的水龙便咆哮而下, 好似要吞灭眼前的一切, 将整个世界都化作泽国。 心中愉悦异常, 飘飘飞升的时候, 张孝林又隐约感到了哪里有点不对。 咦? 这不是基础空间吗? 应该会有空间一直限制自己实力的发挥啊? 怎么能够这么肆无忌惮地用出全部力量? 是不是哪里有些不对劲啊? 而伴随着水龙的咆哮降临, 眼前的世界便被整个地击破。 随后张孝林便满脸震惊地看着眼前被一击击她的水坝, 还有那决堤而去, 一泻千里的洪水。 整个城市都在自己这一击之下颤抖, 真正地毁天灭地。 听到耳边不断传来的空间警告和提示, 张孝林整个人也都一阵目瞪口呆。 刚刚? 发生了什么? 啪啪啪。 鼓掌声响起, 张孝林顺着声音艰难地回头, 看着那满脸含笑的人影, 表情不由一阵僵硬而苦涩。 现在自己记起来了, 上个任务空间, 自己好像是死回去的, 怎么可能会保留记忆? 那些画面。 没错, 就是差不多场景的还原吧, 上次你其实反应蛮快的, 哭着喊着要给我送钱, 只求我放你一码, 不过你身上的线钱, 我有点看不上呢。 徐悦探手似乎是有些无奈, 所以就留到现在一起收了。 嗯, 差不多了, 空间有提示了, 你的烂摊子, 还是需要我帮你擦屁股才行。 伴随着徐悦的抬手, 那肆意的洪水, 犹如时光倒流一般的归拢一起, 随后逆流而上重新化作人工湖, 破碎的水坝碎石, 倒飞虫组再次还原成了水坝。 天空的云层也一阵逆流倒退, 回归到了最开始的程度。 看得现场唯一拥有着自我意识, 欣赏着这场景的张孝林, 不由满脸惨然。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我说区区基础空间, 是什么能够导致自己陨落的? 碰到这种怪物, 自己死得不冤。 不冤啊。 可恨的是, 当初自己为什么不再果断点, 单纯赔钱, 对方不接受的话, 那就卖命啊。 成为对方的走狗, 也比现在强。 啊哈, 这种存在的确是看不上自己身上的线钱呢。 但现在, 把自己完全卖了和空间对半分的话, 好处的确是好得多吧。 这不也是自己同样所追求的利益最大化吗? 原来还有这种操作。 招文道吸死可以。 碰。 空间已经拒绝在进行贷款进行损失赔付的张孝林, 下一刻便化作了光点消失在了空中, 只留下了那无尽的叹息。 应该还有几个一起陪伴的吧。 时光重置, 一切再度还原, 但靠着反击权限的刹那, 封存在时光之外的几道光点, 也再度爆发, 涌入了小全身二三人的体内。 让全部重置的小全身二三人, 也摇晃了摇晃脑袋。 因为他们是被张孝林开启超凡力量破退的, 自己也拥有着反击权限。 并且是同样开启了超凡力量后才保得了一命, 至今都还在火力全开的状态之中。 看着前面性子林当中萧峰, 小全身二不由哈哈仰天长笑。 萧峰, 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日, 乖乖成为我的成长养料吧。 你根本就不了解我们这层次存在的可怕。 随后他便脱手举天, 整个大地都出现了剧烈的摇晃和震荡。 刘公公看着眼前的葵花老祖无嘴直笑。 这位公公, 您实力的确是很强, 在此方世界当中乃是一等一的强者, 不过可惜, 我们的力量您不懂呢? 嘎嘎嘎嘎。 一边说完, 他身边便开启了朵朵莲花。 李显满脸傲然地看着眼前的武林群雄, 不屑地说道, 一群低贱的贱民而已, 还想反抗。 乖乖接受统治多好, 何必呢? 我的力量, 超乎你们的想象。 在不可名状的低语影响下, 三位乱入者, 也完全陷入了真实的梦境当中, 每个人也都拿出了自己最拿手的绝活, 同时轰在了那被复原的水坝之上。 没错, 他们是因为张孝林的攻击进入了反击序列, 但反击的权限可并不代表着可以肆无忌惮地破坏。 轰, 再次决堤的河口, 又将下方城市冲刷成了一片泽国, 静静看着眼前的滔天洪水, 徐悦眼中也闪过了满意之色。 对于自己而言, 只需要拥有瞬间的超凡力量反击权限, 就可以做到很多事。 本来因为以前做得太过火的那些例子作为警告, 这次最初都打算一步一步瓦解掉这三位的戒心, 然后找机会来一波的。 花费了点心思到现在也差不多快成功了, 他们已经开始使用超凡力量自保, 很快就能进入红线。 只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碰到了这位沙发果断的张孝林同志, 直接出面帮了一把。 一口气全部搞定, 倒也省掉了不少手笔。 就算是乱入者, 身上的线钱大多也都转换成实力了, 能有多少现金? 还是把他们的能力, 他们的技能, 他们的潜力与未来统统作为抵押的贷款价值, 才是有点有水的。 第1256章, 回归。 目瞪狗呆地看着自己三人的手笔, 小泉慎二, 刘公公和李显三人都有些反应不过来。 他们只是寻常乱入者而已, 实力也就能够破个大坝, 这淹没城市的洪水完全超出了自己能力范围了呀味。 再看到那些洪水的归位, 大坝的复原, 时光的倒流。 除了那空间的血红提示外, 一切都好似做梦一样, 让人无法相信, 也不敢接受。 只可惜, 那血红的提示是直接从灵魂之中进行提醒, 想要装作是幻觉都办不到。 三位走好, 我反击时间已经到了, 就不下杀手了, 自己被空间回收就是了。 徐悦笑咪咪地对三人摆了摆手, 似乎是没有一丁点出手的欲望。 杀不杀其实已经无所谓了, 惩罚空间的任何情报无法以任何方式向外透露。 而且今后, 他们的生活就是在无尽的债务当中了, 可以差不多忽视了。 眼中禽着泪水的三人, 颤抖着嘴唇看着前方的人影, 憋了半天后, 也就在空间进行回收画作光点消失的时候, 憋出了几个字。 你是魔鬼吗? 而刚刚说完, 他们就发现了哪里有点不对劲。 我曹, 诺夫斯基那家伙怎么没有变光点, 还在朝我们含泪挥手。 你马炸了! 这次的水库之行, 徐悦还是相当满意的。 因为张笑琳这个大好人的帮忙, 减少了自己不少的精力, 直接一口气炸干摆平了。 再苦的轮回者, 也是有点价值可挖的, 就像一个普通穷屌, 虽然身上兜兜里可能没钱, 但只要把他的信誉压上去贷款, 开通花呗再办几张信用卡, 最后把器官拆开来全卖出去了, 得到的一笔钱还是很可观的。 三个普通乱入者, 或许全部搞完的价值都达不到SS级, 只能填补一些S的库存。 但张笑琳这家伙, 还是有着SS的潜质的。 毕竟他未在这里, 这些年和日国做生意, 他身价和能力也摆在这的。 而既然张笑琳这边帮助了自己节约了不少时间和精力, 徐悦剩下的时间就可以专心放在提升好感度上了。 将水坝的那些自卫队全部清理掉后, 徐悦也将剩下幸存的工作人员都解救了出来, 然后配合两位电力专家进行系统的维护和修理。 靠着运送过来的配件, 整整花了一天半的时间, 才全部搞定。 伴随着扎刀拉下, 红杉水坝再次恢复了电力供应的运作。 耶!成功了! 哈哈哈哈,果然行得通! 死里逃生的水坝工作人员 与两位电力专家, 此时脸上也都泛起了一片笑容。 这是最新型的环保无人化水电站, 平日里虽然需要维护, 但却不麻烦。 只要定期来人检测就行了, 将门锁好后我们就能回去了。 参与过水坝建造的那位七十多岁的电力专家, 满脸感慨地说道, 脸上还有着自豪之色, 不过随后还是出现了一丝难过和叹息。 可惜,这群丧心病狂的畜生太凶狠了, 害得三位残疾英雄牺牲了。 是啊,可惜了。 两位电力专家都是在一边唏嘘不已, 而那些被救出来的员工也有些叹息和缅怀。 就是靠着他们的牺牲, 我们才是从地狱当中出来了。 别了, 英雄 陆续走出厂房, 来到水库边的绿化带, 摘了几朵白色小花摆放在厂房门口, 几人都叹息地向厂房鞠躬悼念。 而后才是分别登上了两辆汉马。 因为剩下的工作人员已经不多了, 所以虽然挤了点, 但都上来还是没问题的。 至于原本放零件的后备箱, 此时则是被满满当当的弹药和武器所填满, 收获还算是丰富。 回去的路上, 无需节约弹药的徐悦, 也直接一路枪械开刀, 速度比来十块得多。 哈哈哈哈, 欢迎各位凯旋而归。 在两辆汉马回来后, 也接受到了基地的高规格热情接待。 在他们回来前, 就已经成功通电了, 自然是知道计划顺利完成。 不过在得知到三位英勇残疾人牺牲后, 还是让人感到了唏嘘不已。 知道不是死在死体手上, 而是死在堕落的自卫队手上后, 更是让高成壮一郎满脸悲愤。 多好的几位模范啊, 哎。 不过好在如今基地已经步入了正轨, 各种隔离安全区都清理了出来, 加上新入手的枪械, 安全问题已经无需再担心。 至于原本的食物问题, 有了枪械后, 靠着那集装箱卡车前往外面扫货也完全不是问题。 这些死体在了解清楚特性, 有车有枪后, 也发现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难以对付。 只要预防措施做得好, 根本就不是问题。 在经历过末世后, 又回归到相对和平的日子, 当真让所有人都感觉到了天堂一般。 不过这种和平日子里, 许悦的业务却是比较繁忙。 除了小市校和平野户田外, 其他几位被眷顾者都需要每天没日没夜的刷好感。 阳台、浴室、野外、屋顶各种地方都有着刷好感留下的痕迹。 最后为了省事节约时间, 还经常一起开刷。 就算是常人巅峰的体质, 也大敢吃不消。 但这样挥洒汗水的努力, 还是有着很明显的回报的。 除了小市校和平野户田外, 其他几位被眷顾者已经到了言听计从的最高程度。 有时候只需要徐悦的一个眼神暗示, 都能让他们瘫软在地。 至于小市校和平野户田, 也找到机会让他们分别目睹一下 公本力和高层杀耶的好感刷取过程, 崩溃了所有内心防线。 以另外一个诡异的渠道, 同样达到了差不多的目的。 全满贯,达成。 回归。 任务全满贯, 为徐悦带来的独立意志加成, 让他有一种飘飘欲鲜的感觉。 按照这种程度, 球刀玉甚至快要可以捕捉六枚无限宝石了。 对比估算了一下强度后, 徐悦也感到了很满意。 这次收获最大的, 当然还是这意志加成, 毕竟是实力上的直接加成, 有据请点也不一定买得到的。 但另外一方面, 已经把张孝林他们榨干了来卖, 也得到了一个SS级剧情点和10个S级剧情点。 再加上企鹅商会的恐怖低级剧情点收入, 徐悦也觉得, 自己的忍者大军计划可以差不多启动了。 人数不够, 剧情人物凑, 除了高级的用来撑场子外, 物美价廉的底层忍者也可以打包出来吗? 温顺的胖企鹅也是能吃人的。 第1257章 风雨 听说了吗? 现在惩罚任务变了。 是啊, 又来了三个瓦。 不得了不得了, 指定权限要慎重使用了。 以后就算我惩罚任务什么都得不到, 零收入回来, 特殊奖励再好, 我也不会投入一分一毫的剧情点的。 太可怕了。 刘公公他们三人的遭遇, 并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毕竟只是三个寻常乱入者, 没有隐瞒误导的价值, 在被各自军团管理都臭骂了一顿后, 也算是出名了。 最近接二连三地出现了这种 在惩罚任务里倾家荡产的大佬, 还真是引起了所有轮回者的注意。 不过, 张孝林因为地位和咖位的关系, 加上属于较为偏门的青帮, 暂时还隐瞒了下来。 因为属于徐悦反击序列第一波, 直接死翘翘了, 所以惩罚任务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也并不清楚。 但看到空间提示的欠账数和利息数, 他却也已经知道, 自己已经完了。 现在已经是自己今后能够达到的峰值。 哪怕在卖命, 在努力, 今后也都是沦为了轮回空间的打公仔。 但不想要既能全被回收, 寿命全被剥夺的话, 自己也唯独只有努力赚钱还债才行。 已经没有未来可言。 以前眼里注重的权势, 转眼以化作浮云。 哎, 听说法国有个先驱, 上次土肥猿他们都去向他取经了, 自己也去了解了解行情吧。 不过万幸的是, 自己还保得了一条小命, 空间也并没有剥夺自己的能力。 只要自己不说的话, 自己的地位和咖位还是摆在这里, 能够外强中干地唬一唬别人的。 相比于张笑林那边的苦笑和迷茫, 已经收拾好了细软的刘公公、 李显和小全身二三人, 默默地汇聚到了一起喝茶。 咱家已经决定退团了, 大总管同情咱家的遭遇已经同意了。 我也是, 反正没啥利用价值了。 退团不是理所当然吗? 三人碰头在一起, 也是满脸露出了苦笑之色。 因为徐悦反击时间到了, 并没有对他们三人补刀。 他们三人是安安稳稳被空间回收, 还记得惩罚空间内发生的事的。 只是惩罚空间的任何情况都不能透露而已。 对于那位将自己三人搞成这样的魔鬼, 其实他们并没有多少的怨恨和愤怒, 因为所有的情绪都已经被恐惧所填充。 没有怨恨的余地了。 妖兽啊! 我们军团这都是招惹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怪物啊? 现在虽然背了一辈子还不完的债, 但好歹还是捡到了一条小命。 还是赶紧退团保平安吧。 相比于张孝林那苦逼来说, 好歹我们知道了发生了什么。 万一以后真又碰到了那位大爷, 也能够最快的速度开始跪舔, 在华夏区混的安全系数感觉一下就高了好多。 难怪最近打得这么惨烈, 乱入折死的和下雨一样, 原来是有这么个东西在搅风搅雨。 来,干了这杯茶, 我们也合计合计应该怎么还债吧? 最起码利息要还得起, 才能不被扣除寿命啊。 火影沿上, 看着下方繁荣的村子, 看着忍者们额头上的忍字护额, 徐悦也笑着对旁边的大蛇丸说道, 当初把老师提升得太强了点, 现在都不太好带出去呢。 那可真是可惜, 不过听你的说法, 恐怕我要出去除了考虑实力外, 我研究技术的能力也会计算进去, 看来短时间内是不用想了。 如今, 火影已经是封闭的筑地空间, 在徐悦舍得花点小钱的情况下, 告知一些轮回空间的消息已经是没问题了。 毕竟当初, 他完成任务的最大奖励之一, 就是能够花钱将这里的人物赎出去。 哈哈哈哈, 大蛇丸, 这次我可是要先你一步了, 等到我变强后, 你可只能跟在我后面吃灰了。 蹲在旁边, 拿着一只望远镜, 不知道在看什么的自来野, 一边瞪大了眼睛盯着镜片里的内容, 一边扑哧扑哧地笑着。 面对自来野的调侃, 大蛇丸除了舔了舔舌头外什么都没说, 随后便是化作了一滩软泥消失不见, 眼不见为镜。 而很快, 一道人影便是顺身术 来到了徐悦身边, 却是奈良路久。 岳大人, 人已经集结完成了, 随时可以出征。 很好, 辛苦你了。 同时, 和奈良路久一同消失在火影岩上, 仅剩地自来野野默默地放下了手中的望远镜, 抬头看向了天空的云彩。 另外的世界啊, 还真是让人期待呢。 一千斤挑戏选的下人, 两百中人, 二十位上人, 再加上奈良路久, 奈良路完, 自来野河斗, 这就是这一次同时征召的忍者。 有着企鹅商会那恐怖的低级剧情点收入, 加上徐悦些许高级的补贴, 才是能一口气呼唤出这一支强大的人君。 毫无疑问, 作为几岁就能杀人, 一切以任务为主的人者们, 在向性方面是与轮回空间极度契合的。 下人虽然实力低微, 但同样也代表着便宜, 足够用低级剧情点来交换。 而只要让他们开始适应轮回空间的规则, 开始投入到任务空间开始魔力, 那短期的成长速度绝对会远超寻常轮回者。 不过因为空间的限制, 低级剧情点虽然能够兑换中下人, 但价格着实也不算便宜, 也就是企鹅商会的收割能力惊人, 库存了这么久才是兑换出了眼前这一支大军。 又, 止水以及第一和NO.4的破面作为先驱, 引导着新来的进行熟悉, 加上忍者的特性, 只需要沉淀一段时间后, 就能形成一股不错的战力。 虽然还无法和那些大型军团的积累相比, 但对企鹅商会来说, 好歹也算是有人可用了。 不说企鹅商会开始逐渐露出獠牙, 经过了一个惩罚任务周期休息的华夏两大天团, 又开始有些忍不住开始互相挑衅起来。 之前的惩罚任务虽然并没有出现较大损失, 也就是三个乱入者倒霉而已。 但在之前基础空间崩溃计划当中, 青日同盟损失惨重是绝对无法短时间恢复过来的。 北洋这边一反守泰, 竟开始主动挑衅, 咄咄逼人。 几次任务之中, 打得青日同盟节节败退, 现实之中也直接明面上驳回了清廷的好几个政策, 所控制的区域范围内也完全不再理会清廷的统治, 几乎两三天内同时爆发, 想要撼动国运龙器。 但就在此时, 日国陆军开始大规模登陆半岛, 毛雄也开始利用铁路向着远东运兵, 一股战争的阴云笼罩在了华夏大地。 第1258章 局面 老板,上次打得他们太疼了, 背后的主子都想要亲自下场了。 企鹅商会的虚拟空间之中, 张作霖抱着自己的茶杯 有些叹息地说道, 这都是其他列强被欧洲那边的风云形势 牵制了主要经历, 否则恐怕还不止这两个国家正面下场施压。 原本毛雄和日国的关系也很不好的, 但上次上百乱入者凉凉, 似乎是真的打疼了他们, 这次竟然默契地同时出现。 看来给予的压力好像是太大了点。 无妨, 现在估计他们防备的是龙之破吧, 只是这种程度的压力而已, 双方还无法达到互相信任的程度。 徐悦对此倒也并没有太在意, 自己出手还是有分寸吧, 不至于就能直接让几方精诚合作排除间隙。 代言人军团, 毕竟大多都是华夏本土的轮回者, 在清廷的整合下, 还能较好的进行一起合作。 本体亲自下场。 清、日、雄三方都无法充分地信任对方。 这三方本身可也是潜在竞争对手, 目前联手仅仅也就是有一个共同目标而已。 不过, 即便只是暂时的联手, 也为北洋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两大列强亲自下场, 这可不是代言人军团带来的威胁可以比拟的。 如果不是他们跨国作战, 当初单单日国就把北洋打得满地找牙。 好在虽然外部压力上来了, 但国内的散人们对北洋的认可度 却是一下提高了许多, 对清廷的不满也愈发地强烈。 不管是毛雄还是日国, 都给华夏大帝带来过无法忘怀的伤痛。 而清廷借用代言人军团都算了, 如今竟然还有一种直接和列强合作, 打压国内势力的情况。 本来就不得民心的现状无疑变得更加糟糕。 不过就在日国陆军刚刚登陆半岛, 陈兵边境, 毛雄也已经完成调兵之时, 两道人影近乎于同时登门拜访了双方大营。 具体发生了什么? 没有人知道, 但两道人影先后各自离开, 而后双方大营开始锁门不出, 便是充分地说明了问题。 很快, 不知道从哪里传来的消息表明了, 袁世甲和孙武这两位擎天巨拨和两国顶尖强者约法三章。 双方最顶层战力都不准入场。 华夏大帝同时有着袁世凯和孙文两大顶尖强者, 但日、熊两国却也绝对对得起列强二字, 除了利用国运和底牌并不会逊色多少的俄黄与天皇外, 还各自有着几位精锐乱入者层次的最尖端强者。 只是质量上有着差距, 让他们不得不妥协。 而这对于北洋和孙之魄来说也同样是无奈之举。 虽然两人都是只手遮天的人物, 镇压还宇, 但可惜分身乏术, 同样无可奈何。 能够争取到眼前的条件, 都是纯粹靠着一股子狠近与决心, 对方担心几方核心强者受损, 怕便宜其他方才勉强换来的条件。 因为真的逼到最后, 孙武和袁世甲肯定是不会和清廷玉石巨坟打碎国运, 选择反戈一击的对象必然是入侵的猎强。 这绝对是毛熊和日国都不愿意看到的。 不然的话, 如果真的拼起来, 或许两人所在的任务空间可以镇压住场面, 但其他战场绝对是摧枯拉朽的被一扫而空。 被蚕食到最后, 再利用底蕴与军阵进行合击, 两人不选择飞升逼开的话也得隐恨。 靠着不惜换命的狠近才争取到的时间, 恐怕也并不会长久。 一旦基层被消耗到一定程度后, 必然会换来雷霆一击, 再不济也能将两人逼走。 这几乎是任何一方都能够得出的结论。 在日国与毛熊亲自下场后, 北洋只是苟延残喘。 剩下的看头, 恐怕还在北洋最后会选择对掉哪一方的强者, 剩下三方到底谁能渔翁得利。 马的,情况不太妙啊。 张勋在房内不断来回踱步, 眼中一阵阴晴不定。 他是早就不看好北洋了, 总摔在墙又怎么样, 还能一个人力挽狂澜。 举事皆敌的情况下, 迟早要玩玩。 所以他早就明智地在蜻蜓这一边下住了, 靠着内影风险换来的好处, 也算是如鱼得水。 但现在毛熊和日国亲自下场, 也让他感受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危机。 北洋凉了的可能很大, 但蜻蜓能不能挺住也是个问号。 全部依靠英美来调停, 好像也有些靠不住啊。 他们自己的主要精力都没放在这边, 毛熊和日国会不会给他们面子都难说。 或许毛熊和日国正是想要借助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强势掠夺一番甚至入主中原。 换以前碰到这种情况, 蜻蜓或许又会和北洋和解暂时共遇外敌。 但最近撕得太厉害了, 那位皇帝陛下似乎已经放出了狠话, 让外必先安内。 甚至靠着自己的眼线, 已经隐约听说了歌让东北, 以一致一的方针。 听上去很美好, 但却不知道能否行得通啊, 是不是要再换个投资对象呢? 企鹅商会, 北洋军团, 哈哈, 叫你们违背阵的意志, 通通都得死。 相比于外界的愁云惨淡, 紫禁城内的光景却是丝毫都不在意, 脸上反倒是露出了病态的快意感。 一群贱民的担忧而已, 与自己合肝。 先借用列强的力量, 把那北洋搞掉, 顺便再把那该死恶心的企鹅商会给除去。 内部除了那妖妇, 还有谁敢反抗阵的声音? 届时, 只要自己割出一块足够的肥肉丢出去, 看那熊狼相争, 坐山观虎斗, 一切问题都能够压制下来。 哼哼对于朝廷来说, 只要能恢复自身的元气和实力就够了, 其他的根本就不足为虑。 泱泱天朝上国地大物博, 根本就不在意这等损失。 殿下, 我们依然还继续支持北洋一方吗? 最近情况不太妙啊, 国内那边也有些动荡。 亨利, 菲利普, 被当看着眼前那美奂绝伦的人影, 眼中露出了一丝慈祥之色。 雪莉殿下, 自己也是看着他长大成长的, 这一身天赋, 的确没有辱没他的高贵血脉, 一路以来也都相当支持。 不过眼前的情况的确是有些不妙啊, 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 雪莉看着眼前洒落湖面的花瓣, 语气很是平静, 差不多也是我们要出手的时候了。 哈哈哈哈, 好吧, 本土情况对我们已经有些不利了, 既然是一场好赌, 那就赌大点。 被当自己也有着断绝的魄力, 既然雪莉殿下愿意继续如此, 那自然也就遵从他的意志。 过来之前, 那位大人可是叮嘱过自己尊重殿下的选择。 既然要干, 那就不要婆婆妈妈了, 趁着孙武和袁世甲两人正热乎的威慑, 就来一票大的吧。 第一次行动, 必然要趁着其他方面还没反应过来, 形成雷霆一击, 与北洋合作一起, 创造一次犹如上次一般的大晟。 第1259章 新任务 虽然毛雄和日国都暂时被威慑住了, 最尖端的战力尚未投入, 但哪怕是他们本身的常规力量, 也是一股压在头上的大石, 让北洋的人最近都喘不过气来。 原本因为上次清日同盟上百乱入者的扑街, 而采取的逼人攻势也不得不停止。 已经有几批次的任务当中, 遇到了双方的正规军了。 好在他们似乎也有着自己的顾虑和忌惮, 暂时还没采取见面就打破脑浆的姿态, 而是试探为主。 之前那一次清场上百乱入者的威势还残留着, 绕是以两大列强的家大业大, 也不愿意承受这种损失, 况且两大列强国内情况也算不上完全铁板一块, 都有着各种牵制和潜在原因。 老板,我现在是对华的最高总指挥, 应该怎么办啊? 与都公太郎的留言, 让徐悦也稍微猛了猛神。 不过随后想想也是, 他的竞争对手不少被自己淘汰出局了。 以他的资历和对华的经验来说, 坐上这个位置好像也是理所当然。 如果日国陆军那边最顶尖大佬下场, 他当然是争不赢, 可因为那约法三章, 有个现成的中国通在, 由他率领好像的确是最正确的选择了。 看在他儿子的面子上, 感觉这家伙还有着培养的潜力和价值啊。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不要露出破绽, 这次任务我有私事, 等下次任务的时候我会有安排的。 徐悦转手给出了回应, 同时也在想诺夫斯基那边是不是也可以操作一波。 他实力是不咋地, 但的确是毛熊当中少有喜欢动脑子的了。 至于这次的私事, 和张勋有那么一点关系。 嗯, 其实徐悦是很想要感谢他一下的, 倒是省了自己一些麻烦。 因为前不久, 他有突然接到一个空间提示, 丁有人对你使用了高级混淆权重, 下次任务进行更改捆绑, 因为您的军衔, 可付费进行权重抵消。 嗯, 看了一下提示, 下次任务从原本的丛林开始变成了漫威。 虽然另外四颗石头的钱, 自己还真没把握攒出来, 但这玩意儿是负面buff, 没有惩罚任务的, 不去白不去哦。 哈哈, 这次你还不死, 跟我斗, 还是太年轻啊。 张勋坐在太师椅上, 满脸都是一切尽在掌握的笑容。 那个小年轻幽, 还是太嫩了点, 虽然钱力, 天赋都的确是一等一, 没有张学幽, 他们那样的背景也混得如此风生水起。 但比起自己的老辣, 终究还是太嫩了。 之前那次合约真以为是白签的, 自己的钱有这么好拿? 哼, 那时候只是还不想分心对付你而已。 自己其实早就在契约当中留下了漏洞, 为的就是这致命一击。 既然准备改头换面了, 那再怎么也要拿出一个忌棋的出来? 刚刚好, 这样一个没有背景的天才大小正合适。 既抹除了自己身份败露的隐患, 又可以体现出自己的诚意。 真是一举多得。 等到他做好了进入之前任务世界的准备, 却突然发现根本不是那个任务世界, 而且还无法使用回归卷轴, 那种绝望想想都让人觉得有趣。 而且一旦死出来后, 压根就会不记得之前发生了什么, 到时候再来进行一次补刀, 人不知鬼不觉。 自己可是靠着资历, 熬出了准将军衔, 加上给新老板讨要的两个权限道具, 不声不响地搞死你一个没有背景的天才, 那自然是手到擒来。 你连我对你做了什么, 发生了什么都不会知道。 真以为那次之后两次周期都没对付你, 就是真的放你一码了。 天真, 这段时间自己已经将你的底牌和情报查了个水落实处。 当初老夫对你的契约里, 可没说不准对你使用高级权限, 也没说进入任务空间后不对你动手, 就算是同军团成员, 也不是不能击杀的。 阴测测地笑了一阵后, 张勋手中再次点燃了两份卷轴。 高级追踪与高级显行, 确保到时候进入任务空间后万无一失。 呵呵, 知道你在忍村大战经营得很好, 本身也很擅长与土著打交道, 所以这次才专门花费点代价, 带你进入我的主场世界, 可不要让我失望啊。 想到自己经营已久的这成熟任务空间, 张勋脸上也泛起了一丝笑容。 越是熟悉, 他越是发现这任务空间深不可测, 根本就没表面上那么简单。 除了九头蛇和神盾局这两个神秘的势力之外, 还有一种叫做艺人族的恐怖幕后boss一直潜伏在暗处, 而恰巧, 自己就得到了艺人的能力, 被认可吸纳。 月球主族的力量, 绝不逊色于纽约大战的潜力, 是可以和神盾局硬刚的恐怖势力, 单单自己一人, 就能在这任务空间一手遮天。 再加上轮回者这边, 自己无论哪边都有着朋友支持, 交友遍天下。 呵呵, 而你的底牌无非是那即将自身难保的企鹅商会, 最多还和扑街的龙之魄, 有点渊源而已。 你对我一无所知, 而我这段时间已经摸清了你全部底细。 不出手则已, 一出手便是一击必杀, 丝毫不给你翻身余地。 哪怕你潜力再高, 甚至已经能够威胁到滋身乱入者了, 在最后发现了真相后, 也要无助地瑟瑟发抖。 你那个任务世界很难搞啊, 一切以自保为主, 只要再坚持几次, 你必然能够成功迈入滋身乱入者层次, 我们也是很看好你的。 徐悦如今在北洋的地位已经不低, 任务安排和组队安排都足够让陈焕这位大管家亲自进行安排。 在得知到他进入的是极度魔女这个可怕的世界后, 陈焕还真有些头疼。 这是一个高膜世界, 关键是高膜就算了, 大佬们适应性还是很强的, 可每次都会有大佬莫名其妙的扑街, 扑得不明不白, 地图探索度并不高。 这种潜力股进入这种世界成换一点都不看好, 其实他更倾向于是推荐他用指定权限, 进入新改名为绝无神功的任务空间协助完成任务的。 只可惜前面他才进入了一次零收获的惩罚任务, 在之前使用过一次指定权限守卫基础空间, 所以也没办法了。 只能尽可能给他安排一些好队友, 还好极度魔女这任务世界是可以乱入者集体组队的, 但因为任务空间的不确定性, 所以不会特地安排指定进入, 组队全靠随缘。 别担心, 传到桥头自然直, 我会小心的, 其实现在组队用处也不大啊, 毕竟现在综合名望肯定都有差距了, 出生地不会在一起的。 徐悦看着有些头疼皱眉的陈幻, 很是安心地宽慰了他一句, 让后者也不由叹了口气。 哎, 这就是我担心的地方啊, 这个要命的世界经常人都还没完成, 集合就死大半了, 尽量吧, 以保存自身为主, 现在额外的重生权限真的是告急了。 随后, 徐悦便和自己的队友们开始会合了。 嗯, 有好几个老资历的乱入者, 因为任务世界相同的关系, 组队也很顺畅。 不过可惜, 最后进的不是同一个世界, 没办法啊。 第1260章, 变化。 又来, 站在一处充满了异域风格, 和地球格格不入的城市中, 感受着那一股无法形容, 无法描述, 不可名状的注视。 徐悦也不由叹了口气, 多元宇宙世界, 还真是麻烦啊。 漫威电影宇宙, MCU, 终究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虽然本宇宙世界当中有自身独立的规则, 但基础构架上, 还是没有绕开那玩意儿。 前面两次进入, 实力还未达到这个层面, 并没有这次这么清晰的感受, 而这一次, 徐悦是真正感受到了那一股关注的徘徊。 有时候感知太清晰了, 也并不是什么好事。 不过这种背景版大佬, 就算单体宇宙爆炸, 也不会多管闲事的, 会主动探查, 恐怕纯粹是轮回空间投放的诡异, 引起了奇的察觉。 甩开了一些想法后, 徐悦也接收了这次灌输的内容。 这次进入的时间, 倒是距离上次离开没多久, 不过自己一直没回地球, 纯粹只是在星际中独自流浪, 搜寻合适的食材。 上次自己离开时, 地球上每对二的剧情也已经完成, 被自己的六道分身修复了一波。 现在的话, 大概是复联二的时间段。 后面应该是雷神开始调查 为啥无限宝石出现得如此频繁。 然后, 上一代蚁人找到斯科特成为新蚁人, 再之后就是超级英雄注册法案 引起的内战和小蜘蛛首秀。 紧接着史蒂芬, 斯特兰奇遭遇车祸, 拜师古艺法师成为了奇异博士, 同时逼退了多玛姆。 然后原本调查无限宝石的雷神 反倒是发现了诸神黄昏的秘密, 引发了雷神三的剧情。 奥丁陨落, 海拉复出, 阿斯加德破灭。 同时间段的地球 也在发生以人二的剧情, 进入了量子领域 找出了黄蜂女的母亲。 嗯, 然后大佬们全都GG后, 那只紫鼠精就开始 蹦跋出来收集宝石了。 捋顺了一下时间线后, 徐悦也感觉压力有点大。 事件是不少啊, 但想要刷到四枚无限宝石的钱, 还是顿时感到了自己的贫穷。 本来, 徐悦是准备再刷一刷, 攒攒钱, 放在晋级任务之类的时候进行收集的, 但既然别人帮衬了一把, 也不好浪费掉这机会诶。 所以, 全部剧情都介入, 一边最低限度维护剧情赚钱, 一边在边缘试探是必不可少的。 同时制造出强大的敌人也是必不可少的。 无限宝石自己已经撸掉了两个, 让紫薯经收集剩下四个, 自然是必须的。 而且就算这样, 够不够都还得打个问号啊。 心中将情况捋顺后, 徐悦也摇了摇头, 然后指着一块被绿色能量罩罩住, 漂浮在摊位上的肉块, 问道, 这块材料怎么卖? 旁边投影出的三维画面, 也直接显示了这块材料的来源, 描述与价值, 最后显示了价格。 嗯, 徐悦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新兴军团庇护的山达尔星, 这块肉是一块太空巨兽的残榨, 本来的用途是提炼生物能量和特殊材料用的。 不过放在徐悦眼里, 自然就是一份值得收集的食材了。 没办法, 事情太难搞, 存放在这的力量宝石又是紫属精内定的, 只能做点吃的鸭鸭精才能过下去的样子。 不过随后徐悦便是抬头看向了天空, 一买个食材都被偷窥了, 不过还好, 这次的目光很熟悉, 不是什么不可名状的东西, 是海姆达尔那长针眼的家伙。 根据继承的记忆, 那家伙好像时不时就会关注自己一下, 毕竟当初离开地球时引起的动静不算小了, 手指比了个心后, 徐悦的身影便是从海姆达尔的目光之中逐渐地淡化。 虽然海姆达尔的目光很犀利了啦, 但现在想不想让他看到纯粹是自己愿不愿意的问题。 那个, 这肉我只是买回去吃的, 这可以便宜点吗? 我没钱。 阿斯加德依然还是宇宙之中云层环绕的仙境, 庇护九届, 威震还雨。 本来因为徐悦的插手, 洛基弟弟是一直被关押在阿斯加德的监狱当中没能逃出来的。 但因为徐悦离开时为了赚取点数, 挑明了许多事情, 所以洛基被冤枉的事也算是洗刷了。 他反手就将一切的锅都扣在了徐悦头上, 为自己洗脱了罪名, 爬出了监狱, 老老实实地做着自己的乖宝宝好弟弟。 因为弗利加没死, 奥丁的状态还算不错。 洛基也未能类似于原剧情那样利用奥丁对弗利加的思念, 制作出他不愿意离开的幻属, 放逐到地球。 所以, 此时的阿斯加德依然还是奥丁掌控全局。 只是雷神托尔因为心灵宝石的出现, 前往了地球一趟, 准备剿灭九头蛇斯特拉克男爵的基地。 毕竟现在彩虹桥已经被徐悦修好了, 往返还是较为方便的。 原本应该一直驻守在彩虹桥的海姆达尔, 相当少见地离开了自己的岗位, 来到了那宏伟的仙宫之中觐见神王奥丁。 陛下, 我们的仙宫首席勇士抵达了山达尔星, 并屏蔽了我的观察, 这在之前是很少见的。 我感觉, 他变得更强也更危险了。 海姆达尔眼中充满了凝重之色, 很少有东西能瞒过自己的眼睛, 但最近感觉越来越多了。 之前对对方的监视都还算顺利, 而这次不知道是何种原因对方屏蔽了自己的视线。 事出反常必有妖。 啊哈, 父亲, 那个肮脏该死狡猾的厨子肯定又有什么阴谋了, 我们必须要阻止他, 不如现在就发兵山达尔星, 搜寻他的下落。 最近一直都在做乖宝宝, 受了天大委屈的洛基弟弟文言后眼中一亮, 随后立刻跳出来缩拾道, 哈哈, 死厨子, 没想到吧, 因为你当初的沙雕举动, 我洛基又回来了。 而奥丁在听到了海姆达尔的话后, 便是陷入了沉思, 随后缓缓地开口道, 如果他有什么阴谋和举动, 终究是要实施的, 到时候再看吧。 因为紫蜀经安排其瑞塔人的入侵, 还有各种事件, 他的奥丁之棉被打断了, 虽然依然还拥有着浑厚的神力, 但其实他知道, 自己的状态并不好。 如果是全盛时期的奥丁, 自然是无所畏惧。 整个九届如今的繁荣, 都是他靠着鲜血铸造出来的。 可那位阿斯加德走出去的首席勇士, 用特殊的方法得到了两枚无限宝石, 在自己的铠甲也被毁了的情况下, 自己真没有十足把握。 身穿毁灭者手持永恒之枪的奥丁 与现在垂垂老矣的奥丁 完全就是两个角色, 几乎代表着这级别的上线与下线了。 而因为某个原因, 在托尔成长起来之前, 自己还不到可以出事的时候, 不能冒这个风险。 以前徐悦每次都大为忌惮的神王, 如今也开始反过来忌惮这位先公厨子了。 其实, 当实力和威慑达到一定的级别之后, 反倒是很难打起来。 互相妥协才是日常行为。 第二十卷, 无限宝石, 第1261章, 寻宝。 嘿, 伙计, 我可是阿斯加德的首席勇士, 你必须要给我点折扣, 给阿斯加德点面子。 这个我也要, 拿着我的签字白条, 你们可以去找阿斯加德人兑现出来。 你个奸商, 这些根本就不怎么值钱, 当作赠品又怎么了? 看我这张脸, 阿斯加德首席勇士, 绝对没人敢冒充。 在山达尔兴, 徐悦虽然身上没钱, 但其实日子过得也不错。 阿斯加德人在宇宙之中的名气 还是相当大的, 他的的确确还是正牌的首席勇士。 虽然徐悦有不少材料可以直接换钱的, 但既然能够刷脸, 我为啥要想办法去搞钱? 宇宙间的货币还算是比较坚挺的, 当初星爵的悬赏价格也就是四万块, 这就让小浣熊看直了眼睛来抓他了。 就在徐悦山达尔兴混吃混喝的时候, 星爵也终于驾驶着他的飞船抵达了这里。 嗯, 虽然徐悦自己也有一艘强大的母舰, 不过星际航行什么的还是交给熟悉的人来吧, 自己的母舰样子有点凶, 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哦, 伙计, 上次不告而别这次一有事才想起了我们, 这可真是让人感到伤心。 星爵带着银河护卫队的几人来到了讨价还价的徐悦面前, 摊手做出了一副无奈状, 引起了后面的傻大哥哈哈大笑。 嗯, 德拉克斯笑点一向这么低。 不过说完后, 星爵还是上前给了徐悦一个拥抱, 上次徐悦可是帮他找到了他的父亲, 并且还解救了他, 双方关系来说在徐悦掉线期间还维持得不错。 没人告诉你, 面对能够一巴掌拍死你的人要保持敬意吗? 矮小的火箭跳起来一拳打中了星爵的膝盖, 对他呲牙地说道, 让大大咧咧的星爵耸了耸肩。 因为之前银河护卫队的拯救行动, 如今他们在星际间的名气可也是很不错了, 最起码山达尔星这边他们是属于尊敬级别的盛望。 最近接接任务跑跑腿, 日子也过得很是惬意。 听着, 为了你的事, 我们可是放弃了价值数十万的大买卖, 匆匆赶过来的, 这么急着叫我们过来是为的啥。 见面调侃的话说完后, 星爵也算是进入了正题。 哦, 我想要请你们送我去几个地方, 这对你们来说应该很简单吧。 徐悦的回答也很直白, 但这却是让星爵和火箭两人都翻了个白眼。 拜托, 叫我们大名鼎鼎的银河护卫队过来, 竟然只是为了跑腿吗? 这也太掉价了。 因为你们可是有着银河第一的驾驶技术, 自然和那些笨蛋不一样。 徐悦名人不说暗话, 很诚恳地表明了态度。 其实, 除了这以外, 路上顺便巩固巩固, 双方的羁绊也是很有必要的。 哪怕以后可能要逆转卖掉, 也能卖个好价钱, 自己这么穷能够提高评分的都不能放过。 听到了徐悦那诚恳的大实话, 星爵和火箭两人都是同时咧嘴, 笑到了后脑勺, 一脸你真有眼光的样子。 看得后面的卡摩拉一脸的无可奈何, 相比那两个不靠谱的家伙, 卡摩拉显然算是护卫队当中的智力担当了。 不过在他看来, 和这种拥有着神力的强者交好, 并没有什么坏处。 毕竟自己的养父, 那巨大的阴影一直都还笼罩在他心头,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爆发。 这等强者认识得越多越好。 就因为徐悦一句银河第一驾驶技术的话, 在几人陆续登上那一艘小型飞船后, 星爵还和火箭两人为了谁开船而打了一架。 本来以前两人都是嫌弃着苦力活, 互相推脱的, 但这一次却是互相打出了狗脑子。 最后还是星爵靠着体型优势技高一筹, 成功镇压了小浣熊。 不过脸上的两刀爪印还是让他时不时疼的呲牙。 对于这种日常闹剧, 徐悦也是在一旁一边撸小格鲁特一边围观了。 不得不说, 银河护卫队里虽然天天吵架, 但氛围其实还不错, 最起码比起复仇者联盟里的氛围要好上不少。 伙计, 你到底想要去啊? 夺取了驾驶权, 并已经将飞船开出了山达尔星后, 星爵才是稍微猛逼了一下有些尴尬的问道。 开始都全心全意地争夺那银河第一去了, 连目的地都忘记问了, 让重新爬起来的小浣熊火箭插腰就准备开喷, 好在徐悦在小浣熊开口前打断了他的毒蛇。 在大麦哲伦星系的哈拉星。 好嘞, 看我的, 就是几十跳的距离而, 哈拉星。 星爵得到了目的地的消息后, 便是摩拳擦掌准备一脚油门就直接下去, 然而就在此时, 他似乎也反应过来了什么, 满脸古怪地问道, 我怎么感觉哈拉星这么耳熟? 笨蛋, 当然耳熟啊, 那是克里帝国的首都母星。 卡摩拉无奈地捂着自己的额头, 再次引起了德拉克斯的哈哈大笑, 虽然他也不知道自己在笑什么, 但就是感觉好笑。 我们是准备去旅游散心吗? 一直都老老实实的宠女, 小脑袋上的触须动了动, 有些好奇而又单纯地问道, 纯净的眼眸中闪过了一丝疑惑。 虽然他也跟着银河护卫队混了这么久了, 但本身的性格还是让他保持着这一份单纯。 这话也让驾驶着飞船的星爵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 最终只能尴尬地笑了笑。 我觉得, 或许不是, 克里人民族主义氛围很浓, 那个是出了名的排外, 我们就这样过去的话, 也不知道会怎么样。 我相信你的驾驶技术, 放心吧, 一切由我。 徐悦一边撸着小格鲁特, 一边安慰似地说道, 就是因为他们排外, 才来找你们吗? 不然开着自己那一艘, 一看就不好惹的大母舰过去, 太容易引来误会的。 万一他们误会自己是暴力分子怎么办? 自己可受不得这样的冤枉。 浩瀚星空之中, 除了近距离的陨石碎片移动外, 看上去就好像是一幅静态画面, 宁静而深邃。 滋滋。 伴随着一阵菱形的光辉出现, 一艘飞船跳出也打破了这一份宁静。 正是银河护卫队所拥有的那一艘小型飞船。 一颗以蓝灰色为主导的沉寂星球, 出现在了飞船面前。 星球的引力也将飞船捕获到了环绕轨道之上, 一眼望去只能感受到外太空近距离观察行星的壮观与宏伟。 三大星际帝国的克里帝国首都母星——哈拉星。 第1262章 尊重 克里帝国、斯库鲁帝国和西亚帝国被称之为三大星际帝国, 克里人大多数都是冷酷、高傲, 是一个重新民族主义, 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政权。 特别是在当年击败了斯库鲁人之后, 更是有一种向横着走方向发展的趋势。 就算在外力干涉下签订了和平协议, 也有前不久指控着罗南这样的极端分子。 个人身体素质、潜力也都对得起自己的名头。 地球上的一人族就是克里人搞出来的实验产物, 而神盾局靠着一具克里人留下的尸体, 就开发出了能够复活的药剂GH325血清。 除了这些身体潜力之外, 克里人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 至高智慧。 一个拥有自我运转能力的智能系统, 每一个克里人死亡后都会回归至高智慧, 让其运算能力变得更强。 每一位克里人也能够自己与至高智慧进行连接近见。 可以说至高智慧就是克里人的核心, 指导着克里人的行动方针与方向。 银河护卫队,说明你们的来意, 关闭引擎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就在银河护卫队进入了哈拉星的轨道后, 几艘单人飞行器迅速地从远处靠近。 起初都还是光点, 但数秒后就出现在了飞船之外。 火力系统锁定了这艘飞船, 并发出了语言询问。 克里人的傲慢性格是天性, 对外人一向都很排挤, 所以这也导致了克里人的母星很少有外人能够造访。 要做生意什么的可以在其他地方完成。 也就是银河护卫队最近在星际间有些名气, 而且还击退了克里人的激进派, 实力强大的指控者罗南, 所以才是有着一定的重视和尊重。 嗯,没有直接开火, 已经是他们表现尊重的方式了。 嗨,老兄,快把锁定解除了, 我们并没有恶意, 不然我迎合第一的驾驶技术, 怎么会被你们轻易锁定。 飞船提示被火力锁定后, 星爵也连忙利用通讯回复道。 说明来意, B.I.U. 这次不单单有更加严厉的问话, 还有这一次警告射击, 让小浣熊火箭立刻就不满地爬到了星爵的肩上。 你不行就让我来? 喂, 放下你的爪子, 想要打架还是? 随后在外面虎视眈眈的时候, 这两个火宝便是又扭打在了一起, 完全是不分时间和场合的。 这让外面进行问话的克里人警卫队员们 也脑门一阵掉黑线。 这群家伙, 我们是过来旅游想要参观一下哈拉星的。 在星爵与火箭两人相爱相杀, 互相挠脸的时候, 虫妹便主动站了出来说道。 这话无疑就是火上浇油, 对于高傲的克里人来说, 母星怎么可能是外人可以随便参观和旅游的地方? 太不尊重人了。 只是, 就在他们准备再次开火进行警告的时候, 一种被远古宇宙巨兽盯着的恐怖气息, 便是笼罩在了身上。 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颤力感, 让他们浑身僵硬, 心跳加速, 全身的蓝色血液好似都充斥在大脑之中。 握着手柄的手完全无法按下。 哪怕是面对是元兽, 都绝没有这么可怕的感觉。 浑身一动都不能动, 只有眼珠子能够勉强移动, 不自觉地落入了屏幕上对方船舱中一位刚刚站起来的人影身上。 初次见面, 本人阿斯加德首席勇士徐悦, 我是来谈判的。 徐悦勇士, 请。 用罗格对徐悦做出了一个请的手势, 带着他上了一列悬浮在空中的砖列。 星爵等人一边好奇地东张西望, 看着这充斥着钢铁压抑气息的星球, 一边也紧随其后登上了列车。 至高智慧是我们克里人的守护神, 本来的话外人是无法获得尽见资格的。 但既然是徐悦阁下, 那自然是需要例外了, 另外冒昧地问一句, 您此次前来是代表着自己个人还是阿斯加德? 作为先公首席勇士, 代表的自然是阿斯加德。 徐悦毫不在意地说道, 让勇、罗格变得更加地谨慎小心起来。 虽然已经请示了至高智慧, 同意了接受觐见, 但勇、罗格依然还是想要确认一下对方的目的。 这次对方前来, 完全不知道到底抱有何种目的。 不过当然, 勇、罗格最忌惮的还是阿斯加德而已, 这一位虽然是先公第一勇士, 但毕竟只有一个人。 他本人算不了什么, 他背后代表着势力才是让人头疼。 人家一个人过来, 也算是抱有了相当的诚意了。 所以总体上来说, 勇、罗格是抱有乐观的态度。 应该是正常的交流吧, 对方应该也要为自己的安危负责的。 一旦选择与至高智慧连接, 那对方的生死就在至高智慧的一面之间。 集结了所有死去克里人的灵魂与意志, 如今的至高智慧已经无比地强大。 这里还是克里人的母星, 至高智慧能够在这里发挥出最强的力量。 抵达至高智慧的核心连接一路都很顺利, 除了沿途跟随的警卫越来越多外, 大家互相之前还是比较和谐的。 甚至有, 罗格还好心地向星爵他们科普了一下至高智慧的存在, 骄傲地展示着克里人的最高奇迹。 绕世间多时广连有思想的星球都见过的银河护卫队诸人, 听明白了至高智慧的存在后, 脸上也都露出了惊疑不定的神色。 克里人足迹遍布银河, 人口何其之多, 这么多年下来死亡的克里人精神全都汇聚在一起, 这将是一股多么可怕的力量。 绕世一项精力旺盛的星爵和火箭两人, 说话的声音都不自觉地小了许多。 他们那带着惊叹的样子, 也让附近的克里人护卫于勇, 罗格脸上都露出了骄傲的神色。 这就是属于我们克里人独一无二的神迹。 抵达圣殿, 一个散发着柔和荧光的光圈出现在了大殿中央, 这里就是第一处连接至高智慧的枢纽。 虽然到了现在, 克里人已经能够做得到在外出的飞船上通过枢纽连接至高智慧的技术了。 但这里毫无疑问是至高智慧能够发挥出最高效率的地方, 所有克里人眼中的圣地。 既然是关乎阿斯加德与帝国的谈判, 自然是需要交由至高智慧亲自定夺, 徐悦勇士,请。 勇、罗格示意, 徐悦站在那光圈之上, 随后一些柔和的荧光处须便从光圈当中浮现, 朝着徐悦身上蔓延而去。 一股异常浑厚的阿赖耶意志, 朝着徐悦脑海当中涌来。 对此, 徐悦当然没有丝毫抵抗, 放任这种连接构成。 随后, 眼前白光一闪, 便出现在了一片乳白色的世界当中。 至高智慧每次都会以人心底, 最受尊敬的人物形象浮现在心灵, 不过这一次徐悦进来后, 却是半天没见到有什么动静。 直到似乎是沉默太久了, 乳白色的光辉一阵蠕动, 才是露出了神王奥丁娜, 慈祥老父亲一般的形象。 嗯, 徐悦放任连接进入这里, 已经是给面子了, 但以至高智慧的能力想要窥视徐悦的内心, 显然是完全不够格的。 没办法, 只能编一个了。 既然是阿斯加德人, 那肯定对神王奥丁还是很尊重的吧。 第1263章 善意 我知道你, 阿斯加德的首席勇士, 你的事迹在星空传颂。 至高智慧顶着奥丁的脸, 一脸的慈祥和蔼。 哦, 那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过来吗? 徐悦脸上也同样带着和善的笑容。 我知道, 罗南违背了协议, 进攻了山达尔星, 但山达尔并不是阿斯加德所庇护的九界, 理应和你们无关。 至高智慧依然顶着奥丁的脸, 轻描淡写地说道, 克里人和这位先公首席勇士的交集, 也就是那一次了。 作为至高智慧, 他其实提前就察觉到了指控者罗南的计划, 但那只是对方的私人行动, 成功了固然是好, 就算失败了也可以轻易地推出去。 对他来说没有一丁点损失。 阿斯加德很强, 在星空之中有着相当大的威名, 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 在奥丁进入了仁慈君主母版之后, 阿斯加德只会宅在九界的地盘, 并不会轻易外出。 因此, 各方面对阿斯加德的忌惮倒也并没有那么严重。 啊? 那件事啊, 虽然和指控者罗南有点关系, 但并不是你说的那件事。 我过来是因为另外的问题, 关于米德加尔特。 许悦耸了耸肩, 让至高智慧不由有些发呆。 米德加尔特就是中土世界, 也就是地球, 对于这颗星球至高智慧还是有印象的。 先是克里人在米德加尔特对人类进行了实验, 制造出了一人族, 不过因为忌惮阿斯加德察觉还有其他的各方面原因, 这些实验成果被暂时搁置了。 另外一件事就是几十年前, 有一个克里人科学家逃到了那个偏僻的星球, 并且开发出了一个相当超前的引擎, 导致了一位地球人的变异。 那个变异的女人给自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用, 罗格将她救回来后, 由自己完成了对她记忆的篡改和洗脑, 让她误认为自己是克里人, 从而将那一股强大的力量运用到帮助克里人扩张上。 只可惜后来一次失误, 让她挣脱了自己的掌控。 那时候, 她已经抵达了那偏远的星球, 因为太过偏远的关系, 紧紧靠着飞船上的连接, 自己失去了对她的控制。 而且, 当时她还觉醒了更加强大的力量, 导致了自己计划的失败。 现在一下, 听到这位先公首席勇士提到米德加尔特, 至高智慧还是感觉到了哪里有些不妥当。 那是你们阿斯加德人的地盘, 发生了什么都和我们无关。 如果你是说当初指控者罗南带着舰队去外太空转了一圈的话, 那的确是我们的过错。 不过我们并没有进入星球, 而且罪魁祸首也已经死了, 有了足够的交代。 至高智慧还是甩锅甩得一干二净。 当初指控者罗南的确是率领舰队抵达了地球的外太空, 这一点虽然知道的人不多, 但知情者还是有的。 没必要辩解, 反正罗南已经凉了, 无论怎么甩锅到他头上都无所谓。 但我可不这么认为, 在山达尔星和罗南见面的时候, 他死前可是把事情都交代清楚了。 就是勇, 罗格呼叫他前往支援的。 当时勇, 罗格也同样在米德加尔特, 似乎是为了追捕司库鲁人。 徐悦没给对方台阶下, 直接拆穿了对方说道, 这都是他临死前的污蔑。 至高智慧的态度已经显得有些冰冷, 那慈祥老父亲脸上的笑容也逐渐消失。 作为意识融合体, 所有的情绪都是模拟出来为了更好的服务。 既然对方来者不善, 想要兴师问罪, 那他自然也不会去贴人家冷屁股。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徐悦有些唏嘘, 似乎在缅怀当初罗南的好。 没有证据的事, 就是污蔑。 至高智慧的态度愈发的冰冷, 看上去就好似一台机器一般。 原本四周的乳白色空间也在出现反转的变化, 好似惊涛骇浪, 一切都受到至高智慧的掌控。 这个不识抬聚的阿斯加德人。 阿斯加德虽然是强大, 神王奥丁镇压还宇, 但这却并不代表着克里人就一定怕他们。 再怎么也就是在自己那一亩三分地活动, 不会为了一个所谓的先公首席勇士而打破这个平衡的。 否则到时候要对付阿斯加德的绝不止, 自己一方。 你都已经这么说了, 让我也有些难办啊。 徐悦露出满脸为难的神色。 我们克里人不欢迎你, 你可以走了。 至高智慧见到徐悦脸上的难色, 也是觉得完全理所当然。 对方的小命都还捏在自己手上, 不会这么不识实物的。 生死都在自己一面之间。 既然你说污蔑, 那就是污蔑吧。 快说吧, 你们企图毁掉米德加尔特到底 是为了什么? 是想要和我们阿斯加德开战吗? 只是随后徐悦的话, 却是让至高智慧的高速运算都不由一阵当机。 等等, 好像哪里有点不对劲? 我们什么时候企图毁灭米德加尔特了? 我都说了, 你就当作是污蔑好了, 给我个交代就行。 徐悦似乎是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顿了下后便是继续道, 我不喜欢讲什么证据。 而她的话音落下, 原本四周那惊涛骇浪的世界, 却是骤然被一股蛮横的力量完全抚平。 意志力什么的, 徐悦也已经吃过不少了, 眼前这至高智慧汇聚克里人这么多年来的精华, 的确算得上少有的强大了。 因此, 徐悦也不得不和她多费点时间来保持联通, 用来解析对方的成分。 现在的话, 也差不多了。 感受着自己世界出现的变故, 至高智慧的当机似乎是更加严重了。 这里是我的世界, 现在也是我的了。 蛮横的力量肆虐, 一道裂痕出现在了这精神世界当中, 裂缝另外一头似乎是有着一个更加浩瀚恐怖的世界在惊吞此方。 丁触发任务, 原本惊骇欲绝的至高智慧, 正聚集自己的全部力量苦苦支撑抵挡, 不想要被吃掉。 一股犹如遇到天敌一般的无力感, 让他惊慌失措。 原本在自己世界应该无往不利的, 这里可是控制枢纽, 没有人能够和克里仁的意志聚集体比拼精神力量。 然而在肥胖的绵羊, 面对掠食者也只能被一点一点地撕裂吞掉, 根本就没有反抗能力。 这让从未感觉到生死威胁的他, 心中充满了绝望。 为什么要这么自信, 为什么要感觉主场自己能碾压一切? 不! 你不能这样对我! 放过我吧, 一切条件我都答应你! 不要, 不要这样子。 从开始杰斯底里的咒骂, 到最后求饶的改变, 速度那是相当快, 只是发现无力反抗后, 他也有一种放弃治疗的绝望。 通过被吞噬的感觉来看, 对方是能够靠着吞噬自己来转化成实力的。 自己汇聚了这么多年千百亿计的精神体力量, 他也知道没有人能放弃这诱惑。 能够得到自己的全部, 那为何还要自己承诺什么? 对方不会自己去做吗? 然而就在他已经放弃治疗的时候, 那一股吞噬的撕扯力却骤然消散。 随后眼前的那魔鬼脸上便是露出了圣人的笑容。 我这次是抱有诚意, 带着善意而来的, 是为了带来和平过来讲道理的。 仅仅只是来谈个条件, 你把我当作什么人了? 一下,突然对方不吃了, 至高智慧当机了片刻后, 便是立刻靠着高速运算刹那间回过神来, 满是铲鱼地说道, 对,您的诚意我已经感受到了, 之前是我不识抬举, 辜负了您的诚意, 现在您想要什么请直接说? 不管是徐悦, 还是至高智慧, 四位速度都是电光火石的量子级, 特别是在精神世界当中, 几乎在那些触须刚刚盘满徐悦全身后, 很快便又收拢了回去, 退出了连接状态。 而徐悦也再次睁开了眼睛, 脸上露出了善意的笑容, 对旁边的勇, 罗格说道, 感谢阁下的带路, 事情我已经谈完了, 阿斯加德和克里帝国将继续遵守当年的共同声明和联合公报。 第1264章, 超级英雄 接下来几天, 在勇, 罗格做导游的带领下, 好好参观了一下哈拉星后, 徐悦便又随同银河护卫队的人在克里人的家道欢送之下离开了克里帝国。 除了至高智慧外, 其他克里人倒也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不过有着至高智慧亲自下达的命令, 他们还都是忠实地执行着, 将徐悦阁下当作了克里人最好的伙伴来对待。 几乎是有着如震亲临的交代, 没有人不重视。 同时, 不少人也都在想, 双方到底谈了些什么? 嘿, 我总觉得哪里有点问题, 你这次过来到底谈的啥? 星爵吊儿郎当地吊着一根牙签, 打了个宝格, 满脸都是狐疑之色。 克里人打交道也不少了, 这是星爵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他们的友善和尊敬。 没什么, 反正达到了目的就行了。 徐悦笑了笑并没有多说。 这次过来, 最主要还是贫穷闹的, 没办法, 四块宝石太贵了, 只能绞尽脑汁想办法攒点钱。 至高智慧本身不用说了, 就算现在的自己吃掉它都能获得相当不错的好处。 空间如果不给出足够的买命钱, 自己是不会放过的。 而且吃掉了至高智慧, 也代表着可以以此为跳板掌控克里帝国。 到时候就冰封几百亿克里人尸体存到自己神锅里带走, 然后找大蛇丸研究GH325血清, 或者直接找卤蛋把配方药过来, 制造出大量可以有起死回生效果的药剂卖出去。 哪怕空间肯定会收GH325制作的成本钱, 甚至可能丧心病狂地直接收克里人尸体带出去的钱, 但性价比来说肯定是赚的。 这种能够复活的玩意儿也足够轮回者们打破脑袋了。 嗯, 不过尸体太多的话, 大概会直接把市场搞崩盘吧。 地球, 复仇者联盟虽然成功地捣毁了九头蛇的基地, 并且将相有心灵宝石的权杖给夺了回来。 但因为飞红女巫给挤人来的那一下, 却是导致了复仇者联盟内部出现了裂痕。 因为班纳博士被飞红女巫袭击, 导致发怒的浩克在城市里大搞破坏, 这也让复仇者联盟受到了一定的质疑。 虽然目前来说, 他们的英雄举动还是掩盖住了自身的缺陷, 但那种负面的声音一旦出现也就代表着不可能终止了。 钢铁侠托尼, 斯塔克也陷入了焦虑当中。 我受够了! 受够了这垃圾的食物, 受够了那该死的厨子。 想到那个该死的厨子,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回到地球, B.I.U的一下把地球炸毁, 我就完全无法进入睡眠。 正在鼓刀着心灵权杖的托尼, 斯塔克在咬了一口实验室的披萨后, 积压的不满终于全都一下爆发了出来。 当年徐悦离开地球时, 给他们造成的心理阴影可不是一般大。 特别是托尼, 斯塔克还当对方是自己少有的朋友情况下, 更是如此。 在进攻九头蛇基地之前, 他就再度患上了焦虑症, 而且越来越严重了。 总有一种有刁民要害症的被迫害妄想。 因此, 在得到了心灵宝石的权杖后, 他并没有第一时间交出去, 而是想要利用这个时间差, 研究出一个复仇者联盟的核心智能程序, 能够制定出可以抵御威胁、 保护人类方案的超级帮手。 嗨,班纳, 你必须要帮我一把, 一起完善这玩意儿。 是我阻止了你扩大破坏, 你必须要回报我。 有些抓狂的托尼, 将满脸猛逼的班纳脱下了水, 准备将傲创计划完成。 不过就在此时, 复仇者联盟的基地 却是有人主动上门拜访了。 负责接待的黑寡妇 察觉到了他们的不简单, 所以打断了托尼的实验, 把他叫了出来。 复仇者联盟除了偶尔 进来客串一下的垂神外, 核心还是围绕着 美国队长和托尼两人。 不过, 美国队长这老古董 在对外接待的时候 有着天然的烈士, 容易被忽悠。 所以, 碰到这种情况, 黑寡妇还是下意识地 选择了叫托尼来震场子。 被打断了实验的托尼, 对此自然很不满意, 吊儿郎当地坐在客厅里 看着面前三个西装 笔挺一丝不苟的家伙, 不由吹了口口哨。 我还以为神盾局的家伙 又回来了呢。 神盾局因为美队二的浴火重生, 暂时退出了前台, 如今的复仇者联盟 算是一个独立机构。 不过, 这群一丝不苟的西装汉子, 的确是和神盾局的气质 有些相似, 只是没有一个是认识的。 托尼不认为那群特工 来找自己会全都是生面孔过来。 尊敬的钢铁侠, 我们也都是超能力者, 一直都向往复仇者联盟的 超级英雄们, 所以特地过来申请加入的。 张勋满脸笑容地说道, 而他所带来的另外两人 也都是北洋军团的乱入者。 以张勋的资历来说, 作为领队也是很正常的操作。 阿哈, 又是一群妄想成为 超级英雄的超能力者, 想要担当得起超级英雄这几个字, 可是必须要有相匹配的气量。 托尼, 斯塔克翻了个白眼, 满脸都是无语的神色。 拜托, 他都不记得这些年 有拒绝过多少所谓的超能力者了, 那些家伙身份可疑行踪成迷。 托尼认为成为超级罪犯的可能性 比超级英雄的要大, 自然不可能轻易地吸收进入复仇者联盟。 有着雷神和浩克两人时不时地震场子, 再加上如今钢铁侠战衣的更新换代, 复仇者联盟对轮回者大佬们的威慑也几何提高。 自然可以不鸟这群可疑的家伙。 而听到了托尼的拒绝, 张勋脸上虽然还是挂着笑容, 但心里却是一阵骂娘。 这次的任务世界还真是诸多不顺, 眼前这个任务空间的确是太诡异了, 好像有着诸多不同的相似世界。 本来的话, 自己是在这任务空间当中经营得相当不错的, 协助月球上的一人族镇压了叛乱, 得到了黑浮王的友谊。 可这次进入任务空间后, 总觉得有好大的便宜。 月球上的阿特兰道还一切正常, 可地球这边总觉得发展有些诡异, 好似是进入了平行线条。 不过, 张勋也是见识多广的大佬, 心中也有着平行世界的隐约概念。 而恰巧, 这个神盾局的世界是目前探索出来公认的刷分空间, 所以出现世界平行的情况倒也正常。 为了调查情报, 同时将北洋那两个分组的跟屁虫坑死, 所以他才是主动前来了复仇者联盟, 想要调查一番。 神盾局是这个世界最强的势力, 是已经形成了共识。 不过最近神盾局更加深入地隐藏在了幕后, 推出了复仇者联盟在前台吸引火力, 所以他才会选择从这个方向入手。 第1265章 有缘人, 复仇者联盟总部的大厦之外, 几道人影证远远地观察着这里的变化, 相貌一片朦胧, 若隐若现。 又是一波轮回者, 为首的那个家伙是张勋, 另外两个虽然刻意改变了相貌伪装, 但肯定也是北洋的人了。 复仇者联盟总部算不上什么秘密, 是托尼、斯塔克搞出来的地盘。 漫威世界虽然有着各种坑爹的深水区, 但在表面上看, 很多东西还是会放在明面上讲的, 会造成一种正确情报很容易获得的错觉。 所以才会有着传闻已久的刷分空间美名。 对于轮回者来说, 只要情报正确, 知道什么是红线不能踩, 都能得到自己相对应级别的好处。 正常来说, 如果不太贪心的话, 根据超级英雄们的知名度, 点对点的针对性刷一刷, 轮回者们的确能够获得不错的收获。 毕竟这种空间坑爹的地方多了, 也总得给点补偿。 咦? 那个人是张勋吗? 怎么认出来的? 他的伪装权限也不低吧? 旁边有另外一位轮回者, 有些诧异地说道, 张勋再怎么也是北洋的老资历大佬了, 知名度还是不低的, 不过毕竟是重要的内部沿线, 所以也不可能每个人都知道他的身份。 最起码也要是清廷的资深乱入者才有资格。 这次张勋也是提前有过沟通的, 将自己准备伪装的容貌通告了合作坊, 所以才是能一眼看出。 我自然有着情报渠道, 到时候你就明白了。 认出张勋的那位朦胧人影不置可否地说道, 对方特地带人大摇大摆地从这么明显的高关注地区通过, 很可能就是想要借助外部的力量先解决掉北洋那两个跟班。 而且劳烦他特地如此出手, 这两人恐怕也有着寻常乱入者的实力, 不然普通的精锐轮回者完全可以直接下令或者做出其他安排, 没必要亲自过来一趟, 因为特地被带了出来以他为首, 所以实力也不至于太强。 双方合作了这么久, 这点默契还是有的。 这倒也并不麻烦, 寻常乱入者而已, 自己出手雷霆一击足够在他们反应过来之前结束战斗, 不会引起太大的破坏, 导致干涉势力出手。 而就在这个时候, 进入总部的张勋三人, 也一脸兴兴的表情出来了, 显然是受到了拒绝。 贺张勋也是个老油条了, 怎么还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那群高傲的超级英雄好感哪里是这么容易获得的, 没有足够的契机, 可无法加入。 另外也有人讥讽地开口道, 他们在这边蹲点, 最主要的也就是收集一波情报, 能够确认张勋三人的行踪已经赚了。 敌名我暗, 站紧先机。 不过张勋实力也是不弱, 现在我们并没有绝对的优势, 我先盯着他们的落脚点, 到时候会聚其他几方给予雷霆一击。 不用, 到时候我亲自跟过去找时机出手就行了, 你们先去找到其他各方的联络代表。 为首那位清楚张勋身份的存在, 开口, 制止了其他友军的话, 先行支开了他们。 这个任务空间可以进入的大佬数目并不少, 先解决掉那两个张勋的队员, 然后让他引出烤肉店那几方的人清除掉, 也算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收获了。 起码可以废掉他们七八个重生权限, 虽然和上次几方的损失没得比, 可也算是一次辉煌的胜利了。 在眼前这种形式下, 足够给北洋造成雪上加霜的打击。 多来几次的话, 很可能就能迫使他聚集起来的那几个盟友离开。 那几个苦逼军团会和北洋结盟, 仅仅只是为了抱团取暖。 只要让他们发现结盟后, 北洋非但无法给他们带来一点安全感和好处, 反倒是严重地连累他们, 自然也会有另外的选择。 如今, 意大利面馆已经有松动迹象, 只要加把劲就完全OK了。 张大人, 我觉得我们应该稍微注意一下, 说不定复仇者联盟总部之外, 就有着其他轮回者监视。 跟随着张勋的一位叫黄浩的西服男子, 满脸凝重地建议道, 他们三人的确是实力足够强, 哪怕是现在有着诸多小弟, 升级换带了多次的钢铁侠, 他们也并不怎么惧怕。 但面对其他敌对的轮回者, 还是必须要保持着警惕。 不用担心, 现在才刚刚进入任务世界没多久, 他们应该都还在处于找队友会合的情况, 人数比我们多花费的时间自然也要比我们多, 最多只会有些普通轮回者在附近监视。 张勋笑了笑后说道, 寻常乱入者足够在诸多任务世界横着走了, 他的话倒也没错, 通常就算有监视, 也无法对他们三人构成足够威胁。 张大人所言极是, 可惜我们还是集合得稍微晚了点, 根据新闻媒体报道, 就在前几天, 复仇者联盟便攻克了一个九头蛇基地, 本来早点遇上的话, 还能够以此为契机, 说不定能加入进去的。 另外一位叫做周同的队员, 显然是想要稍微拍拍张勋的马屁, 顺应地说道。 听到两位都这么说, 黄浩也迟疑地点了点头, 或许是自己太多心了吧。 而也就在此时, 张勋的表情忽然顿了顿, 随后脸上露出了一丝诡异的笑意, 很好, 看来自己没有这么白跑一趟。 刚刚已经得到了自己真正盟友的传音, 到时候自己找个借口稍微离开一下, 他自然就能迅速解决这两个家伙, 理论上不会留下任何机会。 就算真的大意失误, 或者两人有什么不了解的底牌, 有谁有逃脱卷轴并使用成功, 自己不在场也完全不会留下隐患。 才这些天就能解决掉这两个实力不弱的尾巴, 简直是完美开局。 稍微有些可惜的, 也就是自己盯上的那个小混蛋莫名其妙的 没能用权限锁定到位置。 他身上有更高权重的隐藏权限。 考虑到对方潜伏在北洋当中的用心, 倒也不能排除这个可能。 就是不知道是哪一方安排的高级棋子, 可惜签订了保密协议, 已经无法去进行确认。 真是有些大意了, 早知道用更高的权限道具了。 你们在此地不要走动, 我先去理清一下复仇者联盟总部附近的轮回者情况。 张勋脑海中瞬间转过了诸多念头后, 便又回头对两人说道。 虽然张勋的安排有些突兀, 但对方毕竟是队长, 而且这种安排也算是合情合理。 情报的刺探是相互的, 说不定现在自己三人就已经落入了敌对轮回者的眼中。 但因为互相之间实力上的不了解, 情报的缺失, 所以也可能造成对方对己方的误判。 自己三人实力最低的都是普通乱入者, 这是很难猜到的。 利用这个信息插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的确也是个不错的战术。 要我们一起吗? 不, 你们速度和隐匿能力都逊色我太多了, 一起跟着反倒是不好。 明白, 请以自身安全为重。 最后完成确定后, 张勋也对两人点了点头, 随后便化作了一道幻影消失在了原地。 几乎就在张勋刚刚离开的时候, 两人身前便出现了一圈圈古怪的火花, 引起了两人的高度警觉, 满脸戒备。 只见那火花化作了一道圆圈, 围绕着虚空转了一圈, 形成了一道另类的画面, 好像连同了另外一处世界一般。 随后, 一道陌生的人影便是从中走了出来, 见到自己两人后, 似乎对方反倒是有些意外。 咦? 奇怪了, 顺着冥冥中的缘分, 感应过来怎么会碰到两个男的? 靠着黑影人的超高隐藏权限, 在稍微改变了一些容貌后, 解决完了克里帝国的一些事情, 徐悦也准备回地球一趟唠唠嗑。 根据冥冥中锁定在自己身上, 被黑影人所隔绝的缘分线条为坐标, 徐悦便利用自身空间宝石的强横能力, 直接贯穿了无尽星河, 重返地球。 哦, 这两个就是有缘人吗? 哈哈, 明年的今日就是你们的忌日。 也就在此时, 另外一道微风凛凛的黑袍人影便是从天而降。 蛮横的威压让四周的空气都一片粘稠, 配合一种未知的气势锁定能力, 竟然让两位全部警戒能力都放在徐悦身上的北洋乱入者, 一时间完全无法动弹。 满脸惊惧骇然。 第1266章, 刚刚好。 从天而降的黑袍强者, 乃是清廷皇室训练出来的底牌死士。 一直隐藏在暗处行动, 通常处理的手段都是凶残的全部灭口, 导致外界根本就甚少有人知道这一股死士势力, 只能隐约有所察觉。 他们也没有固定军团, 除了效忠清廷皇室外, 并不对任何军团负责, 全都是松散协议, 不断地在清廷的几大分支军团当中来回切换, 出其不意, 神出鬼没。 一直以来, 清除一己, 暗杀刺探都是无往不利。 当初甲午一战, 他们便有暗中出手, 让北洋元气大伤。 现在也是到了关键时刻, 清廷才是再次将这股力量频繁用处, 想要配合两国的干预, 直接迅速滚雪球将北洋打垮。 作为一名资深乱入者级别的强者, 不单单有着清廷丰厚的资源堆砌, 还出生入死进行各种高风险任务。 他的实力是毋庸置疑的, 面对两位普通乱入者, 完全可以做到一击必杀。 所以, 几乎在张勋刚刚离开的时候, 他连避嫌的考虑都没有, 便从天而降。 一切也都犹如自己预料当中的一般。 在自己的气势束缚之下, 两人连抵抗反应都没有, 插标卖手, 只待自己一找一个抓破他们的脑壳。 可当他威风凛凛地向下扑杀的时候, 眼睛的无意一瞟, 却是莫名以下让他汗毛树里, 浑身冰冷。 我操, 怎么多了一个? 一个能够被自己眼睛捕捉到, 但却完全没有一丝一毫感知的人影, 竟然不知何时出现在了两人身边。 自己刚刚准备出手的时候都明明没有的, 可攻击时却莫名多出了一个人。 这真是让他感到了莫名的惊悚。 虚张声势, 镜像, 投影, 数个可能和念头在脑海中一闪而过, 他很快便是眼中泛起了一丝争鸣和果决。 假的, 肯定是这两个人里的某位虚张声势。 用的什么奇怪的道具, 做出一个这么气息全无的投影, 想用那种高深莫测来惊退自己。 一旦自己有所迟疑, 已乱入者级别的能力, 足够反应过来开启逃脱卷轴离开。 没错, 一定是这样。 已经看穿的真相的黑袍强者一边去世不减地继续下抓, 一边也哈哈大笑。 天真? 你们太小看本作了。 天下之大, 还没人能在本作的感知内不留下丝毫痕迹。 主攻暗杀和刺探的滋身乱入者, 就算是精锐大佬进入自己的契机感应当中, 也能让自己有所察觉。 这种完全没有存在感的人物是不存在的。 然而他那足够一击抓破两人脑壳的双爪, 从天而降之时, 却是骤然静止在了两人头顶三公分处, 悬浮着一动不动, 好似完全定格。 整个人都好似琥珀当中的昆虫, 被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封锁虚空, 整片空间都被凝固,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之下竟敢当场行凶。 当我们神盾局不存在吗? 拍了拍自己身上的白色长袍, 徐悦一脸轻描淡写地说道。 然后屈指一点, 那被凝固在空间当中连眼珠子都无法动弹的黑袍人影, 变开时被迅速折叠坍塌。 就好像折纸一样不断变小, 没有流出丝毫血迹和鼓劣声。 硬生生地收缩到了一个黑点, 随后泯灭消失。 好似从未出现过一般没有留下丝毫痕迹。 黑袍一时消失前的最后刹那, 他也有句话想讲。 死里逃生的黄浩和周同两人, 半晌后才反应过来, 理清了发生了什么后, 才是各自都咽了口口水。 这是刚才就在生死关头走了一遭。 那股直面死亡的威胁, 那股破人的杀机, 哪怕到了现在都让两人一阵后怕, 双腿发软。 突然骑袭的那位超级强者, 实力绝对超乎想象。 根本就没有丝毫反应, 恐怕到时候就算死了, 都不见得能够察觉到这次袭击。 而且肯定盯了自己三人很久, 在实力最强的张勋大人刚刚离开后, 就突然果断地发动了攻击。 如果不是这突然出现的神盾局特攻, 自己两人的尸体都凉了。 一想到这里, 两人便是同时打了个寒战, 随后由那位开始拍过张勋马屁的周童 带着些许铲鱼的感谢道。 感谢这位大人伸张正义, 神盾局不愧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正义组织。 妖兽啊, 完全是深不可测。 自己两人自信实力也都还可以了, 就算是现在升级换代的钢铁侠, 也并不拒他。 可面对那位黑袍强者, 却是连挣扎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犹如带宰羔羊。 肯定是资深乱入者级别的大佬啊。 可这么一位原本能够横着走, 无法无天的强横存在。 确实在眼前, 这位神盾局特工手上 犹如一只蝼蚁般地被按死了。 仅仅冰山一角的不经意展露, 就足够看出神盾局的可怕了。 表面上伪装成一个凡人的特工组织, 实际上却是深不可测的幕后大佬。 连复仇者联盟这么强大的团队, 都是神盾局推出来的掩护。 可怕, 太可怕了。 果然在这个任务空间里, 不能随便犯事。 嗯, 下次小心点, 别乱添麻烦。 徐悦一副特工嘴脸的扑克脸, 淡淡地说道, 刚刚回到地球的时候, 见到这两个即将被杀的家伙, 他还有点没反应过来的。 不过回溯了一下时光, 看了看前面的画面和对话后, 大概也就明白是个什么情况了。 顺手捏死一个后, 他就感觉好像自己有点亏了。 现在自己好贫穷的, 一个资深乱入者, 本来用的好的画也能稍微创收点的。 留到最后清场多好。 多怪他姿势太好, 顺手就按死了, 则。 一定, 一定。 黄浩和周同小姬着米一般地点着头, 举手发毒式的一定会爱好和平遵守法纪, 徐悦也就懒得理了。 我说, 为啥会感觉到有因果缘分, 原来是张勋那家伙, 大概是用了什么追踪类别的权限吧。 但自己隐匿权限显然等级更高, 不过这时又得要感谢他一次了, 借助这种明显的线, 自己才是轻易地贯穿星河回到了这里, 不然赶回来肯定还得多花点时间的。 眼中朦胧一片, 回溯时光, 长河观察事情进展, 徐悦也完全确定了现在的进度。 还不错, 没想到还能回来和傲创玩玩游戏。 这都是钱啊。 而且, 原本的傲创实力太弱了, 连艾力都打不过, 要他何用? 要给他强化一波再送才行。 第1267章, 拜访。 我, 我回来了。 张勋满脸猛逼地看着黄浩和周同小姬, 周同眼前的那陌生人影, 似乎是有些反应不过来。 自己特地围着复仇者联盟总部转了一圈, 已经留下了足够的时间了。 以那家伙的实力, 要解决两个寻常乱入者也是手到擒来。 哪怕真的他们有什么底牌逃过一劫, 现在也不应该还在这里啊。 这位是。 张勋定了定神, 随后很快便恢复了过来, 一脸疑惑地指向了徐悦。 张大哥, 这位是神盾局的顾问, 代号山岳。 刚刚就是山岳顾问出手, 就下了我们一命, 不然现在我们两人恐怕已经死了。 黄浩和周同岛没有怀疑过张勋, 对方可是己方的老牌大佬了, 而且也正是他的威慑, 那暗中出手的强者才一直都没动手, 直到他离开才出手的。 什么? 竟然是神盾局顾问。 听到了两人的话, 张勋也是心中大惊, 并没有什么伪装地说了出来。 随后, 心中有些不好预感地问道, 就下你们一命是怎么回事? 以你们的实力这么短的时间, 还会遇到什么危险不成? 还真是的, 我们应该在离开复仇者联盟总部的时候, 就被敌人盯上了。 是一个潜伏能力极为强大的敌人, 实力恐怕不在张大哥之下, 如果不是山岳大人出手, 我们定然无法幸免。 周童有些唏嘘地说道, 让张勋勉强挤出了一丝笑容, 那还真要感谢阁下了, 这两位可是我的重要伙伴, 而能够威胁到他们生命的敌人肯定异常强大, 真是麻烦阁下出手击退了。 听完张勋的话, 黄浩和周童脸上也都不由出现了些许古怪之色。 不可否认, 张勋应该是分析出了最大的可能, 利用经验才这么说的。 正常情况下的确是他说这样的可能性最大。 然而, 那个, 张大哥, 偷袭的人没能逃脱, 已经死了, 连尸体都没有留下来。 黄浩提醒了一句, 也算是想要告诉张勋, 千万不能贸贸然得罪这位神盾局的大佬。 这一下无疑是让张勋心底哇凉哇凉的。 复仇者联盟总部附近竟然这么危险。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难怪钢铁侠一点都不在意我们的加入, 人家本来就是神盾局推到明面上的武装力量, 而神盾局肯定都是暗中一直都盯在这里的。 所以才会一有情况就出现了, 并且果断击杀了闹事者。 唉, 多好的一个人啊, 被自己给害了, 看来需要另想他法了。 不过, 能够提前接触一下神盾局势力, 似乎也不是糟糕的选择。 如果能够以此为契机, 拉上点关系, 哪怕无法刷出羁绊, 也足够获得相当的好处和照顾了。 能够让那个擅长速度和隐藏的家伙连逃都来不及逃, 这一份实力可以远远在自己之上的。 不说张勋那边的小九九, 蜻蜓这边正在积极联络其他军团联络员的两人, 近乎于同时一愣。 随后身处于不同地区的两人同时, 从怀里掏出了一个古怪的小装置, 看着上面熄灭的火焰以及对应的位置, 脸色不由一阵惨白。 死了。 实力强大, 保命手段一堆, 精通暗杀与刺探, 就算面对顶尖大佬, 也能自保地队长死了。 这才多久。 他前脚自信满满地安排自己两人负责联络, 然后独自上路, 后脚踩两站地铁的时间就凉了。 这也太快了吧。 算上他跟踪于选择时机的出手时间, 这是才刚刚露面就凉凉了吗?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时间, 这也让两人感到了相当的惊惧。 张勋竟然隐藏得这么深吗? 这是又一个李景林啊。 两人不约而同地都将这一口锅默默地套在了张勋头上。 毕竟那三人当中张勋的名气最大也最强, 而且张勋的特长是什么各方的情报都显得有些模糊。 在他们没被告知张勋是内应的情况下, 会有这种想法自然是理所当然。 记住, 不要做违法乱计的事。 徐悦淡淡地叮嘱了张勋他们三人一句后, 也没有立刻对张勋动手。 人家先是把自己带入这个收获更大的空间, 还为自己定位了地球坐标, 多少也要感谢一下, 就让他多享受享受最后的时光也不错啊。 自己一向都是这样心慈手软。 顺便到时候如果找到机会还能让他再稍微帮帮自己一把。 不要看我们这样, 其实我们也是正义的伙伴。 没错, 我们也想要做一景。 三人都是老机灵鬼了, 当下都是胸脯拍得碰碰响。 去吧, 不要忘记自己说过的话。 徐悦一脸悲天悯人地朝着三人挥了挥手, 便是让三人一脸激动地离开了此地。 都在利用小队频道不断地交流。 机会, 机会啊。 没错, 已经入了神盾局的法眼, 只要好好表现肯定有机会深入接触的。 哈哈哈哈, 这一景我们当定了。 此时就连张勋, 暂时都熄灭了要搞死身边两人的原计划。 这种难得的机会, 自己的确需要两个帮手。 在利益面前, 其他的什么都能暂且放下。 大不了等到好处到手或者找到替代目标后, 再将两人献祭掉。 打发掉了张勋他们, 徐悦自己也同样朝着复仇者联盟总部的大厦走去。 一身简朴白袍, 满脸慈悲, 看上去就好像是一位苦修士。 托尼的手笔从来就是代表着华丽和骚包, 这复仇者联盟的总部大厦本身也显得鹤立鸡群, 宏伟奢华。 在阳光的照射下产生了大量的光污染, 大厦侧面的玻璃反光足够亮下眼镜。 这里是私人领地, 请说明来意。 贾维斯的机械声, 在门禁处响起, 挂在眼下的摄像头, 发出了一阵伸缩的变焦咬合声, 完全锁定在了徐悦身上。 因为之前来了几个超能力者, 打扰了托尼、斯塔克的研究, 所以他才是对贾维斯下令今天除了认识的朋友, 拒绝一切来访者。 我是来送批萨的。 徐悦满脸和善, 变戏法一般地端出了一盘热乎乎的批萨。 虽然在黑影人的加持下, 他进行了容貌上的调整, 但当那一份批萨端出来后, 贾维斯那好几个的高清摄像头聚焦, 还是对批萨的成分进行了足够的分析。 纹路细节上是还有区别, 但毫无疑问, 这绝对是一份美味的批萨。 斯塔克先生最近已经日渐消瘦, 还患有焦虑症, 正是需要这么一份批萨来治疗一下。 高速运算了一阵后, 门键上的红色指示灯便是闪烁着变成了绿色, 随后大门打了开来。 第1268章 充能 恶狗扑实地啃着手上的批萨, 托尼, 斯塔克一副死鱼眼的表情看着眼前的徐悦。 将最后一块批萨吃完, 瞬息干净了手上的知识后, 托尼, 斯塔克才是打了个宝格, 翻个白眼说道, 你竟然还敢回来, 知道我们复仇者联盟成立是为了啥吗? 等到那群暴力分子回来, 只要我抖露了你的身份, 分分钟就要被打死。 端起碗吃饭, 放下碗骂娘的托尼, 言语中充满了威胁。 虽然徐悦换了个形象过来, 但那熟悉的披萨味还是深深地出卖了他。 托尼这家伙可是不会讲什么证据, 只讲直觉的。 而既然本来就是带着披萨过来的, 徐悦本身也没有过多隐瞒的意思, 笑了笑说道, 哦, 还想要再打一架吗? 我倒是求知不得。 徐悦一句话就把托尼夜的半死, 则那群操汉子回来了又怎么样, 还不是拿这家伙没办法, 到时候又得都被打个半死, 好像不划算啊。 当初徐悦的确是一个一个的都把他们教育了一顿, 但因为虚界的关系, 并没有真正伤到谁, 也没有造成太大的损伤。 所以虽然以托尼和托尔为首的两人, 是对徐悦充满了怨气, 但实际上, 这种抱怨和责怪还依然是针对有人隐瞒的不满, 并不是仇敌的敌视。 现在托尼还会继续坐在这里吃着披萨就是证明。 嗯, 是他吃完披萨后, 还会坐在这里就是证明。 托尼的福, 现在我们复仇者联盟可是铁板一块, 阻止了诸多毁灭世界的恐怖活动, 维护着世界的和平。 哼, 托尼的话刚刚说完, 大厦下面就出现了一阵霹里啪啦的破碎声, 而后便传来了雷神托尔那高傲的咆哮声。 该死! 托尼, 你能不能不要搞这些危险的东西? 这是无限宝石, 可并不是你的玩具, 它的威能超乎你的想象。 伴随着阵阵咆哮, 托尔便是一路对到了屋顶, 伸手抓住那钢化玻璃门的扶手直接拉开, 整个钢化玻璃门也全部破碎, 完事而他还贴心地把那空空如也的扶手给关了回去。 整一个满汉的样子, 看得托尼额头一阵青筋直跳。 而托尔进来后, 看到在场的徐悦也不由有些意外。 这是有客人在吗? 抱歉, 咦? 伙计, 我们是不是哪里见过? 托尔狐疑地刮了刮下巴, 满脸都是疑惑之色。 笨蛋的直觉果然是相当可怕的。 感应着托尔体内澎湃的神力, 徐悦也是感到了有些无奈。 当初离开地球墙, 自己就已经把他体内的神力逼出来了, 那时候再配合雷神之锤, 当真是微能无二, 就连那时候的自己都无法小觑。 然而, 也过去了一段时间了, 这家伙竟然没有一丁点成长的样子。 看来刺激的还是太少了点啊, 最近的日子太安逸了。 只打打什么酒头蛇什么的, 完全没经验值。 一直狐疑, 看着徐悦的托尔, 嗅了嗅鼻子嘀咕地说道, 好香啊, 你们在吃什么? 随后他便是看到了空空如也的披萨盒子, 疑惑地走过去, 伸出手指, 在披萨盒子那圈搅动了一圈, 沾上了剩下的一些芝士和边角料后, 塞入了嘴里砸巴了一阵。 品味后整个人便是顿时一酱, 而后浑身气势大变地盯着徐悦咆哮道, 是你? 你竟然还敢回来? 我今天一定要把你抓回阿斯加德。 那雷霆神力蔓延, 双目当中都绽放出了蔚蓝色的幽光, 好似一出鱼波都要将这大厦崩坏的气场, 让徐悦也耸了耸肩对旁边的托尼说道, 嗯哼, 我看到了, 铁板一块。 听着徐悦的调侃, 托尼脸上也一脸的尴尬, 这家伙是意外, 他脾气就是这么耿直。 好了, 我只是给你们提个醒而已, 我又回来了, 想要阻止我的话, 那就来尝试一下吧。 徐悦友善地打完招呼后, 便是伴随着一阵幻影消散在了座位上, 任由托尔上来一拳将沙发打抱。 徐悦并没有立刻离开, 在次元缝隙间, 独立于主世界外地来到了心灵宝石盛放的地方。 当初其实心灵宝石 也是自己的战利品, 不过因为钱的关系 只能暂时放弃用来推动剧情。 现在, 这权杖被托尼和班纳两人用来开发傲创, 几乎是直接为原本的人工智能赋予了生命。 目光滑破虚空, 直接进入那虚拟的数字领域, 徐悦眼中也闪过了一丝若有所思的神色。 自己的确是能直接在傲创的源头上进行强化, 但那样很容易直接将傲创化做自己的造物。 到时候, 非但没有钱讲, 带出去都还得花费不菲的费用, 完全是得不偿失。 要强化它, 还得想想其他的办法。 伸手, 一枚枚球道玉浮现, 心灵宝石似乎是感受到了威胁, 绽放出了柔和的光辉。 在如今, 徐悦强化版的球道玉压榨下, 原本只是散意的部分心灵宝石力量, 便是一下成百上千倍地涌入到了傲创的核心之中。 达成了目的后, 徐悦才是将球道玉收回。 无限宝石代表着无限的能量, 无论心灵宝石损失再多, 都会很快恢复, 对宝石本身影响不大。 但这些能量对于傲创来说, 那可是大不品。 以这种能量程度来说, 强过飞红女巫应该是没问题的吧? 嗯, 震惊的躯体肯定也要给她完善的。 原本记得傲创是夺取了少部分的非法震惊贩子, 制作出了幻视的身躯。 可格局终究还是小了点, 得提前帮她准备准备新的震惊来源了。 对无限宝石的影响, 其他人显然是看不出来的。 等到复仇者联盟的人都汇聚在了总部大厦后, 托尼和托尔两人 也沉重地宣布了徐悦归来的消息。 这毫无疑问又让众人想起了当初被支配的恐惧。 一种无力感从各位超级英雄心底浮现而起。 她又回来了, 回到了地球, 肯定有着她的阴谋。 托尔挥舞着自己的锤子, 看上去就好像一只暴怒的雄狮。 有阴谋又怎么办, 我们能拿她怎么办, 好吧, 其实以她的实力, 根本不需要什么阴谋不阴谋的东西了。 黑寡妇双手还胸, 撇了撇嘴, 一脸的无所谓。 听到她的这话, 虽然很爹是气, 但说的却又是实话。 但无论如何, 我们都必须要弄清她的目的, 毕竟以她那喜怒无常的性格, 哪怕只是普通的玩闹和游戏, 很可能都能让我们疲于奔波。 美国队长还是较为重肯地给出了评价。 说的也是, 所以我和班纳准备搞出一个足够应对的防御系统, 就算是那个家伙, 也要让她知道我们不是好惹的。 托尼这时候又开始推销起自己的计划, 只是他并不知道的是, 此时的实验室当中, 被他和班纳完成了雏形, 由贾维斯负责看管的奥创, 已经开始自行启动苏醒, 并开始主动连接网络, 犹如海绵一般的分析, 吸收着各种知识。 第1269章, 从新, 非洲大草原上孕育着诸多的生命, 充分展示着大自然的优胜劣汰。 寻有领地的雄狮, 伺机而动的二师兄, 悠闲迁徙的非洲象, 都在展示着大自然的神奇。 几辆专门为寻找刺激的游客们, 提供服务的敞篷吉普车, 在几位护林员的守护下, 行驶在这充满原始风光, 也危机四伏的草原上。 虽然敞篷吉普车已经有些年份了, 看上去颇为老旧, 坐在上面还能闻到一股趋之不散的汗嗖味。 但那狂野的外形, 以及特地加装为护林员提供的瞭望味, 却是为车上的游客们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 在吉普车和护林员的守护下, 近距离目睹草原上的杀戮, 没有丝毫栏杆隔离, 与掠食者近距离接触拍照, 能够为他们带来别样的刺激。 哪怕一路上在独辣的阳光下风尘仆仆, 蚊虫肆虐, 但依然让游客们充满了亢奋感。 哦,出现了, 终于出现了。 熊狮猎杀猎狗首领。 哦,上帝, 他可真美。 跟着一只狮群两三个小时后, 这几辆敞篷吉普车上的游客终于看到了自己想要看到的杀戮画面。 这是掠食者之间的较量。 过去, 继续跟过去。 看着熊狮捕杀了猎狗首领, 猎狗群如鸟受散地四处逃窜后, 旅客们便继续催促着车辆上路。 不过, 一路上一直都很照顾游客们情绪, 几乎有求必应的司机和护林员们, 这一次却是拒绝了自己的金主。 不能再过去了, 那边是瓦坎达, 一个野蛮原始的部落。 头车上的司机直接开始掉头, 同时不得不解释了一句, 自己今天已经冒险靠得太近了。 野蛮部落。 是识人族吗? 听着, 我们是花钱过来旅游的。 没错, 我们要去看识人族。 会来非洲大草原上, 乘坐这种敞篷的观光车, 很显然这些游客都是为了寻找刺激的。 现在听到所有一个排外的野蛮原始部落, 那反倒是引起了他们的兴奋。 至于危险和安全, 没看到护林员手上的枪械吗? 如果护林员说是个什么地方部落, 或者武装组织, 他们倒是会害怕。 非洲的许多村落可都是人手一枪的。 但既然是原始部落, 那还需要担心什么? 担心他们的冷兵器和弓箭吗? 只是任由游客们怎么威胁, 怎么利诱, 司机和护林员都是不为所动, 坚决地掉头。 只是很快, 包括车上的司机和游客们都是发愣了起来。 因为他们发现在车辆掉头后, 前方竟然有一道人影证, 徒步朝着这边走来。 一个人徒步在非洲大草原上浪。 这是什么操作? 虽然他们也是来寻找刺激的, 但出发前, 千叮万主的警告, 都是在告诫他们, 当一个人落单出现在非洲草原上, 是多么危险的事。 就算是那些狂热的科研人员, 也不会冒失地这样做。 现在看着对方那悠闲自在的样子, 让好几位游客也都感觉了好像并不是多么困难的事。 我上我也行。 一位金发白人小哥, 想到便是做到, 直接不顾护林员的警告翻身下车。 然而还没等他走出几步, 一道漆黑的阴影便已经咬住了他的小腿。 啊, 我被什么咬了? 快救我! 被黑影咬住后, 倒地的小哥, 顿时便惨叫了起来。 本来准备下车拉他一把的护林员, 再看清了那黑影的样子后, 便开始转身, 开始掏出了一个好大好大的白色袋子, 刚刚好能将一个人装下去的那种。 黑曼巴, 没救了, 等下把它装好。 瞥了一眼, 那远处小小的骚乱, 徐悦并没有怎么在意。 继续朝着前方走去。 在他的眼中, 瓦坎达那伪装好的拟态系统形同虚设, 一座宏伟的科幻城市, 正浮现在了他的眼中。 除了当初, 托尼他父亲少量的从陨石当中提炼了一点外, 地球上只有一个震惊产地, 那就是受到了震惊陨石坠落的瓦坎达。 外面流落的震惊, 全都是源于这里。 一位叫做尤利西斯·克劳的家伙, 当年在瓦坎达一位王子的帮助下, 潜入了瓦坎达, 并盗取了一点震惊出来。 这部分震惊便几乎是外界震惊的全部, 也是幻视身体的来源。 徐悦不认识尤利西斯·克劳, 这家伙居无定所的也并不好找, 所以他也没在意去寻找那点边角料, 直接来到了震惊的原产地, 即可称为地球最强科技力量表现的瓦坎达。 只是因为家里有矿的关系, 瓦坎达一直都是闭关锁国, 高高在上地看着外界发生的一切, 根本就对外毫不在意。 直到原剧情当中, 每对三剧情的出现, 瓦坎达老国王被炸死才被打破。 站住, 外来者, 这里是瓦坎达的境内, 这里不欢迎外人, 请立刻离开。 而就在此时, 一道黑色的人影便是从一处灌木丛后面忽然冒了出来, 来到了徐悦面前抬手阻止了他。 同时还偏了远处那因为有人被蛇咬了而停下的旅游吉普一眼。 这些过躁的土著, 最近天天开着他们的破车在附近晃, 真是让人烦不胜烦。 在他眼里, 眼前这个黄皮小白脸, 应该也就是那个车队当中的一员。 只是好奇心未免太旺盛了点。 边境部落的勇士吗? 徐悦侧头看了这位魁梧的黑皮老哥一眼, 轻笑地说道, 让原本满不在乎的后者, 骤然眼神一鸣。 随后用锐利的眼神盯着他说道, 你是什么人? 瓦坎达一直与世隔绝, 外面只当作这里是个落后的原始部落, 对于内部的划分根本就不清楚。 眼前这位的肤色一看就不是自己人, 唯一清楚的外人, 应该就是当年那个害死了边境部落酋长的窃贼。 只有他, 或者他所告知的人才会知道这些。 这一下, 就让这位原本只是出来感人的勇士, 脸色变得凝重了起来。 瓦坎达并不是杀, 也不是什么识人部落, 但面对入侵者, 面对当年那窃贼, 却也有着必杀的决心。 我只是一位带着善意来访的客人, 我是来谈判的。 徐悦抬头满脸都是笑容, 一脸的真诚。 嗯, 这次是真特莫真诚, 因为他发现瓦坎达有坑, 好大的坑。 第1270章, 贫穷的限制。 徐悦一直都认为, 地球范围内可以称之为威胁的主要是两人, 一个是时日无多的古一, 还有一个也是时日无多的奥丁。 不久后过来一趟打酱油的多麻母也算一个。 紫鼠精在没有手套和宝石之前都是不如他们的, 只能和飞红女巫还有惊奇队长放在次一级层次。 虽然两人都是时日无多, 但因为老辣和底牌的关系, 自己也不能大意。 然而, 现在他便是发现, 自己谨慎起见没有直接传送瓦坎达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 那么多阵巾堆在一起, 守护的力量虽然足够强, 但对比阵巾的价值来说却又完全不够看了。 哪怕是服用了新型草的黑豹, 身体素质方面的能力也就是和美队相弱而已。 强的是他那震惊打造的高科技战甲, 以及手下们奢侈的用震惊制造的武器。 一旦有强大超能力者用潜伏和暗杀的行动模式搞事, 其实, 瓦坎达的防御力也就那样。 徐悦也就是琢磨着空间, 不会放出那么大一块油腻的蛋糕, 而不采取什么措施才对。 毕竟, 震惊不比其他顶尖能力, 如果按照收费的话, 一个人只拿一小块的费用应该也是能够吃得下的。 一旦有大型军团摸清了这里的底细, 采取暗杀和精神类攻击为主的方式进行了入侵攻略下来了。 那会聚整个军团来进行采集, 人手一套震惊装备, 那破坏平衡的能力将会完全超乎想象。 瓦坎达的漏洞可是有不少的。 所以, 本来能够强势入侵的徐悦, 还是选择了试探的正常拜访了一波。 然后他便是发现, 自己的谨慎在漫威这种古怪世界当中当真是有必要的。 暴神 瓦坎达所信奉的神灵, 黑夜的神明。 剧情中只是打酱油的角色, 扶下新形草和信徒死亡后就能前往他的世界。 历代黑豹也是受到了他的祝福才获取的超出常人的力量。 一副任务NPC的样子, 灭霸入侵瓦坎达也没见他出来蹦打。 若鸡像一览无疑, 但徐悦哪里想得到, 这NPC的确是NPC, 但特末不是任务NPC, 而是背景版NPC。 你以为他是吉祥物, 结果人家是背景版。 如果徐悦没有无限宝石, 还真可能会忽视掉这个吉祥物一样的神明。 但拥有着空间宝石, 这足够观测平行宇宙的存在, 在他步入瓦坎达的领地之后, 便是深沉地感受到了那一股若隐若现的恐怖力量。 对比与当初那一略而过不可名状的关注, 眼前这股力量要显眼许多, 也更加容易捕捉。 倒不是说更强, 而是能对自己感应到的部分更强。 敲你妈呀, 这是。 本来区区一个暴神, 太阳神拉的儿子而已, 怎么会这样? 真是失态啊。 平复着自己的心绪, 徐悦情绪波动了一下后, 还是很快稳住了下来。 背景版终究是背景版, 不会随便干预下来亲自下场的。 灭霸过来没有露头, 那自己过来也不至于会露头才对, 控制好度就行。 搜索着记忆深处, 徐悦也终于找到了暴神出手的一次战绩了。 是背景漫画当中昙花一现的战绩, 手撕过替代生命法庭的洛格斯。 本以为电影宇宙里完全无事即可, 但哪里想得到电影里只是露面打个酱油, 却被赋予了这样的使命。 这不扯淡吗? 空间想要坑人啊, 这是。 呼! 不过, 只要不超过当初灭霸的破坏程度, 不毁掉瓦坎达, 对付这种背景版NPC问题也不大, 反正已经被关注过一次了, 狮子多了不咬人。 真的是善意, 不骗你, 带我去见特查卡国王吧。 徐悦轻笑地说道, 随后便是打了个响指, 整个瓦坎达的能量护盾瞬间被轰爆, 但却又没伤害到他人分毫。 凄厉的警报声回荡在整个瓦坎达, 外面那你太伪装系统也同时崩坏, 露出了那充满未来科技感的梦幻城市, 让外面还停着的几辆吉普车上, 那些个游客和护林员都是目瞪口呆。 这识人族的原始部落环境, 好漂亮啊。 如果我真有恶意, 就不是这样了。 感受着那股若隐若无的力量没有丝毫波动, 正在疯狂试探的徐悦心底也松了口气。 果然如同自己所料的一样, 只要不乱做, 适当地用自己的道理谈判还是可行的。 那原本满脸警惕, 看着徐悦的勇士, 原本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知道对方打了个响指。 可紧随其后, 身后那几乎从未出现过的凄厉警报, 却是让他神色大变。 猛然回头看着消失的拟泰系统, 满脸都是震惊之色。 怎么回事? 庇护者瓦坎达, 让瓦坎达一直与世隔绝的防御系统崩坏了。 随后他耳机当中也传来了情报的说明。 在一股让人惊惧的力量下, 保护瓦坎达的能量护盾瞬间爆裂, 护盾发生器过载烧毁。 联想到对方刚刚打的那个响指, 这位勇士满脸难以置信地看向了对方。 你刚刚做了什么? 打个招呼而已, 告诉你, 其实我愿意的话, 完全可以采取另外一种谈判方式。 徐悦一边说完, 一边将手放下, 而那原本过载的护盾发生器, 便好似录像带道放一般, 将冒出的烟雾重新全都吸收了回去, 随后再次正常工作起来。 这轻描淡写地露了一手, 顿时就受到了整个瓦坎达的高度重视, 摆出了最高的迎接礼仪。 瓦坎达人虽然高傲, 但却也不至于到脑子有坑的程度。 一击轻易地毁灭城市护盾, 反手又直接逆转修复, 这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认识范围。 瓦坎达人并不是土著部落, 本身科技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可怕的高度, 那位黑豹的妹妹更是一位研究天才。 就刚刚的体现来说, 第一技轰破护盾的是一种无法言语的恐怖能量, 好似是整个空间的压迫收缩。 而护盾发生器还原的手段, 在他通过量子级的仪器监控分析看来, 恐怕是涉及到时光的能力。 不管对方是科技手段还是超能力什么的, 都代表了无法招惹。 您的诚意我们已经感受到了, 那不知道您这次过来为的是什么? 特查卡国王满脸和善地接见了徐悦, 没有一丁点儿的国王架子。 已经成为黑豹的特查拉, 则是静静地守护在国王身后。 虽然她已经从妹妹这里得知了, 对方如果愿意的话, 一个人就可以将整个瓦坎达抹去, 但依然还是在履行着自己的职责, 没有丝毫气乃和放弃的意思。 其实是这样的, 震惊的好处想必大家都知道, 我个人来说其实并不需要震惊, 但我的一位朋友却正好有急用, 不知道能否支援一二, 放心,不会过我的手, 全由贵国交接, 而本人也能在适当的情况下, 答应贵国一些条件。 瓦坎达显然是不缺钱的, 所以徐悦用一个承诺来换取他们的振金交易。 而且为了避免空间判定自己获得而扣钱什么的, 徐悦连过手的意思都没有, 直接想要委托瓦坎达的人千里送振金。 振金是好东西, 如果有机会的话, 自己也不会放弃这种东西。 不过可惜, 现在自己没有钱, 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第1271章 逼上梁山 因为瓦坎达的那只吉祥物的关系, 徐悦在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后, 也没有再去多做试探。 有自己答应的承诺在, 双方暂时也保持着友好关系。 瓦坎达别的什么都好说, 但振金是真的多, 挖都挖不完。 这种情况下, 靠着送出一点土特产, 换来一位可以随手抹出瓦坎达的恐怖存在友谊, 在睿智的国王眼里也并不亏。 而且在离开时, 国王就拜托徐悦带着黑豹去外面世界, 看看了解了解。 因为有着承诺的关系, 虽然知道国王打的什么心思, 但徐悦还是爽快地答应下来了。 在徐悦将黑豹提前带出了瓦坎达之时, 复仇者联盟也在举锤子游戏中迎接了他们的傲创小伙伴。 傲创的诞生, 虽然让部分复仇者联盟当中的老古董有些不信任, 但大多数成员还是抱有友好态度的。 看着那憨太可居的机器人, 以及远超贾维斯的运算能力, 短时间内就为复仇者联盟帮上了很多忙, 而且还自主地改进了斯塔克的生产线, 如果愿意的话便能够成批量地制作出 不逊色于钢铁战衣的自律机动兵种。 斯塔克先生, 你们不应该阻止我, 我分析了那个大魔王的资料, 如果你们再不放权给我, 以他的实力如果再度想要毁灭地球, 哪怕有我的权利帮助, 能够抵御的可能性也不会超过3%。 寄宿在一只呆萌机器人上的傲创, 脑袋上的电子显示屏当中显示出了一个3%的数字。 拟人话的语调当中, 特地用出了一种忧虑和惊恐。 啊? 有3%这么多? 托尼满脸不可思议, 自己这时创造出了一个什么东西? 如果他的实力没有变化的话, 再由我控制掌控全球的核武库计算落点。 这个概率还能增加到11%, 如果还有那个盾牌那种金属材料的话, 最高可以达到67%, 如果那个权杖也给我使用, 极限可达到92%。 奥创那电子显示的呆萌脸上, 不断地出现着符号的变化。 托尼创造奥创的核心程序, 就是要维护和平, 奥创本身也是在围绕这一点。 不过原本情况当中, 他利用逻辑上的概念互换, 成功地以复仇者作为了威胁蓝本。 整个人类都是一个战争史塑造的社会, 所以才造成了原本的破坏和威胁。 然而这一次却是有些不同了, 根据斯塔克数据库当中的资料搜寻, 一个无法跨过的障碍 便一直死死地挡在了前面。 最起码在那座大山被搬开之前, 他会尽全力地移开那座大山。 因此, 复仇者联盟的强大战力, 他必须要依靠合作, 成为伙伴, 成为复仇者联盟当中的一员。 那个绿色大块头, 还有那个阿斯加德人, 是目前为二可以正面牵制对方一二的战力。 想要达到自己所说的最高抵御概率, 他们是不可或缺的。 拜托, 核弹什么的在你嘴里也太轻易了, 会毁灭世界的, 而那种材料几乎就没有了。 至于这个权杖,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必要的时候倒可以借给你。 斯塔克生无可恋地咀嚼着嘴里难吃的披萨, 感觉整个人都销售了好多。 核弹我会控制落点的, 形成局部区域的连环核爆, 只要落点恰当, 控制好频率, 汇聚集结起来无法散逸的能量堆砌, 甚至能达到空间极限。 核爆范围完全在可以接受范围内。 澳创不断地用呆萌显示器显示着各种可能, 各种参数, 而托尼, 斯塔克偏偏还能够看懂一二。 至于那种特殊金属, 我已经搜索到了货源, 只要把对方的货都买来, 可以为我创造出一个合适的躯体, 如果有更多的话, 我能制造一个由震惊形成的钢铁军团, 斯塔克先生您的战衣也能够升级换代。 歪了歪脑袋, 澳创继续不竭余力地推销着, 根据他数据库统计的分析来说, 说服制造出自己的托尼, 斯塔克应该是最简单的了。 让我考虑考虑。 只是就在斯塔克话都还没说完的时候, 贾维斯的声音便是传了出来。 斯塔克先生, 有您的快递。 贾维斯您是不是应该维护了? 快递这种事也要直接叫我的吗? 托尼有些抱怨地说道, 智能管家就是要减轻主人负担的吗? 是您代号为该死的厨子先生的快递, 是从非洲一个叫做瓦坎达的第三世界国家寄过来的。 贾维斯的声音依然还是这么的一成不变, 在没有结合托尼和雷神的思想由心灵宝石整合成幻世之前, 单纯的智能程序的确远远无法和傲创相比。 哈哈哈哈, 快给我送过来, 看来那小子还是很伤到的吗? 知道我要对付他所以来收买我了。 托尼随手就将手中的披萨丢弃, 一边说话一边莫名其妙地开始分泌口水, 不得不抬起衣袖擦了擦嘴。 然后他就满脸猛逼地看着机械手臂夹过来的一个小箱子, 里面只有一些古怪的金属矿石。 斯塔克先生, 这就是那种奇异金属。 傲创呆萌的显示屏上露出了连续惊叹的表情符, 机械手臂抓住托尼就不撒手。 相同的礼物还有整整三个集装箱, 这只是样品。 贾维斯的声音再次传出来。 哦, 这样啊, 傲创, 那些都是你的了, 随便你怎么整。 托尼, 斯塔克自从看到礼物是一些金属矿石后, 整个人的瞳孔便变地涣散了起来, 没有焦距, 随后便是悠悠地对傲创说道, 完全放全了。 你把无限宝石送人了? 嗨, 这可是无限宝石。 雷神托尔满脸猛逼地看着额头上顶着无限宝石, 换成了一副全由震惊打造身躯的傲创, 满脸都是震惊的神色。 一个机器人竟然获得了无限宝石的认可, 驾驭了无限宝石。 这真是天方夜谭。 除了傲创本人之外, 由他改装设计完善的托尼钢铁战甲, 还有着那由震惊打造而成的钢铁机器人军团, 也一排排地从仓库当中走了出来。 银亮的金属色反射着阳光, 是那么的刺眼。 复仇者联盟, 超级英雄傲创前来报道。 看上去犹如变种钢铁侠形象, 额头上镶嵌着心灵宝石的傲创, 凝重地向着雷神托尔行礼问候。 第1272章 良心 不得不说, 傲创的出现为复仇者联盟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效率。 几乎和超能力有关的恐怖活动都能在他的监控下防患于未然, 剿灭于萌芽。 一些尝试搞小动作的轮回者, 便是被那些震惊制造出来的钢铁战士打得满头包。 我曹! 打不死的机器人! 特末还会蓄力隔三差五震出来。 震惊强化板方舟反应炉提供动力, 近战无敌, 远程犀利, 先天上就立于不败之地。 免得本次任务空间的轮回者们到处跑。 大佬都无可奈何, 只能抱头鼠窜。 运气不好被一群包饺子的就直接GG了。 全世界乱窜的钢铁大军, 让复仇者联盟的其他人都产生了一种自己是多余的感觉。 打游戏看电视吃垃圾食品搞了一周的雷神, 终于忍受不了这种无聊, 开始与诸位队友告别。 各位, 我觉得无限宝石在地球上出现的频率太高了点, 准备回去调查一下, 所以就暂时再见了。 托尔也是行动派, 想到就做到, 告别的也很果断, 互相拥抱了一下后也没有婆婆妈妈, 直接叫海姆达尔开通了彩虹桥, 离开了地球回归了阿斯加德。 无法互相理解, 虚伪, 麻木, 外面的世界的确如同传闻中的这样。 跟着徐悦来到米国的黑豹, 也总结了一路上的所见所闻。 总结得很到位, 这就是世界的本质。 徐悦并没有灌什么心灵鸡汤抢救, 而是点头认可了黑豹的话。 接下来, 我就带你去认识一个刚刚出狱的家伙, 这次我们单独观察一个人, 时间可以稍微放长点。 随后, 徐悦便带着黑豹来到了郊区的一座荒山, 山顶上有着一座老旧的监狱。 伴随着监狱大门的打开, 一位背着包袱显得有些颓废的男子, 满脸迷茫地走了出来。 正是刚刚出狱的斯科特·朗, 被皮姆选定的第二代蚁人。 也是未来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反败为胜的契机人物, 同时也是徐悦刷分计划当中所不可或缺的存在, 必须要亲自盯着才行。 第一代蚁人汉克, 皮姆是和霍华德、斯塔克他们一起组建神盾局的元老, 立下了诸多功劳。 不过一次和自己妻子配合的任务当中, 他的妻子为了破坏导弹, 缩小进入到了量子领域无法回归。 这对汉克, 皮姆造成了巨大打击。 加上长时间接触皮姆粒子, 他已经无法再使用蚁人战衣。 因为某种原因, 他急需选出一位继承者。 而斯科特朗这位为了家庭偷窃入狱, 本性却不坏的技术留小偷, 就落入了他的视线。 已经被自己的得意门生和女儿一起赶出了公司的汉客, 皮姆别无选择。 带我来看刚刚出狱的囚犯是如何重归歧途的吗? 黑豹冷冷地看着眼前的斯科特, 有着相当的偏见。 因为徐悦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斯科特是一位小偷。 当初就是有一个小偷来到了瓦坎达偷震惊, 害死了边境部落的酋长, 这让他对小偷的感觉很不好。 嗨, 伙计, 我们认识吗? 大概因为黑豹冷冷的眼神, 再加上这里是人烟稀少的监狱门口, 斯科特很快还是注意到了眼前的两人, 被盯得有些发毛地说道, 以前不认识, 但现在认识了。 徐悦满脸温和地说道, 那阳光的气质消除了斯科特心中的警觉, 应该是一个好人吧, 是来接人的吗? 如果是出狱的话, 以前自己都没见过他们两人。 而也就在这个时候, 斯科特已经出狱了的育友路易斯, 开着他的破烂皮卡过来接人了。 这让斯科特很是感动, 随后对刚刚打了下招呼的两人说道, 我朋友来接我了, 再见。 不介意, 我们搭下便车吧。 徐悦指了指, 这人烟稀少的附近, 让斯科特愣了愣, 在他还没开口之前, 他那嘴碎的话, 烙育友路易斯便是直接笑着答应了下来。 当然没问题, 两位也是刚刚出狱的吧, 我竟然没见过你们, 你们是短期服刑吗? 犯了什么? 关了几个月? 这里的环境很不错吧, 我跟你们讲, 巴拉巴拉拉。 黑豹目瞪口呆地看着这逗逼, 完全有些反应不过来。 作为全球最富富二代, 家里有矿的典型代表, 瓦坎达王储, 现任黑豹下任国王, 他平日里无论走到哪里, 都是受人尊敬的。 跟着这位大人, 那是他心中敬佩对方的实力, 眼前这胖子算是 他第一次正式接触的外人了。 原来外面的人都是这样的吗? 以前观察的果然还是只有表面啊。 一路上, 路易斯都是用欢快的语调, 讲述着他出于这段时间的经历, 什么至亲死了, 被虑了, 没工作等等诸多人间惨剧发生在他身上, 竟然能用那种欢快语调讲出来, 听得黑豹满脸都是敬佩。 看来自己对外面的人判断还是有些失误啊, 他们虽然有各种缺点, 但很乐观很勇敢, 能直面各种悲惨。 因此对于徐悦说, 继续留下来多观察学习的提议, 他也坦然接受了。 这就是大师的目的吗? 想要让我学会坚强? 嗨, 两位, 你们也是没地方住吗? 这很正常, 刚刚出狱的朋友都会遇到, 我已经帮过好几个了, 不差你们两个, 你们可以先和我们一起住在我租下的公寓里, 然后开始找一份合适的工作。 几乎不需要徐悦他们两人开口, 路易斯就主动安排好了一切。 斯科特几次想要开口说些什么, 都完全跟不上他的语速。 直到徐悦这边答应了下来后, 斯科特才是叹了口气的不再多话。 斯科特和前妻有个叫凯西的女儿, 这也是现在斯科特奋斗的动力。 不过可惜, 因为入狱过的污点, 虽然他很努力, 但出狱后却一直难以找到工作, 直到路易斯发现了大买卖, 才再次将他拉入火。 想要在女儿面前成为一个好爸爸的斯科特, 其实对于再次犯罪是拒绝的, 但可惜, 想要给女儿足够的物质生活和礼物, 就缺不了钱。 他不想被女儿的继父给比下去, 这也印证了最开始黑豹对犯罪者的评价。 只是, 原本应该是预言正确的黑豹, 此时自己的立场反倒是不坚定了, 看着全副武装出行的盗窃团伙, 满脸都是叹息地说道, 看来我对他们有些误解, 很大程度上他们其实是被逼迫的呀。 不得不说, 现任的黑豹特查拉, 心态的确是最典型的超级英雄心态。 原著当中被别人三两句连杀复仇人都放过了, 说自己不能陷入仇恨中, 正能量满满。 这里因为看到了这几位可怜小偷出玉后的悲惨生活, 也开始发出了悲天悯人的叹息。 没办法, 最强夫二代, 有矿有钱有权, 完全有资格拥有这种圣母心态, 这种被生活支配的普通人, 根本没时间没精力没资格来拥有的心态。 穷欲心计, 富长良心。 第1273章 脑补 斯科特的盗窃技术毋庸置疑, 对付各种防盗机关都能有一些奇思妙想的破解手段。 不过可惜, 路易斯这肥斗逼得到的隐秘消息, 完全是第一代蚁人汉克, 皮姆特地露出来的。 在他沾沾自喜地以为发现了一只肥羊的时候, 汉克、皮姆已经默默地报了警, 然后静静地看着他们的表演。 斯科特作为盗窃的主力, 本来是听到路易斯说有一个老头家里很有钱, 又喜欢藏在保险柜里, 结果自己本人出门旅游了, 才是接下了这个活。 然而, 当他看到了犹如银行金库一般的保险库大门时, 整个人也都是猛逼的。 好在靠着精明的头脑, 他还是利用水压的方式成功地破开了这大门。 可是这保密严密的仓库之内, 却只有着一套看不懂的旧衣服, 没有一丁点值钱的宝物。 路易斯, 这就是你所说的肥羊。 费尽千辛万苦结果得到了这么个玩意儿, 斯科特简直心态爆炸。 本来想着最后出手一次, 捞够养女儿的钱就收手不干的。 但路易斯给自己带来希望的同时, 却又带来了诸多绝望。 哦, 伙计,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不过现在你最好快点离开。 路易斯在耳机当中有些结结巴巴地说道, 怎么了? 斯科特有点奇怪, 他的技术很完美, 报警系统全部解除, 因为利用的是水压所以动静也不大,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才是。 因为我已经看到警车了, 我开始收拾东西了, 你也速度快点。 哦, 狗屎。 斯科特有一种骂娘的冲动, 出警速度这么快。 这莫不是我都还没到警察就已经出发了。 之所以会选择这里, 警察出警时间可也全在他们考虑之内的。 毫无悬念, 斯科特被警察人赃病祸, 由他女儿的继父亲自逮捕, 给了他会心一击的补刀。 他在被警察带走之后, 徐悦便带着黑豹从虚空中走了出来, 手上拿着一瓶充满了红色液体的试管, 丢给了旁边的黑豹。 这是皮母粒子, 一种能够接触到量子领域的神奇物质。 我觉得你们瓦坎达也能够好好研究一下。 斯科特一路完成盗窃的时候, 徐悦其实一直都带着黑豹在一旁, 向黑豹剧透着原因和走向, 甚至告诉了他以人战衣的特点和能力。 让握着了这一瓶神奇物质的黑豹脸上, 也有些难以置信。 目前, 瓦坎达的科技能力都无法做到的。 一直以来, 瓦坎达对于外界都是有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 哪怕是充满了正能量的特查拉也或多或少有一点。 最起码在技术方面, 他们自信是全球顶尖的。 就算是斯塔克集团都比不过他们的技术。 如果换作其他人对他说明皮母粒子的特性, 他肯定是不会相信的。 这的确很神奇, 现在就回去吗? 这次出来, 特查拉感觉自己学到了很多, 一时间还真有点舍不得回去了。 没事, 我可以帮你开启连同瓦坎达的通道, 你自己交回去就是了。 徐悦很是善意地说道, 只要不过我的手, 不是我想要研究就行, 帮你开个通道还是没问题的。 一边说着, 他一边就在眼前画了个圈, 直接露出了瓦坎达实验室的画面, 也出现了吓了一跳的黑豹妹妹。 好在是看到了自己的哥哥在画面这一边, 他才是放心了下来。 是那位能够一击摧毁整个瓦坎达防御, 然后又将其修复的大师的话, 这好像也根本不算什么。 听到了黑豹简单介绍了一下这皮母粒子后, 苏瑞公主脸上充满了兴奋之色。 竟然有这么神奇的东西, 难以置信。 我们的仪器卡在当前量子级别, 卡了很久了, 这可真是及时雨, 谢谢了老哥, 谢谢了大师。 这和我无关。 徐悦撇清地说道, 一脸的风轻云淡, 我又不要皮母粒子, 你们拿去强化就好。 黑豹的战衣, 钢铁侠战衣和蚁人战衣什么的, 明显有着互相协调补充的科技嘛。 和在一起多好, 大家都能变强, 岂不美在。 在徐悦善意地提醒了黑豹一波, 帮助他找到了继续提升的渠道之时。 另外, 一边的斯科特也已经在第一代蚁人的协助下, 穿上蚁人战衣便小骑着蚂蚁完成了越狱。 与汉克, 皮母完成了第一次的见面。 听着, 我绝不会再偷东西, 我现在就回去自首, 我不会让我的女儿拥有一个犯罪者的老爹。 斯科特得知到了这次入狱全都是汉克, 皮母设计了之后, 气愤得不行, 当场就要离开。 其实, 倒也不用这么着急。 然而就在此时, 汉克, 皮母的老巢当中, 却是传来了另外的声音。 徐悦和黑豹两人的身影, 从阴影中走了出来, 根本就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出现的。 看得汉克, 皮母心中大惊, 斯科特脸上也露出了奇怪的神色。 是你吗? 对于这两位, 育有斯科特一直都还是比较小心谨慎的, 根本不知道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不过, 自己都已经这样了, 他也觉得自己没什么值得他们惦记的了。 当看到他们出现在这里后, 表情愣了愣便, 立刻激动了起来。 你们是一伙的对不对? 你们一定是一伙的。 原来如此, 这样就都说得通了。 斯科特喃喃自语, 一脸的恍然大悟。 汉克, 皮母则是一脸猛逼的连忙说道, 我不是, 我没有, 他们我不认识。 不用太惊讶了, 皮母博士, 我是过来帮你劝说斯科特的, 他的确是第二代蚁人的最佳人选, 也是未来复仇者联盟当中的超级英雄。 徐悦一脸神棍的表情, 语调慈悲。 听得皮母博士瞳孔微微收缩, 在他开口之前, 徐悦便是面带赞许地说道, 看来皮母博士应该已经有所察觉了, 没错, 就是量子领域, 能够逆转时光的力量。 徐悦只是提到了量子领域, 也只是说逆转时光的力量, 并没有将两者联系起来。 但对于皮母博士来说, 就已经自动地将其带入了进去, 满脸都是激动异常的兴奋表情。 他的妻子, 就是当年突破进入到了量子领域当中, 那一处完全独立于宇宙之外, 时光混乱逻辑混淆的混沌领域。 自己研究这么多年, 就是想要将他再次找回来。 现在听到眼前这位嘴里说出了自己最想听到的话, 他自然就下意识地接受了, 浑身颤抖地说道, 您, 您通过量子领域从未来回到了现在? 还是看到了未来的景象吗? 许悦之前关于以人和复仇者联盟的话, 可是能够衍生透露出许多东西的, 足够皮母博士这位天才来完成脑补了。 第1274章 睿智的老者 世界毁灭的大灾难 汉克、皮姆、斯科特以及黑豹特查拉三人, 在听到了徐悦的预言之后, 都一口同声地惊声说道, 就算是黑豹特查拉也是第一次从徐悦嘴里了解到事情的真相, 但徐悦掌握着时光力量这一点, 在瓦坎达已经展露过了, 对此自然也是深信不疑, 满脸都是严肃而凝重的表情, 有什么力量竟然能强大到毁灭世界? 当年纽约之战虽然也很惨烈, 但依然还被复仇者联盟给挡下来了, 根本无法想象。 没错, 我观测了1400万次未来, 唯独只有一次机会, 但很多事我不能说, 一旦说出就全完了, 未来有着无限可能。 徐悦满脸唏嘘之色。 听到了徐悦的话, 三人脸上的表情都一阵阴晴不定。 黑豹向另外两人简单讲述了一下徐悦的神奇力量, 而汉克、皮姆也简单说明了一下量子领域。 两两印证, 更是让两人相信了大半, 只有斯科特还在那边无法接受地说道。 开什么玩笑, 一个神经病跑过来告诉我未来世界会毁灭, 我就相信了。 赶快放我离开, 不然我就报警了。 听到斯科特这么说, 汉克、皮姆和黑豹两人都把头扭过来看向了徐悦, 似乎是想要得到一些提示。 而徐悦则是一脸完全毫不在意的样子。 放心, 因为戴希的关系, 她一定会回来的。 正准备离开的斯科特听到这里后, 表情不由一将, 然而还未等到她说什么, 徐悦便率先起身带着黑豹离开了。 另外一边, 皮姆科技集团的现任总裁达克、 克劳斯正在向一批客人介绍着自己的惊人成果。 各位请看, 这就是我们皮姆集团的巅峰科技、 黄蜂战衣。 达克、 克劳斯指着透明试验箱当中的迷你战衣, 满脸都是陶醉的神色。 他是汉克、皮姆的学生, 本人来说天赋也是远超常人的。 已经从一些老报纸上隐约了解到了一些关于蚁人的直言片语, 并且通过向老师皮姆博士的学习, 几乎差不多将皮姆粒子复制出来。 还蛊惑皮姆博士的女儿霍普, 将皮姆博士直接赶出了她创建的公司。 在霍普眼里, 皮姆就是害死母亲的凶手。 当然, 克劳斯的复制还有些不稳定, 非生命体还好, 但目前对生命体来说还有风险。 不过这对她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只要黄蜂战衣能够完成, 一切都能解决。 现在正是要忽悠几个冤大头的时候。 来自日国的田村诸事会社, 一家规模庞大的财法, 表面上做着生意, 但暗地里却经常在非洲和中东发战争财, 拥有着相当出众的战斗能力。 暗杀, 刺探也很厉害, 无论在商界还是在拥兵界都很有名望。 这次主动找上门来, 还真让自己也有些意外。 只是在短时间试探后, 克劳斯却是发现那位白发苍苍的田村总裁, 竟然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老古董。 思想层面简直还停留在二战时期。 自己讲的一些术语必须要直白一点, 不然就是一脸茫然。 好在这对自己也颇有好处, 毕竟黄蜂战衣还没完全完工, 还缺少皮姆那老家伙的一点点帮助, 现在先忽悠的他们投入金钱进入就是了。 不懂得技术更好。 对于贵方的能力, 我们自然是信任的。 田村仪与造满头银发, 但并不显老态, 只是因为空间对科幻世界的知识封锁, 让他与高科技公司的交流中显得很被动, 不得不装出一副老眼昏花的样子。 什么技术和参数什么的, 自己不需要知道, 自己只要知道怎么用就行了。 黄蜂战衣, 一次意外当中军团某位乱入者得到的东西。 本以为没什么大不了的, 不如钢铁战衣对战力的加成。 但那变大变小的特性被逐渐开发出来后, 他们便认识到了这战衣真正的潜力。 哪怕体型变小, 也能保证力量不变。 这简直可怕。 钢铁战衣的确不错, 特别是托尼, 斯塔克亲手量身定做的战衣, 很硬核, 能够增强正面不少的硬实力。 但实力越强, 钢铁战衣能够起到的作用就越小, 特别是那种完全不走科技路线的大佬, 有时候甚至会感到鸡肋。 可黄蜂战衣不同, 低级的轮回者可能拿着的作用一半, 主要用于刺探情报方面。 可实力强大的大佬得到后, 对战力的加持也绝对是可怕的。 力量一致, 受力点变小, 直接铁头撞穿都是轻而易举。 而且, 这战衣的价格还并不算贵, 只是一次任务空间只能使用几次, 奇怪的弹药用完了后, 就需要回到轮回空间后付钱进行补充。 关键时刻足够当作杀兆了, 性价比极高。 在后面的战争中能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也正因如此, 自己才会前来此地。 最近复仇者联盟简直吃错药了, 根据自己和其他几方取得的联络来了解, 各方面损失都不小, 简直好像他们能够监控全球一般。 经常刚刚超能力做些什么, 过不了多久就会有打不死的机器人从天而降。 自己通过军团诸多帮手, 以及军团本身扶持下, 在好几次任务进入后的积累下, 发展起来的公司都受到了相当的压制。 很多业务根本就没办法开展了。 因此这次过来的谈判, 他也有些急切。 钱方面不用担心, 我们对于这种物品是绝不吝啬于金钱的。 但克劳斯先生, 我需要提醒你的事, 我们必须要完成品, 明白吗? 如果还没研究完成, 我们也可以给予你一定时间, 但不要让我们等太长。 田村仪宇造的话让狂狂而谈的克劳斯脸上表情一僵。 好吧, 不愧是能够创出这场面的老不死, 虽然对技术方面满脸茫然, 但人情世故和商业嗅觉却相当敏锐。 放心, 只要资金到位, 很快您就能够见到完成品了。 希望如此。 田村仪宇造看上去有些老眼昏花的眼睛 瞥了克劳斯一眼, 随后便带着人离开了。 真是的, 一把老骨头了, 竟然被帝国安排到最前线完成任务, 而且最顶尖的那几位还不能出手, 结果自己也变成高个子了。 也还好有实力不弱于自己的与都公太郎阁下在前面扛着, 自己好歹还能滑滑水。 真是一群傻瓜, 打生打死的能有啥好处, 自己安安稳稳地不好吗? 还是考虑如何把三个女儿嫁出去, 给自己找合适的靠山安然养老好点哟。 第1275章 Boss风范, 斯科特最终还是被劝说成功。 虽然他有污点, 偷过东西, 入过监狱, 但能够成为超级英雄的正义感还是有的。 徐悦的话, 显然是加速了他妥协的过程, 而汉克, 皮姆也说得更加直接, 没有再扭扭捏捏。 直面了自己的女儿霍普, 坦白一切, 想要同心协力。 现在可能已经迟了, 克劳斯昨天才会见了日国一个大财阀的总裁, 并已经签订了一项协议。 霍普因为协助了克劳斯掌控公司, 所以目前依然还在皮姆集团当中任职。 克劳斯虽然没有完全信任他, 但因为想要通过他得到完整的皮姆粒子技术, 总体上来说, 权限还是很高的。 那种大合同的异项协议, 是能够振奋公司士气的, 算不上什么秘密。 我了解了一下这个日国财阀, 虽然明面上的生意很干净, 但在拥兵界却更是如雷惯耳。 没错, 你的技术即将投入到战争与破坏当中。 虽然因为皮姆的主动妥协, 不再掩饰自己的父爱, 双方关系缓和了很多, 但霍普嘴上还是有点冷冰冰的。 毫无疑问, 这一点几乎可以相当于是皮姆的死穴了。 当初, 他可也是立志要维护世界和平的前任超级英雄, 一想到自己的技术可能反过来用来破坏和平, 这是绝对无法忍受的。 而现在自己手上, 便只有斯科特这么一个还未经过训练的继承人。 所以说, 他到底有什么好的? 直接让我来不行吗? 你们就这么相信一个神棍的话? 霍普有些忍不住地说道。 对于之前徐悦说过的话, 他们两人也都提了一下, 但显然霍普是绝对不信任的。 无非是一个神棍而已, 父亲是对母亲太过思念了, 才是受到了欺骗。 不! 我绝不允许。 汉克, 皮姆突然一下显得很是激动, 但很快被斯科特拦了下来, 拍了拍他的肩膀。 我明白, 我也是一个女儿的父亲, 他就是我的一切, 我是不会允许他冒险的。 由斯科特嘴里说出了真相后, 才是让霍普有些发愣, 原来父亲并不是不信任自己的能力, 只是纯粹担心自己的安全吗? 而也就在此时, 徐悦带着黑豹也再次出现在了几人眼前。 几位, 我想你们可能需要帮助。 满脸和善的徐悦, 用一种让人心生好感的声音说道, 其实他本来是准备带着黑豹去见见小蜘蛛的, 算算时间, 那小屁孩应该也要开始浪了。 但突然接到的触发任务, 让贫穷的他当即就改变了计划。 这次可并没有自己干预钓鱼执法的, 触发任务奖励提示直接有着S级。 这不但说明干预轮回者的实力不错, 还证明了如果没有外力插手的话, 他们可能会改变关键性的进展。 白剪的剧情点, 也就不要浪费了吧。 小蜘蛛那边先用个分身随便观察观察就可以了。 哇哦, 真酷。 你也是超能力者是吗? 你想要成为超级英雄吗? 我的梦想就是成为超级英雄, 而且我认为超级英雄不单单要阻止世界被破坏, 对于邻里间的关系也需要处理得当, 小偷小摸也不能放过, 还有清洁高空卫生, 扶老奶奶过马路, 一只还带着些许正太脸的帅气小伙, 在制止了一次抢劫行动后, 见到了眼前那位奇怪的机械人影, 也忍不住开始与对方交流了起来。 天知道这些天他是怎么过来的, 没有一个人来分享秘密, 都快把他憋坏了。 从小他就崇拜钢铁侠, 向往着超级英雄的生活, 但没想到自己竟然意外地获得了这种超能力, 这可真是太棒了, 现在更是碰到了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 嗨, 我们也组建一个超级英雄团队吗? 就和复仇者联盟一样? 我觉得我们很有缘分, 留个联系方式怎么样? 不要用手机, 用暗号和秘密地点的联络方式, 安全可靠还很酷。 被憋坏的小蜘蛛, 就这么想修罗到徐悦伸出了魔爪, 一边和皮姆他们商讨着接下来的行动计划, 用一种先知的姿态维护着自身形象, 接受着修罗到徐悦那边传来的碎碎面。 徐悦也在思考自己刷小蜘蛛的好感是不是一个错误。 那个手去一指的外科医生、同行差不多也出车祸了呀, 还不如去多关心关心他。 这精神污染比幻术攻击还可怕。 因为我们拿走了一点皮姆粒子作为研究, 作为回报, 我们也可以给予一些特殊的材料用来强化你的战衣。 另外,斯科特的训练方式,我也能够协助一二。 徐悦一连,我不会主动干预, 但我能够提供其他帮助的样子。 哈哈,皮姆粒子不是这么好研究的, 而且要说材料, 我这战衣的材质本身就是最顶尖的。 皮姆博士相当地自信, 而且对于那所谓的强化材料也并没有怎么在意, 最重视的反倒是徐悦的训练了。 毕竟时间不等人, 皮姆科技已经和那日国公司签订协议了, 有着大量资金的注入, 恐怕很快就能够完全完善并进行交易。 这段时间必须要将斯科特训练好。 不过,当皮姆博士看到了震惊材料的恐怖之处后, 便是默默地将其当作了以人战衣的主材料。 大人,需要这么郑重骑士吗? 一位吸服鼻挺的亚裔男子, 满脸恭敬地对满头银发的田村仪语造问候道。 只见此时皮姆集团之外, 有着整整17辆家常行轿车, 除了日国的精锐以上轮回者, 甚至还支付了一定的费用, 聘请到了自由之意的两位普通乱入者来进行协助。 明明交易都已经达成了的, 都不知道大人是什么意思。 这次蜻蜓负责剧中联络的家伙被神盾局搞死了, 加上复仇者联盟的高调。 所以,这次并不适合成为大型战场, 那还不如各自为战收集各自的好处。 这东西性价比太高, 我们一次要的货数目太多, 虽然拿货回去会扣一次钱, 但说不定就会在交易过程中出现什么幺蛾子, 还是谨慎点的好。 田村仪语造虽然好像是一条老咸鱼, 但能够爬到现在这样的高度, 本身的能力和眼力还是足够高的。 或者说正是因为够闲, 所以它才有着足够的小心谨慎。 现在最担心的, 就是那群打不死的机器人突然插手, 这样我们占据人数优势的话, 虽然破坏不了, 但也能足够让我带着货物离开了。 黄蜂战衣缩小后可也只有一丢丢大, 就算是上百件都能轻松一个瓶子装下去。 不然在那群打不死的机器人到处乱窜的情况下, 他也不会冒着暴露的风险过来做这样的举动了。 而面对他们的这么大阵容, 克劳斯出来后脸色也是微微变了变。 不愧是黑暗界的大佬, 用兵界知名的大势力, 这一出手就是完全不一样。 不过这样也好, 正好利用他们打开自己黄蜂战衣的口碑。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皮姆集团大厦的中层, 却是突然爆裂出了巨大的火光。 火焰冲击直接轰破了玻璃墙, 喷涌而出。 大量的碎裂直坠而下, 打得下面那些轿车碰碰作响。 而已经下车的田村已雨灶, 也是叹了口气地缓缓, 戴上了自己的墨镜, 嘎吱地摇了摇自己这把老骨头。 果然是会有问题, 不过还好, 不是那群打不死的机器人, 看还有谁能够阻止我们。 好久没有活动活动筋骨了, 真当我提不动刀了吗? 话音落下, 17辆家常轿车上的人便是蜂拥而下, 同时向他问好行李。 整齐话一, BOSS气场十足。 第1276章, 很难办。 你这个笨蛋, 都被你搞砸了。 身穿蚁人战衣的斯科特, 对着旁边身穿黑豹战衣的特查拉抱怨地说道, 本来他们只是过来偷战衣的, 是偷, 但结果这个可恶的家伙, 用他那一身已经同样可以变小的战衣, 跟着自己进来后, 却是突然一下地采取了正面突破。 瓦坎达的技术真不是盖的, 虽然皮姆粒子无法提炼出来, 但根据皮姆粒子的特性, 黑豹的战衣已经加装了可以使用皮姆粒子的插槽。 有着皮姆博士在, 倒也不用担心缺少这玩意儿。 只是很显然, 黑豹这家伙的前行比较另类, 一点都和豹搭不上边。 不能容忍罪恶。 黑豹一边说着, 一边还不断地向着四周的仪器挥舞着爪子。 这里一看就是一个制作车间, 直接釜底抽新起步没在。 还偷什么战衣, 全部炸了就是完美的行动。 然而就在此时, 已经破碎的玻璃墙外, 却是突然跃入了一道人影。 一下就让两人都吓了一跳。 这里可是五十层, 竟然直接从外面跳上来的。 一头一丝不苟的银发, 戴着墨镜, 叼着雪茄, 身上披着一身白色大衣, 是一位很有风度的老者。 而紧随其后, 便是陆陆续续上来了诸多人影。 每一位都是能直接攀登 这五十层楼高的行动好手。 让斯科特大惊失色。 不是吧, 他们都是怪物吗? 这里可是五十层。 就算是黑豹都感到了有些惊讶, 就算是自己恐怕也需要利用战衣才能做到。 单纯新型草带来的力量提升都做不到这一点。 好强。 果然不愧是雇佣兵界的巨头, 一旦武器落入他们手上将会不堪设想。 黑豹摆出了格斗姿态, 手上的爪子已经弹开。 虽然他感受到了对方的强大, 但拥有战衣的情况下, 自己绝不会失败。 上吧, 生擒他们。 田村仪与造谣着雪茄淡淡的下令。 虽然他是第一个行动上来的, 但出于稳重和谨慎, 哪怕看上去就是两个普通利用战甲的家伙, 他也准备先试探一下。 绝不对未知的敌人出手, 这就是自己一路熬下来的生存技巧。 嗨! 月上来的西装人影, 全都功升领命, 随后同时朝着两人包围而去。 各种梦幻的速度, 各种精湛的技巧。 看得两人一阵眼花缭乱。 喂喂, 我可不擅长打架。 斯科特刚刚抱怨一句, 便已经有一道阴影摸到了他的背后, 直接一个锁喉将它固定住。 可下一刻斯科特就变小挣脱, 反过来一脚踩在了对方弹弹上, 将人踢飞。 另外一边的黑豹, 更是只攻不守, 在战甲的加持之下, 精锐轮回者级别的战力, 很难挡住。 或许行动力方面差不上多少, 可对方完全可以无视防御, 一直都是拼命三郎的打法。 这谁顶得住? 你打对方没用, 对方找你一下盾牌都挡不住。 他们的防御力很强, 可以放开手脚, 你们几个也上。 田村仪宇造通过那短暂的接触战观察, 已经看出了双方的特点。 虽然看上去只是薄薄的贴身战衣, 可防御力却意外地惊人。 这样的话, 就算放开手脚, 也不用担心伤到他们的性命, 可以活捉了。 而且观察到了现在, 他们虽然都各有特色, 但总体上来说, 对乱入者还构不成致命威胁。 因此, 田村仪宇造的两位嫡系乱入者队友, 以及两位从自由之意故来的乱入者, 也都在他的事意下加入了战场。 而他本人, 则是突然一个闪身, 将那摆得整整齐齐的黄蜂战衣都扫到了手里。 一把把地朝着口袋里装, 一只都不落下。 嘿, 放下那些东西, 你不能带走它们。 斯科特也看到了他的举动, 连忙一阵大小切换的蛇皮走位, 不断朝着田村仪与造街进了过去。 他身上蚁人战衣被震惊强化后, 也几乎是可以无视所有攻击, 加上大小的切换, 根本就拦不住他。 看得田村仪与造, 也有些意外。 他观察过对方的实力, 精锐轮回者都能和他们周旋, 有四个乱入者加入应该疲于应付才对。 可现在他才发现, 自己的手下和故来的外援, 竟然同样拿他们丝毫办法都没有。 这是什么鬼防御? 似曾相识的场景, 让他出现了一些不好的回忆。 东西已经到手, 放开手脚, 不论死活, 本来还想要抓活的, 想要看看他们那古怪战甲的来源, 现在看来还是见好就收吧。 得到手上这一批黄蜂战衣, 整个任务空间的收获都已经足够了。 收到, 闲杂人等退下。 几位乱入者得令后, 那些原本辅助围攻的精锐轮回者, 瞬间一个个不要命一样地窜出了大楼, 从五十多层一月下。 在他们近乎于同时开始信仰之月的时候, 四位乱入者也开始完全放开了手脚。 哄, 巨大的冲击爆裂出现。 刹那间, 正个皮姆集团的大厦, 便好似遭受到了整体爆破, 从中段向上下两端同时崩化而去。 轰然落下的残骸掀起了一道犹如蘑菇云的尘埃柱。 随后几道人影便是从那漫天尘埃当中先后窜出。 人要跪在知足, 有手上这些就够了。 走吧, 回头记得把钱打给他们。 田村仪雨躁落在了另外一栋高楼上后, 看着那直接被轰爆的摩天大厦, 内心毫无波动。 要走了, 不然那群打不死的机器人又要来了。 然而很快, 他便发现了, 那两个干扰交易的破坏分子, 也同样从那残骸之中冲了出来。 和自己几人不同, 他们是真正强吃了全部伤害, 顶着出来的。 不是吧, 难道他们也打不死? 看到那两个熟悉的家伙, 田村仪雨躁也感到了相当的意外。 几个精锐轮回者上, 也能和他们互相牵制, 四个乱入者上, 也同样搞不定他们。 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怎么和那群打不死的机器人一样? 机会。 田村大人, 机会啊! 一旦我们得到了这种材料, 问出了来源, 那就真的发了。 一位落在田村仪雨躁身边的人影, 显得很是激动。 这两个家伙, 显然和那群打不死的机器人还是不同的, 内在的还是血肉之躯, 是会疲劳的。 而且没有那群机器人那样密密麻麻, 会不断飞来援军, 完全有机会尝试一下进行捕捉。 走, 好处已经够了, 不要节外生智。 然而, 面对这种诱惑, 田村仪雨躁, 却是皱了皱眉, 丝毫留恋都没有, 转身就走。 如果是没有发现对方占衣材质的时候, 他还真有点抓捕和拷问的打算, 但现在的话, 确实全没了。 感觉哪里有点不对劲啊? 就好像是有人特地将蛋糕放在了自己面前, 就等待自己去舔。 这种强大的材料, 不可能这么简单地暴露, 特别是在自己已经得到了大量好处的情况下。 轮回空间可不是开慈善的, 要付出才会有收获。 不贪心才能走得更远。 嗯, 你怎么不按常理出牌啊? 资深乱入者的大佬了, 亲自出手想要活捉, 他们不难吧? 这让我很难办啊。 世界瞬间静音, 整片天地都只剩下灰白之色。 第1277章, 咸鱼。 口袋里鼓鼓的都是黄蜂战衣, 已经吃饱喝足的田村仪与造秀到了不对劲后, 也是准备积极跑路。 作为一条老咸鱼, 他对于自己的跑路能力还是很自信的。 算起来, 自己和宇都公太郎阁下是属于同级别, 而其中, 自己的各种花式保命技能, 便是占据了绝大比重。 然而, 当耳边那突然传来的让自己头皮发炸的声音后, 田村仪与造几乎是丝毫犹豫都没有, 意念一栋挂在胸前的项链便直接破碎, 化作了浓郁的圣洁白光将自己笼罩进入。 同时, 衣袖当中的逃脱卷轴请客肩下滑落在手上, 随时准备伺机而动。 隔着那圣光臂障, 满脸激紧。 以自己的实力, 加上这圣光臂障。 马丹, 怎么身体失去了控制? 四周画作的黑白空间, 连带他眼前原本的浓郁圣光护盾, 都请客间变成了灰白色, 失去了所有圣洁, 看上去是那么的死忌。 原本蔚蓝的天空, 也化作了乌黑, 世界好似完全死去, 完全静止。 天地间唯一还有颜色的, 便只有出现在自己眼前那道 发出遗憾叹息声的身影。 这面孔哪里看过, 仔细回忆一下是北洋的一位乱入者天骄, 疑似拥有击杀滋身乱入者的底牌能力。 然而, 谁能告诉我现在这是发生了什么? 每次任务都小心翼翼, 不打无把握的仗, 任何对手, 哪怕就是一盘山幼童, 都得要先试探, 确定了再出手。 一路摸爬打滚地混到了现在, 好不容易将三个女儿拉扯长大, 就等着他们嫁人, 给自己抱大腿养老了。 可现在这是什么情况? 足够挡住精锐大佬一击的一次性圣盾, 连一点毛用都没有得凉了, 甚至无法为自己争取到捏碎逃脱卷轴的时间。 我操, 贼老天何其不公? 自己一直小心翼翼地避让, 竟然都还有这种东西主动找上自己。 一看到对方的脸, 田村一语造心底就大概八成感觉到了, 这家伙恐怕是以真正的面容来见自己的, 并不是什么伪装成他人。 因为要伪装的话, 没必要多此一举地伪装成这种并不是很熟但又能认出来的家伙。 而且, 以对方单单眼前惊鸿一瞥的实力展现也完全没必要。 既然是本人亲自露面, 那应该差不多可以说自己凉了。 不单单是身体, 连心都凉了。 田村一语造一直都很在意自己的重生权限, 除了本身自带的用得很小心外, 还收藏着一个额外的道具, 而且身上的存款还一直保证着哪怕哪次用掉常备的权限还可以描补的程度。 再加上一直的小心谨慎, 其实真的哪次万一失了鞋, 也并不算什么大问题。 可特末的你, 不能让我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啊。 这次遇到了这么个怪物, 万一下次又遇到怎么办? 不不不, 已经不是遇不遇得到的问题了, 小老儿又没招惹他, 是他主动找上门来的。 完了, 全完了, 很快就要失忆回家, 然后又连续被杀死, 一直不知道死亡原因, 在惊恐中惶恐不安, 直到压榨干身上最后一点钱, 死不瞑目。 田村已雨躁, 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悲惨未来, 泪流满面, 直接嚎啕大哭, 一把鼻涕一把老泪, 看上去有点恶心。 看得徐悦脸上都有些嫌弃, 其实本来没想这么多, 直接等到他出手捕捉以人和黑豹的时候顺手干掉, 最后的触发奖励应该还能提升一些的。 但这老头确实很稳, 观察了一下他的风格后, 又稍微有了那么一点兴趣, 这么怕死和谨慎的人, 一般人还真威胁不到他, 很难强行逼他做出什么, 但很显然, 自己不算在内, 再哭就死吧。 平淡的声音发出, 下一刻就听到了强力的吸气声, 田村已与皂皱着老脸鼻嘴同息, 瞬间就将脸上清理了个七七八八, 虽然看上去还是湿湿的, 但好歹能够见人了。 还挤出了菊花盛开一般的笑容, 满脸的铲鱼, 一个无条件保密协议, 率先就丢了过来。 如果不是只有脑袋能动的话, 估计都开始跪在地上舔鞋底了。 点头哈腰地说道, 这位大人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小的一定会尽最大能力满足大人。 小的有三个女儿戴字归中, 老大成熟风鱼, 老二冷艳高雅, 老三小巧玲珑, 各有特色。 如果大人, 徐悦才说句别哭了, 这家伙嘴里就开始碎碎叨叨地 念出了一大堆话。 显然也是个明白人, 知道既然没有直接抹杀, 暂且留了一命, 那就还有着保命的机会。 为了活命节操职完全是负数了。 等下小的马上就出手去抓捕那两人, 大人随便动手, 只要留小的一条小命, 什么痛苦我都扛得住。 如果还有其他需要配合的, 只要一个暗示, 小的保证安排得明明白白。 说实话, 徐悦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类型, 好歹也是资深乱入者了, 而且气息来说还不是一般的资深乱入者。 结果竟然到了如此地步, 当真是一朵奇葩。 不过, 听到他嘴里后面的话, 徐悦顿时就感到了有些索然无味。 没用了, 空间的防洗钱机智在, 你明白得太通透了, 价值大打折扣。 轮回空间的防洗钱完全是违心的, 只有自己知道做出一些安排。 轮回者蒙在鼓里, 算是打擦边球的疯狂试探, 但双方都心底明白的话, 就没什么卵用了。 就算还有点小钱, 估计都是安慰奖。 哎呦, 小的该死, 小的不得好死, 放心, 只要阁下想问, 只要不是最高抹除存在的机密限定, 就算是付钱, 小的都会将其全部告知。 连用刑都不要, 田村一语造, 便是满脸正气凛然地说道。 说来, 大人可能不信, 小的从小就爱慕天朝文化, 对天朝甚是向往, 甚至还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 叫。 闭嘴。 徐悦感觉, 事情稍微有些不再掌控, 就算是自己, 也没有料到会发生这么奇葩的情况。 田村一语造的资料, 自己也有, 与都公太郎, 早就把他们卖了个干干净净, 而且, 根据前世的记忆, 这多少也是个名人了。 说来都有些不信, 田村一语造的外号是金信玄, 也就是当今的武田信玄的意思。 嗯, 前世中的田村一语造的三个女婿, 山梨半造陆军大将, 本间雅琴陆军中将, 早川新太郎陆军少将, 弟弟田村门岗是陆军中将, 外甥田村一副陆军中将, 果然是吹出来的吧。 第1278章, 选择希望, 撕拉, 将最后一名轮回者撕成了两片后, 满身是血的田村一语造站在废墟当中满脸冷笑, 得罪了大人还想走, 自己的两个乱入者搭档, 带来的所有精锐轮回者, 以及雇佣过来的两个自由之意乱入者, 全都被田村一语造亲手一一撕烂。 看上去虽然就是一条老咸鱼, 但论实力来说, 她的确还是对得起自己的职位的。 对付这么多人也是催枯拉朽的碾压姿态, 特别是因为保命能力强, 速度够快, 所有人连逃跑的能力都没有。 做完了这一切之后, 她才是回头满脸抹了蜜一般地对徐悦说道, 大人,您看这样合适吗? 已经收到了对方的投诚契约, 徐悦也算是懒得再操这家伙的心了, 到时候丢给与都公太郎互相配合就是。 对了,与都公太郎是。 大人还请放心, 与都公太郎虽然有点实力, 但有心算无心下次我就去把他因死, 重生权限废掉, 为大人制造机会。 只要他一死, 小的有把握接过小日国在天朝的行动指挥权, 到时候全力配合大人将他们一网打尽。 田村仪与造满脸藏裤之色地抹了下脖子, 让徐悦都露出了死于眼的表情。 老闲于不闲的时候, 好像还真像那么回事。 与都公太郎也是我的人, 到时候你们好好认识一下。 而徐悦把话说完后, 也懒得再呆了, 直接向黑豹招了招手, 随后两人便同时离开了原地。 只留下了发呆的田村仪与造, 带到他回过神来后, 徐悦都已经离开了。 但即便如此, 他脸上都依然还是露出了谄媚的表情。 不愧是大人, 下手竟然这么早。 则怎么就这么走了, 我还没把女儿们介绍给他呀, 相片也没有留一个。 粗大腿哪个有这个粗? 抱住了后, 以后都能躺着吃饭了。 皮姆集团都被炸掉了, 皮姆博士的目的也算是达成了。 暂时他们这边也不需要再过多地进行关注。 在徐悦提醒了一下后, 自然而然的皮姆博士就会想朝着量子领域进军, 将妻子找回来。 本来徐悦的计划是趁着这段时间 将小蜘蛛和奇异博士刷一刷的。 毕竟在他们崛起之前的羁绊相对是最容易的。 特别是刚刚出了车祸的斯蒂芬, 斯特兰奇, 正处于人生低谷。 本来的话, 如果能够直接治疗好他, 肯定能直接获得相当的好感。 但不经历这一次的打击和挫折, 又显然不能改变这位傲慢的外科医生。 所以还是要一步一步来。 奇异博士可是能够操控时间保时的, 身上的潜力着实不低。 小蜘蛛那边盯个分身就是了, 太能, 必必了, 自己亲自来看看这位未来的至尊法师吧。 古一可是说了斯蒂芬能成为最强的至尊法师。 不可能, 一定还有办法的, 一定还有。 斯蒂芬、斯特兰奇最近可谓是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 本来作为首屈一指的外科医生, 特别是神经连接方面的手术更是无人能出其右。 整个人都是意气风发处于人生巅峰, 对谁都是一百个不服。 然而就是因为一场车祸, 他的双手受到了毁灭性的损伤。 而并不是每个医生的医术都有着他这么高明, 虽然抢救他的医生已经努力了, 但也就勉强能够将他的手拼回来而已。 无力, 颤抖帘子都写不好了, 更别说拿手术刀了。 这对心高气傲的斯蒂芬来说是完全无法接受的。 散尽家财到处求医, 但却并没有换来想要的结果, 只将他成名这些年遗留下来的积蓄全部划光。 现在他已经即将走投无路了。 为什么不给我治疗? 为什么? 电话里听到了拒绝的声音后, 斯蒂芬完全是崩溃的。 一个他的同行出现了一种新的治疗技术, 但他询问过去的时候, 对方却是一口就拒绝了, 根本考虑的意思都没有。 这让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丝希望的斯蒂芬, 再次陷入了绝望。 随后便有些恍然地想到, 好像以前为了保住自己的名气, 自己也拒绝过没有把握的患者。 看来斯蒂芬医生已经考虑清楚了。 只是就在此时, 一道陌生的声音却是传了过来, 在斯蒂芬自己的家里传了过来。 随后他便抬头看到了一位给人一种圣洁感的人影。 一位亚裔带着一个黑人出现在了自己的家里。 如果是以前, 他早就要跳起来了, 但现在万念俱灰之下, 却也只是抬头看了一眼, 丝毫没在意他们的非法入侵。 我已经没钱了, 你们想要什么自己去翻吧? 今天刚刚将一直照顾自己的女伴赶走, 斯蒂芬的心已经冷了。 我来找斯蒂芬医生你, 仅仅只是因为不忍心看到一位天才的就此陨落, 想要帮你一把。 徐悦轻轻地说道, 在进来这里后, 他已经感受到了一股关注的意志。 是古一。 斯蒂芬是古一看好的接班人, 自己出现在这里引起了他的警觉。 如今自己展示出的实力, 已经由不得古一继续摆大师架子了。 不过, 拥有时光宝石的他应该能够窥视到什么, 所以一直都没来找自己麻烦。 只是一旦对斯蒂芬采取了过激行为的话, 他还是必然会出现的。 虽然可能迟早会打一架, 但显然不是现在。 还没自我介绍一下, 你可以称呼我的代号山岳, 同时我也是一位外科医生, 技术很不错的那种。 徐悦坐在了斯蒂芬的面前, 说出了后面的话后才是让他抬头看了一眼。 这是我的治疗方案, 你可以先看看, 我们互相讨论讨论。 一边说完, 徐悦一边递出了一份研究报告。 没有任何超凡元素, 纯粹就是利用现代医学的原理进行的方案设计。 但即便如此, 出自徐悦之手的方案, 还是让原本死气沉沉的斯蒂芬看得眼前一亮, 随后便是哆哆嗦嗦地激动了起来。 没错, 没错, 就是这样, 有机会的, 我就知道有机会的。 一边说着, 他一边还流下了泪水, 为什么不早点遇到这位医生, 为什么? 如果当初抢救自己的是他, 自己现在恐怕已经完全复原了。 但现在, 伤口已经复原, 想要二次更正的难度远远超过了想象。 以他的医学素养也能够看出, 虽然对方的方案能够最大程度地弥补遗憾, 但恐怕就算恢复好, 自己也只能变成普通人。 想要再拿起手术刀恐怕是不行了。 第1279章, 指引。 你真的决定了吗?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他甚至连行一资格都没有, 这是犯罪。 克里斯汀看着斯蒂芬满脸都是难以置信的神色。 虽然因为斯蒂芬受伤后那暴躁的性格, 前不久他也无法忍受地离开了。 但对于这一位曾经仰慕过的人, 他还是有着发自内心的关心。 徐悦既然是以纯现代医疗的手段来治疗斯蒂芬, 自然场地就要斯蒂芬来安排了。 虽然他已经混成这样了, 但毕竟以前是首屈一指的医生, 所以还是能够想到办法的。 只是得知到消息的克里斯汀第一时间赶了过来。 听着,这是我最后的机会。 方案我看过了,完全可行。 斯蒂芬有些激动, 用本来就发抖的手按在了克里斯汀的肩上, 同时哆哆嗦嗦地将那方案拿了出来。 只可惜能够理解徐悦那思路的, 也就只有同位顶尖的斯蒂芬了。 克里斯汀看着手上的方案, 第一反应就是那人和斯蒂芬有仇, 想要杀他。 不过显然, 面对执意如此的斯蒂芬, 克里斯汀不可能阻止得了他。 只能跟着一起进了手术室, 在他看来, 以自己的技术做个移住还是没问题的。 遇到关键时刻, 自己还能够想其他办法补救。 想法是美好的, 可当徐悦拿起手术刀之后, 克里斯汀就发现自己完全错了。 别说什么想办法, 哪怕是作为助手的能力都没有, 完全帮不上忙。 连看都看不懂, 只能机械地按照对方的画地器材。 整整花费了两个多小时, 才是将斯蒂芬那几乎散架的手掌、 神经重新又拼了一次。 成功了。 真的成功了。 斯蒂芬本身就是一位最顶尖的医生, 在手术完成后, 心中自然也有数。 现在就看着慢慢恢复的效果了, 只要正常恢复, 自己就能恢复到普通人的程度。 而如果能够超过预期的话, 甚至还能让自己有机会重新拿起手术刀。 就算技术肯定会暴跌, 比不上以前, 但靠着自己的经验和能力, 依然还能够重新站上手术台。 想到这里, 斯蒂芬的心绪都不由激动了许多。 看向旁边的徐悦眼中充满了感激之色。 自己耗尽家财都没能恢复, 找以前的同僚他们也爱惜名声不愿意冒险。 而眼前这一位大好人竟然什么要求都没提出, 直接无偿地帮助了自己。 真是让他感到了很激动。 作为一位理智的成年人, 他当然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对方可能会有所求, 甚至可能就是想要利用自己这个例子来完善他的医术实践。 但无论如何, 获救的事实就是事实。 听到了耳边传来的羁绊提醒, 徐悦也还算满意, 终究没有白费自己的手艺。 而后看着斯蒂芬那被包扎好, 近期无法使用的手, 徐悦再次善意地提醒着说道, 其实以前我还见到了一个例子, 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一位脊椎断裂全身瘫痪的病人, 因为康复的手法特殊, 甚至现在还能够打篮球了。 这不可能。 斯蒂芬还没开口, 一直跟过来的克里斯汀就满脸难以置信地惊叹道。 经过之前的手术, 他已经完全认可了徐悦的技术了, 五体投地, 心悦成福。 但那好歹勉强还是能够理解的, 只是方案疯狂了点罢了。 可脊椎断裂的病人完全康复, 甚至还能打篮球了。 这绝不可能。 因为克里斯汀的开口, 斯蒂芬也没有再说什么, 而是用询问的眼神看了徐悦一眼。 他感性上是想要相信的, 但作为医生的理性, 却是知道这件事真的是太渺茫了。 对方的手术方案自己是能够看得懂的, 胆大心系技术强, 最顶尖的同行才能够做得出。 可即便如此, 能恢复的怎么样都还得看脸。 脊椎断裂。 哼, 既然又质疑大师的话, 一群无知的凡人。 黑豹一只保镖一样地站在徐悦身后, 再次听到了克里斯汀的质疑, 脸上也露出了一丝不屑之色。 脊椎断裂而已, 很难治吗? 瓦坎达都有这技术, 更别说大事了。 他认为如果大事愿意的话, 轻而易举地就能够将这位置好。 而徐悦则是抬手阻止了黑豹的继续开口, 笑着说道, 没什么不可能的, 我记得他的名字好像叫做潘伯恩, 有兴趣的话可以查一下。 黑豹那盲目的自信, 以及徐悦那毫不在意的样子, 给了斯蒂芬和克里斯汀一种错觉, 一种他们是对的错觉。 查个病人而已, 为什么不先看看了? 伴随着克里斯汀急匆匆地离开后, 斯蒂芬也一直都显得很忐忑。 当看到他满脸难以置信地惊起表情回来时, 斯蒂芬更是不管术后卧床的情况, 直接颤抖着下床了, 满脸期盼地说道, 真的吗? 没错, 竟然真的有这么一个患者, 而且根据后续资料, 虽然不知道他能不能打球, 但已经痊愈了。 要勾引斯蒂芬, 显然现在必须要从他最期盼的地方入手。 斯蒂芬并不是一开始就对魔法感兴趣的, 最开始他只是想要治疗好自己的手, 然后一步一步地中了古一的圈套, 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拥有时间保时的古一, 知道的东西可是很多, 甚至就连他那敷衍的死亡, 都是在他的安排和设计之下, 想要换来未来的希望, 与时间保时契合度最高的至尊法师。 奇异博士, 斯蒂芬, 斯特兰奇。 最终斯蒂芬便卖了自己能够卖掉的所有资产, 孤注一掷地踏上了前往尼泊尔的旅途。 目前的间歇期, 徐悦主要精力的确是放在斯蒂芬和古一身上, 但显然他没有兴趣陪着他慢悠悠地抵达目的地, 而是直接带着黑豹开了个门, 前往了卡玛太基。 连你的继承人我都送过来了, 你该不会不欢迎我吧? 这, 这是哪里? 跟随着徐悦来到了卡玛太基, 看着那充满了独特韵味的建筑风格, 黑豹脸上也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这里是卡玛太基, 也是斯蒂芬医生即将抵达的地点, 法师的圣地。 徐悦笑着对黑豹说道, 而就在此时, 莫度的身影便出现在了两人身边, 对徐悦欠了欠身后略带恭敬地开口道。 大师, 至尊法师正在等您, 请随我来。 对于古艺知道自己的到来, 徐悦并没有奇怪。 虽然同样掌握着时光之力, 但显然目前来说自己这方面, 比起时光宝石来说, 还是差距相当大的。 跟着徐悦一起走在卡玛太基的黑豹, 相对其他以来科技力量的人来说, 接受超自然的东西还是相当快。 毕竟他们有一只吉祥物守护着国家, 对于神迹并不陌生, 况且前不久, 徐悦就在瓦坎达搞了点事, 接受能力早就异常强大了。 他奇怪的地方只是没想到, 在地球上竟然还有着这么一个专门学习魔法的地方。 随后, 两人便是来到了古一的小茶屋, 刚刚泡好正在冒着水汽的两杯清茶, 已经摆在了两人坐下的位置之前。 桌子另外一边则是一位光头长者, 仅仅是见到, 就给人一种安详安宁之感。 至尊法师古一, 和奥丁一样守卫地球的大佬, 或许对时间保时的利用天赋上, 他是不如奇异博士斯蒂芬, 但就现在积累的实力来说, 却是毋庸置疑的强大。 直到他和奥丁先后死亡, 紫鼠精才真正地准备亲自入侵地球。 第1280章 相互学习 相隔许久地见面, 古一虽然表情稍微带上了点复杂, 但依然还是那样的风轻云淡。 感谢阁下没有对斯蒂芬出手, 等到他继承了我的一波后, 我会尽全力与阁下一站的。 语调平和, 没有丝毫波澜, 就好似是在陈述什么一般。 但落在徐悦而理, 依然还是让他稍微感到了一丝惊讶。 不愧是能够利用时间宝石的大佬, 但论时光方面的运用来说, 全线层次的确比自己要高。 未来是充满无限变数的, 但整体上利用时光的力量 可以不断地查看各种变数。 这方面, 自己还是有些缺陷, 但拥有无限宝石的对方能力 显然就强了许多。 最起码是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目的。 古一是任命型的至尊法师, 已经感觉到自己时日无多, 要为了未来给斯蒂芬让位, 死在那叛徒弟子手上是死, 死在这一位看不透命运的存在手上也是死。 既然如此, 那还不如选择体面一点。 哦, 那多麻母, 我也帮你的继承者一把。 徐悦同样不要钱地给出了承诺, 让古一也哑然地摇了摇头。 卡西利亚斯会成功将多麻母召唤出来这一点, 他观测的未来当中有绝大部分时候都是成功的, 所以对于徐悦的话也并没有多说什么。 不久前, 卡西利亚斯已经进行过了召唤, 得到了多麻母的部分力量馈赠, 多麻母也已经捕捉到了这个位面的坐标, 降临算是无法避免了。 这也算是斯蒂芬的第一个考验吧。 既然这一位想要插手的话, 那自然就更加稳妥了。 不过, 一直都很豁达, 甚至连死亡都能平静面对的古一眼底深处, 依然还是闪过了一丝忧虑。 不得不说, 古一活了这么久, 知识是相当远博的, 这种老不死手上随便掏出点东西都算是很实用了。 可惜因为贫穷, 徐悦不敢过多地请教技巧。 当初向奥丁学习原初之卢恩符文, 可是支付了一笔不菲的费用的。 所以, 主要还是以经验的请教为主, 并且不断地旁敲侧听, 询问旁边这位黑豹同志是否有学习法术的天赋。 上次, 徐悦还考虑过培养斯塔克学习法术的, 毕竟其实一些平行世界中斯塔克也成为过至尊法师。 不过可惜, 这家伙天赋太高了, 有着至尊法师的资质, 古义选定一位一波传人的时候, 既然选定了斯蒂芬, 那斯塔克那边就没啥戏了。 但黑豹不一样啊, 他一看就憨糊糊的, 学点法术也就是为了更加方便配合他战衣的能力发挥而已。 说不定他老妹就能以此专门为他制定出一套战衣出来。 听到徐悦的请求, 古义也是稍微猛了猛神, 随后点头说道, 资质倒是也有, 不是斯塔克那种会产生至关重要影响的, 古义道也并没有拒绝。 哦, 除了他还有一个年轻的棒小伙, 他心地善良助人为乐, 我其实觉得也能够过来这里学习学习。 徐悦再次开口说道, 顿了下后便继续道, 作为回报, 我们也可以请这里训练的诸多法师来挖坎达做客, 说不定还能为美人研发出一套战甲呢。 反正徐悦自己不过手, 只是不断地扯皮条, 让大家都互相认识认识, 学习学习。 哇哦, 不可思议, 竟然还有这么神奇的地方, 是魔法吗? 不是吧, 真的是魔法。 这可真酷, 我还以为超级英雄就只能靠科技和变异的, 没想到还能自己修行, 我也能吗? 你是认真的? 那可真是太棒了, 我和你讲。 在修罗道将某只碎嘴的小蜘蛛带过来之后, 原本清静的卡玛太基就变成了菜市场。 也就是古义法师的心态, 能够平和地面对这种碎嘴, 徐悦都还逊色一筹。 至尊法师, 斯蒂芬已经来了, 碰到了点小麻烦。 也就在徐悦将小蜘蛛和黑豹都留在卡玛太基学习法术的时候, 莫渡也已经在外面发现到了斯蒂芬的身影。 不得不说, 为了一丝希望, 只身上路费尽千辛万苦, 来到了这偏远的地方, 斯蒂芬的毅力也是一等一的。 只好双手就是他不可磨灭的执念。 风尘仆仆, 飞机, 汽车, 马车, 牛车再到徒步, 斯蒂芬整个人都销售了好多。 路上遭遇了打劫, 欺骗, 被黑店宰客等诸多苦难, 终于还是成功地来到了这里。 而人生的大起大落, 加上这最后朝圣一般的心态转变, 斯蒂芬的内心也逐渐发生了改变。 原本那种狂傲自大, 不可一世的外科医生, 已经完成了脱胎换骨。 跟我来吧, 至尊法师要见你。 莫渡帮助斯蒂芬解决了几个打劫的混混后, 也成功将他引入了卡玛太基。 然后他就有点猛逼地在这里看到了那两个熟悉的身影。 是, 是你们。 别紧张, 我们也是过来做客的, 顺便带他来学习学习这里的超凡技巧。 徐悦向他压了压手, 然后眼神是一小蜘蛛上去帮忙解压。 自来熟的彼得, 帕克也直接展现了自己夸张的亲和能力, 让出现了一丝疑惑和怀疑的斯蒂芬搞得晕乎乎的。 直到古艺亲自开口而结束。 一样的配方, 将斯蒂芬的灵魂打出了身体后, 让他用最直观的方式了解到了这神奇的法术世界。 这一点黑豹和小蜘蛛都已经经历过了, 所以也都乐得在一边看对方的囚态。 然而, 奇异博士就是奇异博士, 斯蒂芬在法术方面的天赋, 远远不是黑豹和小蜘蛛可以比你的。 莫渡大叔, 我还有功课没做完, 麻烦开个门送我回去, 谢谢, 下次我给你带我婶婶做的饼干。 已经一起学习了一段时间法术了, 但小蜘蛛依然还没从打击中走出来, 太可怕了。 同样学习法术, 自己和那黑皮大哥还更早点, 但却已经被碾在地上摩擦, 看不到对方背影了。 斯蒂芬在法术一道上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成绩, 并已经开始初步地掌握时间宝石。 古仪就是将宝石大大咧咧地放在图书馆, 喂的就是钓他的鱼。 而斯蒂芬也很诚实地上钩了, 已经初步掌握了逆转时间的能力。 与此同时, 徐悦则已经开始嗅到了一股若有若无的黑暗气息, 开始徘徊在这世界四周。 虽然气息还很淡, 还被三大圣殿所隔绝, 但毫无疑问, 多玛姆已经成功捕获到这个位面的坐标。 只要三大圣殿一被摧毁, 它便能立刻降临。 徐悦甚至感觉到了, 地球这边的状况还一直被海姆达尔所关注。 不单单是关注自己的问题, 恐怕同样在关注多玛姆。 只是因为奥丁现在的状态不好, 如非必要, 不到最后紧急时刻, 阿斯加德恐怕并不会插手。 就算是现在觉醒了雷霆之力的雷神, 面对多玛姆也依然只能被动挨打。 除了奥丁亲自出手, 阿斯加德再没有能够阻止多玛姆的神灵, 哦,可能还有个厨子。 第1281章,超能力。 三大圣殿就是镇压裂缝的三个节点, 互相依托将整个地球都包裹而入。 古仪最主要防备的是次元入侵, 其他的事不达到一定的层次都不会引起他的注意。 哪怕当初齐瑞塔人的入侵, 他都并没怎么在意, 只是确保纽约圣殿不出世就够了。 而多玛姆便是一个足够毁灭世界的恐怖存在。 吞噬地球只是为了化作它体内的部分养料而已, 和徐悦吞噬世界意志极为相似。 排除手段单论体量来说, 理论上已不在如今的徐悦之下。 卡西利亚斯最近的日子可谓是一点都不好过。 当年不知道哪里出了纰漏, 古仪竟然在自己还没暴露的时候就知道了自己的事, 然后开始追杀。 也就是自己手断了德, 才成功躲过了他的镇压。 一直都是东躲西藏的苦日子。 最近才成功地找到了契机, 得到了多玛姆的力量。 那透过世界避障涌来的黑暗力量, 那强大无法抗拒的力量, 让卡西利亚斯深深地沉迷其中。 就是这种感觉。 古仪之所以会这么强大, 之所以活了这么久, 就是因为他也摄取了黑暗未面的力量。 所以这才会让卡西利亚斯心中的形象崩塌, 生出了不该有的想法。 既然他用的, 那自己为何用不得? 以自己的天赋和能力, 一旦同样开始利用这种力量后, 就算是古仪, 也将不会是自己的对手。 而且自己和古仪不同, 他只能亲自从黑暗世界摄取力量。 反过来, 自己在投靠了多玛姆之后, 便能够主动得到他的馈赠。 这种速度绝对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 只要给自己时间, 自己就能赢。 而且从未怀疑过这点。 暂时, 我们得到主人的力量时间还短, 所以还不宜与其硬碰, 你们先吸引一下他的注意力。 我去直接摧毁圣殿。 卡西利亚斯以前是古一的弟子, 对于三大圣殿的布局和防御 可谓是了如指掌。 一出手就是不留余地。 卡玛泰基的传送殿中, 本来拥有着连同三大圣殿的恒定传送门。 但伦敦圣殿突然遭受的打击, 冲击直接通过了这传送门喷涌而入, 几乎将整个传送殿炸毁。 古一也应声而出, 直接开门前往了追击。 受到了冲击波鱼威的斯蒂芬, 灰头土脸地从一些碎石当中爬了出来, 满脸的惊骇。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人袭击了伦敦圣殿, 麻烦大了。 图书管理员亡满脸的凝重, 而莫渡也匆匆赶了过来。 虽然至尊法师已经出面了, 但他再强也是一个人, 对方拥有着可以避过侦查的黑暗世界力量, 如果奋兵的话那还真的麻烦了。 伦敦圣殿一回, 我们去支援纽约圣殿, 断然不能再让圣殿遭受破坏,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莫渡刚刚说完, 便是一马当先地冲入了纽约圣殿的传送门内。 而王和斯蒂芬两人都先后顿了顿, 随后, 王对同样赶过来的徐悦问道, 大师也来吗? 虽然徐悦几乎没在王面前表露过什么, 但那种高深莫测以及至尊法师的态度都说明了问题。 如果他肯帮忙的话, 那绝对是一大助力。 我就不去了, 特查拉陪你们去一趟吧。 徐悦对黑豹示意了一下, 后者也凝重地点头, 直接让战衣布满了全身, 随后灵巧地扑入了传送门当中。 斯蒂芬对徐悦则是耸了耸肩, 而后也跟了进去。 对于这一位置好了自己双手的人, 他还是心生好感的。 虽然在这里见到了对方后, 他隐约觉得是对方故意将自己引过来的, 但就结果来说的确是为自己好。 也就这样, 原本剧情中只有奇异博士一人之缘的纽约圣殿, 此时还多出了另外三位实力不弱的奥元。 纽约圣殿被回可是历史大事啊, 应该不会怪我吧。 站在卡玛太基看着前方爆裂的废墟和因为不稳定而消失的传送门, 徐悦似乎是低声呢喃了一句。 卡西利亚斯的手下不少, 而且通过仪式一起得到了多玛姆力量的馈赠, 虽然不如他, 但却也已经超越了寻常法师。 特别是在隐蔽方面更是相当出色。 在卡西利亚斯看来, 虽然他们对付不了古一, 但将他引开拖延时间绝对是够了的。 古一去追踪毁灭伦敦圣殿的凶手了, 但他却不知道自己亲自来到了纽约圣殿。 声东击西, 要一口气将所有圣殿都解决掉。 只是当他破开了纽约圣殿的防御避障, 攻入内部时却发现, 除了驻守在这里的圣殿守护者外, 竟然还见到了另外四个卫援军。 手下败将的莫渡, 图书馆里猿王, 另外两个就没见过了。 不过其中一人身上黑色的古怪装饰让他稍微有些在意。 想要阻止我吗? 那就来试试看吧。 一边说完, 卡西利亚斯手上就多出了几条魔力法编。 因为拥有着多麻母黑暗力量的关系, 他的魔力并不是单纯的金色, 而是更加深邃更加不祥的暗金。 法编刚刚出来, 便让四周空间一阵扭曲, 好似能够扭曲现实的立场。 仅仅不用力地垂落地面, 就让拥有着魔法守护的圣殿地板出现了莫名的交错。 看上去好像没有伤痕, 但却因为扭曲以鞭子为戒各自交错到了对面, 好像正在互相吞噬一般, 画面极为诡异而凌乱。 这场面, 让过来支援的几人和原本的圣殿守护者都是脸色大变。 都是法师, 他们自然知道这其中的可怕。 轰。 鞭子轰出, 挥舞的途中就让两侧空间交错, 任何抵御的阻挡全都被暴裂切开。 犹如撕裂纸张上的图画一般轻松。 仅仅卡西利亚斯一人, 就打得五人抱头鼠窜, 连硬接都不敢, 只能靠着圣殿的地形进行防御。 如果不是圣殿之内有着大量恒定的防御符文, 那恐怕早就要有人凉凉了。 他们交给我, 你们将圣殿破坏掉。 卡西利亚斯满脸俱傲之色。 只是就在此时, 伴随着一阵阵金光闪过, 一道黑影便是突然从视线的死角一扑而出。 是黑豹靠着自己学会的法术, 在虚空凝结了两处圆盘, 不断地虚空借力为跳板, 将自己的灵巧完全发挥出来的致命一击。 他并不是传统法师, 学习法术只是为了配合自己的战斗方式而已。 最主要依赖的还是身上这一套震惊打造的战衣 和超越常人的体魄。 虽然不知道能否抵挡住对方那恐怖的法术攻击, 但他觉得必须要由自己出马打出契机, 否则自己几人将会一直被压制到死。 嗡嗡。 法术长边轻易地打碎了几个用来防御的魔法圆盘, 撞击到了黑豹身上。 但感受到边上穿回来的触感, 卡西利亚斯却是脸色一变。 挡住了。 另外一边黑豹虽然抵御住了这一边, 但本人也被直接轰飞, 震惊那吸收波动的能力, 好像被直接击破了上线。 一次交手, 双方都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目的。 不过这一次也够了。 哇哦,能挡住啊。 是啊,没想到这么强。 小看他了。 末渡,王还有斯蒂芬三人看到被击飞出去没事的黑豹, 脸上表情都是同时愣了愣, 面露诡异之色。 看到突然一下站出来的三人, 卡西利亚斯满脸冷笑。 的确是挡住了, 他的古怪衣服有些出乎我的意料, 但这又能怎么样呢? 你们依然还是都得。 看着三人身上逐渐覆盖起来的同款黑色战衣, 卡西利亚斯后面的话有点说不出来了, 而后不由自主地咽了口唾沫。 嗯, 在徐悦的拉皮条之下, 黑豹学会了法术, 并引导自己瓦坎达拥有法术天赋的战士们来到了卡马太基学习, 作为回报, 他们也利用了瓦坎达的高科技, 为法师们制作了震惊战衣。 恰巧, 眼前这几位最拔尖的法师, 就是第一批尝试着。 开始是不清楚这战衣的深浅, 毕竟玩法术的玩科技, 终究还是有点玩不转。 但在黑豹用脸接怪示范了一下后, 他们三人也都还是明白了。 对方打不死自己吗? 这就好办了。 第1282章, 大小刚刚好。 鼠背, 可敢脱下这层皮与我一战。 卡西利亚斯一脸抓狂, 简直无法忍受。 四个牛皮糖一样的东西, 打又打不死。 不, 甚至可以说是受伤都没怎么受。 只攻不守地过来和自己对伤, 打得他心态爆炸。 这是什么魔法? 你们耍赖。 而正在和卡西利亚斯交锋的四人, 此时也感到了对手的难缠。 看到那已经准备在圣典大肆破坏的其他黑暗法师, 他们也心中紧张。 不快点解决掉这家伙的话, 等到他们破坏掉了圣殿还是几方输。 虽然身上这战衣很厉害, 就算是卡西利亚斯的法术都攻克不了。 但对方的强大也已经足够将几人不断击飞了。 哪怕只攻不守, 四合一也没占到多大的便宜。 我去帮忙对付其他人, 你们三个小心。 斯蒂芬一看, 这不是办法, 立刻便是抽空脱身而退。 卡西利亚斯虽然想要出手阻拦, 但斯蒂芬的法术天赋的确是毋庸置疑的。 在另外三人的帮助下, 轻易地避开了他的阻击。 然后, 卡西利亚斯就发现, 其实三个人和四个并没有什么区别。 都是打不死, 然后无脑朝着自己身上满过来。 特别是那个最先出手的家伙, 竟然还能够变小, 而且力量竟然还不变。 之前的一次偷袭, 如果不是自己得到了主人的力量, 已经不是凡人了, 恐怕一下就得被打残。 当真是打得憋屈不已, 怒吼连连。 而脱身的斯蒂芬, 也配合那伤痕累累的圣殿守护者, 开始对付其他的黑暗法师。 虽然刚刚接触魔法并不久, 但对于虚戒的使用, 以及传送门的利用, 斯蒂芬也已经炉火纯青。 丝毫不在末度和王这种老资历之间, 在圣殿守护者瞪大的眼睛中, 斯蒂芬直接开辟虚戒, 而后将那些个黑暗法师 全都笼罩了进去肆意玩弄。 如果身上没有那战衣, 他还得打迂回玩游走。 可有着那不怕挨打的战衣, 斯蒂芬也立刻化作近战法师附身, 拳拳到肉。 只他一人, 就将那些暗黑法师打得不要不要的。 对比起卡西利亚斯来说, 其他小喽啰的实力就差距太大了, 当初多玛姆赐予力量的时候, 卡西利亚斯贪心地得到了太多, 现在也需要付出苦果了。 九首必师, 虽然拥有战衣的己人也有着体力的限制, 不断地被抽飞以及不断地攻击都消耗不小。 但不用担心防御这一点, 却是占尽了便宜。 最终还是黑暴一次迅速缩小, 随后凝聚两道法力圆弧借力, 再次出其不意地轰到了卡西利亚斯身上。 而这一次, 有着上次察觉到对方肉体强度的经验, 黑豹毫不客气地先利用力爪突破挤入对方肉中, 随后再次逆转变大。 哗啦! 巨大的撕裂伤口, 出现在了卡西利亚斯的背部, 脊椎和内脏都暴露在了空气当中。 如果不是多玛姆的力量, 让他肉体坚韧, 没让黑豹突入到体内, 恐怕这一下都得被直接杖杀。 啊! 你们该死! 突如其来的重创, 让卡西利亚斯机遇疯狂。 这次的计划本来是完美的, 古异的确被成功引开了。 但这是哪里冒出来的怪物? 简直不可理喻。 再这样下去, 自己可能会直接死在这里。 哗! 也就在此时, 纽约圣殿的大门便是再次轰开。 一道黑衣人影缓缓步入。 在这战斗症白热化的时候, 成功吸引到了所有人的注意。 这是! 黑豹瞥了一眼后, 突然心中大震, 随后在战衣自带的联络频道中, 急切地开口道。 不好! 我见过此人的影像, 我们瓦坎达收集外界资料当中, 重中之重的隐秘资料。 是谁? 是敌是友。 其他几人听到了黑豹的话后, 也连忙开口询问。 这家伙的, 可是带来了这恐怖防御战衣的大土豪, 见识多广, 到底是什么人让他这么惊讶? 卡西利亚斯这么强, 还不是被我们搞定了。 当初纽约之战出现的那罪魁祸首, 也是一个极端破坏分子, 那一次吸引了奇瑞塔人, 这一次恐怕也不安什么好心。 听到了黑豹的话后, 其他所有人都是心头大惊。 纽约之战虽然内情流露得不多, 但他们可还都知道这其中的恐怖。 哪怕是莫渡和王两位法师, 因为纽约圣殿的关系, 他们也对那次事件很清楚。 没想到竟然是这个人引发的。 没错, 就是我, 看来你们已经认出我来了, 我就是阿斯加德未来的国王, 主宰你们的神灵。 诡异与欺诈之神, 阿斯加德第一法师, 洛基。 徐悦顶着洛基的脸, 一脸洛基式的狂妄笑容。 圣殿本来肯定是要拆掉的, 按照剧情卡西利亚斯也成功了。 但为了制造难度, 这一次的援军力量稍微有点强, 中西结合, 科幻与魔法的融合, 卡西利亚斯显然有些hold不住了。 所以一直都盯着这边的洛基 也适当地站了出来。 阿斯加德先攻, 海姆达尔转述着自己看到的景象。 因为圣殿的保护力量被击破, 他的目光也已经能够贯穿其中。 这让奥丁, 天后以及托尔三人 都将视线注视到了洛基身上。 毕竟这家伙前科并不怎么好, 万一弄出了什么了不得的幻术呢? 毕竟放出来已经这么久了, 而且还知道撕下去那边的通道。 我不是, 我没有, 我就在这里啊。 满脸猛逼的洛基跳脚地说道, 一脸冤枉和委屈的表情。 自己是还想要搞一些阴谋的啦, 但特末这不是还没开始动手吗? 是谁? 是谁冤枉自己? 你们冤枉好人? 哦, 我亲爱的父亲, 你应该是相信我的吧? 毕竟那个该死的厨子 做出过那么多大逆不道的事。 洛基连忙看向了奥丁, 只是奥丁娜已经显得有些昏暗的独眼中, 没有丝毫波澜。 母亲, 你是最疼我的, 您肯定相信我吧? 天后看着洛基叹了口气, 我亲爱的哥哥, 我们是兄弟, 你是领养的。 洛基。 另外一头, 纽约圣殿当中, 洛基一出现, 就强势地撕裂了斯蒂芬的虚戒, 并且反手就将莫杜, 王和黑豹三人也拉入了其中。 直接将卡西利亚斯和他剩下的马仔们都解放了出来。 一被解放出来, 身受重伤的卡西利亚斯连疗伤都顾不上了, 眼中一亮地直接开始大肆破坏圣殿。 朋友, 感谢你的援助。 待到主人降临之日, 我一定会为你蓄工的。 憋屈坏了, 满脸鬼畜撞若疯狂的卡西利亚斯, 一边疯狂破坏, 一边兴奋地喊道。 而洛基也礼貌地给予了回复, 那一切就拜托你了。